姜蒙的话语极快 三言两语之间就将事情的始末阐述了得清楚 我的心顿时提了起来 脑中更是嗡的一响 枪族竟然查到了张尔的行踪 张尔当真也是狠 挖枪族这些年叛徒的坟用来做纸扎 那些叛徒里头恐怕还会有道士 他这手段不但阴狠 而且取来的皮绝对都不是简单的尸体 需要被压阵神咒压制的尸体 能简单到哪去 现在去什么地方 我深吸了一口气 努力稳住心神 直接开口问宝 姜蒙轻声回答 陈仓之中还有不少羌族的根据地 我选了一个安全的 不去那些地方 去杨家 我快速地接过姜蒙的话口 指示他道 我们要找张尔 始终在明面上 即便是待在一个看似无人知晓的地方 可只要动身找他 我们在明 他在暗 他会先察觉的 我要去看看杨家有没有什么线索 张尔不会放过任何一处可以利用的地方 杨星是杨家的独苗 他为了固若林风魔 张尔在陈仓 就必定会利用杨星 我快速地解释道 此时 我整个人的神经都已经紧绷了起来 面对张尔 我绝不能有半分的松懈 江门没有什么疑问 只是轻轻点头 说道 遵命 我察觉到了另一个视线正注视着我 但没有回头 我晓得 那是神机在看我 只是现在 我顾不上那么多了 差不多又过了十几分钟 车从热闹的市区 进入了一片透着古老气息的街道 这条古老的街道并不陈旧 但却充斥着历史沉淀下来的厚重气息 街道一侧是一条渠河 和旁边栽种着不少古树 车停在了一间大院府门之外 杨家并不只是有一间宅子 之前杨夏元所住着的老宅 我让冯保和冯军去调查过 也带着神机去夜探过 那老宅的存在 是杨夏元用来遮掩命述 以子四尔孙的死 顶替掉自己做的那些孽战 而这一处 才是杨家的正宅 杨夏元的二女儿 杨青山的妹妹的住处 算是一个不牵扯风水纷争 只是单纯做生意的正常家族 如果杨夏元不是羌族的叛徒 那杨家应该会一直发展下去 而不是如今被羌族清理门户 我们下车之后 我就粗看了一下杨家正宅的风水 笔直的渠河 朝着右侧看去 视野开拓 却有一段左拐的河道 呈现九十度的夹角 再往左边去看 渠河的去向为东方 并且粗看笔直 细看的话 它最后却朝着东北方向 慢慢改变方位 当然它这幅度太小 恐怕要流出去几十公里 才会变成东北方 我喃喃道 宅舍石可求 西南水东流 此处安宅舍 三宫又封猴 好一个西南水东流 看来杨夏元 还是没有亏待自己这个普通人的女儿 我并没有停下 而是扭头又看向了宅院本身 刚才我看的是宅外之水 那些好处都是宅外之水带来的 本身杨家宅院的布局 绝对也不会差 我多看了两眼 又绕着宅门往旁侧走了一圈 心中更是为之一探 中凹四下高 休宅莫辞劳 人口安生旺 家门显殷豪 回到宅门口 我也注意到了宅子内格外的安静 我一边往里走 一边询问道 羌族将这里清理门户之后 这里就空置了 对吧 沈介 刘文三 陈瞎子 冯宝 冯军 都跟在我后面 一起往里走 江蒙则是走在我身侧 微微靠前一些 给我们领目 没错 以前羌族 其实放任过杨夏元一段时间 他虽然离开了族内 但是他做的很多事情 族内是不知道的 一直到他欺师灭祖的 决仙道坟营被我们发现 族内才决定 将其清理门户 江蒙停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叛徒的居所 族内没有兴趣来用 所有相关人等 全部被关押了 其余无关紧要的 闲杂人等 全部被驱散了 杨夏元的根源是枪族 这宅子的确算是枪族 的东西 并且这是一个风水 极为罕见 外宅之水 属于西南水东流大极水 内宅更是中凹四高的 开枝散叶大极之地 很难找到第二处 枪族如今 需要一些好的风水宅 毕竟你们居住了 几百年的地方 风水早已经被你们用得差不多了 最多维持 不会再让枪族变得更好了 这宅子却可以给你们新的机缘 荒废了着实可惜 我这一番话 说得也是很直接 没有什么扭念和遮掩 顷刻间 我们已经进了大院之内 一块屏风将门口 分成了两个廊道入口 走过右侧 便能够看到屏风之后的假山亭台 廊道古色古香 那里更是气派厚重 的确看得出来 清理门户之后 这里没有人居住 夕阳垂目 红色的斜阳照射在 假山和亭台下的水潭之中 反射着刺目的光运 纪尾红利在其中 由星号星号着 我也没有继续再说下去 姜蒙则是一边在前面带路 一边小声地说道 他会和如今 羌族的族长禀报商议 柳家有大长老 羌族自然也有 族长发号施令 只是我之前没多问 也没有接触而已 所以我并没有觉得好奇 同样姜蒙也只能够询问 他的身份 必定是没有决策权的 我一直在观察杨家正宅 看看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 张尔要在陈仓活动 又想要最大程度地 避过羌族和柳家的眼线 必定会利用杨新 有句话叫做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搞不好 张尔会来杨家正宅 说不定他已经停留过一段时间 当然 这只是我的猜测而已 很快 我们就到了宅内堂屋 堂屋之内干净整洁 只不过在正对着的桌面上 摆着两个灵位 祖父杨夏元至灵位 先父杨青山至灵位 姜蒙脸色历史就微微变了变 他满脸疑惑地说道 我和姜燕沟通过 抄家清理门户走的时候 是没有这两个灵位的 族内也不可能允许叛徒再立灵位 他们回来过了 我走到了堂屋桌前 微眯着眼睛 看着那两个灵位 低声说道 姜蒙说的话 我自然是相信 并且我也觉得 羌族不可能犯这样疏忽的错误 将不该留下的东西留下来 这灵位充分地说明 杨新和张尔已经回来过 并且远不只是简单地回来 文三叔 陈叔 他们已经合作了 我沉默了一下 继续说道 杨新为了顾若林 想杀张尔 张尔若是能利用杨新 肯定会先行利用 现在他能让杨新 回来立灵位 已经说明了 至少此时他们的关系 已经不在对立 和我想的一样 老狐狸 刘文三点了根烟 陈霞子摇了摇头 他不会弃女 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 杨新要被骗 或许最后还是死 我没接陈霞子这句话 因为他说的是真的 张尔没那么好的心肠 尤其是现在更是如此 只不过杨新也比较棘手 他包自己的皮要自杀 用温神咒 死后当温神来复仇 当时他做着决定的时候 就已经彻底疯了 本身杨新的实力并不怎么样 即便是他醒悟过来 去学杨夏元搜集的那些术法 他也没那么多时间学经 需要警惕的就是 杨夏元那些术法又有多少 从神婆的禁述温神咒 就可以看得出来 至少在搜集歪门邪道的术法 这一层面上 杨夏元所做的事情 和袁画绍是相似的 正当我思索出神之间 姜蒙上前要收起那两个灵位 不过我拦了一下 只让姜蒙收走了杨夏元的 杨青山的则是留了下来 姜蒙 你去安排一下房间 沈记 你伸手快 清工好 查探一下整个院子的情况 看他们还在不在这里 我迅速地说道 嗯 淡淡地回应之后 沈记已然不在屋内 姜蒙去安排屋子了 冯保和冯军 则是给我们拉了椅子坐下之后 冯保又简单和我禀报了一下 便出门去给我们这一群人准备吃食之类的东西去了 约莫十几分钟之后 沈记回到了屋内 告诉我 整个院子里除了我们之外 并没有发现其他人的踪迹 陈霞子忽然开口说道 枪族已经查到一些细节 才会逼得张儿出手 我建议按兵不动 等柳宇咒来了 看看他们到底查到了什么 现在先休养吧 你们在红河消耗不少 需要调整 我没有否决陈霞子的提议 他说的也的确有道理 又约莫过了多半个小时 这期间我们都各有思索 没有交谈 冯宝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回来了 他不只是摆满了一桌吃食 还细心地给我买回来了一把供箱 我给杨青山的林卫上了一炷箱 将其挪到了太师以旁侧的茶桌上之后 踩入桌吃东西 一餐饭罢之后 沈记忽然抬头看向院子廊道 通往大门的位置 将门微微躬身至沈记耳边 轻声在其身旁耳语了几句 枪族先派遣了一些人手 在周围看守 应该不用在意打草惊蛇了吧 沈记低声询问我 我摇头道 不用在意 我们来了 瞒不住他 有人手看着 也可以让他没那么容易下阴招 我说完便起身 让江萌先带我们各自去房间 而沈记 则是依旧坐在堂屋里 没有起身的动作 几分钟后 我们各自都进了自己的房间 这会儿时间上早 其实我没什么困意 摸出来的支笔 静静地端向了一会儿 又拿出来精算盘 单手辅置其上 冰凉的蒜珠 质感厚重 略微让人清醒 片刻后 我将这两样东西收了回去 再次取出来原始阴阳术 我一直读到了深夜 困意逐渐上来之后 才回到星号星号 躺下休息 这一夜格外的平静 我甚至连梦都没有做 第二日清晨醒来的时候 阳光微微刺目 我起床简单地洗漱了一下 推门而出的时候 冯宝和冯军正在门外站着 还没等我询问 冯军就低声开口 柳道长来了 再和沈济谈话 他让我们来等你醒 我的心突突地跳了两下 点点头 直接往前走去 绕过院中的回廊小径 几分钟后 便来到前院堂屋之前 我一眼就看到了 长山立的柳宇宙 而如今的柳宇宙 和之前有了不小的变化 他的面容依旧刚毅 不过眉顺了更多 那股中正平和的感觉更强 只见他一身淡青色的道袍 腰间成牌悬挂了五把桃木短剑 和一把青铜配剑对称的左侧 则是一把浮沉 罗十六 好久不见 柳宇宙看向我 微微点头 单手朝着我伸出 柳宇宙的反应 让我震了一下 不过 我还是伸手和他握了我 有一段时间没见了 我有几样东西 还想送给你 不过他们 现在还在那样是 我笑了笑说道 送我东西 柳宇宙面露不解之色 见到了你就知道了 不晓得为什么 和柳宇宙说上两句话 我反倒是觉得轻松了不少 嗯 柳宇宙点了点头 足内还需要肃清 现在让你们去 意义不大 张尔着实给我们 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一句话 柳宇宙撇开了寒暄叙旧 直接就划入正题 我深吸了一口气 神色也正中了不少 他都做了什么 我也直接了当地开口问道 江萌虽然已经说过一些 但我还是希望 从柳宇宙这里 能听到一些更详细的情况 柳宇宙却摇了摇头道 重要的不是他在枪足做了什么 而是他在外面做了什么 说这话的时候 柳宇宙的眼中 明显有一闪式的杀鸡 我瞳孔紧缩了一下 心头咚咚直跳 却并没有开口 打断柳宇宙的话 柳宇宙语气虽说平静 但是给我的感觉 他每一个字都透着杀鸡 陈仓市区外 东边有一个村 村里头长寿的老人不少 大概在大半个月之前 全村的年轻人都失踪了 整个村子都成了空村 这件事情在陈仓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我们得到消息之后 也去那村子看了 大概晓得了一点经过 在那些人失踪之前 基本上都有一个老人 拿着一只碗 上门讨一碗米 并且留下一笔钱 在那之后 被讨米的年轻人 过不了夜就会失踪 这些信息 都是剩下的老人说的 我面色变了变 这时 我余光才发现 刘文三和陈瞎子也过来了 就站在堂屋门口 不 过我并没有开口 叫他们 明显他们也在听柳宇宙说话 我不想将柳宇宙打断 此刻 我内心很是沉重 张儿下手 第一次杀了两个道士 竟然第二次出手 救了一村的年轻人 柳宇宙话音并没有停顿 继续说道 这些人目前还是下落不明 应该是凶多吉少了 枪族的眼线耳目不少 通过一些蛛丝马迹的线索 又找到了陈仓市区之外的一个老村 那里最近有不少工人活动 去详细调查了之后 发现那些工人正在新建宅院 还有人发现了那叛徒的踪迹 明显 柳宇宙口中所说的叛徒 那就是指的阳心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 柳宇宙稍微停顿了片刻 他定定地看着我 又说道 那村外 有一条河 和刚好包围了一整条村 之所以那村子当年会荒废 就是因为 河上修不了桥 怪异的是 每一次搭桥 桥都必定会断 陈仓很近 大家都逐渐迁徙了出去 现在那村子荒废了得有二三十年了 他想盘踞在那里 我抑制不住 深吸了一口气 笃定地说道 因为我也推断了一下 新建宅院 那只是柳宇宙 和枪祖柳家的人 现在不通风水术 只能看出来是修宅 可既然是张耳动手 还是在那特殊风水的村落里 唯一的可能就是改风水 要建一个风水村 可以盘踞于此 正当我想将自己的推断 说出来的时候 柳宇宙沉默了片刻 又说道 那里也死了人 我们发现的次日 基本上宅院 都完工了 工人全部跳了河 陈仓有相关部门的人 去调查了 打捞不起来尸体 他们说跳河原因不明 还在调查 但这和张耳有关 和那个叛徒 也脱不了干系 陈仓之中 必定还发生了一些事情 可枪族应该没找到在哪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的手段毒辣 远超想象 并且自那之后 枪族之内就开始出事 死了不少相关调查的人 不只是有调查到这些信息的 还有在调查别的线索的人 不只是族内有人丧命 族外没有回来的 有的也失去了联系 应该是回不来了 柳宇宙的声音沙哑了不少 他闭了闭眼 单手已经扶在了腰间的 一柄桃木剑上 我哑然失声 张开口 却不知道怎么说话 沉默在堂屋 持续了足足好几分钟 柳宇宙才再次开口道 罗十六 你想怎么做 这就是枪族和柳家 如今得到的所有信息 他的目光 忽而变得锐利了不少 我脑中迅速地思索 分析柳宇宙所说的所有事情 屋内的安静 又持续了好一会儿 我才开口说道 那个村的年轻人 已经被带走了 没必要去 枪族之中 应该只是针对你们的杀招 去了无用 留下的唯一一个可去的地方 就是那个荒废的村子 我们只能去那里 只不过 这有一些请君入瓮的感觉 陈说 你有没有察觉 我这番话 明显让柳宇宙的神情 更加凝重 我扭头看向了陈瞎子 询问征求他的意见 虽说那村子 是枪族的人调查发现的 不是张尔摆在明面上的 但我的确察觉到了一种危机感 还有就是 凭张尔的那种诚服心思 被发现的地方 大概率不会再被他当作藏身之处 只不过 我们现在的确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没有选择的选择 就只能将计就计 把自己当作尔了 自然 这想法我没有明说 我觉得 凭借陈瞎子的缜密心思 我说那请君入瓮四个字的时候 他应该就能联想到了 陈瞎子点了根卷叶子烟 灰白色的眼珠子动了动 视线扫过我一下 请君入瓮 也要看君入与否 他说话间 又灰灰的咳嗽了好几声 我深吸了一口气 不知道为什么 脸上却有了几分笑容 入 然后还想看看 他的风水术怎么样了 几十年专精风水 还有半步藏影观山 我想看看差别 他可能是如今 活着风水术最高深的人之一 说到这里 我的笑容也逐渐收敛起来 我的侧影 才让他走错了路 柳三元说得没错 死了的每一个人 都有一笔债是我的 我要负责他们的身前身后事 这无法挽回丧恶的命 却也是我无法无视的罪 我要赎罪 停顿了一下 我扭头看了看刘文三 说道 文三叔 又要你帮忙了 刘文三耸了耸肩 道 我也听不明白 你们弯弯绕绕的 就按照你们说的做吧 陈瞎子微微点了点头 我扭头看向柳宇宙 说道 走吧 柳道长 带我们去那个村 柳宇宙目光深邃地看了我一眼 他忽然又扭头看了一眼沈济 你就在这里 这件事情 你不能参与 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柳家和你是相互配合的 不要让我为难 沈济眉心微皱 他沉默了几秒钟 看了看我 我顿时就明白 了 柳宇宙不让沈济掺和张尔的事端 是怕危险 不 不应该是柳宇宙怕危险 凭借他和我之间的关系 应该不会这样做 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柳三元下过令 我正准备说话 沈济忽然开口道 你不会为难 我会亲自和你口中所说的大长老谈话 半本藏隐观山 是从我手里送出去的 才会被罗十六送给旁人 那人也曾上过寄娘山 对寄娘不敬 我是清理门户 也要肃清仇敌 沈济的话语 让我将我想要说的话咽了回去 因为我 原本是要劝他 不要插手的 柳宇宙眉头皱起 不过片刻后 他又舒展开来 他若有所思地看了沈济一眼 并没有再开口多说 而是朝着狼道走去 柳宇宙的速度不慢 刘温三和陈瞎子跟在后头 我和沈济则是在最后面 你帮我 我说去送蒋盘归根 你就去 这次我也帮你 你有杀人心 却很难有杀人力 沈济的声音不大 依旧清冷 也只是说了这一句话 便再无多言 我尝语了一口灼气 也没多说别的了 不多时 我们就走出了杨家大院 院外排绕着不少人 这些都是枪族派来的族人 柳宇宙先上了前面一辆车 沈济江蒙和他同行 我和刘温三沈瞎子 还是上了后面冯军和冯宝的车 让柳宇宙他们的车 在前面带路 本来早上起来的时候 天色还是正常的 阳光刺目 好端端的一个大晴天 而此时天却变得阴沉了下来 阳光隐没在乌云之后 沉甸甸的乌云 透着一股子压抑感 隐约有闷雷声自天上传来 入耳就更让人压抑男人 一直到出了城之后 阴沉的光线已经像是傍晚出目了 差不多又过了半个多小时 从一条国道旁侧下去 走了一段坑坑洼洼 歪歪扭扭的村路 哗啦哗啦的水声入耳 我探头往车外看去 前方不远处 入墓地是一条不小的河 这河水奔腾 波涛汹涌 此时风也很大 开窗户之后 风吹的车窗都速晃动 不停地发出声响 河一侧 是我们这边坑洼小路 路旁边是乱石杂草 另一侧 则是一座山 一座形态诡异 山包整体呈现圆形的山 山下是一个灰暗的村落 村落不大 最多百来家住户 那河旁边 站着好一排人 不过都在河对岸 不过很诡异的是 那些人都不是面朝着河 而是背对着河面 这也就背对着我们 操 他们刘文三额头上见了汗 额角的青筋 也在不停地跳动 他们要跳河 赶紧点 让柳宇宙去来 那老王八蛋 肯定用了什么歪门邪道的法子 下一刻 刘文三急促地说道 我死死地握紧了拳头 沙哑地说道 文三说 你看看时间 现在是什么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他们已经跳过了 滚滚的闷雷 在乌云之中作响 风大了很多 狂风吹拂而过 穿过窗户之内 窗户更是啪啪作响 刘文三面色惊异不定 他摸出来手机 低头去看时间 也就在这时 一道闪电凭空划过 刺目的白光 将整个天地映射得一片惨白 斯拉的刹车声传来 车猛地停顿了一下 再等视野清晰过来的时候 前面柳宇宙他们的车 已经进到眼前 若非逢保刹车及时 就已经撞上了 并且前头那辆车 更是到了河边的位置 差半米不到 车就要冲进河水中 操 刘文三捏紧了手机 骂了句脏话 接着就咬牙说了句 十二点 大鹰 都是死过的人 我深吸了一口气 心神和面色 都稍微镇定了一些 一边点了点头 一边推开车门下车 柳宇宙 沈济 江蒙 也都已经从前面的车上下来 除去了江蒙 脸色微微发白 柳宇宙和沈济 都是面色平静 没有丝毫波澜 陈瞎子和刘文三 也下车之后 冯保和冯军将车倒后 前面那辆车 也后退了不少 没有继续停留在河边 我们一共六人 站在河岸边 刘文三则是蹲了下来 伸手探入水中摸索着 我眺望着河对岸 前一刻还看见的 那一排背对着河面的人 现在已经消失不见了 刚才是大鹰之时 可以在正午时分 看见一些平时看不见的东西 此刻乌云蔽日 天色愈发晦暗 明明刚到中午 却像是已经入夜 原本滚滚不断地闷雷 忽而变成阵阵的惊雷 在云端乍响 地面上更是狂风大作 好似暴雨随时都会倾盆下 搭不上桥 过这条河 得用船 柳宇宙抬手指了指右侧 不远处有一个小小的码头 那里还有两只船 这天色怎么看 怎么怪异的景 也不晓得那老小子 有没有搞什么鬼 刘文三忽然说道 我沉默了几秒钟 微眯着眼睛达到 风水特殊的地方 天象会特殊 也只是在某些时段 张尔没有本事以风水动天象 这场雨下的就是他的运势 我们的命数 躲没有意义 退避一次 第二次就会有其他的反应 我停顿了一下 继续道 刘文三站起身 抹了一把光头 他瞪着对面的村子 说道 你文三叔不是耸了要跑 就是看看 多 更新三 我正不知道该如何接刘文三的话查 沈记忽然开口道 转针转不止 想过这条河也没那么容易 这是一条反跳水 罗十六 你没看出来吗 沈记这话 刚好说到了点子上 也打破了我和刘文三之间 略有几分尴尬的气氛 从刚才停车到这里 我一直在看对面的山河村落 当真还没仔细看水 当然我是晓得 水中死人不少 而且那些人肯定有相当一部分 是张尔用特殊手段害死的 我们想过去 的确轻松不了 现在仔细看下去 这条河从西北方而来 流经村落之前 这村落又在山口之前 正好建防力学的血眼之处 河水至雪前的位置后 又忽然一个急转弯 朝着东北方向而去 就像是将整个村子 在雪前环绕包围了一段 粗看的话 有山有水 不懂行的神棍之流 肯定会说 有山有水 是聚水名堂 可实际上 聚水应该是平缓流过 并且是圆润的包围 绝不是急转弯的离去 这条河如今的走势 正如沈济所言 叫做反跳水 是大凶之水 若是在此处建宅 那家中就会出现 生离死别之事 官司不断 人命 盗贼不休 的确是反跳水不假 我深吸了一口气 回答道 沈济皱眉 盯着阳公盘仔细观察 接着又抬头 看了看对面 摇头道 这吉凶之水中 建村落 害的就是全村人 现在村中无人居住 他新建宅院 本来应该 就是修给他自己的 他修个吉凶之地的村寨 自己害自己 冯宝和冯军便便相去 陈瞎子忽然说道 不要小看了张儿 他只会立即 我深以为然地点点头 说道 过去了仔细看看 才知道他 这样设置风水的寒意 现在的距离稍远 看不出村内的布置 文三说 我话语没停 想让刘文三去弄一下船 带我们先过河 当我扭过头时才发现 刘文三已经走到 靠西边那处小码头的位置 正在拆船上的绳子了 我的视线越过刘文三 刚好看到西北方 正是河水的来源之处 当即 我脸色又变了变 难难道 割脚水 割脚水是水流 急迟而来 和山脚靠近 就像是锋锐的刀子一样 割过山脚 这村子学前的水 竟然是先形成的 割脚水制的凶局 接着又成了反跳水吉凶 这就是凶上加凶 割脚水之凶 会让家中贫寒 有灭绝之兆 容易招血光之灾 两胸架杂 事出反常必有要 张儿 到底想做什么 我定定地朝着那个方向 看了许久 神迹也到了我身旁 他的神色透着凝重 低头看看阳弓盘 又看看割脚水的位置 不过 我们并没有在交流 此时不看村内 不晓得张儿到底建的什么宅 他肯定不会害自己 那这宅院 必定会和这双胸之水 达成一种变化 我心头也生起了一种 强烈的好奇感 很想知道 张儿对这里的风水 到底做了怎样的设计和布局 兄弟 会变急壤 当然 对于风水的好奇我 固然是有 可更多的还是警惕 还没进村 村外的水 就已经是双胸水 这地方肯定不会简单 约莫又过了几分钟 刘文三招手喊了句 好了 大伙麻辣地上船 这会儿还没下雨 过去没问题 等下下起来 就真要说不敢过去了 刘文三只打开了一条船 不过这条船并不小 已经足够我们几人上去了 刘玉昼 沈济 陈瞎子先上了船 最后 冯保冯军 以及江蒙 也想上去的时候 我抬手将他们三个拦住 私存之间 我目光一直看着冯军的脸 这段时间让冯军跟着我 他面相没有多次变化 我也不知道 他的那道命节 是否已经散了 按道理来说 面相骤变 事情也会迅速发生 此时还没变 应该是不会来了 过这条河禁村 危险绝对不小 要是带上他们三个 不但是累赘 还容易出事 停顿了片刻 我说道 冯军 你不要和冯保 江蒙他们分开 还有江蒙 你和你们族人 一起就在这里守着 不要独自行动 如果有人接近你们 无论他们说什么话 你们都不能信 说什么事 你们都不能做 说话之间 我从兜里拿出来几张符纸 分别递给了冯保冯军 以及江蒙一人一张 还剩下有三四张 我也交给江蒙 让他分配 做完这些安排之后 我稍微放心了一些 这才最后上船 刘文三摇动船桨 喝得一声吆喝了句耗子 撑船朝着对岸而去 水面看似波涛汹涌 不过刘文三划船 却透着衣 种平稳 即便是在水波涌动的水面上 也没有让我觉得 有会翻船的感觉 反倒是比坐在车上 要安心得多 柳宇宙稳稳地站在船头 将手中浮沉 斜靠在壁弯处 一对剑没促起 神态肃然 严厉之中 透着几分通透的高人风范 陈瞎子斜靠着船舱 将同志枯桑棒 紧握在手中 威攻着腰背 灰白色的眼珠子 定定地看着水面 此刻沈济 也抽出了腰间的长边 面色警惕凝重 三人都在戒备之中 时刻防备着水中 出现危险 我的心神更定了几分 观察着周遭风水的变化 忽然一道闪电划破天际 刺目的强光 让我的视线顿时一片惨白 紧跟着又是轰 得一声惊雷乍响 等我的视线恢复过来的时候 我们都已经过了河中央 整条河也不过四 五十米宽 没有花费太长的时间 十六 现在都是术师走势 有点怪异了 全部都在看着我们 没靠近 刘文三撑了两下传讲 他的目光看向后方 微眯着眼睛 眼神中都是凌厉之色 我瞳孔紧缩了一下 也看向后方 只不过 这里比不得当初的杨江 这样波涛汹涌的水面 我哪能有捞尸人的眼力 看到水下的东西 我的感觉 就是一阵阵芒刺在背 这水下绝对有东西 术师是蒙冤不散 走势当初 我们在九曲悬河第一曲 打捞狗家先祖挨公的时候遇到过 这些东西 也是凶得离谱 在水下 可以和捞尸人 斗得不相上下 可刘文三这番话 给我的感觉 怎么 像是这些尸体 在看着我们过河进村 他们并没有阻拦我们 甚至没有闹 反倒像是看客 我的心中顿时 生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失望人 人入村 搞不好是张尔动了手脚 这时候 刘宇宙忽然冷声喝道 滚 这一嗓子 声音通透 严厉 甚至盖过了滚滚闷雷 在他的声音落下之后 我那种被盯着的感觉 竟然消失不见了 刘文三却冷不定地说了句 看着我们进去 未必会看着我们出来 这条河 这张尔 有点意思 刘文三继续用力撑船 我们很快就过了 这剩下的半岛河 临到岸边的时候 也有一个小码头 船靠岸后 我们几人快速上岸 码头两侧有香烛并列 大袋机里就有一个香炉 插着三长两短的香 地面铺着一层白布 白布上有香灰 陈霞子先落脚 他鼻翼间嗅了嗅 忽然问道 这里点香了 地上有不合香灰 说话间 他还用脚蹭了蹭地面 我心头一领 我也觉得这布置不对劲 马上就告诉了陈霞子 我所看到的细节 陈霞子闭口不言 几秒钟之后才说到 杨夏元的确搜集了 很多神婆的手段 不只是温神咒他有 鬼过堂他竟然也有 这些东西 杨星应该全部拿到了 就是不晓得 他有没有都交给张尔 这地方是张尔布置的 还是杨星布置的 陈霞子语速极快 他微眯着眼睛又说道 我们走这条道 是死人走的 我觉得 张尔是留给我们走的 这还真的是请君入望 十六 你觉得呢 杨星没那么蠢 可张尔的城府 着实太深 他手上还有一张牌 杨星只会听话 我觉得 他会和张尔相互利用 只不过他算计不过张尔 这神婆手段有没有给张尔 的确是个未知数 我咒没回答 又是几道闪电划破天际 几声惊雷作响 逗大的雨点 开始巴达巴达地落下 先进村 找个地方避雨 柳宇咒开口说道 雨滴此时还并不密集 只是零零散散地打在身上 那些香燃烧的速度很慢 而我们走过地面的白布 角却在香灰之上 留下一个个脚印 这一幕煞是圣人 在农村里头 如果怀疑家里进了脏东西 就会在地上铺香灰 若是真有不干净的东西 就会留下脚印 我们进村 反倒是成了脏东西进屋似的 这寓意也很让人不舒服 河岸口距离村子不远 白布一直通到了村口的位置 而这村口有一处牌楼 牌楼之上挂着一个牌匾 其上写着 王英 牌楼左右有两道竖匾 左边写着 破君当置顶 黄肿残伤病 右侧写着 游子男言兽 女劳命不长 我脸色微变 不知道为什么 有种手脚冰凉的感觉 我本以为 双胸之河 张尔会用村内的巧妙风水布置 做一个不错的风水局 却没想到 村内也是凶 这不像是张尔 再给自己修村 忽然我想到了一个可能 如果说 这村子再修建 不是枪足无意中发现的呢 而是张尔故意让人发现 他故意留下来了 仅有的线索 让我们来 这也贴合我所想的 请君入望一说 并且最重要的是 这是早就 准备好的局 就如同我想对付 徐白皮在做局 张尔也提前 给我们做了一个局 偏偏我们还不得不进去 因为只有这里 才能找到张尔的线索 才能知晓 如今他的风水术 达到了什么地步 藏影灌山之中的破军不可当 本是警告 竟被他修成了村 沈济面色并不好看 他清冷的话语之中 透着凛然杀鸡 这村子就是让我们进的 割脚水加上反跳水 再加上破军凶星 已经三处凶局了 我沉默片刻 将我的所有分析和猜测 全部说了一遍 既来之 则安之 他做得越多 留下来的信息就越多 我们就更了解他的实力 他想要我身上其余的东西 要么在这里他想杀了我 要么他会留下线索 让我去找他 或许是明面上的线索 他将我诱杀 或许是我发现 别的他无意留下的线索 我们占据先机 我一边说着 一边踏步走过了村口牌楼 这时候 我的心绪已经平静了很多 雨水大了不少 逗大的雨滴 啪哒啪哒地打在我们的头顶和身上 甚至有些微微的刺痛 乌云之中 如同雷蛇蜿蜒的闪电 雷声滚滚 再加上晦暗的天色 更是让这村子充斥着压抑和阴霾 寂静的村路两旁 除去了杂乱破旧的土屋 便是每隔着一段距离 就有一栋新修的屋舍 旧土屋 就是这村子里 曾经的老房子 新修的屋舍 分明就是张儿改建的房屋了 审计的速度要稍微快一些 很快就到了第一个新修的屋舍前 直接进入其中 我们也紧跟着走了过去 现在雨越来越大 总要等到雨停了 再在村里继续查探 本来我想开口提醒审计小心 屋舍内说不定有张儿他们的埋伏 只不过这雨实在是太大 风声雷声夹杂掌 我声音传不了多远 审计又走得快 索性就闭上嘴 凭借审计的伸手 他没那么容易被暗算 而且他也不蠢笨 临近院子门口 我眯着眼睛 凝神望了一眼 院内是一间极大的房屋 虽然屋子大 但是孤零零的只有一间 刘玉昼 陈瞎子 刘文三都没有停顿 很快就进了屋内 马上就传来刘文三喊我的声音 让我不要再外头淋雨 我眯着眼睛 还是定定地看了十几秒钟 身上的衣服已经湿了不少 我这才快步走过院子 进了屋内 这屋内极大 起码上百平米的单间 四周靠墙的位置 则是放着很多竹子的桌椅条案 最里面靠墙的位置 摆着两张椅子 其中间一张茶桌 茶桌上放着茶盘 而后方的墙上似乎有字样 我快步地朝着茶桌的方向走了过去 此刻其他几人都在看屋内别的位置 很快 我就到了茶桌前 后方的墙面平整 其上有字 陈氏有子 其人天芒 生无名晦 以瞎自称 此宅存尘是紫丁之仙人 遗骸骨灰 阳宅凤英 这时候 其余人也到了我的身后 刘文三喃喃念了一遍上头的内容 忽然说道 瞎子 这房子修给你的 不管这张耳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他给你修栋房子 还是可以啊 就看在这栋房子的份上 到时候 我给他大耳瓜子的时候 让你抽两下 不把他干死了 陈瞎子的脸色 却极为难看 我的心早已经沉到谷底 刘文三的调侃 我无心去接 明显陈瞎子此刻也无心搭理他 刘文三对于风水一窍不通 这傲口的文字 他恐怕也没仔细分析 其中所说 此宅存于陈氏子丁之仙人 遗骸骨灰 阳宅凤英 分明就是张耳挖了 陈瞎子爹娘的骸骨 把他们留在这里 原因很简单 张耳不可能随便修一栋房子 说这是陈瞎子的房子 那就是了 修宅住宅 必定是亲身而为 亲身而住 若非于此 也需要有名有实 我原本以为 这么凶的河 这么凶的村 每一个凶险之处 都是断子绝孙 抄家灭户 在这村子里 张耳要对付我们 那就只能放凶师 凶魂 让他们凶上加凶 而我有十足的把握 可以对付他们 因为我不仅可以化福克凶 身边还有柳宇宙相助 兵来降挡 水来土掩 能比得过圈阳殷师 可我却并没想到 张耳的谋划 却远不止于此 我想的 始终还是太简单了 这宅子 有陈瞎子爹娘遗骨 已经是陈瞎子的了 那这河的凶 村落的凶 甚至是这屋子的凶 都要全部落在 陈瞎子的头上 单看一间屋 名为孤单房 这也是大凶之宅 死宅之人 都会孤寡离世 这简直恶毒至极 若是没有被柳家的眼线发现 陈瞎子必定会遭遇 因血光之灾而死 而我们却 始终无法知晓其中缘故 文三说 你先别说了 大家先一起帮忙 这宅子里 有陈叔王父王母的遗骸 或者骨灰 帮他找出来 这屋设是凶宅 用来皱陈叔的 我快速地指住了 刘文三的话口 并将我的判断说了出来 当时刘文三的脸色也变了 他骂了个操字 便不再多言 眼神锐利地左右四看 开始寻找 有可能放置骸骨的地方 我与爸的瞬间 审计就已经敏捷地 跃上了房梁四下查找 我强压住复杂的心绪 正思索 怎么样最快找到遗骸 也就在这时 柳宇宙忽然抬手 示意我往前走 我跟着柳宇宙一起往前 很快我们就回到了屋子的门口 此时屋外的雨水 如断线的珠连一般 令眼前的视线一片模糊 这样看来 后面那些新建的屋设 应该还有一些是给你的 刘文三的 甚至还有给羌族和柳家的 柳宇宙平静地开口问道 柳宇宙的这番话 刚好是我所猜测到的 我点了点头 心中恶寒之余 更让我不安的是 他会用什么方法 来利用其他的屋宅 针对我和刘文三 以及其他人 柳家就在枪足 我突然觉得 他们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不太可能全是因为 他们调查到了张儿什么 而是张儿本身就需要 对他们下手 得到一些东西 定了定心神 我杀 雅道 应该差不离了 他不会厚此薄笔的 一整个凶村 张儿这么大的手笔 不会只用来对付陈叔 这几乎都是 段子绝孙的凶宅 而且想要抹掉这弊端 就得弄走他定宅的物件 这却太难寻找了 若是他将类似于 陈叔父母遗孩的物件 深埋在地下呢 或者是藏在某一块砖石之中 私损片刻后 我继续说道 必须得彻底拆掉 才能够破除 雨霸 我将手伸至屋外 豆大的雨滴 击打在皮肤上 冰凉的刺痛感 让我的心头更加压抑 袁花哨好歹 还有一些阴阳术的规矩 和术法可言 而现在看来 张儿根本就是毫无规矩 我的一番话语 令柳宇宙沉默了两久 他再次开口时说道 外面的河里 还是有麻烦 让刘文三将那里的麻烦解决了 我可以让枪族和柳家的人 进来拆除这里的屋舍 这些东西太邪碎 不能留 好 我感激地看着他 重重点头 柳宇宙不再多言 转身回屋 帮忙寻找 陈瞎子父母的骸骨 我也大步走回屋内 仰头看着房梁上的沈继 沉生说道 天盘对针 在与柳宇宙交谈的时候 并没有耽误我 思索寻找骸骨的办法 罗盘天盘之中的对针 是最为直接的方式 沈继马上会议 他纵身跃下房梁 取出阳弓盘 一边仔细观察 一边在屋内缓慢走动 最后 沈继停到了大门门槛的位置 他抬头看我 神色凝重 这里 对针反应最强 上不打顶 下不打底 哇 我快速地说道 应声而下的是 刘文三手中的炸鬼刀 锋利的刀身 瞬间就没入了 门头下方的石板地面 又是咔嚓一声碎响 石板裂了 紧跟着陈瞎子 一同上手帮忙 我也上前一起挖掘 我们三人手中 都有炸鬼刀 刚好可以当作挖掘的工具 沈继和柳宇宙 手中没有衬手的工具 虽然无法插手帮忙 但他们都警惕地防备周围 避免出现意外 我挖掘的动作分外小心 刘文三虽然粗犷 但是现在明显也细心起来 至于陈瞎子 他的动作始终要慢我们一些 毕竟他眼神不好使 我晓得 他也怕损伤到爹娘的遗骸 我默不作声地挖掘着 心底倍感煎熬 陈瞎子凭尽而又专注 可他越是这样 我心里就越难受 对于他这把年纪 爹娘早已经去世多年 早该是成归成土归土 如今 遗骸却被人挖出来 还要埋在这凶村之中 用来害人 这对已故亡人是一种侮辱 对于还活着的子嗣后代 更是一种挖骨削肉一般的伤害 而我对这件事情 却有着无法推卸的责任 陈叔 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思绪至此 我再也无法抑制住内心的煎熬 沙哑着声音说道 片刻的沉默之后 陈瞎子才低声回答 陈叔还好 不过十六 这里有多少间新宅 不知道牵扯了多少相关人等 这些事情 你要好生处理 我身体一僵 刚才我和柳宇宙谈论的 还没有和陈瞎子他们说 不过陈瞎子的聪明和计算 能够推断到这些野势里 索当然 先挖出来这一处骸骨 等会儿再去看别的宅舍 我哑声答道 陈瞎子的是爹娘遗孩 这是最简单直接的立宅方式 张尔不会放过我们 那他会用什么东西 来给罗家立宅 以及身边的刘文三 我是可以肯定我 刘文三 陈瞎子 柳家 张尔肯定不会让我们好过 绝对一家一宅 至于审计我尚且还不确定 其他相关的家族 和我关系近的冯家 会不会也被张尔关照 大约挖了半个小时 我们才挖下去一米多深 一来是炸鬼刀挖掘不太方便 二来是我们得格外小心 不能伤到遗海 下方的泥土 透着一股紫乌黑的颜色 而且非常潮湿 这两者都是来自于这地方的阴气 这样浓郁的阴气 这样凶利的地方 就算是好端端的遗孩 恐怕都被弄得闹碎了 终于 叮 的一声轻响传来 我立即收手 刘文三也顿时停下了手中的炸鬼刀 拿手啊 我刚说完 陈瞎子就动作极快地 直接跳进了这一米多深的坑内 徒手挖掘起来 他低着头 本来干净整齐的花白头发 这会儿已经凌乱不堪 刘文三脸上的调侃意味 此时也早已变成了凝重和严肃 他紧拧着嘴 时不时地张望一眼无外 哗啦啦的大雨 让人格外地焦灼 闷雷不再作响 闪电也早已停歇下来 只是这雨 仿佛没有个停止的时间 陈瞎子刨开了大量的泥土 最后暴露在我们视线 种的是一个坛子 这是一个老实的菜坛 不过却着实不小 坛口能够放进一个人的脑袋 他已经将旁边所有泥土 完全清理开来 双手抓住坛口 闷哼一声 用力往外一拔 巴唧的声响 略有几分粘稠的泥土 也被带出来了不少 整个坛子都被拔了出来 陈瞎子纵身一跃 人就上了坑外 坛子落地的瞬间 我就看清 其上有密密麻麻的字眼 这些字眼之中 有不少都是风水之中的天干地支 以及一些符文 除此之外 还夹杂了一些特殊的符号 这些我就看不明白了 陈瞎子的动作极快 他竟然砰了一下 用炸鬼刀击中了坛子 哗啦一声碎响 坛子四分五裂 同时散落一地的 还有不少零零散散的白骨 以及两颗骷髅头 神机低下头 只是看了一眼 他就回过头去 不再多看 至于柳欲咒 则是按着腰间的桃木键 片刻后 扭头望向屋外的大雨 眼中凛然的杀鸡 几乎要喷不而出 陈瞎子跪在地上摸索 他此刻更狼狈了 原本干净整洁的黑色布衣 早已经满是泥泞 他的双手在坛子的碎片上摸索 更是留下树道血口 溢出烟红的鲜血 很快 他就将零散的白骨 和毯子碎片分开 此刻那些白骨堆积在他身前 他的整个身体都蜷缩起来 双臂紧紧地抱着那两个骷髅头 一双灰白色的眼珠子 正正地对着身前白骨 浑浊的泪水 渐渐溢满眼眶 顺着他苍老的脸颊 速速落下 上一次 我看陈瞎子落泪 还是在杨江 险些无法打捞出他女儿亲的时候 他的一颗心 平日里硬若磐石 甚至脸上都透着冷漠无情 只有在至亲之前 才会流露出柔软的一面 此时这两句爹娘遗骸 被如此对待 于他而言 那痛恐怕堪比利刃弯心 我努力地张开口 想要安慰他几句 可却怎么都发不出声音来 好了瞎子 事已至此 掉眼泪是没用的 刘文三粗犷的声音 也变得沙哑和干涩 陈瞎子的身体 蜷缩得更紧 双臂应用力过大 而微微颤抖着 好似要将那两个骷髅头骨 揉进自己的身体一般 操 你都变得娘们兮兮了 还怎么办事 大不了 老子到时候给你让让路 让你先动手 一棍子敲死那老砸碎 刘文三瞪着陈瞎子 嗓门大的几乎破了音 陈瞎子的眼睛忽然闭上了 接着他就脱下来 自己身上的外套 将所有骸骨全部装了进去 又将其打包好 紧紧地竖在肩头 而后 陈瞎子便不再睁开眼睛 单手撑着哭丧棒 当真像是个垂木的瞎子老人一般 刘文三低声碎碎念了几句 摸出来一瓶二锅投资了一口 雨小了 等下去看看 张儿总不能厚死薄笔 挖了你老瞎子的爹娘坟 不动我刘文三的 不过我那老爹被挖挖 我倒是没那么气 我先说好了 要是他真挖了我家的祖坟 这路我就让不得 先给你打好招呼 免得到时候 你说我不仗义 刘文三这碎碎念 明显也是和陈瞎子在说话 陈瞎子却丝毫没有回应 只是那么僵直地站着 手中的枯桑棒 携处在地上 我努力地压抑住心 头的懊悔和恨意 伸手从兜中掏出一张戏码抄纸 简单地画了一个图 大概就是我们 进村之前的那条河 以及我粗略看过的村后的山市 河水形成了割脚穴和反跳水 整村的方位是破均不可当 而第一个凶宅是孤单房 这整个村子的布局 都是给我们的 这才是张儿的手段 我余光瞥了一眼 陈瞎子尖头的包裹 微微定了定神 挖了一孩出来 并不能完全肯定不会再出问题 必须按照柳宇宙所说的 将这里彻底拆除了才行 我宁神研究着图纸 屋内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不知不觉中 就过了半个多小时 外面的雨势已经开始变小 乌云退散之后 天色竟然开始渐渐放晴 阳光穿透云层 找进院子里 地面上聚满了一滩滩的积水 折射出亮眼的光运 阳光开始慢慢 透过门窗照射在我的身上 可我却没有感到丝毫的暖意 我深吸了一口气 率先出了屋门 蹚过地面的积水 走出了院门 其余人也都跟在我身后 一起走了出来 村中的道路泥泞不堪 脚步踩塌在路面上 发出难听的趴击声响 我们一行人 走了大约两三分钟 经过了几个土屋之后 就来到了第二处屋宅 这一间宅子 比前一座要大上不少 并且这宅子很诡异 在屋门之前 立着一根杆子 这杆子笔直 骑上还挂着不少吊墙 寻常的门前 立着笔直的杆子 或者是生长的树木 叫做穿星煞 而在此处 却又不是这样 因为这宅子 与寻常的宅子不同 它并无院落 正对着路面 就是大门 而大门两侧的地面 略高一些 在外形成了坡度隆起 整个高过了宅子的地基 甚至于还高过了门槛 以至于就好像屋宅 要比寻常路面 矮一截似的 还没进去 音音的感觉 就已经升了几分 泽泽 这宅子 看上去要比刚才 那个气派不少 石榴你算算 这是不是张二给我整的 单看这宅 他看来要重视我一点 刘文三声音之中 再次透着调侃 似乎想要打破沉闷的气氛 最好不要是 我的眼皮狂跳 声音不安 嗯 刘文三的语气有些异样 他皱眉道 你还怕文三叔顶不住 我命也没那么软 我深吸了一口气 指着那门前的杆子 声音沙哑地说道 这根杆子 叫做纸前山 骑上吊着的钱 是给死人的 有纸前山在外 宅内必定经常出货事 丧事 家内哭泣不断 而这路面地势高于地基 又叫做门扇两旁期 主宅内夫妻不和睦 各怀心思 同床一梦 更会家财散尽 我刚说到这里 刘文三的脸色 顿时阴沉无比 他抿着嘴一言不发 我很清楚 刘文三以前最怕的就是 何彩在找别人 他老拿这种事情开玩笑 也是因为如此 停顿了一下 我直接踏前一步 伸手推开了屋宅的大门 质押的声响之中 明明这是一间 刚修好的宅院 却透着一种破败的感觉 大门被推开之后 一眼就能看见 大门的门槛地势 竟还要比屋内高 甚至于这门更是过高 几乎都已经突出了墙壁 以至于墙壁上方的位置 压着木梁 似乎是用来堵死 因为门高而出现的缝隙 整体的感觉 就像是这整个屋子 是从外网里凹陷下去的一样 大门地势高于地基 主绝后 大门高过墙 主宅气 宅经之中 有这么一段记载来形容 屋前立栏杆 名曰指前山 家壁多丧货 哭泣不曾闲 门高胜于厅 后代绝人钉 门高过于壁 其家多哭泣 门扇两旁漆 夫妇不相宜 家门多耗财 真是不为急 这间宅子太凶 太狠 比针对陈瞎子的更厉害 咒人断子绝孙 咒人妻子出墙 家财好尽 不只是单姓一人 门内只女眷老小 也不曾放过 我盯着这宅子 竟出神了好几分钟 直到刘文三大声喊我 我才回过神来 此时 柳玉咒和沈记 也都在看着我 这宅子 是什么问题 柳玉咒沉声问道 沈记的眼中 流露出强烈的求知欲 同样也透着谨慎警惕 我定了定心神 简明恶药地 将这宅院的分析说了一遍 众人听完 面面相去 即便是一贯淡定的柳玉咒 脸上也多了几分金色 而下一瞬 她的眼中冷意和杀鸡更甚 我下意识地握紧了 手中的枯桑棒 跨不进了宅内 其余人也都紧跟在我身后 宅内空旷 和陈瞎子 那间孤单房相似 墙壁之前有太失忆 有茶桌茶盘 不过这房子两侧 还有偏门 不止一间屋子 只是无论多少间 这屋宅的风水 我一眼就看见太师以后头的墙壁上 也刻了字 目光落在墙上 其上留书 留家有子 名留文三 其其留何事 其人不孝 父早王 留其遗骨他处 葬之为自家风水 其求子 焉得 其妻不孝 使娘家无后传承 其父王于陵内 十数年未曾落葬 夫妻皆不孝人 夫妻皆因得报 故取刘文三王父之遗孩 何彩王父之尸骨 供奉于此 望两人得孽债报应 告诫二老在天之灵 这一段话 就要比给陈瞎子留书的 那一段长了太多 其中话语严厉斥责刘文三 父亲早死之后 他不去及时寻找尸骨 最后找到尸骨下葬 也只是为了自己求子得福 对于何彩的描述也是相仿 何父死于柳林之中 却始终没得到安葬 刘文三求子得福 本是人之常情 何父死因蹊跷 以至于死后无法正常安葬 而张儿却直接将两顶 大逆不孝的帽子 扣在了他们的身上 刘文三站在墙根前 手里紧捏着炸鬼刀的刀柄 瞇着眼睛看了半天 忽然喝推一声 一口浓潭吐到了地上 喃喃道 瞎子 你是真瞎了 看不见字 要是你瞅见了 老子比你惨多了 张儿当真是关照我 不过老子不耸他 路 老子不让了 沈记 你用阳弓盘找一下遗骨 我沉默了片刻 开口和沈记说道 沈记立刻掏出了阳弓盘 恰在此时 刘宇宙忽然抬起头 目光锐利地盯着上方 立声喝道 谁 我也是面色骤变 猛地抬起头来 房梁之上 赫然蹲着两个人 不 不对 那并不是人 而是两个人 皮脂扎 其双目空洞 眼瞼漆黑 死灰中透着青色的人皮 诡异凶利 我心下大惊 不过瞬间反应过来 那人皮的青色 并不是青湿的范青 而是正常人皮的铁青色 刘宇宙动作极快 手臂在腰间一抽 两柄桃木剑 落入掌心之中 他反手一抬 那两柄木剑 就要挥射而出 诸宋 我立即抬手拦住了刘宇宙 没让他斩灭了指扎 因为至少其中一句 我很熟悉 脸皮位置是皱巴巴的皮肤 旗上还有老人般 这是个老头的皮 这老头我是见过的 就是在我取雷积木的时候 这是何彩他爹的皮 被张尔包下来了 那另外一张人皮 恐怕就是刘文三父亲的 当时我设立的 粉蚁风水也算尚可 却没想到 刘文三正愣证地 看着人皮指扎的方位 还没等他有所反应 那两个人皮指扎骤然落下 其中一句直奔我头顶来 而另一句 则是正对着柳宇宙的面门 我顿时感觉自己 被一阵凌厉的杀机锁定 并且在人皮指扎唇口间 都闪过一道寒芒 我面色骤变 低喝道 小 不过小心两个字还没有出口 忽然锁 得一声 刘文三动了 电光火石之间 刘文三手起刀落 只见那两个人皮指扎 都从脖子的位置 骑刷刷断开 光当两声碰撞声 同时响起 人皮指扎的头颅落地之后 同时从他们口中掉落出来的 还有两柄尖锐的匕首 我惊恶地看着刘文三 也是着实没想到 他下手如此果断 刘文三朝着地上狠狠呸了一声 说道 人死都死了十几年了 一张皮 要是都让我们忌惮了 这就中了张耳的下怀 万一伤了活人 更是得不偿失 老狐狸这一手够狠 欲罢的同时 他将人皮收敛起来 将其放置在了茶珠之上 我也想不到什么好的词 来安慰刘文三 只得转身示意审计 继续寻找尸骨 刘宇宙忽然开口道 我觉得在这里找 没有太大的意义 现在找了尸骨 也不能拆村 这凶村最核心的位置 必定是针对你罗十六的 如果真有你所说的线索 也只会在那里 我愣了一下 瞬间眼皮狂跳起来 与我来说 接连这两座凶宅 已经乱了我不少心神 柳宇宙这一句话 刚好说到了点子上 将我惊醒 刘文三摸出来二锅投资了一口 抹了抹光头 刘打了个行动的眼神 我重重点头 从屋宅内迅速退出 顺着村路朝着下一个屋宅而去 前后又进了几处屋宅 我越看 越是惊骇 心中也更凉 除了刘文三和陈瞎子 柳家倒是赫然在列 张尔窃取来的是柳化烟的部分尸骨 冯家在其中 七家也没落下 甚至就连审计 都明在其中 张尔居然弄来了一部分 妓娘的残尸 与我相关的大部分人 基本上都得到了 张尔的关注 被一一安排了凶宅 若是没有这一次发现 让这些宅院安安静静地 在这里受到凶器风水的熏陶 他们出事 我也只会认为是意外 任凭我到死都不可能想到 是有人用凶宅害人 而当我们走至整个村子的最后方 也就是川心煞所在的位置时 不出意料的 果然还有一间大宅 此时 天色早已入夜 不知不觉 已然过了整整一天 这大宅更是凶煞至极 它不但方位是四绝八胸 更是这破军星照射的 最正宗的血眼位置 自这里 能清晰地看见 后方那座 形似瘦长人脸的山丘 山丘正前方 还有一个深邃有黑的凹陷 如若一张张开的大口 这宅子就是他口中之时 仿佛他随时可以将其吞咽 我早有心理准备 张尔出手就是挖坟绝木 阴损很辣 根本不会给人留任何尊严 更是毫无人道 可我也一场压抑 因为我不想看到我爸 我爷爷 我家任何一个相关人等的遗骨 出现在这里 我没有刘文三那么强横的性格 很难承受这个结果 深吸一口气 我推门而入 刘宇宙和沈济 分别在我左右两侧 刘文三和陈瞎子 则是靠后一线 他们都戒备警惕 没有丝毫松懈 门中入眼的一切 历史让我心头一致 宅院内的布置 几乎和我家中完全一样 堂屋房门大开 方木桌上放着书 信 我按捺不住 快步上前 迅速将桌上的留书拿了起来 罗十六亲戚 一村凶宅 如何 是否惶恐罗家之宅 有何人遗骨 我曾想过 挖你父亲 或者是你爷爷坟营 甚至还想过 挖我兄长之骨 不过你父亲与我来说 算是晚辈 他曾敬重我 至于英树先生 当年我虽无缘 和他做真正的师兄弟 但也敬佩 他将英树风水钻研至登峰造极 之后知晓 他死于袁化绍之算 虽不言表 也颇感遗憾 当年李阴阳认定我心术不正 便杜绝 我惜阴阳术之可能 我思来想去数十年无法释怀 进阳村之时 我的确想过放弃 不过藏隐观山入手 事后 李阴阳尸骨现身 这岂不是天意 李阴阳欲利用于我 莫须我拿走地象堪于传承 岂不是也莫须我 成为他之弟子 我张耳今生 终将得阴阳术之大成 地之笔与金算盘 十六 你是个不错的孩子 只不过性格却太执拗 张叔不忍伤你 却不得不伤你 此村是给你的一个教训 我知道你的软肋 不要逼我下手 将东西留于堂屋之内 你我之事就此作罢 张耳留书 我看完了其中内容 这里无海谷 其实就是个无主空兄宅 可让我心中生起惊涛骇浪的 是张耳所述 当初李阴阳撞碎他的时候 给过他许诺 我紧紧领着双唇 终于明白过来 当时的张耳 为什么那么容易 就被李阴阳撞碎 否则 凭借他手中的邪术 他的老谋深算 不会那么容易中招 我之前就曾推断出来 他肯定是故意去找李阴阳的 我只是没有想到 李阴阳竟然也对他有所许诺 自从我不能再正常使用 阳宫盘这件事发生之后 我对于张耳手中的定罗盘 少了很多忌惮 定罗盘是张耳的夺来之物 他不是地向堪域的传人 这样一来 他对于定罗盘和天丹燕的使用 也会格外艰难 本应达不到最大的效果 可现在 麻烦却大了 自我身后 刘宇宙和沈济 以及刘文三 都靠得很近 他们的视线 都落在我手中的性质上 唐屋之内很安静 安静地只能够听到 我自己的心跳 呼吸 张叔 我低声喃喃 张叔 再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 我语气已然带着自嘲 这最后通牒 像是恩威病师 我闭了闭眼 呼吸稍微平稳了一些 信不得他 刘宇宙沉声说道 我低难道 地上堪余 只能有一个传人 若是我留下东西 他也是必定要杀我的 软肋 我的确有软肋 不过我的软肋 现在被困在了老街 他能有什么办法 说到最后 我声音透着绿色 眼中也染上了狠粒 我扭头看了一眼 陈瞎子和刘文三 陈瞎子依旧死气沉沉 刘文三的神色 比我还凶 不是我说 石榴 你这祖师爷干的事情 不太靠谱 刘文三冷冰冰开 口 我没接上话 而是一直在看这张信纸 并顺着唐屋 开始寻找其余线索 最终 我还是一无所获 颓然地回到众人身前 沈静凝重地看着我 他忽而清冷开口道 如果他在我面前 我只需要一鞭子 就能了结了他 我摇了摇头 说道 陈叔的当头一棒 文三叔的炸鬼刀 即便刘道长 只用陶木剑 都不是张儿受得住的 他很老了 即便是偷售延续寿命 也很老了 偷售不是返老还童 只能续命 他没那个条件 再让自己的身手变得好起来 并且他和袁花哨不一样 袁花哨很自负 又有加仙护体 即便是和我们正面抗衡 他的自负都让他不能后退 张儿就不同 他怕死 一个怕死的人 明知道自己有弱点 又怎么会将自己的弱点 摆在我们的面前 我与爸 才抬头和沈静对视 那就让他一直这样 在背地里 暗箭伤人 沈济冰冷的话语中 也透着焦躁和怒气 我沉默了片刻达到 所以冥冥之中 老天爷才会限制风水先生 阴阳先生 不能够随意伤人害命 否则会有天前报应 沈济 算不出他会去什么地方吗 刘宇宙的声音很平静 他的情绪此刻 是我们众人中最为淡定的一个 用阳算必须得有生辰八字 不是说算就能算 我只知道他女儿的 现在算他女儿 明显没用 我摇头回答 阳星呢 刘宇宙继续说道 他们不是在一起吗 枪族之中有阳星的声 陈八字 我瞳孔紧缩了一下 可当我稍微在这件事情上 多想了片刻之后 竟感到刺骨的寒意 从心头升起 胸中一阵憋闷 心急难忍 这种感觉 只是升起了瞬间 我强行将其压抑住 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 心急的感觉 才稍微缓和一些 不行 我觉得会有陷阱 张耳多半会 计算到这一点 万一他安排阳星 有其他的埋伏呢 我声音沙哑地说道 刘宇宙还要说话 我犹豫片刻 就将刚才的感应 说了出来 他顿时不再多言 屋内的氛围 异常压抑 那种知道张耳就在周围 却无从下手的感觉 不只是在折磨我 也就在这时 刘文三忽而不自然地 说了句 这老狐狸 总坏事 他不要坏大事才好 十六 你说 他会不会脑子一抽 去把李阴阳一家三口 弄出来供上 李顿空是魂飞魄散了 不过李阴阳 现在全靠你祖师奶奶压着 不 不会 央杀出日时 央杀男女刚 连袁花哨都没有主动 去碰原市阴阳宅的眉头 丢了老宅就丢了 张耳没那么愚蠢 上一次 他差点就死在了阴阳宅里 他不会赶再去第二次 停顿了一下 我继续道 他可能有本事 引动求恶的李阴阳尸体 毕竟他现在没有神志 只有恶念 不然杨青山 不会让我用杀术 可何之不会给他这个机会的 话语至此 我的声音戛然而止 骤然间想到的一个可能 让我顿时呼吸一致 整颗心都悬了起来 糟了 要出大事 大事 刘文三很警觉 我猛地抬头 目光都凝聚在了 柳宇宙的身上 柳宇宙眉头微皱 不过却并没有打断我的话 而是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我 我怀疑 他会回那样 我强忍着心头的惊句 一字一句地说道 内阳 如果不是找李阴阳 还有什么问题 柳宇宙面色不变 眉头依旧紧皱着 问题很大 有个人想要你的胳膊 我极力压抑自己的思绪 勉强平息了一些 不过那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却怎么都抑制不住了 要我的胳膊 柳宇宙眉心的穿字 微微凸起了一些 眼中生起了疑惑 虽然来了陈仓 和柳宇宙见了面 但是更多的事情 我其实还没说 张尔的事太过紧要 完全没时间 没机会和柳宇宙说 徐白皮要她的胳膊 以及我想找她帮忙 去对付徐白皮的事情 毕竟内阳的风水 想要彻底修改 还得两个月 可现在 如果张尔回内阳呢 她现在肯定还不晓得 徐白皮的事情 但是她不可能 只是简单地威胁我 这里留了书信 她必定就要有后手 这后手 就是她自认为 可以找到我的软肋 必定要去找我奶奶和徐世宇 那时候 她就会发现 徐白皮回来了 恐怕还会发现 内阳市的风水变化 凭借 她对风水术的了解 肯定能直接发现问题所在 这样一来 我就被动了 她没有做不出来的事情 我开始自认为 徐世宇和我奶奶在老街 张尔是没办法的 可若她去算计徐白皮呢 甚至是和徐白皮合作 内阳市的风水局 就是她的敲门抓 即便是徐白皮 也是一个老辣狠毒之人 也必定会引起所动 思绪只是请客之间 我其实还想明白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张尔现在必定面临着 和我一样的境地 我觉得她老谋深算 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的线索 没有给我任何对付她的机会 可她必定也是相差无几 我毕竟不同 最开始认识她的时候 并且我身边的人 对于她来说也太难对付 她能在明面上看着我 却没机会接近我 对我下手 毕竟她只要稍不注意 出现在我面前 我身边任何一个人 恐怕都不会让她去算 直接就一粒香实惠 将她拿下 我在寻找机会 她在寻找变数 我想要机会抓了她 她想要变数 夺了我手中地 像堪于剩下的传承物品 徐白皮 老街 内阳风水 就会成为她 想要的变数 所有的一切 我都想得清楚明白 刘宇宙还是深邃地看着我 额头之间的穿字纹 越来越明显 捋清了脑中的所有思绪 我迅速以最简单 也最快捷的话语 将这些事情 告诉了刘宇宙 我最详细说的 反倒是徐白皮此刻的变化 以及实力 我说这些的时候 旁边的刘文三 明显丝毫都没想到 神经面色惊变 至于成瞎子 还是一副死气沉沉的模样 刘宇宙的两道眉毛 如同利剑一般挑起 尖尖的耳阔 也仿佛更为棱角分明 活诗 黑语 语化恶诗 刘宇宙语气没那么平静了 带着几分警惕 同样他眼中跳动的 不只是单纯的杀鸡 我跟你去一趟 看他能不能卸了我的 哥伯 不过我们的动作不能慢 那样还有人吗 防备一下张儿 刘宇宙继续快速地说道 我本来要摇头 因为我们都出来了 哪还有什么人 不过瞬间 我就想到了一个人 几乎与此同时 刘文三开口说道 得联系一下我老丈母娘 我们刚到陈仓 张儿就是会飞 她也没那么快 更何况 她现在还不知道情况 得等她发现才能应对 让我老丈母娘 守在老街口子上 我看张儿有什么本事进去 我想到的 的确也是何老太 她一直守在柴家 并且和老太身手也不弱 一个活到老的神婆 张儿没那么容易算计 得先出村 不然这里的风水太阴 打不出电话的 还得让羌族的人来毁村 其余的遗骨都没找到 还需要找 我马上说道 不过 我心头也更沉重 因为出村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外头的河里 还有那么多树狮走狮 他们绝不会还是 看着我们进村那样 直接让我们走 这也是张儿的防备 和后手之一 他要做他的事情 这村子不但给了我警告 同样也会给他时间 我用阳光盘 在村内找一股遗骸 你们出村 派人进来回这里的宅子 然后罗石六 你们先回内阳 我会赶过来的 审计迅速说道 我重重点头 这已经是 现在最好的办法 刘宇宙同时开口 我会和大长老商议 罗石六 你要多少人 我眼皮抑制不住地狂跳 哑着声音说道 闹不好 就是张儿 和活着的羽化恶尸 你觉得多少人够 这话 我不是激刘宇宙 而是如实询问 刘宇宙没有立刻回答我 而是迈步朝着前方走去 此时夜色漆黑 月光清冷 路面依旧泥泞 满是积水 我跟着刘宇宙往外走 刘文三和陈瞎子 紧跟齐后 沈济跟着我们走了一小段路 到了我们之前查探过的 另一个宅子的时候 他便与我们分开 静止走进了宅子 一直到了村口的时候 刘宇宙才说了一句 我知道了多少人了 会确保稳妥 万无一失 我点点头 这会儿 我也彻底定了神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这事来得快 也不算坏事 出村以后 很快就来到了码头旁边 刘文三先跳上了船 此时的河水 却显得格外诡异 不只是波涛汹涌 水面之上 漂浮着好几具尸体 这些尸体身上 都穿着施工服 并且是面朝下的 水浪很大 也没将尸体冲走 隐约还能看见 有一些脑袋 几乎和水面骑高 有的头发露出来一些 这就是术师和走师了 我们几人逐一上船 刘文三开口说道 石榴 你来咬讲 这些人是可怜 文三叔却没办法 一个个捞他们了 费时费力 我心里咯噔一下 这时 刘文三已经做好了 下水的准备 他单手抽出炸鬼刀 接着又对我招了招手道 一把不够 你那把先借我用用 这些走师员 没有在批发鬼里头 那些血煞倒是厉害 要尽快上岸 只能砍了他们 超度是没办法超度了 背点债 就背点债吧 刘文三活动了一下脖子 他 叹了口气 咱们得赶紧回去 这老狐狸 我却越听越心惊 一来是我小的 刘文三担心何彩 规矩在张尔这里不好使 他没有不动 妻女老小的观念 二来就是 刘文三要全灭了 这些尸的话 孽债太重了 这又和当时批发鬼 已经成了血煞的 道士不一样 水里的走师 砍了就砍了 术师都是蒙冤求人的尸体 直接用刻了压阵 神咒的扎鬼刀 砍得魂飞魄散 的确有被添理 我在脑中 飞速寻找更好的法子 刘宇宙忽然沉声开口道 不行 刘文三还想再解释 刘宇宙却坚定地摇头 他神态凝重地注视着河水 一言不发 之前刘宇宙提及过 要刘文三解决掉这些尸体 才有办法 进来人手处理这里的凶宅 可现在刘文三要将其全灭了 刘宇宙却断然拒绝这种方法 我小的原因 出道的倒是讲究的是 替天行道 与人为善 这些尸体并不是作恶尸 而是无辜枉死之人 所以刘宇宙才会这个态度 那要等我一个个把尸体捞起来 黄花菜都凉了 刘文三明显神色不满 你能有啥好办法 你就说 不然就不要插手 没有 不过不能全部灭了魂魄 他们不是害人的凶徒 你是捞尸人 办法应该你来想 刘文三 我心里其实也很急 可这两种问题都很严重 我们得尽快通知河老太 要马上出这条河 但在道义核心理上 我站的却也是刘宇宙这边 得想一个两拳之策 不然这些人真的是 死得不明不白 又断了投胎的可能 可我思虑半晌 却始终找不到一个两拳之策 刘文三干脆一屁股坐在了船头 将炸鬼刀 啪 地一下插在了船檐上 哪有你这样办事的道理 我的办法就是 只有这一个办法 我要是行 我会冒着折瘦 冒着我生孩子没屁眼的天前 去砍那么多枉死的尸鬼 还不是为了赶紧出去 不让更多无法挽回的事情发生 你这牛鼻子 我对你刚改观一点 你就要倦 只给你十分钟时间 你不让我砍 就要给个对策 十分钟以后 老子就要下水 刘文三摸出来了 二锅头的酒瓶子 猛灌了两口 他的手却在微微发抖 看河面的时候 额头上也冒了汗 柳宇宙剑没紧锁 额间的横纹 几乎已经完全突出来了 他忽然右手抽出腰间的青铜剑 那剑竟然直接朝着 他自己的左掌掌心 重重划去 吃 得一剑下去 顿时鲜血一出 他这力道可不轻 伤口绝对小不了 下一刻 柳宇宙收起青铜剑 反手抽出浮沉 在血液留下掌心的前一瞬 他猛地一把握住了浮沉丝 烟红的血迹 顿时将浮沉浸透 血流得太快 很快浮沉丝 已经被浸透的湿润起来 柳宇宙这才收手 他又是扑 得一声 吐出了一口舌尖血在浮沉上 紧跟着他踏步往前 到了柳文三旁侧 开始快速地自柳文三 扎鬼刀的位置 在传言上画符 柳宇宙失血不少 他的嘴唇已经有些苍白 唇间还残留着烟红的舌尖血 他专注画符 视线没有丝毫游离 我认了出来 这是当时他在小柳村外 用过的纪千墨符纹 只不过之前 他用的是普通的白布朱砂 这一次则是用血画符 当日纪千墨符纹 用一张白布 浮沉朱砂 就镇住了小柳村外的河 如今柳宇宙放血画符 未必不能让我们安稳过河 刘文三 撑船 你不能去那阳市 我们过去之后 你要在这里捞尸 让我柳家其他人能进村 这幅用不了几次 合理的事必须解决 我和罗石六会 回去处理该处理的麻烦 柳宇宙手中动作不停 同时沉声吩咐刘文三 柳宇宙猛地站起身来 他眯着眼睛 和柳宇宙对视了好几秒 不过却没开口说话 而是到了船尾巴的位置去撑船 柳宇宙画符的速度飞快 转眼间 船沿边上已经布满了符文 柳宇宙撑船的速度毅然不慢 我们逐渐靠近河中心 本来在河中心飘着的那几具尸体 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沉了下去 之前露出脑袋的那些走尸 术尸竟然也消失不见了 不过柳宇宙说的话没错 这里的河不能一直这样 必定是要解决的 柳宇宙留下 才能够尽快结束他们的痛苦 过河的速度 和我们来的时候相差不多 靠近码头下船 冯宝和冯军 江蒙 还有枪族之前跟随着柳宇宙的几人 都匆匆赶了过来 夜幕之下 这些人都是面露焦急之色 江蒙更是脸色煞白 他急切地开口问 道 沈仙师呢 他在里头办事 江蒙 我要你回一趟枪族 找大长老说一些事情 柳宇宙沉声开口 江蒙的神色 这才烧好了一些 没有那么紧张不安了 您说 江蒙微微垂头 语气恭敬 安排四人 带领枪族人手来这个地方 配合刘温三捞尸 听他的安排办事 河中尸体捞出之后 好生安放 在境村接应审计 停顿了一下 刘宇宙继续说道 审计虽未曾参加大典 但是令牌已经在他手里 请他安排安葬河中 启示的无辜亡魂 随后请他直接入枪族 不能再回内阳 说这番话的时候 刘宇宙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 而我却觉得 以审计绝强刚毅的性格 未必会按他的意愿行事 我会尽量劝说审仙师 将蒙毕恭毕敬 嗯 另外 你告诉大长老 其些所有能出来的人手 全部到内阳来 内阳要出大事 那张儿可能引动 两句语化恶事的威胁 一旦处理不妥 生灵涂炭 刘宇宙继续说道 我听得心头大震 刘宇宙刚刚跟我所说的 知道了 竟然是让柳家倾巢而动 刘宇宙所说 并非危言耸听 我也的确有这样的担心 万一张儿真的和徐白皮搭上了线 万一他还能利用徐白皮 难保不会再打 何志和李盈阳的主意 甚至冯家后院 现在还有一句破损的羽化恶尸 只是没有诗丹而已 那羽化恶尸 就类似于当初失去诗丹的李盈阳 而我叙述给柳宇宙的事情中 还忽略了这一件 思绪至此 我马上将柳宇宙拉到一旁 快速地告诉了他 这句狗家从杖梅英来之地 带来的羽化恶尸 但我并没有跟他提及 关于蒋盘的事情 只是告诉他 这句羽化恶尸相对较弱 没有诗丹 也不是阴阳先生 不过这毕竟也是 一句羽化恶尸 当时柳宇宙的额头上也见了汉 他没有再多说什么 只是神情更为凝重地安排江蒙 赶快去办他所吩咐的事情 与此同时 刘文三正站在岸边打电话 明显是在联系和老太 我也马上叮嘱冯宝和冯军 去安排回内阳的机票 并联系冯家 让他们千万小心 不能让任何人载入冯家的门 并且特别叮嘱 让冯家务必去请 长青道观的人到冯家守着 但凡有一些能用上的人手 都直接用上 冯宝和冯军 立刻按照我的吩咐分头行动 很快就完成了我的安排 此时刘文三也挂断了电话 只不过他额头上却全是汗 捏着手机的指关节都发白了 一言不发 我心头不安起来 这电话出什么事了 我赶忙问刘文三情况 他抿着嘴 告诉老丈母娘 那边的事是说好了 他去老街守着 可是多的话 刘文三却怎么都不肯说了 接着他去侧眼瞅着柳玉咒 说道 让你的人手赶紧一些 你们先行一步回去 老子捞完尸体 马上就来找你们 我注意到 刘文三的面相变了 他一马骨的位置 微微下陷 一马骨主健康家运 刘文三本身现在没什么问题 在联想他刚打电话之后 变了脸色 那样是出事了 我的心呼的往下一沉 刘文三家里人不多 就只剩下何彩 以及丈母娘和老太了 何老太才刚被我们安排去老街 即便是他可能会出问题 那也是还没发生的事情 让刘文三神态变化 同时也有面相变化的 怕是已经发生 难道是何彩 我极不自然地 眺望了一眼对面的村子 那指前山的凶宅 已然存在了一段时间 凶宅只要存在 命数就会逐渐发生变化 我拳头微微握紧 视线再看刘文三 刚好和他对视 放心文三说 我回去了第一件事 就去看彩仪 我郑重地说道 刘文三摆了摆手 先搞那老狐狸 其他的事你甭管 这老狐狸不死 不知道整多少幺蛾子 还有 真要是在我回去之前 就把他拿下了 把人扣住 老子要动手 老瞎子 你不要插手乱来 说话间 刘文三又瞟了一眼陈瞎子 陈瞎子并没有理会刘文三 多看陈瞎子一眼 我心里就多难受几分 他背着爹娘遗孩 比之前苍老太多 安静了太多 同样我也晓得 刘文三是不想耽误正事 我并没有再多说 心中却打定主意 目光落至柳宇宙身上 我点了点头 冯宝和冯军两人 眼力见都不错 立马就去开车 上车之后 我们就静止朝着 陈仓的机场而去 我们到机场的时候 约莫是凌晨两点多 已经没有去内阳市的航班了 最早的都得等到早上八点 冯家有钱 也没办法随时包机 只能静心等 冯宝和冯军去弄吃的 陈瞎子抽了一杆烟 就斜靠在椅子上 一动不动 他一直闭着眼睛 也不知道他是睡着了 还是没睡 五弟封藏符 你学了几分了 毫无预兆的 刘宇宙出声问我 应该是学得差不多了 上一次准备了材料 不过我没时间画 等回内阳 希望有时间让我尝试一下 我如实回答 差不多了 刘宇宙眼中透着惊叹 很好 你至少得画出 三张五弟封藏符 正面对付羽化恶师 柳家的把握都不大 有五弟封藏符 就多一张底牌 刘宇宙语气正重起来 我沉默了片刻 点点头 说了个好字 我们刚聊完不久 冯军和冯宝 就带着吃食回来了 村里耗了一天 我早就鸡肠鹿鹿 柳宇宙也没客气 我们几人狼吞虎咽 至于陈瞎子 这会儿也拿了个吃食 慢吞吞地吃着 填满了五脏庙 便来了困意 我靠在椅子上 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而这一觉下来 我又做了梦 不过这梦境 竟是和之前梦到 杨青山的一模一样 我们在一个村路上走着 周围都是兽谷鳖 腹部滚圆 面目猙獰的 好似恶鬼一般的村民 在我们前方的天下 龙脉之山 即将蹦裂 等我被拍醒的时候 已经到了登机的时间 直到上机之时 我都无法抑制住 那种压抑不安的感觉 短短几天时间 龙脉之事 我感应到了两次 恐怕也是迫在眉睫 我们几人坐在 最前排的头等舱 等其他乘客 差不多都登机之后 总算安静了下来 刘道 长 有一种人 腹部齐大无比 浑身骨瘦凌寻 壮弱恶鬼 你晓得吗 那是中什么鬼碎 是不是格外的凶 我思来想去 才开口询问柳宇宙 那不是鬼 是人 不过那种人死了 都不会咽气 比恶鬼还恶 柳宇宙看向我 宙眉道 你在哪见过 梦里 我如实回答 柳宇宙却不看我了 只是看向侧面的机舱窗户 我里有几分尴尬 又想开口 却发现 没什么好多说的 这事儿三言两语讲不清楚 还是得等日后和杨青山商议 柳宇宙晓得的 杨青山肯定也知晓 我们大约飞行了两三个小时 飞机终于降落在了内阳机场 刚出机场 外面就有冯家派的车 来给我们接机 开车的人正是冯区 上车之后 冯区询问我 现在去什么地方 是不是直接去冯家 我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先拿出刘文三 给我的电话号码 联系了和老太 电话里 和老太告知我 他已经在老街等着了 目前没什么外来人 他会杜绝 至少在他能力范围内 不让任何人进老街 我并没有直接问和老太 关于和杨的事儿 而是直接又给和杨打了电话 想问他在什么地方 结果和杨的手机 竟然是关机的 我只能让冯宝和冯军去查 看和杨现在在哪 人有没有什么问题 随后 我吩咐冯区先开车去商将那里 车上了路 我扭头看了一眼柳欲咒 陈生说道 先去取要送你的法器 商将这么看重的铜器 绝不是普通物件 柳欲咒眼中流露出几分异色 点点头 表示同意 冯军和冯宝 陈瞎子 在我们下了机场高速后 就去找和材了 本来我没打算让陈瞎子一起去 只是他表示要去 并且说 万一有事 至少可以马上帮上忙 我就没有再多讲别的 车子进入市区后 交通又堵塞 我们直到接近中午一点 才到了商将家门外 我有提前给商将发了信息 小的商将在家 逢驱抬手敲门 不过半分钟的时间 院门被打开 商将穿着一套紧身的 黑色工匠布衣 脸上都是兴奋喜悦的笑容 罗先生 他伸手和我握了我 我简单介绍了柳欲咒 并直接告诉商将那一套铜器 要交给柳欲咒 商将没有表示异议 脸上反倒是更多笑容 他重重点头 让我们先进去 进了堂屋坐下 方桌上放着茶盘 阵阵茶香扑鼻而来 明显商将已经备好了茶 逢驱眼力很强 忙上前给众人提壶倒茶 商将则是让我们稍等片刻 匆匆走进了旁侧廊道 月末等了五六分钟 商将手中捧着一个托盘 回到了堂屋 并将托盘放置在我们面前的桌上 托盘之中是一块铜镜 之前的裂纹已经被商将完全修复 铜镜表面光滑 阳光从堂屋门口斜射进来 泛着点点铜色的反光 铜镜旁侧的 则是一口形似灵荡的小钟 一块盘 以及一面比巴掌大一些的铜锣 刘宇宙本是正经危坐 可当他一眼看见 这些铜器神色瞬间起了变化 他猛地站起身子 瞳孔紧缩 满脸震惊 这几样东西 你们得自何处 刘宇宙快速地问道 我心头微宁 立刻告诉了刘宇宙 有关堂家的事情 以及商将找到这些铜器的经过 并如实告诉他 更多的详情 我和商将也不知晓 商将补充了一句 堂家也不晓得 这些东西放了很多年了 都已经落灰 恐怕是当年堂家 有家业的时候 求来的镇宅之物 刘宇宙闭了闭眼 才说道 这并非镇宅之用 也不是能求来的东西 他再次睁开眼睛 注视着桌上的铜器 语气更为凝重 小枪柳中 中内无蛇 机之发生 取决于用其道士之道横 可破闹碎之痴眉 这影盘是引领之物 群出之时使用 这面铜镜名为赵诗镜 白煞照之则散 黑煞过一夜 血煞过三夜 即便是血煞化清 也熬不过七日 必定会被散去凶利怨气 刘宇宙这番话语 太过惊人 而他接下来说的 更是让我心头一震 这三样物件 本是上一任柳家 大长老的盗器 也算是柳家代代相传之物 只不过上一任大长老 在一甲子之前外出 久久未归 这些年月过去 应该早已经遇难 如今看到这些盗器 已然是能确定了 话语至此 刘宇宙沉默下来 眼中神色复杂 透着几分叹息之意 罗十六 谢谢你的好业 不过这些东西 我必须叫给他 长老 他再次看我 沉声说道 既然是枪族 遗落在外之物 怎么处置 自然你说了算 我尝欲了一口啄气 柳玉咒江中 影盘 以及那面铜镜收了起来 却独独留下来的 那块铜锣 这是 我目光落至铜锣上 疑惑不解 并非柳家之物 我不知道是何作用 我取之无用就不取了 柳玉咒回答 我犹豫了片刻 让商将将这块铜锣收起来 若是之后有用了 我再来取 商将倒是没有多言 点点头说了个好字 接着又告诉我 他会去找同行钻研 看看这块铜锣 到底能做什么 从商将家告辞离开后 我便让冯区开车 直接带我们去冯家 车停至冯家门前 我一眼就看见 门外有好几名道士 其中一个正是毛元阳的弟子 毛首一 也是现今长青道贯领士的人 冯志荣办事向来干脆利落 对我的意见也很尊重 我让他去请长青道贯的倒是帮忙 不过半天 人已经在这里了 我心神定了定 同样计划好了 等会儿安顿一下柳玉咒 就马上去老街看看情况 跟何老太当面商量对策 不带柳玉咒 是因为怕被徐白皮看见 直接引起麻烦 更重要的是 上一次我让刘文三 将我身上的奇余书 包括宅经 古巷 以及阴生九树 藏影观山 全部交给了何老太保存 如今我身上 就只有原始阴阳术 现在和老太出来了 我得确保说 也要足够安全才行 张儿想要的 最重要的 也就是那几本书 思绪之间 我们下了车 毛手一领着几个道士 快步走了过来 他们先是和我打了个招呼 接着在看柳玉咒的时候 则是复杂不已 身体都在微微发抖 那一声熟悉的柳家前辈 我却没听他们喊出来 上一次 毛元阳带走长青道贯 绝大多数精锐 跟着柳家去枪足 长青道贯想要建功立业 想要得到柳家的器重 结果全军覆没不说 柳家其实还没给任何交代 罗先生 请进 毛手一做了个请的动作 示意我们禁愿 话语直接就忽略了柳玉咒 柳玉咒微皱眉头 我却不知晓 这是因为他想起来了 毛元阳和长青道贯的全军覆没 还是说 因为毛手一他们的无事 不过 我却想起来了另一件事情 就是毛元阳的儿子毛山 我看过他心性 也怕他误入歧途 便答应过他 让柳玉咒收他为徒 若是柳玉咒不收 我会收他 做记名弟子 手一 毛山在吗 我深吸了一口气说道 柳家前辈也在这里 如果他不在 就让他过来 我答应他的事情 要履行约定 我话音落下的瞬间 毛手一的脸上 顿时就迸发出来惊喜 他 他在兴建道观 我马上通知他 让他来逢嫁 说话间 我们已经走进了大院 我捋了捋思绪 也不遮掩什么 直接和柳玉咒 说了毛山这件事 以及我认为的 柳家应该给长 轻道观一个交代 这交代 不是我让柳玉咒 非要收毛山为徒 而是希望他看看 毛山有没有那个资质 如果没有的话 希望柳家给予 长轻道观别的补偿 毕竟那么多条人命 而且就连毛元阳 这个观主都搭进去了 他们是真的信任柳家 柳玉咒沉宁片刻 直接点头说了个好字 我顿时松了口气 我们一行人经过前院 静止进了堂屋 此时 冯志荣正在堂屋里 来回踱步 看见我们之后 冯志荣立刻停下来 神色敬重地 和我们打了招呼 不过我却注意到 冯志荣的脸色 其实不怎么正常 透着几分病态 罗先生 你安排动静不小 你是要准备 冯志荣左手成掌抬起 右手去捏了个拳头 在左手上绕了两圈 最后双手握拳 做了个拉扯的动作 这就好似用一根绳子 将人勒吼 明显 冯志荣以为 我要提前对徐白皮下手了 我摇了摇头 又点了点头 接着让冯志荣不要多问 我会安排处理 冯志荣顿时不再言语 不过他神色明显犹豫了半上 然后才说了句 罗先生 本来在这个时候 不应该用其他的事情 来扰乱你的 只是最近 家族里有些不对劲 有些生意出问题了 其实出问题也不重要 对于冯家来说还好 但是频率太高 高得就像是之前冯家 被李德贤算计那样 甚至还要频繁 另外就是 不少人重病 车祸也发生了好几起 哟 停顿了片刻 冯志荣继续说道 其实不只是冯家 七家也遭遇了差不多的麻烦 是不是风水方面 本来冯志荣的面色出现病样 我就有所猜测 根据他这么一说 还有七家的事情 以及何彩尔现在不明情况 我就可以肯定 是张儿准备的凶宅 已经在其反应了 深吸了一口气 我郑重地告诉冯志荣 让他现在不要担心 也去通知一下七家 保持镇定 我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 已经安排人再解决 再等几天时间 解决干净利落了 就不会再发生意外 顿了顿 我继续说道 内阳的风水 冯家会受到最好的庇护 我也会相应给七家一些东西 我与爸的同时 冯志荣神色镇定了很多 连连点头 他请我们坐下 没过多大会儿 冯区又进了堂屋 跟着有冯家的下人 送来了吃食茶水 一餐饭吃吧 柳宇宙 让我带他去看看 另一句羽化恶尸 我没有犹豫 直接起身 带着柳宇宙去后院 后院的屋前 还是保持着 我离开之前的布置 符文没有 其余变化波动 推门而入 屋内的床榻上 静静地躺着一具残尸 那尸体断了一臂 小腹的位置一个深坑 漆黑色的皮肤上 逆布着羽痕 只不过这一次 我看着尸体 心中已经多了几分冰亡 这必定就是当年那乡身 他和阴阳先生勾结 害了蒋盘女儿 若是审计在这里 恐怕审计 会将其措骨扬灰 刘宇宙站在床边 静静地 看着床榻上的尸体 他忽然取出来了 那面赵诗镜 陈宁片刻之后 刘宇宙说道 这尸体 若是你没有其他用处 我打算用赵诗镜试试 看能否驱逐掉 羽化恶尸的凶煞 我心头一惊 此刻却犹豫不定起来 我自然是 想要将这一句羽化恶尸除掉的 明显张尔还没来得及 将手伸到这里 老街那里也尚且没出问题 应该是我们的反应足够快 除掉这羽化恶尸 他就不会成为暗处的威胁 可我同样也在想 可以利用这羽化恶尸 来对付徐白皮 因为蒋盘 我对这羽化恶尸 有恨意不假 可他知晓 徐白皮算计了他 必定不会放过徐白皮 如果我们安排得当 他就是一个戾气 思绪至此 我马上摇头道 赵世晋得来不易 我怕正恶尸会碎掉 况且这恶尸要徐白皮办事 徐白皮没做 他也不会放过徐白皮 刘欲咒见眉微咒 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我 但并没有再多说其他 我稍微镇定了一些 刘欲咒应该听明白了我的意思 毕竟我也不可能 当着这羽化恶尸的面 来和他解释 停顿了片刻 刘欲咒开口道 为了确保万一 在用上他之前 不能让别人碰到 我会加福 并且我会守在这里 我晓得你 还有事情要做 你去办你的事 出去的时候叮嘱下 那个孩子来了 直接送他来找我 我相信你的眼力 刘欲咒的话 让我心头一正 他相信我的眼力 我深吸了一口气 正要点头 刘欲咒却皱着眉头 又说了一句 当然 我说的是你看人资质的眼力 审计的资质 应该是很不错 这孩子你这样推崇 绝对不差 至于真的说看人品性 你的眼力难以恭维 你也不要误会 我 我转身离开房间 走至门口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门槛 竟是打了个裂钱 慌忙伸手扶住门框 我回头瞥了一眼柳欲咒 他说的话 我无法反驳 也不能反驳 快不出了门 我静止走到前院的时候 却刚好遇到了毛手一和毛山 他们也刚好进来 毛手一一直在低头叮嘱毛山什么 大义无非就是 尊重 学艺 振兴长青道观 完成他爹的一院一类的话语 毛手一神色之中 都是掩饰不住的兴奋 毛山则是很认真 时不时地郑重点头 两人看见我 毛手一马上毕恭毕敬地和我打招呼 毛山则是对我深深鞠了一躬 喊了圣罗先生 我示意两人去后院 告知了他们 柳欲咒就在后院等着 并且我也告诉毛山 如果柳欲咒没有收他 我会按照我承诺的 收他做记名弟子 毛山面色格外地坚定 他一字一句地说道 柳家前辈已经在这里了 他必定会收我 您当时说我 我当时就清楚了 我更适合倒数 我哑然 倒也没多少能再讲的了 毛手一恭敬退下 带着毛山去后院 冯区其实一直都在前院里候着 我和毛山 毛手一交谈完了之后 他就跟上了我身侧 走出冯家大院 上了车 我告诉冯区 让他去老街 车刚发动了油门 我却接到了冯君的电话 他语气极不自然地说道 罗先生 我们找到何彩了 只不过出了点麻烦 您来一趟医院 医院 我当时面色就变了 是什么麻烦 不要拐弯抹角 直接说 我语气都抑制不住 带着几分惊木 何彩出问题 我压根没办法和文三叔交代 其实他一直都在医院 是动了胎气 在保胎 这事情他不愿 一说 就是陈先生在这里 他还是不讲 说让我们去办我们的正事 他没关系 在医院养着就行 也能有人照顾 冯君小心翼翼地继续说道 我捏着手机的手 都有些发抖 这下我才晓得 刘文三为什么脸色那么不好看 面相也出现了那样的变化 孕妇动了胎气 的确是健康方面的问题 同样也是家孕 我让冯君说清楚 是哪家医院哪个病房 立刻让冯区改道赶过去 冯区一路飙车 不到半个小时 我们已经到达了医院 病房外 冯君和冯宝都站在走廊里 陈瞎子斜靠在墙边 处着枯桑棒 你们怎么在外边 我疑惑不解地问道 冯君才如实告诉我 刚才河彩朋友来了 送吃时 他要和河彩聊聊天 他们就出来了 我皱眉 不过也顾不得打扰别人 先敲了敲门 很快就传来了 河彩略虚弱的应声 我直接推门而入 抬头一眼 便看到了病榻上的河彩 顿时 我就心生寒意 因为河彩硬堂位置漆黑一片 双拳位置 也是泛青漆黑 整个人的气色都非常虚弱 尤其是他唇间更是发黑 透着黑红色 彩仪 我眼皮狂跳 抑制着内心的寒意 尽量平稳地喊了他一声 阴阳先生才能一眼 就看出面相问题 他自己是 发现不了多少的 我不想因为我的表情吓到他 他本来就动了胎气 何彩尔看见我努力地笑了笑 转而便皱着眉头 略有责怪地说道 十六 不是让他们和你说了吗 我没事 怎么还要来一趟 在何彩尔病床旁边 还坐着个约摩四十来岁的男人 身材瘦高 面向和善 他也起声道 老板娘 你有事先忙 我晚上再来送汤 我微眯着眼睛 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男人 此人乍眼一看 貌似和善 但他的眼睛 却不自然地瞟向了 病星号星号的和彩 而这并不是他有意去看 而是因为邪视 并且他目凸 晶圆小 仔细看去 属于黄白积木 古像之中 有这样一段话形容 眼邪者多好色 目凸暴流者 星号星号道 黄白积木 其性急躁 多星号星号邪 而无诚信 并且 他的眼神还有下视 邪视好色 下视心切 这下是基本上 就是做了亏心事 十六 何彩而虚弱的语气 透着不自然 那男人匆匆从我身边走过 头也不回地 从病房门离开 我并不是随便遇到什么人 就有意地去观察对方面向 而是这人让我从直觉上 就感到不太正常 此外便是何彩出了问题 肯定是因为 凶宅动了命数 命数诡异多变 任何一件小事 都不能松懈 多看着男人的面向 我甚至还联系到了 之前山凶宅之中 遇事的一些祸事 主夫妻不合 甚至是感情一变 我压下思绪 没有体现在脸上 而是笑了笑 应了一声 彩仪 没事 我们的事情能处理解决好 不来看看你 我放心不下 文三叔也没让我来 虽说何彩略带责怪 但她眼中 还是有几分喜色和感动 我并没有立即问她 那男人的事情 看上去她和何彩 关系不错 还叫老板娘 只是我记忆太模糊 怎么都想不起来 她是谁 还是说 她曾经是 和仙排党的员工 彩仪 你和我说说 怎么动得太切 我坐在床边 直接问道 何彩却无奈地摇了摇头 说道 不晓得 忽然就觉得不舒服 还有点出血 赶紧到医院来检查 就这样了 每天都在吃药 还要打针 医生说的 我也听不太明白 兴许是年纪大了 我眉头微皱 再次仔细查看 何彩的面相 何彩刚才的面相 是或是将临门 甚至危及性命 而现在 它更是浮现了 多一些面相变化 前一刻是红唇泛黑 现在则是嘴唇枯白 嘴唇枯白 也有相格 我的目光 立即落到了 何彩床头的矮柜上 那上面放着一个保温筒 筒盖是打开的 诱人的香气飘散出来 采姨 刚才那人 每天来给你送吃的吗 我装作不经意地问道 是啊 那是老福 之前在后厨做活 你没印象 不过 你没去过几次何仙排档 认不得他也正常 他晓得你呢 何彩笑了笑 又解释两句 说老福之前 在何仙排档干了好几年 这段时间 他一直跟着文三叔了 何仙排档他 已经没有经营了 本来要解散 手底下的人舍不得 他就把排档 交到了干得最久的老福手上 何彩又补充了两句说 前段时间 老福就开始送给他 排档一部分的经营款 他不想收 就去找老福谈了谈 坐在阳江河边 他又有不同的心态 觉得现在虽然波折多 反倒是觉得生活轻松 说话间 何彩顺手端起来了保温筒 就要喝里面的汤 采姨 这汤太香 我一天没吃东西了 让给我喝吧 我眼急手快 直接从何彩手中 将保温筒接了过来 何彩明显愣了一下 他眼中透着几分责怪 饭都还 没吃 你就过来看我 事情还忙着呢 不要因为我这点小事 耽误时间 我笑了笑 告诉何彩没事 同时 我喊了一声 让冯君冯宝进屋 下一刻 他们两人就走了进来 同样跟进来的 还有处着哭丧棒的陈瞎子 冯宝 你去找采姨的主治大夫 问问采姨的情况 最好吃什么喝什么 然后你去安排 这段时间采姨的饮食 交给你负责 不要出任何问题 我微眯着眼睛 沉声嘱托冯宝 冯宝明显有两分金色 他郑重点头 陈叔 我担心采姨会有危险 文三叔回来之前的这几件时间 您就先陪着采姨 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办 我再来喊您 我试探着征询陈瞎子的意见 嗯 陈瞎子的声音很轻 语气也淡 十六 何彩的眼中满是惊疑之色 我已经努力表现得很镇定 并尽量把事情安排得自然一些 就是怕太让何彩受惊 采姨 别说我大张旗鼓了 这什么都算不上 不过你们最近可能都会有危险 因为几乎所有和我相关的人都被算计了 我不能让你们任何一个人出问题 有陈叔在这里 我放心 我一字一句郑重地说完 何彩脸色缓和一些 他轻叹了一口气道 那就由着你办吧 十六长大了 不是之前那个愣头青的小娃子了 接着 他又瞅了一眼自己的肚子 苦笑道 我这肚子不争气 还有我和文三的命也不好 苦我出生早药 这娃子还没出事 就一大堆事 这本就是个多时之秋 采姨 你千万不要这么想 你和文三叔的命格 就该有个娃子 谁都夺不走 抢不掉 文三叔是我干店 你便是我的干娘 你腹中娃子也是我兄弟 他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等我解决了麻烦 会马上找一处风水宅 让你住进去 我语速极快 话音也格外正重 和彩神色总算稳定了不少 我告诉他 我还有事情要办 他有什么需要 就告诉冯宝 随后便转身离开病房 出房门前 我示意冯军跟我一起出来 刚一走出病房 我便将手中的保温筒盖子拧上 让冯军提着 罗先生 你这是 冯军明显略有疑惑 刚才我好像听到了 你说自己没吃饭 你都把汤拿出来了 不喝吗 冯军疑惑地问道 不喝 你提着他 现在马上让冯家的人调查一个人 就是刚才从病房走出去的老佛 看他住在哪 我们去找他 我声音压得很低 语速却很快 他有问题 冯军语气惊乐 同样也透着几分凝重 我没回答他 冯军则是迅速地开始打电话 这期间 我们从病房往外走出来 从过道往楼下走去 等走到医院一楼大厅的时候 冯军电话已经打完了 他马上跟我汇报道 罗先生 查完了 那人全名叫浮渝 一直在河采尔的河仙排档做工 早些年 这人是杨江上头货船的散除 之后染上毒瘾 输光了家当 穷得叮当响 都快被饿死了 他以前工作的货船 就是冯家的 还偷了货 冯家也收拾过他 当初 和采尔心善 收 留他做了个厨子 冯家知晓 和采尔与杨江捞试人刘文三的关系 也算是给刘文三几分薄面 这件事 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没再继续追究浮渝 他应该一直是 住在河仙排档里 冯军跟我汇报完所查到的情况后 又追问了一句 这人不是什么好东西 是他做了什么 坑了和采 我们去找他 你再安排一些人 在码头等我们 不过不要露出什么风吹草动 尽量盯着和仙排档 只准进 不准出 我并没有立即解释 而是陈生吩咐了冯军几句 冯军点点头 马上又开始打电话安排 走出医院后 我们迅速上车 朝着城外杨江赶去 差不多在半途的时候 冯军告诉我人已经安排好了 而且他们发现 浮渝已经回了和仙排档 我微眯着眼睛点点头 脑中也在快速地思索着 又过了约莫二十多分钟 视线中已经能够看到 杨江边缘的码头 和静静流淌的江水 冯军开着车 朝着和仙排档赶去 我心中已经私存得差不多了 丙溪凝神 将目光锁定在不远处的和仙排档 几分钟之后 车停在了排档前 此时已尽暮色 残阳如血 艳丽的霞光布满天际 和仙排档里 有不少杨江做工的船夫 工人 他们正三三两两地 围坐桌前用餐 我一眼便看见了 在半路天厨房里的老服 他正戴着白帽子 一只手握着炒锅 一只手拿着炒勺 旁边正在忙活的 还有两个伙计 和一个大着肚子的女人 那女人约莫三十来岁 热得满头是汗 不过眼 忠孝亦迎然 面相之中有一种相 叫做夫妻相 只是一眼 我就看出来这女人 十至七八是 老服的老婆 冯军 再打个电话 把旁边里安排的人都叫过来 把这排档为死 然后清场 无关人等全部疏散 等会儿差不多合适了 你看着 再给周维明打个电话 让他过来一趟 我沉声说道 冯军的反应极快 立刻按照我的吩咐 开始打电话安排 电话快要打完时 他飘向车窗之外 同时对我点头示意 我们两人 几乎同时推门下车 马上 那个大肚子的妇女 就匆匆走过来 她满脸堆笑地 冲着我和冯军说道 两位 吃点啥 赶紧请坐 冯军脸色比较冷硬 他并没有理会这妇女 与此同时 周围不远处 已经有一群人 呈扇形扩散开来 不出一分钟 就直接将和仙排档给围住了 这些人都穿着冯家统一的服装 明显这些 靠着杨江吃饭的船夫传宫 都认得他们 眼中流露出惊慌之色 冯家要办事 吃饭的人都力所离场 走慢了的 不要怪兄弟下手没个轻重 冯军大声喝道 与此同时 那些围着排档的冯家人 都冲着我露出了恭敬之色 他们的脸上 都流露出兴奋的神情 下一瞬 那些吃饭的人都 慌张失措地起身 快步朝着排档外走去 两个伙计 还有那妇女被吓得不轻 尤其是那妇女 脸都白了 慌张不安地说 我们没得罪冯家的 这排档后头的 可是捞世人刘文三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误会 冯军冷笑了一声 他静止朝着半路天厨房的位置 快步走去 我扫了那妇女一眼 便又将目光留在老夫身上 此刻他处在原地 那一双微微凸起的斜视眼睛 透着几分慌乱 不过 他明显在努力地保持镇定 冯军朝着他走 他也没躲闪 反倒是主动从灶台后走了出来 手还在腰间擦了擦 他脚步极快地 朝着我这边走了过来 明显 他这反应也略让冯军措手不及 冯军扭头看向我 眼中透着询问 我平静地摇了摇头 冯军便没有动手 很快 那老夫就走到了我跟前 罗先生 你有啥事吗 老夫的嗓音偏细 还有几分哑 是有些事 我点点头 微眯着眼睛 看着老夫 他和我对视之间 明显目光有些下势 这就又贴合了那句话 下势者心切 生意经营得不错 我平静地说了一句 全靠老板娘名声 还有冯家的声威 周围的渔民传公 都照顾买卖 不过该分的历头 我都按着数目 送给老板娘了 老夫下势更厉害 不过他语气倒是镇定 三言两语 我就晓得 这老夫是个聪明人 话语之中拉出来冯家 拉出来合彩 还说按照规矩送钱 十足地将自己姿态 完全放低 如果换成别人 这情况下 根本不会拿他怎么样 我晓得他为货 也没有证据 唯独的 就是面向上的分析 以及凶宅预照的贴合 思绪只是转瞬之间 我视线 落在老夫身上 没有半分挪动 人 做得看似不错 我又点了点头 老夫抬起头来 脸上多出两分笑容 他正要说话 我 瞥了一眼冯君手中提着的保温筒 淡淡地说道 汤闻着很香 不过这汤吃了 感觉要死人 你喝一口试试吧 我这一句话 没有什么语气波动 冯君却面色大惊 那妇女也吓得刷 低一下白了脸 老夫的表情却僵住了 他的额头上 顿时冒出了痘大的汗珠 眼皮也在明显地狂跳着 罗 罗先生 您这说什么呢 是我哪点让您不满意吗 老夫明显是在让声音镇定 可他还是有掩饰不住的慌张 这种慌张 其实已经很细微 可对我来说 这段时间以来 与张尔 徐白皮 李德贤 袁化绍 这些人交手之下 老夫此刻的掩饰 在我看来就太过明显了 没有不满意 只是喝一口汤 我淡淡地说道 老夫的身体开始抑制不住地微微发抖 他抿着嘴 眼中似是透出几分悲愤 他忽然开口说道 罗先生你是觉得 我占了和仙排档的位置 所以跟上来 要赶人走吗 行 您是冯家的人 还是捞世人刘文三的干儿子 我们平头百姓 哪抵得过这等权贵 所以您说汤要喝死人 那就是有问题的 这语气中的悲愤更重 老夫直接上前 抬手就要去夺过来冯军手中的保温筒 冯军迅速后退两步 他微眯着眼睛 左手做了个制止的举动 同时抬起右手做了个手势 冯家的人中 立刻有两人站出来 快步朝着老夫走去 他们动作凌厉 直接扣死了老夫的肩膀 冯军抬手拧开了保温筒 随手在旁边的桌子上拿了个碗 倒了一碗汤汁出来 老夫呆呆地看着那碗汤 他忽然惨然地笑出了声音 罗十六 周围都传闻 你是救了内阳的大恩人 没有你 阳江早就没了 你是高人先生 你是风水大师 你说黑的就是黑的 说白的就是白的 你放心 你说我这汤喝了要死人 那肯定就会死人 要是我喝不死 我也会跳江 我不过是舍不得 老板娘这铺子空置下去 你罗先生就看不过眼 风水先生看不过眼的东西 哪还能留着 老夫的声音 已经从悲愤变成了凄凉 话语之中 甚至带着绝望了 我眉头紧锁 却没想到这老夫 竟然这么能说 三言两语 就将自己饰演成了一个 弱势无比的可怜人 好像真的是我看不过 他得了彩仪和文三叔的铺子 我要过来找他算账一样 没王法 没公道 也没天理了呀 你们冯家就仗着 自己是阳江的土皇帝 就仗着有风水先生 就这么藐视人命 就这么栽赃陷害吗 这一点小财都放不过 这时候 那妇女忽然哭诉着 朝着我扑过来 口中尖锐地高喊着 大家伙都别走 都看看这先生年纪轻轻 是一副怎样的小人 毒辣心肠 他要逼死我男儿啊 刚才吃饭的那些传父渔民 并没走多远 虽说大家怕 但是人的好奇心促使 他们都会在周围打量这里 并且这会儿 众人眼中也有愤怒之色 相互交头接耳议论着 当然 冯家的人没让这妇女 冲到我面前 马上又有两人上前 直接将她拦住 这一切 不过是转瞬之间 冯君已经端着碗 朝着老夫走过去 我微眯着眼睛 开口说了句 冯君 不给老夫喝 你给他喝 我抬手 只向了那妇女 冯君面色不变 转身直接朝着那妇女走去 这时 那妇女依旧在不停地挣扎 两个扣着他的冯家人 动作幅度也不大 毕竟是孕妇 他们也小心翼翼 很快 冯君就直接走到了 那妇女的面前 妇女忽然就不挣扎了 他抿着嘴 眼睛通红 明显有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接着他忽然质问我道 罗先生 我一个辅导人家 没我男人那么多想法 他好端端给老板娘送汤 不可能害人 这汤喝了也不可能死人 我要是不死 你怎么办 他这话质地有声 丝毫切若感都没有 其实从一开始 我就从行为和面向上看出来 这妇女是没问题的 他必定是不知道老夫做了什么 并且看他这么忙里忙外 以及现在的态度 他和老夫的感情绝对不差 深正不怕影子歪 所以他才会这么笃定断然地和我对话 此刻 周围围观的那些传父于明确 看不下去了 面露愤怒之色 开始又朝着冯家人挤了过来 并且口中也在质问 问我们 为什么要如此刁难 逼迫老夫他们夫妻 难道真的是 立玉讯心到一点小钱小财 都放不过 我神色平静地看着那妇女 沉生说道 我说的不是你会死 这趟会死人 死的不是常人 这妇女满脸的茫然 明显是不明白我说的话 冯军动作伶俐 直接就将碗送到了妇女唇边 他双手下意识抬起 就要接过碗来喝 此时 我虽然不露声色 但是心头也悬起意见 余光扫过老夫的脸 同时我随时做好了准备 让冯军终止给那妇女灌汤的行为 此刻老夫铁青着一张脸 额上痘大的汗珠子 一颗颗的冒起 脸上的肌肉不自然地抽搐扭曲 两条腿更是筛糠一般地哆嗦着 不过他却没有如同我预料的那样 喊出一声助手 我不由地猝起眉头 心中叹 吸 正准备抬手 让冯军停下 可偏偏就在此时 老夫却碰 得一声跪在了地上 他双目圆睁 本就凸起的眼珠子 几乎都要瞪出来了 可他却依旧只是直勾勾地 看着那妇人一言不发 冯军 住手 我深吸了一口气 出声喊道 本来那只汤丸 已经在妇女手中 冯军手速极快 将其一夺 反手就扔在了地上 啪 得一声碎响 汤丸瞬间四分五裂 汤汁洒落一地 那妇女明显 被冯军的动作吓了一跳 又要开口出声 冯军瞪了他一眼 他顿时不敢说话了 心够狠 看着你老婆喝这汤 晓得他喝了会流产 你还是能忍住 不说半个字 我微眯着眼睛 朝着老夫走过去 临近他身前的时候 老夫抬起头来 此刻他早已面无血色 看我的眼神中 终于浮现出了惊恐 你 不过是刚刚才出现 你怎么会 老夫声音颤抖 与其中更是透着难以置信 我并没有回答他 而是闭了闭眼 深吸了一口气 再次睁眼的时候 我猛然间握紧了拳头 砰的一拳 砸在了他的拳骨下方 一声闷响 一拳倒脸 老夫一声惨叫 身体猛地往后一顿 要是没冯家 那两个人压住他 他肯定得朝着后面 扬倒下去 这一拳 是帮文三叔打的 我冷漠地看着老夫 老夫的脸 煞时便高高地 肿起一大块 他本就斜式地 突掩珠子里冒着血丝 神色中透着颓败和惶恐 被我突然拆穿了他的秘密 他此刻 恐怕是难以承受 只不过 下一刻 老夫眼中竟是胸光一闪 狠力中透着无比的厌恶 刘文三 他不配 他力声道 我又抬起手 这一次是一个巴掌 啪 第一下抽到了老夫的右脸上 这一巴掌 是我替彩衣抽的 他在你危难的时 吼 救了你的命 你现在害他母子 你应该庆幸 现在来的是我 如果是文三叔 他一到 就会砍了你的头 老夫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身体又抖了抖 不过他 还是抿着唇 没有要说什么的打算 我其实心头的气氛 和脑目更多 甚至想抽出来腰间的枯桑棒 破了这老夫的骨相 让他付出血的代价 因为何彩太无辜 这人借着他的信任 做的事情太阴损龌龊 并且我晓得 他的目的绝不仅仅于此 可我除了给他一些皮肉的教训 还真不能把他就此打残了 毕竟法治社会 我需要尊重法律 就像陈瞎子说的 杨奸的事 就得交给杨叉来办 强压住心头的怒火和杀鸡 我扭头看向冯军 想吩咐他打电话报警 我还没开口 冯军就已经拿出来了手机 此前在车上 我就叮嘱过冯军 他和我默契也算不错 冲我点了点头 直接就拨出去了电话 我尝欲了一口浊气 后退几步 由着冯家人继续扣着老夫 这时候 那妇女索性嚎啕起来 歇斯底里地问我们到底 想怎么样 为什么这么不明不白地 折腾他们夫妻 她还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周围那些传父渔民 则是在面面相去之鱼 互相交头接耳的小声嘀咕着 虽然我没有说得太明确 但是这些人也不是傻子 直言片语 肯定听得出来一些问题 老夫则是低着头 一会儿神态失魂落魄 一会儿又变得很利 一会儿又是渡火中烧 一闪而过 差不多过了二十多分钟 刺耳的警笛传来 一辆警车迅速地来到了 和弦排档之前 下车几个便衣 当头一个赫然是周围明 周围明快步地来到我身前 其余几个便衣 也跟在他身后 罗先生 这是怎么一回事 周围明疑惑地开口问道 脸色也明显不太好看 我跟冯军并没有多做 解释 冯军只是听命行事 应该也不晓得 具体发生了什么 我简单地告诉周围明 这老夫心怀不轨 将打胎药 放入送给和彩的汤中 试图让和彩流产 现在和彩还在医院保胎 并且根据我的判断 他肯定还有其他目的 只是我现在问不出来 得交给警方审讯 我示意冯军将保温筒 交给了周围明 让他们带去化验一下 剩下的汤 这就是物证 周围明听完我的叙述 脸上也流露出气氛之色 他郑重地跟我点点头 转身跟其他便衣交代了几句 顿时就有两个便衣过去 将老夫从冯家人手中接过来 他们并没有立刻 就给老夫戴手铐 而是平静地交代老夫 跟他们走一趟 如果没事 固然是没事 有事的话 这就是犯了法 那妇女这会儿 也不哭不闹了 她吓得脸色发白 眼中都是煎熬和茫然 我转过头 扫了一圈周围 得船夫和于明 定了定神之后 才沉声说道 冯家和罗石六 还有刘温三 都不可能欺压杨江的任何人 不会欺压内阳的任何人 万事善恶到头中有报 老夫这件事情 我罗石六空口无凭 不过等调查完了之后 我必定给大家一个结果和交代 也莫要听信风言风语 以至于带来误会 众人这会儿逐渐散了 他们离去的时候 眼中自然还是少不了害怕 这会儿 基本就是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了 周围明带着人离开 很快 和弦排档前 就只剩下那妇女 以及两个伙计 我看着那妇女 摇了摇头 心中不免生起几分怜悯心 她也是可怜 怀了老夫的孩子 老夫对她和自己的亲生骨肉 竟是如此冷血 刚才我都要灌她 那能堕胎的汤 老夫都不想败露自己 无动于衷 我并没有多说什么话 没有去滥用同情心 让冯君散了气 他人便转身上了车 在等冯君上车之后 我示意他开车直接去老街 这一段时间耽误下来 天已经彻底黑了 一轮残月挂在空中 透着一股紫幽冷 冯君时不时 从后视镜瞅我一眼 眼中敬佩更多 好奇也更多 不过 他并没有开口多问 林快到老街的时候 我告诉冯君 让他也跟进一下这件事 时不时联系一下邹为明 等出了结果之后 让他把这件事情 告诉何彩 冯君郑重点头 表示知道了 我看向窗外 路面开始熟悉起来 可当我们逐渐靠近老街的时候 很多路段 又都变得陌生了 终于到了老街的街口之外 我长吁了一口气 下了车 街口的位置 有一个修筑了一半的牌楼 这牌楼的下半截 俨然能看得出来 加鲜妙的影子 至于在牌楼之前 本来是一条两侧 都有不少老房子的街道 现在已经直接被拆 掉了 一条宽阔的长路 两旁则是刚栽下不久的树 用来对付徐白皮的川星龙 已然出具规模 在牌楼的右侧 一个简单的宫棚里 亮着节能灯 木板星号星号 斜靠着一个头发花白 穿着花花绿绿的小脚老太 他身上挂了不少铃铛 腰间还别着炸鬼刀 和哭丧棒 这不正是何老太吗 在宫棚门口摆了一张桌子 桌子上血淋淋的 其中一个托盘 放置着不少鸡头 这会儿 正有一个黄皮子 叼着一只鸡头 飞速地窜下桌子 钻进了老街 我心头更是松了口气 让何老太过来守着 其实我也怕在徐白皮 这方面出问题 明显何老太将这事 解决得妥妥当当 我快步走到宫棚前 警惕地扫过四周 在这里说话形势都要小心 不能露出马脚 让徐白皮猜出什么端倪 何婆婆 我站在宫棚门口 毕恭毕敬地喊了一声何老太 何老太本来闭着眼睛在打盹 他顿时睁开眼 皱巴巴的脸上有了笑容 十六 有段时间没见了 你可算是回来一趟 何老太声音很有善 透着慈祥 您请 我也回了一个笑容 然后做了个请的动作 示意他上车 思寸再三 我还是不打算直接在这里说话 虽说一眼看下去 没什么东西 但是难保不安全 何老太从木板信号信号下来 迈着小脚 跟着我上了旁边的车 我多瞟了一眼街道内 安安静静的老街中 隐约有些黄皮子 窜来窜去 不过一切都显得很正常 上车之后 我示意风君警惕一些 同时也关好了车窗 这里的隔音效果就好得多 没什么人来过吧 何婆婆 我先是询问了一句 何老太摇了摇头 轻而所闻 又让我略微松了半口气 张尔的速度 果然没有那么快 他应该已经在内阳市了 我们的动作快了一些 或许他还没发现这里的问题 这段时间 何婆婆要辛苦你了 不过 张尔虽说没来老街 这可能是他还没发现 或者又是因为我们反应及时 让何老太来镇守 但是我丝毫没敢掉以轻信 他必定还会做其他事情 我得去看看原始阴阳宅 确保他没有去打理阴阳的主意 私存之间 我又问何老太 他放我东西的地方 安不安全 这倒不是我不相信 何老太 地向堪于 和完整的藏隐观山太过重要 现在张尔的目的 主要就是这些书 此前何老太一直在柴家 没有参与这件事 现在他参与进来了 我得做 好最坏打算 如果我们都出问题 那书也必定要是安全的 而且 我需要尽快找机会拿回书 我心中还有个打算 最安全之法 不是留给何老太 不是放在我身上 而是交给杨青山 善师丹也在杨青山手中保管 他应该不会拒绝 何老太凑到我耳边 声音极轻地说了段话 明显 何老太是在防备着冯君 只不过 他声音虽然小 但是冯君这人 耳朵很灵敏 他未必不能听见 对于冯君 这段时间接触下来 我倒是有基本的信任了 说完之后 何老太坐回去 他笑眯眯地 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足够安全吧 十六 他明显很是满意 我看着何老太满是褶皱的脸 苦笑着说道 何婆婆 安全是安全了 也够棘手 何老太将书放着的地方 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来形容 最危险的地方 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领我让刘文三 叫他来老街的时候 他担心出来以后 没人看着书 也不敢自己带在身上 就直接将其包裹好了 登进了凶屋煞 那里头有他的师姐 瞿姑婆 瞿姑婆以命化煞 连带着他儿子柴少爷 吕巧在凶屋煞内 同时占据了三煞神的位置 当时我还差点 死在凶屋煞里 这地方太凶险 凶屋煞 当时我们压根进不去 也破不掉 所以才会让何老太 一直在那里守着 避免出事 现在这情况 我想拿出来说 就太棘手了 何老太摇摇头 又说了句 以防万一 老婆子没得选 何婆婆 我没怪你 这事我自己想着 说话间 我心头也有犹疑 柴家这事 说到底和我关系不少 如果我们当时 处理的方式再果断一些 也不会形成凶屋煞 这么凶的东西 那里始终是一个隐患 暂且说出在凶屋煞里 或许会安全一时 但绝对不会一直安全 万一再出什么变故 或者里头的瞿姑婆 柴少爷 吕巧跑出来 那才是害人不浅 让一方生灵涂炭 我必须得将书拿回来 而凶屋煞 已经留在那里太长时间 或许也是到了时机 要将其解决掉 思绪至此 我简单叮嘱了何老太两句 让他还是帮我看着老街 我去柴家一趟 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 何老太明显愣了愣 他眼神顿时变得复杂了许多 沉默几秒钟之后 说到 他没有投胎的机会了 命煞很凶 化血护宅 很难破掉 若是你能破掉 送他上路也好 本来我不打算和何老太说得太详细 就是怕他内心难以接受 可我却没想到 他还是看了出来 我心头轻叹 点了点头道 我晓得了 何婆婆 你有啥话 想要说的没 如果我能的话 我会和瞿姑婆讲的 不过就不晓得他能否听得到 又或者能否听得进去了 安生上路 他那儿子 或了也是骇人不浅 没了 何老太说完 直接推门下车 这时 冯君却透着几分不安 说道 罗先生 咱们这是去柴家 您确定不要把柳道长叫来吗 他要守着那恶尸 还有这次不用 我们不立刻去 你跟我去准备一些东西 我语气凝重地说道 冯君没有多问 直接发动油门 朝着老街之外开去 我捋顺了思绪 告诉冯君 我需要的东西 分别是黑狗血 猪杀 以及六年份的攻击 冯君一边打电话 一边开车 朝着城内的一个方向驶去 不多时 冯君挂了电话 他笑了笑 和我说道 罗先生 这些东西 我和冯宝 不止帮您准备过一次了 所幸我们在一个 专门给冯家跑物资的手下那里 放了不少猪杀 还养了两条黑狗 至于超过六年的攻击不好找 我安排他去 全程一直收购 但凡是有那年份的鸡 就买下来圈养 冯君的话 让我愣了一下 不过对于他这缜密的心思 我非常满意 做得不错 我点头赞誉了一声 冯君顿时醒喜于色 黑狗协我准备 用来画符 画普通的鸭震神咒 杀术用来以防万一 其实我自己的血作用更强 但是消耗得太重 嘿 狗血的震压作用 已经已经足够用了 杀术才是最后杀招 不得已的做法 杀术消耗的是魂魄精力 而直接用我的血 去画鸭震神咒 则是会消耗阳兽 两者对比之下 两害相权 取其轻 当然 我的血化其他浮转效果也不小 可我不想拿着兽源去做尝试 至于诛杀 则是有辟邪的功效 捞尸人的绳子里 就有黑狗血和朱砂 陈下子教我的神婆手段里 运用朱砂的地方也不少 约某半个多小时之后 我见到了冯君的手下 那人已经准备好了一瓶子鸡血 足足九根鸡尾铃 以及小半瓶黑狗血 略为两个拳头大小不囊的朱砂 拿过东西之后 我又让冯君给柴家主柴鱼 打了一个电话 说明清楚情况 告诉他 我们要过去 并且打算解决他后院的事情 安排好殷氏仪之后 我们才朝着柴家去 晚上九点钟 车停在 老柴家门外 干瘦干瘦的柴鱼 穿着老式教书先生的灰袍子 在门口来回踱步 他年纪本就不小 此刻更显得苍老了几分 病脚的头发彻底白了 下车后 我的目光与柴鱼对视 他先是露出笑容 不过神情却显得很苦涩 我走上台阶 驻足于院门前 罗先生 许久不见 柴家主毕恭毕敬 却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柴家主有什么事情 但说无妨 柴鱼眼中的犹豫更多 不过始终 他还是硬着头皮说道 罗先生 刚才您让冯军说的 我晓得了 这事总要有个解决 我儿 还能 我沉默了一下 回答道 和婆婆说过 没有可能 并且在我看来 他化煞虽然只是白煞 可他有白衣杀血衣的驴巧做妻 更是有瞿姑婆保护 在凶巫煞这么长的时间 应该不只是简单的白煞了 他们做一三 煞神兄位之上 压死了三煞神 即便是能下阴间 都要下游过 抽筋扒皮 我话还没说完 柴鱼丽湿红了眼眶 脸上的肌肉 都不自然地抖了起来 双腿也站立不止 柴家主 节哀 我理解您的丧子王妻之痛 也能理解 你作为父辈的情感 这段时间的平静 以至于您心头有了侥幸 不过这终究 是个大隐患 我当初本事不够 权益之下 只能暂时不管 这一次我会彻底解决了这个麻烦 柴家之后才可永绝后患 我 柴鱼颓然地垂下头来 眼中尽是懊悔 仰不叫 复之过 还请罗先生果断让他上路 让他早日解脱 话虽这样说 但从柴鱼的神色中 明显可以看出他并未释然 他侧身带我们进屋 堂屋的圆桌上放置着不少吃食 旁边还有柴家的家仆 他们走上前 做了个请的动作 我略有 差异 冯君小声在我耳边说了几句 是他告诉柴家 准备一些饭菜 我折腾一天 都还没顾上吃饭 又要办大事 自然得填饱了肚子 我点点头 冯君在细节上 倒是越来越注重了 一餐饭吃罢 柴鱼亲自将我们 送到后院廊道的出口 我还记得 当时在这里布置了安门咒 以及柴家 有个侄孙女儿 星号星号在这里守了一夜 结果被驱姑婆弄进了后院里 被撞碎 险些丧命 在廊道口 柴鱼停了下来 没有继续往前走 我试一让冯君也在这里停下等我 不需要跟着我进去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 摒弃了其余的杂念 检查了一下身上的东西 这才卖不下了廊道口 此时已经临近十点钟 再过一小时 就到此时 淡淡的雾气缭绕在空地上 而越是靠近胸污煞的方向 雾气越重 整个胸污煞 则是完全被一团 白茫茫的雾气包裹住了 走过空地 我凭借着直觉 和依稀的记忆 一直朝着雾气最为浓郁的位置走去 在雾气最浓郁地方的旁侧 有一间草屋 这就是平时和老太住的地方 我的手按住了腰间的枯桑棒 毫不犹豫地走过草屋旁侧 直接迈步进入了雾气之内 冰冷 透过皮肤 血肉 达到骨头 骨髓伸出的冰冷 不停地蚕食着我的身体 周围一片模糊 雾影朦胧中 头顶的残月 好似一只模糊的眼睛 阴逸地窥视着此刻正在发生的一切 雾气就像是无数双手 正在攀爬着 覆盖上我的身体 并在我身上游走 摸索 现在这雾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白色 而是隐约透着忧绿 又有几分乌黑 恍惚之间 又好似夹杂着一抹惊人的星红 我站在原地不动 神色凝重 握着枯桑棒的手 更紧了几分 停顿了片刻 我的视线终于适应了这里的环境 已经 能够依稀看到 不远处的后院和宅子了 幽冷的后院老宅 只是望上一眼 就让我感到一阵毛骨悚然 恍惚间 我似乎看到老宅的门口 处着个人 我心头咯噔一下 这儿有人 哪门子的人 难不成是柴少爷 吕巧 还有瞿姑婆跑出来了 猛地拔腿往前 视线清晰了一些 我的速度也就快起来 片刻之后 我穿过雾气 来到了后院的屋门之前 此时靠得近了 门口哪有人 黑漆漆的院门之上 隐约有一片 成三角形状的血污 血污之中 隐约有三张痛苦的人脸 正在心耗心耗扭曲地挣扎 我深吸了一口气 抑制住心脏的狂跳 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正欲抬手去推门 我猛地又收回了手 顺势拔出腰间的枯桑棒 然后用铜制的棒间抵住大门 用力往里一顶 痴痴地轻响声 枯桑棒触碰的位置 滋生出一片细腻 个白雾 大门很沉重 好似门内有无数双手在抵挡着 我卯足了力气 才艰难地顶开了一道门缝 我定了定神 平住呼吸 侧身钻进了门内 进门的那一瞬间 我整个人都惊住了 外面的雾气 都是伸手不见五指 上一次我离开的时候 也记得这后院里起屋很厉害 可此时 这后院中竟没有一丝的雾气 整个院子透着颓败和阴翼 好像所有东西 都被蒙上了一层灰暗的灰色 右侧亭子里的石桌上 在左侧的花浦旁 还保留着之前 铜麒麟压过的痕迹 左右两侧的厢房屋门紧闭 堂屋的门反倒是开着的 堂屋正中摆着一张木桌 木桌上点着一根粗大的蜡烛 那蜡烛透着黄白色 火苗燃烧得很是稳定 光线还透出来不少 让院子都多了一些光亮 我定了定神 一直住急促的呼吸 本以为凶 乌煞是直面的恐怖 却没想到 如今只是透着阴翼和颓败的气息 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死记一般 险地之中看似安全的地方 其实最为凶险 我并没有直接往前走 而是先扫射了一圈院内的地面 一眼看下去 我并没发现包着宅金 古像 阴生九树这三本树的包裹 这会儿我有点后悔了 我应该仔细问清楚一些的 之前和老太说的时候 我下意识地就认定了 他是江叔扔进了院子 可现在没看见有 那就只有两个可能 一是院子里头的东西 江叔捡走了 二十和老太进来了这里 将其放在了某个地方 不过很快 我就否定了后者 他如果那样做了 必定会告诉我 现在看来就是前者了 那就只能先解决凶屋煞 再去找书 我迈步走向堂屋的同时 用余光不停地 飘向两侧的厢房 我再回忆当时渠 姑婆在哪个房间 我还记得清楚 当时她胸口上扎着一把匕首 分明是她自杀 以自身化煞 就是不晓得 她那口气有没有咽下去 现在是正常的血煞 还是活石血煞 正常血煞就只能撞碎 活石血煞能动 更凶 柴少爷当时还只是白煞 不足为惧 吕巧却是白衣杀雪衣的破狮 撞碎更凶 不过至少这后院里没有其他人 那就没有让他们撞碎的媒介 理清思绪后 我快步走进了堂屋 本来柴少爷的棺材应该在这里 可现在除了这张桌子 竟没什么大件的东西了 我叮叮地看着蜡烛 那材质让我想到了湿油 就在这时 身后却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 这声音让我心头微颤 骤然回过头去 堂屋门口冷不丁地站着一个女人 她双目呆滞 面色茫然 手上还端着一个托盘 打鬼的阴阳先生 请你喝茶 我汗毛乍立 身上力士爬满了鸡皮疙瘩 那声音空洞干涩 好似要直接钻入人的脑仁中 这不是吕巧 竟然是之前配合我实施安门咒的星号星号 二十来岁的年纪 干净利落的短发 中上之姿的容貌 本来应该是小麦色的肌肤 现在彻底成了不见天日的惨白 星号星号的神色 完全和我之前见过的不同 反倒是透着一股子轻质的感觉 此外 她的声音也透着稚嫩感 这哪是星号星号的声音 分明是吕巧的 我此刻心头含义更甚 和老太肯定是出了纰漏 她是守着凶乌煞不假 可怎么会让人进来 还被撞碎 还是说 是和老太出门去老街 才让吕巧 瞿姑婆 还有柴少爷 有了可乘之机 我的神色冰冷了下来 不管是哪种原因 都代表他们并不想安稳地 待在这凶乌煞里 已经开始出来害人了 这么凶的鬼祟 不除了 他们会害死的人就更多 尤其是此刻 我发现自己忽略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印象里 柴少爷当初只是化白煞 可实际上 却远不止是如此 时间过得太久 我遇到的事情太多 当时后院的记忆已经模糊 现在看到撞碎的信号信号 听到那酷似吕巧的声音 就让我的记忆 完全清晰了起来 当日要离开后院 我最后是硬着头皮 想要解决掉柴少爷和吕巧 可是最后回到堂屋 却发现 他们两人的尸体 是被铁链绑在一起的 除此之外 柴少爷不但瞬间化了黑煞 更是在转变成血煞 他 要比我开始所想的更凶 吕巧也必定更凶利 瞿姑婆就更不用多想了 当鬼婆子 真的成了凶煞失碎 肯定远超同类 来者是客 喝了这杯茶 就好上路 冷不丁的 信号信号的嘴皮 又动了两下 那青涩税嫩的声音 已然透着森然杀鸡 阴阳先生不吃死人饭 也不会喝死人茶 你想送我上路 我也想清理了这后院的隐患 我冷漠肃杀地盯着信号信号 一字一句地说道 信号信号 忽然笑了起来 那笑声尖锐刺耳 笑着笑着 他手中的托盘啪的一下 直接就落到了地上 其中的茶碗 顿时摔得四分五裂 建设出来的 却不是茶水 而是一杯污浊至极的血水 腥臭的血腥味扑鼻而来 信号信号 缓步后退 他的脸上 竟也渗出不少血液 很快我发现 他这血不是从皮肤里渗出来的 而是从头顶流下来 流淌在脸上之后 就像是另外有一个 血乎乎的面具 扣在了他脸上 背脸 此刻已然是血脸闭魂 没那么容易解开了 我直接踏步往前 同时横举起枯桑棒 至于胸前 快步地朝着 信号信号追去 信号信号已然转过身 他穿着一件白色练服 整个人都像是 无根扶瓶一样 眨眼间就钻进了 左侧一间屋子 那屋子的门 只是开了一条缝 他钻进去的瞬间 屋门就碰 得一声闭合上了 我猛地一脚踹中屋门 冲进去屋子的同时 快速挥舞着手中的枯桑棒 护住头脸和身体 但枯桑棒完全劈空 并没有任何东西 向我冲过来 可屋内的情景 却更是让我心头惊骇 因为这里 竟然还有一个人 这是一个身体 格外健硕的男人 是一个我完全 不认识的陌生人 他信号信号的上半身 被细细的白色绳子缠绕着 绳子上 还搓着一条条的白绫 此外 在他的肩头 是两道粗麻绳 粗麻绳后面 则是缠着一口 黑漆漆的棺材 那男人闭着双眼 眉心欲结在一起 一副格外痛苦的模样 信号信号 就躲在了他身后 阴侧侧地看着我 我愕然地注视着屋内 从几股窜起的寒意 侵蚀全身 大颗的冷汗 自额脚滚落 让我如此惊惧的 并不是这个陌生的男人 既然胸屋煞里的东西 已经开始害人 开始弄人进来 他们不止弄了 信号信号一个 那很正常 最让人心头寒意十足的 是这个人的背上 背着的棺材 这相似的一幕 我在陈瞎子身上看过 当时他无鬼寝魂 背着黑棺 黑棺里是李顿空的尸体 神婆又叫鬼婆子 这是无鬼寝魂术 瞿姑婆是自己 取了自己的命不假 可他竟然撞碎 还准备出来了 无鬼寝魂术 这背着他的 还是个壮汉 信号信号在笑 他的泻脸 更为猙獰恐怖 屋内并没有点蜡烛 光线晦暗模糊 婆婆 阴阳先生来了 他说想清理了这里的隐患 我让他上路 他不肯 信号信号凑到了棺材旁边 低声说道 冷不丁的笑声 忽而从那汉子口中传出 他压着嗓子 俨然像是一个 阴逸至极的老妇 在怪异的冷笑 这笑声令人不寒而栗 同样也让我警惕无比 无鬼寝魂术 背着的是鬼婆子 绝对要比他单纯 是血煞的时候更厉害 陈瞎子背着李顿空的时候 我见识过无鬼 请魂术的厉害 当时的陈瞎子 与李顿空 好似融为一体 本事大道 与之前完全判若两人 壮汉悠悠 睁开了双眼 一双阴逸的眼睛 一点都不像是个男人 随着他缓慢起身 他眉心之中 欲解起来的痛苦之色 完全消散 剩下的 只有阴逸森然 罗十六 略显尖细低雅的声音 从他口中传出 走了就走了 还要回来 看来 你是觉得我家后院风水不错 适合做你的买骨之所 说话间 他的被微微拱起 就像是个老人一样 鱼驴起来 瞿姑婆 你的执迷不悟 只会让柴少爷和驴巧 孽债债更多 星号星号 和这汉子 已经两个人牵扯进来了 我微眯着眼睛 沉声道 现在收手 少一些孽债 只不过 我话还没说完 壮汉就冷不丁地说道 少一些孽债 就能好好去投胎了吗 他们投不了胎 下辈子连牲畜都做不了 留在这里 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好你的阴阳先生 你们不都是悲天敏人 却要我儿子和媳妇 再死一次 还要送我这个老太婆 去魂飞魄散吗 你就不怕走上夜路 白鬼随身 晚上睡觉凶狮爬床吗 开始壮汉的声音是阴冷的 到后面就成了凶力 他话音落下的瞬间 从身后一抽 一个白漆漆的棒子 当头就朝着打来 那棒子并非柳木 更像是一节人骨 漆上也缠绕着白绫 短短的布条 随风凌力飞舞 当头一棒 一声爆喝 几乎炸穿了我耳膜 我的耳朵被震得嗡嗡作响 伴随而来的是一阵阵 从耳骨传出的刺痛 眨眼之间 那鼓棒就到了眼前 我猛地举起双手 将手中的枯桑棒 横架在面门之前 碰 得一声闷响 紧跟着又是当 得一声脆响 就好像锣锤 敲在了铜锣之上 鼓棒被飞弹起来 瞿姑婆的身体 蹬蹬后退两步 她直勾勾地盯着 我手中的枯桑棒 阴冷地说道 阴阳先生 却拿着鬼婆子的枯桑棒 你也是个贼子 我那老妹子 说了个瞎眼徒弟 那徒弟眼瞎心更瞎 把手艺给外人骗了去 我今天就清理门祸 此刻 我手腕和虎口阵痛不止 学了那么久的枯桑棒 被当头一棒招呼 却还是头一场 无鬼请婚之后的瞿姑婆 当真是凶煞很厉 我此刻已经知晓 再说 什么都没用了 她此刻必定要破釜沉舟 的确 就算他们束手就擒 也没有好下场 若是换位思考 我也不会垂手放弃抵抗 瞿姑婆 有瞿姑婆的肩 迟 在她的角度上 这就是她们的生死存亡 我内心一度变得格外复杂 却也逐渐冰冷 她们的存 就代表很多人会亡 这壮汉 这星号星号 也还不晓得能否活下去 杨青山所说的那句话 当真是没错 人死灯灭 死了的人不给活人添乱 那才是真的解脱 思绪不过是数秒之间 我猛地踏步往前 狠狠地一棍子 朝着壮汉抽去 当头一棒 我大喝出声 已然是全力以赴 碰 一声闷响 同志哭丧棒 直接抽在了鼓棒之上 这鼓棒也当真是坚硬 竟然这两下都没有碎掉 壮汉挡了一击之后 身体陡然从旁边一窜 直接攻向我右侧 他抬腿飞踢 若是之前的瞿姑婆 他身体瘦小 年纪也大了 这动作看起来凌厉 但是绝对没多大的威慑力 可现在却不一样 这壮汉体格不比风宝差 平白一脚都能 给人踢个好歹 更何况是神婆的身手 他踢出这一腿的同时 抵挡了我哭丧棒的鼓棒 也顺势斜着往上一抽 竟是直奔我的面门而来 他身手太过凌厉 甚至这种情况下 我都分辨不出 到底是陈瞎子更厉害 还是他更凶 我右手持棍 迎向他飞踢而来的一条腿 左手在腰间一抽 已然将炸鬼刀握在了手中 我本可以用哭丧棒去挡鼓棒 用炸鬼刀来斩这条腿 可若是我这一刀斩在这条腿上 这腿必定会被齐根斩掉 这壮汉也要就此残废了 当 砰 炸鬼刀挡住鼓棒的铿枪声 与哭丧棒砸中壮汉大腿的闷响声 几乎同时响起 壮汉的腿肉眼可见地往下一折 那鼓棒则是被我一刀削去了一半 可偏偏就在这时 我的身后忽然压过来一个阴影 下一刻便是一双手 猛地从后方掐住了我的脖子 我和瞿姑婆在斗 却无暇管道信号信号 此时掐着我脖子的 赫然便是信号信号 阴阳先生 你想怎么死 上吊死 阴穴死 还是像我一样 被人砸了脑袋 这嫩怨毒的尖锐声在耳边炸响 信号信号的脸 从后方几乎都贴到了我的侧脸上 冰冷麻痒 我拼尽全力 猛地抬起腿来 一脚踹中壮汉的肩头 他身体陡然朝着后方猎切退去 我单手飞速将枯丧棒插进腰间 另一只手则是从衣兜里 掏出一把朱砂 飞速朝着尖头一拍 啪 得一声轻响 我稳稳当当地 拍中了信号信号的脑门 伴随着一声淒厉的惨叫 掐着我脖子的那双手 顿时松开 这当口 被我逼退的壮汉 已然退至墙根 他呼的一顿 随即再一次朝着我飞扑而来 他刚才被枯桑棒砸中 腿已经断了 所以这飞扑 便是一瘸一拐 他的双手摊开成长 食指竟是染满鲜血 并且他口中喃喃 语速飞快地让人 几乎听不清 我心头大害 因为我晓得 这招数是什么 神婆之所以会被叫鬼婆子 就是他们不只是帮人 也能害人 这招数叫做拔魂 破神婆食指 以食指染血 暗于天灵之上 常人被神婆这么一拔 那就是生魂离体 宛若行尸走肉 这已经和杀人 没有半分区别了 壮汉冲出一半距离之后 那只完好的腿 猛然一跃 给了我更大的压迫感 而这一招 更是熟悉无比 是沉瞎子惯 用得魁心点倒 要是被这壮汉 飞身坐于我头顶 再用这把魂术 我必定命运当场 我没有应接 而是飞速退出屋子 直接冲进了院子里 那壮汉一直追着 我到了院子中间 才一瘸一拐地停下来 阴阳先生 就只会逃命吗 阴逸的立合声 在院中乍响 那壮汉驴履着腰 忽然将手中那一截 剩下的骨棒 朝着腿上一插 他插得刚好 是被我砸断腿的位置 竟然硬生生 将一截骨头 扎进了血肉之中 并且还齐根没入 鲜血不停地一出 不过他这一扎 却硬生生 将被我砸断骨头 的那里屑了起来 我心生寒意 反手将炸鬼刀 和枯桑棒 直接别在了腰间 这一次我注意到了 星号星号 他此刻正蜷缩在 唐屋的门外 他的脸上 在不停地滋生出白气 那表情极其地痛苦和猙獰 哦 你要束手就擒 不过 我还是会要了你的命 壮汉猛地抬腿 再一次朝着我冲来 我岂会束手就擒 一个转身 便飞速奔逃 刚才我用枯桑棒 和炸鬼刀对付他 是因为他手里 也有家伙事 我要是拿笔 未必挡得住 此刻借着转身 躲闪他的瞬间 我已然用右手 从兜中摸出黑狗血 朱砂 在左手摸出的焰台中 迅速搅和起来 紧跟着从怀中摸出地支笔 飞速在焰台中一瞻 骤然间驻足停步 转身回头 壮汉已经冲到了 我的面门之前 他这一次没有跃起 而是一只手压向我的肩膀 另一只手抓向我头颅 蒲扇一般的大手 仿佛一下子 就能扣死我的脑门 原本这距离 我可以直接化伏到壮汉头上 但我不能冒险 这毕竟是无鬼请魂术 万一化伏不成 反倒被他抓中我的脑袋 那结果我承受不住 电光火石之间 我将地支笔 直接处在了壮汉的掌心 飞速勾勒出来了一道震煞符 一声淒厉尖锐的惨叫 从他口中传出 他这只抓向我头顶的手 顿时搭拉了下去 就像是失去了控制力一般 垂在身侧 只是下一刻 他另一只手 还是抓中了我的肩头 那骨子大裂 险些直接将我的肩膀抓断 罗石六 去死 壮汉面色痛苦猙獰 猛然间张口 竟朝着我脖子上咬来 心惊之下 我的动作丝毫没有迟疑 地支笔直接朝着他头顶落去 转瞬间 又是一道震煞符勾勒而出 前一刻还歇斯底里的壮汉 一瞬间便移动不动 直勾勾地盯着我 猙獰地张着嘴 好似一尊被钉住的雕像 安静 极致地安静 动 动 直至我的耳膜处 传来自己肋骨般的心跳声 才打破了这死一般安静 无鬼请婚说 被破了 我心有余悸地注视着 此刻已然如木雕一般的瞿姑婆 同为鬼婆子 她的凶悍和狠毒 完全不是尘瞎子可以比拟的 我能够制住她 得亏了同志哭丧棒和震煞符 但凡刚才有半点闪失 单凭伸手 瞿姑婆就能杀我十几次 足足过了半个钟 我再三确认她 已经完全无法动弹 应该是没问题了 才迈步朝着 星号星号走去 我得先破了星号星号的撞碎 等下才了结瞿姑婆 破了无鬼请婚 不等于破了瞿姑婆这个命煞 只不过 星号星号在旁边 可能会引发变故 我必须先让她插不了手 才能去灭了瞿姑婆的尸 再收驴巧的尸体 最后再灭掉柴少爷的尸煞之后 才算是破掉了这凶乌煞 思绪间 我快步走到了唐屋前 手中的地支笔 已然浸满了狗血诛纱 我直接停在星号星号面前 星号星号此时脸上的血污 已然有超过一半变成了干涸的黑红色 她双目圆睁忽然笑了起来 你被人逼得家破人亡过吗 星号星号的声音中 依旧透着吕巧的稚嫩 不过话语却透着几分伤感和悲哀 我沉默 心里其实并不舒服 死一次 爸妈难受 再死一次 家破人亡 还要被你赶尽杀绝 星号星号的神色 骤然间变得尖锐无比 打鬼的阴阳先生 好一个毒辣绝情的阴阳先生 好不容易 我再有一个家 你就要将它破掉 你掌心了吗 她的声音淒厉到了极点 悲凉到了极点 同样也绝望到了极点 下一刻 她猛然起身 直接朝着我脖子上掐来 我沉默无言 心口好似堵了一块巨石 但我清楚地知道 此刻断然不能心软 手中的地支笔飞速抬起 落至星号星号的眉心之间 我瞬间将一道震煞符勾勒而出 砰的一声 星号星号的身体软倒了下去 她身上的撞碎也被破开了 那种吕巧的感觉 彻底在她的神情和姿态中消失了 可这并不代表吕巧被灭了 此刻只是破碎 要灭掉吕巧 必须销毁她的尸体 深吸了一口气 我极力摒弃脑中所有的杂念 走进院子 我再度来到那壮汉身前 心有感触之下 我仰头看天 夜空之中残月如沟 沟的人心头影疼 我今天应该让柳宇宙来的 我男男 似是在自言自语 又似是在给吕巧和瞿姑婆解释 这时候 我才更能深刻地理解到 为什么道士的面向会那么顽固 病除央煞 灭鬼除尸 倒是如果心不够硬 遇到像是这样的情况 怎么狠心除煞 而阴阳先生 就是老天给的悲悯 心很难彻底地狠下来 若非是我了解得多 我知道这凶乌煞不除的后果 我恐怕都会留手 给他们一丝生机 瞿姑婆 命数如此 已经成了定数 尘归尘 土归土 我灭你们 还周遭一个平安 我声音变得格外沙哑 抬手间再一次抽出炸鬼刀 直接划过壮汉尖头的绳索 砰的一声 他背上的棺材直接落了地 落地的瞬间 棺木又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棺材并没有被衰裂 我用刀尖插进了棺盖缝隙边缘 用力一翘 棺盖起来了一脚 我又用枯桑棒当作翘棍 狠狠地将其一抬 整个棺盖都被我彻底掀开 用力一推 他就落了地 棺材内的瞿姑婆 双手交叉放在胸前 他双眼是睁开的 透 折星红 眼眶里溢满了鲜血 并且 他自头脸 脖梗都生满了血色的绒毛 我手起所有家伙事 只是左手握着地质笔 以防万一 右手取出来的 便是装着鸡尾铃和鸡血的瓶子 从中抽出三根沾满血的尾铃 分别夹在右手指间 滚烫带来的刺痛 让我心头微颤 我再次定了定心神 高举起右手 力声喝道 凶煞狮 天不容 杀树制 魂命断 我只觉得 双眼也是熨烫刺痛 那股灼热贯穿全身 我猛然间 要将鸡尾铃扎下去 下一瞬 耳边乍响一个凄厉的男人声音 妈 他要灭你 灭了你就要灭我 起来啊 我心中大惊 这声音空洞无比 却是从身后传来 柴少爷 只不过 现在却由不得我回头 而我的左手中 已然握紧了地质笔 姬尾铃下一瞬 就要扎中瞿姑婆的胸口 可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 瞿姑婆的腹部 猛然间胀大 只听得啪 得一声 她的肚子破了 一股黑气 从其中钻出 直接冲向我的面门 我惊惧之于 已然退避不及 心头一狠 手上动作不停 姬尾铃直接没入 瞿姑婆的胸口 甚至我拳头 还狠狠一下 砸在她的胸膛上 下一刻 瞿姑婆的尸体 发出滋滋声响 就像是一块烙铁入水 白气疯狂滋声 我已经紧逼着口鼻 没有呼吸 可那黑气 还是顺着鼻翼往里钻 浓烈的尸臭 几乎要让人直接昏厥 此外 我觉得意识仿佛都迟钝了 我不仅感觉到 整个人很迟钝 鼻腔和胸腹 都是火辣辣的灼烧感 好似那黑气 正在通过鼻腔 进入我的身体 开始腐蚀 我的胸腹脏气一般 我极力保持镇定 目光所及之处 瞿姑婆尸体上的血色绒毛 已经褪却 尸体也在飞速地腐烂 那黑气一瞬间 就已经彻底消散无踪 我也没有了 后退躲闪的必要 用力咬了咬舌尖 疼痛的刺激之下 我的意识稍微清醒了一些 那种难受的灼烧感 却还是摆脱不去 尸臭也一直停留在 我的鼻翼之间 瞿姑婆 这一手肯定不简单 之前马宝义 在神九他们身上 动的手脚 就让我中了尸毒 这尸气肯定也有毒 只不过关于方面 我却是全然不了解 怕是得找尘虾子 才晓得有没有大危险 定神之后 我再次确定 瞿姑婆的尸体 已经彻底被杀术破坏 这才转过身 目光看向了 刚才我身后声音 传来的位置 那里正好对着 一个虚眼的房门 我双手分别握着 腰间的枯桑棒 和扎鬼刀上 踏步往前走去 片刻之后 我来到房门前 抬腿一脚 砰的一声 房门被踹开 这里 赫然便是 之前瞿姑婆 化命煞的房间 地面有不少 黑红色印子 分明是干涸了的血迹 隐约之间 那些血迹像是人脸 不过 他们却失去了 让人心惊肉跳的恐怖感 剩下的只有污秽 我的视线 落到了床榻的位置 那是一张 揭满了红色绸缎的 老式洗床 床榻之前 正立着一个 鲜瘦的女人尸体 不正是吕巧吗 她的脸上 依旧是血肉模糊 凄惨甚人 她的尸体 让我有一种 强烈的威胁感 好 四只要我靠近她 她就会和我拼命 我直接将枯桑棒横 置于胸前 其上有压阵神咒 再加上 我阴阳先生的命数 吕巧 是不可能撞碎我的 往前走了两步 我便瞅见了 在床榻最内侧 躺着的柴少爷的尸体 她双目紧闭 虽然也是 布满了血色绒毛 但是却丝毫没有 给人恐惧感 反倒是让我觉得 她想要躲闪 再过三两步 我直接就到了 吕巧身前 她血肉模糊的眼眶位置 又向外溢出了 几分鲜血 我清晰地感觉到 手中的枯桑棒 正在发烫 炙热无比 没用的 阴阳先生不会被撞碎 除非撞碎我的人 命数应过我 尘归尘 土归土 你命不好 上路吧 我沙哑着嗓音 对着吕巧尸体说道 我左手依旧横卧 哭丧棒不动 右手高高举起扎鬼刀 吃 的一声 扎鬼刀 直接扎穿了 吕巧尸体的胸口 随着白气滋生 吕巧的尸体 也迅速地开始腐烂 她眼眶之中的鲜血 瞬间变得乌黑浑浊 那种阴翼圣人的气息 顿时消散了 我定了定心神 猛然拔刀 吕巧光荡一下 倒在了地上 目光落至床榻上的 柴少爷尸体之上 此刻他还是一动不动 我能感受到 自他身上传来的 那股恐惧意识 更强烈了 活着的时候 你躲在瞿姑婆 和柴家主身后 仗势欺人 坏事作尽 如今你死了 尸体还是要躲在 瞿姑婆和吕巧的身后 做尸做鬼 都毫无担当 你是我见过 最拉胯的血傻 我声音冷烈地训斥道 对于吕巧和瞿姑婆 我会觉得可惜 可对于这柴少爷 他就是救 游自娶 死有余孤 不 不要动我 我不害人 你让我留在这里 柴家有钱 让我爸给你钱 屋子的角落里 忽然传来一个 惶恐怯懦怒的声音 我瞳孔紧缩 猛地扭头看了过去 右边角落的柜子旁边 竟然还有一个人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 已经很警惕 竟然没注意到 那人颤抖着身体 走了出来 他身上分明穿着 柴家仆人的衣服 他的双眼透着金句 神态像极了柴少爷 更为诡异的是 他双眼之中 不只是血红 还透着一丝泛青 血煞化轻的撞碎 我脑袋里刚想起这个念头 那人砰的一下 就跪在地上 他咚咚咚地 磕了好几个头 你放过我 求求你放过我 我妈没了 我老婆也没了 我自己不是东西 可我不想再死一次 求求你 钱 柴家有的事 我还有很多 被我养了起来的女人 我送给你 我全都给你 我心头含义更甚 这会儿我才明白 为什么我没察觉到这个人 血煞化轻的撞碎 始终要比单纯的白衣 沙血衣 破施撞碎强不少 所以我刚才根本就无法 察觉到她的存在 柴少爷的尸体 变成这般厉害 我反倒是能理解 瞿姑婆爱煞了这个儿子 即便是他胡作非为 他也要护着 凶巫煞 必定是对凶魂恶鬼 好处极大 他却不给自己 也不让吕巧受用 全部给了儿子 只不过 他这儿子 着实是个窝囊废 除了会仰仗父母的庇护 为非作歹 自己没有丝毫胆量 贪生怕死 藏头露尾 即便是他们和我 斗得你死我活 他都没敢出来一下 要是他刚才插手 我绝对没有那么轻松 说不定还得殊死相搏 如果不是因为这样 瞿姑婆和吕巧 也受用了这凶巫煞的凶 今天恐怕也是两个局面 思绪转瞬之间落定 我握着炸鬼刀的手更紧 骤然间回过头来 一刀直接朝着柴少爷的 脖梗斩去 后方那柴家仆人 忽然凄厉地惨叫一声 不要 床榻上柴少爷的尸体 似乎就要起尸做起 吃的一声 刀落 好大一颗头颅 直接从星号星号滚落下来 咕噜咕噜地滚到了我的脚边 他此刻 双眼反倒是睁开了 直勾勾地看着我 眼中全是怨毒和恐惧 不过还没维持两秒钟 他就开始腐蚀 剩下的 只有毫无生气的残尸 我闭了闭眼 呼吸和心神 我迅速收起了扎鬼刀 打算开始找书 伸手直接掀开了 柴少爷尸体旁侧的枕头 旗下静静地躺着一个黑色 得不包裹 方方正正 我抬手拿起 将其打开之后 阴生九术 古像 宅经 三本书赫然印入眼中 心神顿时定了不少 我将书全部贴身放好 冷不丁地 后方静又传来一个声音 不过这声音很茫然 我咋在这 头 四 我 我 回过头 那柴家的仆人 俨然是清醒了过来 他疑惑地看了看我 紧跟着他的视线 又停在了吕巧的尸体 和柴少爷的头颅上 他顿时恐惧地大吼一声 猛地撞到了后面的墙上 碰 等一下 这声音可不小 他整个人都软倒下去 一动不动了 我 本来我寻摸着 这人醒了 能帮个忙 将那撞汉和信号信号抬出去 我得彻底毁了 这凶乌煞才行 可没想到 他没被吓晕 反倒是自己把自己撞昏了 我摇了摇头 又呼了口啄气 快步走到那柴家仆人的根 前 手指探了探他的鼻息 确认没有问题之后 将他搀扶起来 拖拽着朝院外走去 很快 我将他送到了后院外 接着我又回去 将信号信号 以及那撞汉也弄了出来 信号信号还好 瘦瘦小小 没费多大劲 那撞汉 却费了我不少力气 我将他们都送出来之后 整个人却有些意识恍惚了 甚至这一查 我都不晓得是杀术的副作用 还是刚才那股湿气 伤到了我的身体 之前 后院里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 此刻雾气已经彻底消散了 天上的月亮 仿佛都清晰明亮了不少 不远处 传来了略有不安的喊话声 这声音不正是冯君的吗 我扭头看过去 已然能够看见冯君 已经等在狼道口的柴雨了 这会儿 我已经没多大力气了 意识越来越恍惚 猎气后退了两步 我退到了和老太的草屋那里 鞋靠着坐了下来 本来 想要喊冯君过来 嗓子却难受得不行 喊不出来声音 我只能抬手招了招 给了冯君一个信号 明显跟着我的时间长了 冯君的反应都快了更多 我手上还没落下来 他就匆匆朝着我这边跑过来 不过半分钟 冯君就跑到了草屋跟前 这回 他神色也透着极度的不安 罗先生 你这是 你脸上好多黑气 我心头咚咚狂跳 下意识地摸出来的手机 用前置相机 当成了镜子 果然脸上黑气萦绕 不过这并不是面向上的黑气 而像是刚才那些湿气并没有散开 覆盖在了我脸上似的 罗先生你都这样了 里头的东西到底多凶 解决了吗 冯君明显想来搀扶我 可又不敢贸然动我的模样 解决是解决了 不过还需要斩草除根 你们不要进去任何人 去让柴玉安排人手过来 将这宅子烧了 愿 外那三个人里 那体格最好的汉子断了腿 安排他去医院 其余两个人多晒晒太阳就能恢复 我硬着头皮 强撑着让自己保持清醒 开始跟冯君安排后续的事宜 冯君郑重地点头 表示都记得清楚 我最后嘱咐他 让他安排完这些之后 就送我去见陈瞎子 与爸我摆了白手 示意他去办事 冯君眼中明显担忧不减 不过还是按照我所说的话 转身去做 我摸出来了地支笔和燕台 沾了上头 剩下的狗血朱砂 在自己胸口的衣服上画了两道符 左边一道是鸭震神咒 右边则是震煞符 我怕这湿气 还有什么副作用 至少除了毒之外 有了这两道符 我就放心很多 做完这些之后 那股昏厥感 已经让我一时模糊了 我昏昏沉沉地要闭上眼睛 隐约间 却感觉似乎有个人出现在我身旁 扶住了我的肩头 我挣扎着想要看清楚身边是谁 可是却已经没了力气 整个人都昏昏沉沉地 一直在清醒和模糊之间 可就是怎么都睁不开眼睛 我还觉得很恶心 那股湿臭的味道 也一直在我鼻翼间缭绕 耳边恍恍惚惚 能听到声音 一会儿好像是杨青山在说 时间快到了 又说放心 没事 一会儿又成了冯君不安地 喊我的名字 让我醒醒 很快又是嘈杂的人声 有很多人在讲话 甚至还有沉瞎子 灰儿灰儿咳嗽的声音 我也不晓得 到底过了多久 鼻翼间闻到的湿臭 忽然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清香的味道 再过一会儿 则是刺鼻的烟草味 我一个机灵便清醒了过来 猛然睁开双眼 我发现自己竟然躺在了 医院的病信号信号 床旁边坐着沉瞎子 他身形鱼缕 嘴巴叼着一根卷叶子烟 巴达巴达地抽着 枯桑棒斜靠在他的腿旁 罗先生醒了 惊喜的声音从右侧传来 右边的床侧 坐着的正是冯君 他脸上惊喜不已 陈瞎子抬了抬头 灰白色的眼珠子 扫过我的脸 我这会儿 意识也彻底清醒过来 房间里除了我们三个 也就没别人了 并且我还注意到 床头柜上放着两只碗 一只碗里头是白色的米 另一只碗里头的米 已经变得漆黑 陈叔 我松了一大口气 和陈瞎子打了个招呼 熊巫沙 不好对付吧 陈瞎子止住了咳嗽 他双手夹着烟放下 灰白色的眼珠子 定定地看着我 是不太好对付 我免 抢笑了笑 说道 我中毒了吗 陈说 我也没有迟疑 直接就出声询问 是毒 也不只是毒 你把他逼到了什么程度 竟然对你用了这一招 说说 都发生了什么 陈瞎子脸上 多了两分询问之色 此前陈瞎子 一直少言寡语 这会儿他多了两句 反倒是让我也松口气 我迅速地将在院子里 发生的所有事情 无意遗漏地告诉了陈瞎子 我说完之后 陈瞎子眼睛微眯了起来 喃喃地说道 命煞之后 无鬼请魂 他果然太过逆子 凶污煞的凶 若是全部作用在他 或者吕巧的身上 你都得丢掉半条命 可他偏偏将那凶 都给了他那不争气的儿子 落得这个下场 他也是咎由自取 陈瞎子摇了摇头 他停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那股湿气 是鬼婆子的最后一口气 他不只是命煞 还是活湿 他将这最后一口活湿气喷给你 不仅让你中毒 还让你被迷魂 这时毒 也是变相的碎 你预判得很好 给自己画了两道符 不然可能他们都烧不了那宅子 我已经用糯米 给你拔了毒 没事了 说完 陈瞎子灰灰又咳嗽了起来 他起身处着枯桑棒 朝着病房外走去 我在脑中回味了好久 才消化了陈瞎子这段话 心有余悸之余 我还想起来 最后扶着我肩膀的那只手 杨青山 罗先生 你已经昏迷了一天了 你交代的事情 我已经全部安排好了 柴玉全部照做 后院已经彻底被烧得干干 静静 床侧的冯君毕恭毕竟地向我汇报道 嗯 我点点头 不过也略有心惊 我竟然昏迷了一整天 伸手摸了摸衣服 梳在身上 没被动过 我悬着那颗心落定下来 翻身下床 我稍微活动了一下筋骨 发现自己的确完全恢复了 罗先生 你不休息休闲 还要去哪 冯君语气中略有担忧 谢不了 我还要去一个地方看看 走 我沉声开口 可我话音落下的瞬间 病房门就被轻轻敲响 谁 开口的是冯君 我是周围明 听说罗先生在这个病房 略有熟悉的声音传进病房内 我愣了一下 不过瞬间就反应过来 应该是周围明调查完了老福的事情 所以来的医院 冯君询问地看向我 请进 我沉声开口 病房门被推开 周围明出现在门口 他诧异地看着我 疑惑道 罗先生 你醒了 外面的护士说你昏迷了很久 我以为 无碍 我摇摇头 示意自己没事 周围明点点头 继续道 老福已经交代了 那趟让专业部门化验过 我们这一趟过来 是和何彩说明一下情况 也录一些笔录 听了罗先生你在这里 就想顺便让你一起听一下事情的期末 然后还得麻烦罗先生 你一件事 我皱眉道 什么事 我最近没有时 这事情和进口村有关 我找冯家通过口风 晓得一点 你最近在忙活的事情 和进口村一个风水先生有关 周围明低声说道 我神色一宁 目光死死地盯着周围明 周围明继续低声道 罗先生一身正气 上头很重视你 有些不好解释的事情 需要不好解释的方法来解决 上头觉得 你应该会同意配合我们 毕竟我们跟你也合作过多次了 也给你提供了不少帮助 说来听听 我沉声答道 见我话口松动了 周围明明显也松了口气 说他还得等一点资料 才能和我说得更详细 如果我不介意的话 先一起去和彩的病房 我点点头 表示同意他的提议 当我和周围明 冯军三人来到和彩的病房时 陈瞎子正坐在和彩病床 左侧的椅子上 手里夹着卷叶子烟 却没有点燃 和彩斜靠在床头 面容依旧憔悴 神色中透着疲惫和疑惑 右边椅子上坐着一位民警 正在拿着本子 刷刷地坐着记录 直言片语中 我大致了解到民警在问他 什么时候认识的老福 出于什么心态收留的他 以及一些细致莫威的小事 见我们三人进来 和彩立刻将目光看向我 眼中透露着不安和焦虑 我微微点头 用眼神示意他 放心 周围明在我耳侧低声告诉我 刚才我没到场 所以还没跟何彩讲太多 只是在问话 让他先有个心理准备 大约又过了几分钟 坐笔录的民警收起了纸笔 扭头对周围明点点头 周围明走上前两步 友好的和何彩自我介绍了一下 然后才开口说 关于他们调查到的 老福的事情 何彩抿着嘴 没有插话 不过能看得出来 他应该猜到了一些 脸上的神情显得很难过 通过周围明一番讲述 我总算明白了事情的始末 自当年何彩收留老福之后 老福对于他就不只是有感恩之情 还有倾慕之心 那时候 他知晓了刘文三和何彩之间的事情 他觉得刘文三不但不够男人 而且不配拥有何彩这样的妻子 当年两人分开之后 何彩一直守在阳江边上 而刘文三却自暴自弃 终日买醉 甚至还拈花惹草 老福很想对何彩表露心计 但却觉得自己做过太多不光彩的事情 根本配不上他 所以就那么偷偷地看着何彩 努力打理好手头上的事情 日子这么一天天地过 他觉得什么都挺好的 只要他能一直看着何彩 他就满意 何彩人很好 给他张罗介绍对象 催促他办婚事 苦口婆心地劝他得成家 不然老了无后 也是不孝 他不想让何彩对他不满 对何彩的话 基本上都是言听计从 一直到何彩和刘文三重新在一起了 何彩几乎不再回何仙排档 甚至之后直接搬回刘文三家里 他就觉得这世界都灰暗了 他想不到什么好的办法 让何彩从此摆脱刘文三 所以一直备受煎熬 直到前一段日子 何彩回到何仙排档 要将何仙排档 全权交给他打理之后 他就晓得他必须做点什么了 他想到了何彩和刘文 三最初遇到的那件事 是因为苦被压在洋江江低之下 当年何彩一直觉得 是因为他和刘文三的命不合 现在何彩显怀 明显是又有了孩子 他就开始计划 这孩子不能生 刘文三哪有资格让何彩再生一个孩子 只要这孩子流产 他觉得何彩必定会崩溃 再和刘文三分开 他认定了 何彩和刘文三在一起 必定是肠痛 肠痛不如短痛 他开始熬汤配药 找机会给何彩送 他一直等到刘文三跟我们出门之后 才去找何彩 他所配的药汤里 放了活血化淤的藏红花和摄香 这是孕妇最忌讳的中药 直到何彩因为保胎住院 他才觉得心中舒畅 因为他认为何彩就快解脱了 周维明说到这里的时候 停顿了一下 才摇了摇头道 老夫的态度很怪 他一本正经地说这些话 在心理上 他的确认为这些是对的 觉得你罗氏六是个十恶不赦的人 是在害何彩 他觉得所有人都有问题 我眉头一直皱着 老夫这种偏执古怪的性格 虽然并不多见 但生活中的确能碰到这种人 我担心的是何彩的状态 他这会儿脸色很苍白 手紧紧地攥着床单 紧拧着双唇 明显听了这些 他心里很难受 周维明看了我一眼 继续说道 不过这事儿 或吸服所以 老夫他运气不好 按照他交代的药量 检验部门说 应该早就能把孩子打掉才对 根本不会给何彩保胎的机会 何彩抬起头 他的脸色更加苍白 双手下意识地捂住了腹部 我也疑惑地 看向周维明 周维明摇了摇头道 我们去搜到了老夫放药的地方 化验了那些草药 他花了大价钱买来的药 大部分都是假药 其中只是掺杂了一点点真药 所以他运气不好 反倒是何彩运气不错 周维明最后一番话说完之后 何彩的双手 颤微微地垂了下来 身体微微颤抖着 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 最后 周维明例行公事地 叮嘱了何彩 好好保重身体 关于老夫自然有法律来惩处 接着周维明看了一眼手机 神色凝重地告诉我 他收到资料了 问我是现在和我出去 找个安静的地方聊 还是我有其他的 什么安排晚些在沟通 我请周维明先去我的病房稍后 我等一下就到 周维明带着另一个民警离开之后 我努力安慰了一会儿何彩 何彩明显一直在压抑情绪 可依旧有抑制不住的难受 陈瞎子忽然说了句 你们少了个儿子 这第二个娃子 命令 你莫要觉得会出事 这也怪不得你 只能怪刘文三 回头你抽他一巴掌 卸一下委屈 要不是他之前胡来 老夫就算心理变态 也不至于做这么极端的事情 我心里其实也很尴尬 因为有些事刘文三的确做过 不过他也的确后悔过 关于这些我不太好开口 陈瞎子那句话说完之后 何彩的 情绪明显好了不少 他让我不要在这里耗费时间 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 赶紧去忙正事 我稍微放心了一些 离开何彩的病房 快步走回自己的病房 这期间 冯君一直跟在我身侧 窗户的位置 周围明正在低头看手机 听到我进门 他抬起头 尊敬地喊了声罗先生 我摇摇头 示意他不用那么客气 可以直接说 进口村 以及那个风水先生的事情了 进口村就那一个风水先生张儿 我这会儿 心中也有警惕 张儿做了什么事情 被内阳市的警方查到了马脚 大概三天前 进口村那边 有人报案人口失踪 本来这是小事的 每天都有人失踪 周围明深吸了一口气说道 我微眯着眼睛 没有开口去打断周围明的话 他继续说道 不过冯家在很早之前就找过我们 希望我们注意一个人 就是进口村的风水先生 张儿 上头安排了几个便衣 隔三差五会去一趟进口村 不过张儿神出鬼没的 一直没见到过人 一直到三天前接到报案的时候 刚好便衣也去了进口村 本来上头是要问问他们 有没有什么情况 结果人也联系不上了 这事就小不了 我的瞳孔紧缩了起来 张儿不只是会偷售 还有很多斜碎手法 包括我晓得的人点竹 以及指扎树 都得要人命人皮 只不过兔子不吃窝边草 张儿动了进口村的 人 那应该是进口村那个人 在命树上 或者其他原因之上 值得他去动 可他还动了便衣 难道是因为他被便衣发现了什么 所以才要杀人灭口 正当我思索的时候 周维明又继续说道 今天早上的时候 那几个便衣回来了 我给你看看照片 周维明的话 让我更是心头一紧 他已然走到了我身旁 将手机递给了我 三个普通便衣 都是约莫年纪在三四十岁上下的男人 坐在一排椅子上 单从照片里就能看出来 他们直视着前方 眼神之中却透着空洞 像是没有神志一样 罗先生 你看得出来问题吧 周维明明显是在努力保持平静 他们应该全都没了神志 我索性直接开口询问 心头沉重 对 就像是吃傻了一样 说什么都没反应 做什么也没反应 送了相关医院 做了全面检查 说是精神方面出了问题 不过真要给个书面的鉴定报告 医院给不出来 周维明停顿了一下 声音沙哑地继续道 人口失踪 便衣出事 这两件事看上去没联系 但是冯家 让我们注意过风水先生的问题 没有联系 没有线索 就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上头直接让我来找你 希望你能够协助我们解决 还有 上头想让你先去看看人 希望不要有人出事 我却猛然间想到了 之前瞿姑婆对付我的手段 要真是那样 这事就麻烦了 我可以去看 不过我未必有办法 带陈叔过去 他若是有办法 那就还有得救 如果他也没有办法 希望就渺茫了 我如实地告诉周维明 周维明明显面色一僵 我心里的警惕也更多 至少现在能确定 张尔在那样事 并且 他不是什么都没办 而是已经在做某些事情了 我一边示意周维明 一起往外走 一边问他 关于人口失踪的情况 有些什么线索 我得到的答复 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失踪的人 是个普通村民 若非是进口村的事 再加上进口村的便衣出问题 他们也不会立即找到我 此刻老夫已经被拘留 河嵩的身体和安全 暂时都没什么大碍 我便先回到河嵩的病房 将陈瞎子叫了出来 简单跟他说明了情况之后 陈瞎子答应和我一起 跟着周维明他们 去看看情况 临走前 我让冯君先留下来 照顾河嵩 等我们到了那三个 便衣所在的医院 见到人的时候 我才隐隐觉得心惊 病房里 这三个人分别躺在 病星号星号 他们也没睡觉 就那么睁着眼睛 看着天花板 一点神志和反应都没有 基本上连眼睛都没怎么眨 我给陈瞎子 详细描述了 这三个人的情况后 他从兜里摸出来了几根香 让我点燃烧完 将香灰覆盖在 这几人的头顶 我照做 等香灰覆盖到他们脑袋上的时候 竟然有几个位置 变成了暗红色 而且还很湿润 我如实将看到的情况 告诉陈瞎子 此时我心里 也已经有了判断 因为那三人的头顶 都出现了五个湿润的暗红色印记 就像是五个手指头压过一样 还有救吗 我不自然地询问陈瞎子 陈瞎子沉思片刻 说道 按道理来说 他们应该会被杀才对 放回来 是因为他不想动到杨叉的命 可他用了拔魂 已经算是杀人了 他们都已经是行尸走弱 摇了摇头 陈瞎子继续道 能救的概率性很低 不晓得张尔在哪 不晓得他将拔出来的生魂做了什么 不过那些生魂 应该还没被毁掉 因为如果被毁 这三人连行尸走弱都做不了 解释完 陈瞎子合上了眼皮 低声道 果然 杨兴应该将神婆那些路数 都交给张尔了 只不过我不晓得 张尔这样做有什么用 他要灭口的话 方式有很多 抽生魂太毒 当时那偷售老头 让七家老头在你们村里做的 就是类似的事情 将那些生魂 聚拢在了血衣之上 我也陡然间变了脸色 血液 他的血衣 在圆化绍府底之中破了一块 说到这里 我不禁心头一寒 难道说 张尔拔魂 是要修复那件血衣 如果真如此 他得害多少人 十有七八 是这个可能了 陈瞎子语气冷了不少 迪在岸 十六你要小心 他又叮嘱了我一句 我正凝神思寸 陈瞎子又开口 再一次告诉我 这三个人他就不了 除非我将 带着他们魂的东西拿回来 若是能肯定是血衣 就得拿回来写 一 他才能帮忙 他打算 现在先去老街 他怕他师傅一个人出问题 他要和他一起守着作证 我点点头 同时告诉陈瞎子 我明白了 接着我看向了邹维明 在我跟陈瞎子沟通的过程中 邹维明的神情 一直很凝重 现在更是脸色铁青 他的手 一直放在腰间 那个黑色的手柄上 明显是要抑制不住 内心的愤怒 张尔不好找 他已经做了不少事情了 很多不好形容 不过他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人绝对不只是会失踪一个 这件事情 我会尽全力帮忙 我也在找他 我需要 我尽可能 把话说得简明恶药 可还没等我说完 邹维明却直接打断了我的话 罗先生我听得明白 我去找上头签字下令 只要他在内阳出现过 肯定能找到蛛丝马迹 这事麻烦罗先生了 看到张尔又做出了 这么阴毒的事 我心情沉重 但现在有阳差介入 倒是也让我们 多了不小的助力 来对付张尔 之前李德贤的事情 也全靠了他们 通过监控日以继夜的排查 才找到李德贤 和顾若林大哥的线索 我点了点头 表示他们有任何线索 就直接联系我 并且我拜托他 帮我送尘虾子去老街 邹维明本来想 我和他们一起行动 再去见见他们的领导 我婉言拒绝 并告诉他 我还有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要办 这件事也耽误不得 而且我办了这事之后 还得需要他抽掉 一些人手给我 监视一个地方 不能让任何一个人进去 邹维明疑惑地看了我一眼 不过他并没有多问 干脆利落地说了个 行 字 离开医院时 我先上了邹维明的车 请他先把我放在 原始阴阳宅的老城去 临下车的时候 我让邹维明 把这个地址记下来 等我需要人手的时候 就会请他 将人派遣到这里来 陈瞎子只是简单地说了 小心两个字 我笑了笑 告诉他不会有问题 何止肯定不会伤我 而且 我有那么多护身的东西 若是这时候能遇到张儿 我反倒是高兴 他没做完准备 就跟我正面交锋 我有信心 让他束手就擒 陈瞎子不再言语 邹维明 则是做了他打电话的手势 告诉我要是遇到麻烦 直接联系他 他们会全力配合 并保护我 我点头表示感激 目送着他们的车离开之后 我才转身 朝着街道深处走去 以前来这里的时候 街道口 还有个老年活动中心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次老年活动中心的大门里 却空空框框的没有一个人 更怪异的是 里面的桌椅 竟然也不见了 这活动中心 搬迁了 此时已近傍晚 天边只剩下斜阳余晖 夜幕将至 我加快脚下步伐 很快就来到街道最深处的原始阴阳宅外 紧闭的大门 透着厚重的压抑感 我踏步往前 伸手去推门 随着沉重院门 被推开一条小小的缝隙 我一个侧身 直接顺着这条缝隙钻了进去 灰暗的光线下 本就低矮的天花板 更令人压抑窒息 我一些还记得 数月前 柳宇宙和那偷兽老头 在这里搏斗 柳宇宙被重伤时的场景 我继续往前走 当视线看向前方的时候 不由得心头一惊 原本这院子是很空旷的 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 可现在却并不是这样 此时 这院里至少摆放了 四五十张老式的 竹桌子竹凳子 桌子上摆着茶壶杯盏 甚至还有长排扑克一类的误事 这是什么情况 这原始阴阳宅 出了什么事 何知对这里做了什么 杨沙女刚 轻施阴阳先生 要是何知出什么麻烦 那恐怕才是控制不了的东西 我目光扫过院内 首先是看向堂屋的方向 那里是通往地下阴宅的位置 令我心头悬起的是 堂屋里的太师椅 竟被摆到外延了不少 此时 夕阳最后的余晖 已经被夜幕吞噬 天彻底的黑了 我快不向堂屋走去 可当我刚刚 走到大院中央的位置时 后方突然传来了荡 的一声闷响 我猛地寻声回头 视线刚好看向了 大门上方的戏台 戏台后面的木墙 依旧是破破烂烂 不过在那破烂木墙的前头 多了一口钟 那声响 就来自于那口钟 我呼吸猛地一致 那是一口黑漆漆的铁钟 钟前吊着一个木锤 竟有一个白漆漆的纸扎人 在木锤之前 那纸扎人忽然又动了一下 当了一声 木锤又重重地撞击在铁钟之上 起初 我以为是何志弄来了这么多桌椅 可现在看到那指人我就晓得 不是何志了 至少说 不单单是何志 张尔来过了 不但来过了 必定还做了些什么 若非如此 他不可能在这原始阴阳宅 布置这些东西 就是不晓得 张尔做到哪一步了 他有没有找到办法 对付 甚至是控制央杀女刚 思绪间 我的目光紧盯着戏台之上 一只手下意识地 按住了腰间的炸鬼刀 心头已然一满杀鸡 指扎不会 凭空动作 我刚才并未触碰到什么机关 必定是有人 在操控着指扎 张尔在这脸 钟 接连 响了三声 沉闷的钟声 在整个院子里 回星号星号不绝 下一刻 杂乱的开门声 脚步声同时响起 我定住心神 激紧地左右四看 此时阴阳宅两侧屋子的门 都被零零散散地打开了 从门内走出来的 竟是一群年纪不小的老人 令我心头略过寒意的是 这些老人都垂着头 像是没神志一般 机械地朝着院内走来 这些老人都不约而同地 走向了桌椅 机械地坐下 并抬起头来 看向戏台 夜色阴沉 月光清冷 忽然 戏台上那撞击中锤的纸扎人 速 得一下 被抽到了屋顶的房梁之上 我紧紧握住手中的刀柄 提防那纸扎人的同时 我的目光 也飞速扫过院子里所有的老人 警惕他们有任何动作 操控纸扎人的 必定会在纸扎附近 联想到当日的偷售老头 我觉得张儿 很有可能在这戏台之上 我并没有立刻出手 因为我想看看 他到底在搞什么鬼 还会有什么玄机 我是忽然来的这原始阴阳宅 没有提前准备 也没有任何预兆 此刻这里发生事情 应该不是张儿准备来对付我的 现在我没出手 他也没出手 看似一切正常 也就说明了一点 张儿想要我看 我精神高度集中 脑中飞速地思索判断着 也就在这时 忽然又是速速地声响 房梁之上 有纸扎纷纷坠落而下 这纸扎的数量不少 不过要比正常纸扎小一些 都是一些趴在地上的人 紧跟着 又是一块略大的纸扎落下 这是一条船 并且在这纸扎船之上 还有另一个纸扎人 这纸扎人身上套着青麻小挂 尖头缠着麻绳 这竟然是个捞尸人 奸细的唱腔 忽而悠悠从看台上响起 河中胎 阴生子 天生阴 阳命 捞尸人 皆阴生 始于下九流 下一刻 纸扎人动了 船上的纸扎人挥动着双臂 而趴在地面上的那些纸扎人 则是在颤抖挣扎 这一幕很抽象 不过能看得出来 这要体现的是捞尸人在捞尸 当初那偷兽老头摆戏台 纸扎人唱的戏曲 是关于偷兽的事 这曲子里头 唱着的却是捞尸人接音声 而且前头那一句 还是说天生阴阳命 他说的阴阳命 指的是李阴阳 我心惊之余 瞳孔更是紧缩起来 张尔难道是用纸扎人唱戏曲 想要演绎李阴阳这辈子 不过他又怎么可能知晓 李阴阳的一生是怎样的 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忽然心头更是一宁 扭过头 我看向了唐屋位置 那两张太适宜 我突然知道 张尔为什么能让这么多老人留下 并且还能搭戏台子 了 他必定是没有控制和志的 也没有引动李阴阳的尸体 这戏台 就是他的办法 人死有执念 李阴阳的执念是一家人 大仇得报 他只有恶念 可恶念的根本还是家人 此外便是和志 虽说成了央杀女刚 但是和志的执念 必定也是李阴阳 他护着原始 阴阳宅不假 可他不会拒绝张尔的这个行为 就是将他们的一生重演 只不过 不拒绝归不拒绝 这也不代表张尔 能对他们做什么 此时的太师矣 还是空空心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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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我还能活着站在这里 也是证明了这一点 因为张尔若是真的引动李阴阳尸体 又控制了和志的话 我现在早就死了 速速声再次传来 我再一次回过头 我晓得张尔是凭借指扎唱戏的目的 寻觅机会 我虽然迫切想知道 关于李阴阳的生平 可我更晓得 现在要打断张尔才行 我猛然间抬手 要拔出腰间的扎鬼刀 可偏偏就在这时 在我身侧坐着的老人中 忽然有两人同时伸出手 一人按住了我左手 一人按住了我右手 他们的动作实在是太快 加上我刚才的注意力 全部都在戏台上 竟是没反应过来 我没能拔出扎鬼刀 冷不丁的 其中一个老人口中 冒出来的似是女人的声音 听屑 我额头上 顿时冒出大颗大颗的冷汗 另一个老人 也是神色冷漠地盯着我 他倒是没开口 也没有别的动作 更为主要的是 他们的手 也没碰到扎鬼刀 他们必定是撞碎了 就是不晓得 是张尔所为 还是这声音 源自于另外一个人 我想动 可是双手被压住 压根没法动 并且此刻至少有超过一半的老人 他们几乎同时 抬起头来 目光阴侧侧地看着我 阴翼 杀鸡 凶煞 院子里的温度 骤然间降至冰点 我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 从心底升起的恐惧感 这恐惧感 令我几乎忘记了呼吸 好好听戏 那老人又冷不丁地说了一句 他的目光看向了戏台 其余人的目光也看了回去 我不敢移动了 这绝不是张尔的本事能办到的 同样 我的目光也到了戏台上 这会儿那些纸扎又动了 所有趴在地上的纸扎 全部都到了捞尸船上 下一瞬 速速的声响之中 所有的纸扎又被拽上了房梁 在下一刻 又是一排纸扎落下 悦莫十余个纸扎人 都是手捧一个小小纸扎抢宝 分明是刚分娩的妇女 并且全部跪在地上 自他们中间的 则是一个穿着青麻小褂 缠着麻绳 不过腰间却跨着一个大木箱的纸扎人 悠悠的唱腔再一次传来 接音婆 命早妖 先生敏怀 传音术 接音声 这声音太过奸细 而这一幕 我却看不明白了 先生敏怀 传音术 接音声 我倒是能听明白 可这接音婆命早妖 是什么意思 听这戏曲的意思 就像是接音婆早死 这音术 是因为李阴阳而传递下去的 我眉头紧皱 注意力也完全凝聚在戏曲上了 那些孕妇纸扎人冲着最中间背着木箱的纸扎人跪下 然后他们再一次被收起 紧跟着再一次出现的纸扎人 已然变了模样 她不再是穿着捞试人的服饰 而是身着糖妆 木箱被她背在身后 而她身边 则是多了个只及她腋下高度的女纸扎人 那女人是何志 只不过何志这身高 我刚想到这里 唱枪呼儿七晚了不少 何事鬼婆有女 却随先生离家 明 月可见其心 在下一瞬 那矮小的纸扎女人忽然拔高了许多 几乎到了李阴阳耳机的高度 我忽然明白过来 刚才那纸扎矮小的原因 是何志跟着李阴阳的时候 应该年纪不大 之后才长高至相仿 不过纸扎却忽然不动了 那唱枪也戛然而止 院子里 忽而变得格外安静 这安静持续了很久 压着我的手忽然松开 那些老人又保持垂着头的动作 他们僵硬地站起身体 机械木然地朝着刚才他们来时的 那些屋子走去 戏台之上又多了一个纸扎 那纸扎瘦小得多 刚好落在了那代表李阴阳的 唐装纸扎人身前 这纸扎人 直接跪在了唐装纸扎人身前 模样格外虔诚 也就在这时 已经走散到边缘的那些老人 其中忽而有一个停了下来 他骤然回头 冷冰冰的话语 呵斥而出 滚 这声音尖锐 充斥着强烈的杀机 天上的月亮都仿佛染了血 同样我也听得明白 这不正是之前让我听戏的那声音吗 顿时 我也彻底反应过来 张尔的这个目的 还是在拜师 他用纸扎演绎了一段 李阴阳的生平片段 又抓住了很关键的一点 就是 何志和李阴阳在一起的时候 接着他中段戏曲 想要拜师 同样他是利用纸扎来完成 只不过 他明显没达成自己的目的 我抑制着自己的心跳 微眯着眼睛 没有多管其他 直接一把抽出来了炸鬼刀 我快不朝这戏台之上走去 刚才是何志不让我打断 是他想看下去 甚至我觉得 这一场戏唱了 肯定不只是一次 张尔多半想要水滴石川 慢慢磨 然后达成目的 何志明显让其他老人走了 很直观地表示了 不掺和 我岂能再给他这个机 会 很快 我就来到了戏台之下 旁侧有个台阶 我就从那里快步走了上去 当我刚上戏台的时候 又是速速两声 代表李阴阳 张尔 以及何志的纸扎 都被拽回了房梁之上 我警惕地 提防着其他纸扎出现 微眯着眼睛 扫视戏台一圈后 沉声喝道 戏 唱完了 张叔 你拜师又失败了 何必还要藏头录尾 我来了 难道你不高兴吗 此刻我想的 就是要和张尔正面应拼 既然我今天来了 巧合地看见 他用纸扎唱戏 那这也是一个机会 只不过 回应我的 只有寂静 别说是张尔出现 就连一个纸扎都没掉下来 可我却丝毫不敢放松警惕 张叔 地支笔不想要了吗 金算盘 你也不想拿 我可以告诉你 我身上不但有 你想要的地上堪余 还有更多你想要的东西 这可能是你唯一一个机会 现在我就一个人来 下一次 我就落不了单了 声音自戏台之上传递下去 在大院之内 形成连绵不断的回音 可张尔 还是没有出现 突然 在那忠厚的木墙破洞之中 传来了速速的声音 好似是人的脚步声 我心神一阵 目光死死地盯视着那里 可是却并没有人出来 那声音也渐渐消失了 跑了 我想到这里 便急不往前走去 偏偏就在这时 一个影子 忽然一下子 窜出了木墙破洞 这是个我从未见过的陌生的人 不过他的身上 却穿着一件满是血色长印的泛黄白衣 很明显 这血衣之上有不少破损的迹象 同样也有打了补丁 他空洞的眼睛 直勾勾地盯着我 眼中透着一股浓烈的恨 还有一种感觉 这感觉 怎么像是很熟悉 我认识他 那熟悉的感觉虽然强烈 但我却能肯定 此人绝对不是张儿 也不是我认识的其他人 他约摸四十岁左右 一张国字脸 肌肉精壮 下一刻 他忽然抬手 朝着我的头顶狠狠一劈 在他手中握着的 竟是一把莫得正亮的尖刀 这刀上还有血槽 赫然是一把杀猪刀 我心中虽然惊愕 但动作毫不迟疑 手中扎鬼刀猛然举起 迎向劈来的杀猪刀 吭枪 一声脆响 炸鬼刀和杀猪刀 碰撞在一起 这男人力气大的惊人 但同志的炸鬼刀 远比杀猪刀厚重 我又是用上了 当头一棒的力道 他根本承受不住我这一刀 胳膊都被记得扬起 趁他裂切的瞬间 我的另一只手 快速从兜中摸出一把猪杀 因为此时我已经明白过来 那熟悉的感觉 来自他身上的血衣 从他呆滞的眼神中 我就判断出他病 定是撞碎了 那血衣是张尔收集了 小柳村村民的魂魄 做成的血衣上的血掌印 都是来自小柳村的村民 而那些村民 大半都是憎恨我的人 张尔利用血衣撞碎于人 这就是一个隐藏的后手 这人无论做什么也好 只要他遇到我 那就会变得急凶 思绪只是在电光火石之间 我手中的朱砂 已然拍向那男人 却不想那男人突然飞速后退 眨眼间就退入了 木墙的破洞之中 我这一巴掌 竟是拍了个空 我快不追上前 速的一声 一个纸扎人 飞速落至我身前 这纸扎人苍白的面庞上 勾勒着黑色的眉眼 异样的阴森诡异 只见他双臂抬起 胸利地朝着我胸口扎来 我猛然驻足 狠狠一刀劈下 哗啦一声 纸扎人的胳膊 抛飞而起 自他胳膊之中 光荡 光荡 掉落出来的是两柄 细长的匕首 我眉头紧皱 惊意不定地扫是四周 正幕后 还有人在操控纸扎 我本以为张尔不在这里 只是这个被他用 血液撞碎的人在 看来 他还是隐匿在后头 脑中飞速思考的同时 我手中的动作更快 挥刀在斩 这纸扎上面的钢丝 直接被我切断 我正欲钻入洞中追赶 突然间 在我身侧 有二三十个纸扎 同时从房梁之上落下 这些纸扎 不光是之前的那些孕妇 还有溺死的纸扎人 他们 直接将我包围 并且猛然朝着我逼近 我立刻一声 扎鬼刀一个横劈 身体顺势 飞速地转了一圈 这一刀之下 哗啦的声响接连不断 围着我的一圈 纸扎人都被拦腰斩断 可这些只剩下半截的纸扎人 连带着残余的钢丝 再一次混乱地 朝着我缠绕而来 我只能够用扎鬼刀 去全力阻挡 因为即便我用 力去斩 这些带着弹性的钢丝 也很难被斩断 反倒是白费力气 被拖延了片刻的时间之后 钢丝有一部分 在缠绕我的时候被割断 另一部分 则是卷在了扎鬼刀上 我最后用力一划 才将它们全部斩断 也就在这时 忽然又有两个纸扎人坠落而下 我身体僵住了 因为落在我面前的 赫然是影射里阴阳 和合制的纸扎人 只是短暂地迟疑了瞬间 下一刻 我劈刀一斩 这两句纸扎 也直接从中斩断 没有了别的阻拦 我跨步 直接进了木墙的破洞 这后方的光线 灰暗中透着隐约的忧虑 它是一条斜着的廊道 我晓得 这里通往的房间是哪 我更晓得 控制纸扎的人 绝对不会太远 刚迈不进去 我就听到了急促的脚步声 分明是在狂奔 我脚下的速度更快 顺着那声音追去 我右手将扎鬼刀横至胸前 左手紧握地支笔 地支笔可破撞碎 也可以画幅阵湿 这空间狭小 等和张儿碰到 他不可能和我泄斗 不知道还有什么鬼鬼祟祟的手段 我得万分小心 他们逃窜的速度很快 约莫三四分钟之后 我从狼道追到了二楼的房间 这二楼中 并没有刚才那些听戏的老人 非常空旷 并且每个屋子都是通着的 不多时 前面的脚步声停止了下来 在我视线前方 楼道中最后一道房间的门 是破损的 其中露出的一些布置 让我瞬间就辨认出来 这是当初那偷受老头殒命的地方 我就是在这里和张儿 做掉了那偷受老头 毛颜阳也是在这里受伤 长青道观还死了人 我此刻更为谨慎 踏步冲入房门之后 手中的刀随时准备批出 我一眼就看到了 旁侧的窗户前 站着两个人 其中一人 赫然是刚才那个 穿着血衣的中年男人 另一人提着光头 穿着一身漆黑的恋服 他心好心好着的胳膊 争鸣无比 其上没有皮 只有黑漆漆的姜疤 其上还有很多怪异的符文 单看一眼 就让人心头生寒 有种强烈的厌恶感 那中年男人 面上的表情很是怪异 不断波动变化 时而憎恨 时而凶利 这应该是血液的原因 他撞碎必定不只是一次 而是随时 那光头的男人 他看我的眼神非常冷漠 那古冷之中 包含了无尽的杀鸡 我瞳孔紧缩 眼皮也抑制不住地狂跳 杨兴 我冷声喝道 我没想到会在这里 以这样的方式见到杨兴 更没想到 他的气场竟然会变得这般阴异 至于他胳膊上的符文 我认得出来 那是温神咒 只不过杨兴未死 温神咒还没生效罢了 唱戏的是你 我再度发生质问 杨兴的眼神 依旧冰冷而又淡漠 他抬 其那只满是姜巴的手 因为其上没有皮的原因 动一动 就裂开了好几道 向外渗透出烟红的血液 令人恶心的人 总会在任何角落里出现 我平时很想见到你 见到你就可以杀了你 不过今天我不想见你 你却偏偏来了 杨兴的语气中 透着无比的厌恶 忽然间 他那只手狠狠地按在了 旁边那男人的头顶 他这动作太快 太凶 我根本还没来得及反应 下一瞬 他的五指便是血迹斑斑 紧跟着他的手 狠狠往外一抓 那男人原本空洞的双眼 顿时变成了死灰一般 前一刻 我还能感觉到 他是被撞碎了 可这感觉却变了 毫无生机的死迹 从他身上蔓延 他 已经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我死死地握紧了拳头 从牙关里挤出 把魂 两个字 这里有很多人都想你死 杨兴声音更为冷漠 他从腰间往外一抽 赫然抽出一根细长的棍子 这是 一根黑漆漆的木棍 其上并不是白绫 而是黑红色的布条 果然 杨兴从杨下园的收藏之中 得到了神婆的手段 我甚至想到 那几个民警的拔魂 是杨兴所为 现在能够肯定 他和张尔在合作 而且是密切的合作 连这场戏 都可能是杨兴 在张尔的授意下唱出来的 下一刻 那被拔了魂的男人眼中 再度蹦射出恐怖的凶光 两行血泪流淌下 罗十六 去死 尖锐愿毒的声音 从他口中迸发而出 他猛然朝着我冲来 这一次比刚才更凶 甚至于他的动作 竟像是个疯女人一般 只是还没等他靠近我 他脚下的步伐 又陡然变得颤巍巍起来 像是个步履蹒跚的老头 不变的 却是那凛然杀鸡 那男人依旧挥着杀猪刀 朝着我斩来 我再度挥出炸鬼刀 两把刀碰撞在一起的瞬间 铿锵一声脆响 火花四射 可这一次 那男人并没后退 他的力气比之前更大 直接撑着炸鬼刀 朝着我肩头压来 与此同时 他猛然抬腿 狠狠踹向我的腰间 我并未躲闪 而是将左手中的地支笔 狠狠点向了他的眉心处 触碰之下 一道震煞符 已然在瞬间完成 撕了 一声 他眉心的位置 历时焦黑一片 滋生起一团白气 他的身体 也陡然僵硬下来 一动不动 整个房间瞬间安静了下来 我的耳边只剩下自己 咚咚咚 的心跳声 短暂的停顿之后 我再度将目光落到阳心身上 神色肃然地说道 你不应该胡乱用如此狠辣的手段 害人性命 你是青山前辈的儿子 我不会把你逼到绝路 我劝你悬崖了马 不要再和张二同流合污 你还有 阳心厌恶地看着我 平静说道 罗十六 你还是这么喋喋不休 你试个废物的时候 嘴上就没停过 现在有点本事了 就更像是只苍蝇了 你以为谁都想听你说教 你太天真了吧 你不是我的对 我话音未落 忽然我身前 那男人又动了 他猛然间挥动双手 竟然一把就掐住了我的脖子 他没心处的震煞符 消失了 强烈的窒息感 骤然传来 我反手将地支笔 处在了他的头顶 再一次勾勒出符文 这一次我勾出的是压阵神咒 他掐着我脖子的那股力气 瞬间消失不见 他眼中的胸利也同时消散 一双眼睛再度变得如同死灰一般 我正要挣脱他的手掌 可以就只是那么一瞬间 他双眼之中的死计再度消失 又一次迸发出怨毒的森然杀计 他手中的力气 瞬间变得巨大无比 我脖子都险些被掐断 惊惧之下 我更是恶然 震煞符和压阵神咒起了作用 为什么又失效 罗十六 你太天真了 不是你的对手 阳心淡漠的声音再次传来 张书算无一策 在他眼中 你只不过是个固执愚钝 乳秀未干的废物而已 阳心的目光中满是冰冷 他摇了摇头 继续讽刺地说道 或许都不用我出手 就是张书这一算 就足够让你送命 心中的惊恶并没有让我乱了阵脚 只不过阳心那一口一个张书 让我怎么听 怎么觉得恶心 再度举起手中的地支笔 我速度更快地 在那男人头顶 勾画了一道压阵神咒 那男人又是骤然变得死寂 眼中的神采再度消失不见 这一次我没有停顿 猛地抬腿 骤然在他胸口之上一踹 他整个身体猛然倒飞而出 可还没等他倒地 他的眼神再一次变得凶利无比 我瞳孔紧缩 陡然就发现了一个细节 他身上的血衣 有两个位置的血手印 从黑红色变成了彻底的漆黑 这一瞬间我才明白过来 不是压阵神咒和震煞浮失效了 他们都有效 只不过这血衣之中的魂太多 我镇住他们两次 也只能灭两个魂而已 若是我发现不了这个细节 再多用几次压阵神咒和震煞浮都没用 即便是没有被这男人杀了 也必定会生出挫败感 想清楚了这些 我心神 定了两分 快速分析寻找对策 阳心依旧默然地看着我 似是在看戏一般 下一刻 那男人继续朝着我扑来 我眉眉着眼睛 飞速收起地支笔 双手握紧刀柄 双腿前驱 身体猛然迎着那男人冲去 炸鬼刀 狠狠地扎进了那男人的腹部 他再一次待立在原地 口中却发出了凄厉的惨叫 这惨叫声接连不断 每一次都是不同的声音 阳心瞳孔紧缩了一下 他死死地盯着我 眼中的阴狠更多 我深吸了一口气 微眯着眼睛与他对视 陈生说道 这就是算无一策吗 阳心 张儿只是一个风水先生 他算不过阴阳先生的 我只是说了这么一句话 就没有继续再往下说 单纯的言语 已经不可能让阳心回头了 我不可能杀阳心 即便是阳青山不管他 他也是阳青山的儿子 所以我只能先制住他 不让他和张儿同流合污 猛然间一个抬腿 我一脚踹中那男人的尖头 他朝着旁边滚去 不过这一次 他就没能起身了 原因很简单 我画的鸭震神咒 震煞 符都是一次性的符 而刻在炸鬼刀上的鸭震神咒 除非直接腐蚀了整把刀 否则符文都不可能失效 我用鸭震神咒破开一次撞碎 符消散一次 现在我直接把符扎进去他身体 就一直有效 那雪衣还怎么撞碎他 阳心此刻的神色 也变得凝重起来 他并没有回应我的话 而是忽然取出来了一样东西 那是一只通体银白的碗 令人看上一眼 就心头发寒 这种碗 我是见过的 我目光凌厉地看向阳心 心头却骤然升起了杀技 当初偷兽老头 为了做这种兽碗 让李德贤被掀了头盖骨 死得凄惨无比 阳心和张儿 竟然也做了这种兽碗 头盖骨兽碗 不但制作方式很毒 功效也可怕至极 下一刻 阳心叫要抬腿 朝着我冲来 我浑身的肌肉 陡然紧绷起来 手中动作未停 猛地抽出腰间的枯桑棒 当头一棒 直接朝着阳心砸去 我本能地是要砸向阳心的头 但枯桑棒却在空中转换了方位 砸向了阳心的胳膊 我并不想取阳心的性命 只要让他断了手 他 还拿什么兽碗 随着我和他距离的拉近 除去了杀机之外 我还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危机 是那兽碗带给我的心筋肉条 转瞬之间 我手中的枯桑棒 就要砸中阳心的胳膊 而就在这时 阳心的嘴角 突然挂上一丝阴谋得逞的名笑 他用力一低头 整个脑袋都朝着下方埋去 那股心筋肉条的感觉 更加强烈起来 可我还不晓得 阳心要做什么 下一刻 阳心后背的位置 忽然爆射而出几根细长的针 那针 直接朝着我的面门射来 我心头大惊 哪想得到阳心身上 还有这种东西 陡然一挥手 我手中的枯桑棒 转弓为手 狠狠一棍子抽向上方 当 当 当 的声响传来 那些针瞬间被打飞 而就在这时 阳心也已经到了我的身前 他单手快速挥出 直接抓住我的一只手 将头盖骨碗的一侧 塞入我的手中 我面色骤变 剧烈的刺痛感 从手臂一直钻入我的脑人 迟钝 昏厥 吸车 好似我整个人都被这兽丸给定住了 阳心鸣笑着 冰冷地说道 张叔说的没错 他说你遇到他 大概率会下杀手 可如果遇到我 就绝对不会下手杀我 你只要不够狠 你就要说 我猛地一咬舌尖 头脑清醒的瞬间 另一只握着哭丧棒的手 再次朝着阳心 按着我的那只手挥去 阳心另一只手也动了 直接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 那只手臂之上满是僵疤 这一动之下 又是蹦裂出树道伤口 鲜血淋漓 冷不丁地 阳心讽刺说道 看 就到这时 你都不砸我头 罗十六 你想什么 都被张叔算得死死的 妇人之人 我的目光死死地看向阳心 此刻他与阳青山相似的五官 早已渐行渐远 阳青山一脸正气 而阳心脸上的 只有恶毒和阴影 忽然一只手搭上了我的肩头 那只手厚重无比 让我顿时感觉好受了几分 与此同时 一个冰冷的呵斥声 在耳边响起 天元地方 绿令九章 金尘诸子 万事吉昌 阳心双眼瞪大 他眼中的狠力 瞬间变成了悲怆和痛苦 他死死地盯着我的身后 满脸的不干 身体更是颤抖到了极点 爹 你要杀我 颤抖的声音 从阳心的口中传出 他的眼睛瞬间变得血红 回应阳心的 并不是阳青山的声音 而是一道金橱 那金橱自我身侧 骤然飞射而出 朝着阳心的头顶斩去 阳心原本一只手 将头盖骨瘦碗 压在我左手中 另一只手 攥着我的右手手腕 现在他同时松手 猛然间朝着他自己 头顶的位置一拍 啪 的一声脆响 伴随着血肉炸开 蹦裂的声音 阳心双手死死地 按住了那柄金橱 橱头的尖端处 距离他的眉心硬糖 只有不到一个手指的距离 若是阳心在稍微慢 那么一秒钟 这金橱 就会直接将他的头颅劈开 阳心的身体颤抖得更加厉害 他眼中的悲痛更多 通红的眼睛里满是泪水 颤抖之间 泪水一出眼眶 整个屋内都充斥着 痛苦悲凉的气息 爷爷被他害死 杨家在他的促使下被毁掉 我这辈子都让他跌毁了 你为了他还要我 等命 爹 你是被罗石六下咒了吗 阳心悲痛的声音中恨意十足 更是不甘到了极点 他的质问几乎成了嘶吼 好似声带都撕裂了一般 我肩头那只手忽然松开了 紧跟着 一个修长挺拔的身影 从我身侧走出 灰色的道袍 清冷的面容 杨青山双手赋于身后 平静地直视着杨青 眼中没有丝毫波澜 下一刻 他抬起手来 一把抓住了 被杨青拍在手中的金橱 与此同时 杨青静猛地抬腿 一脚朝着杨青山胸腹间踹去 杨青山岂会被杨青伤到 只见他左腿抬起 只是一脚 杨青就好似一个破纱带一般 被狠狠踹出 那金橱被杨青山握在了手中 哗啦一声碎响 杨青撞在了屋子的窗户上 窗户直接碎裂成渣 他的身体陡然摔了出去 在一声闷响之后 便是一声惨叫 杨青山面色依旧平静 他踏步往前 朝着窗户破碎的地方走去 我一直住心头的狂跳 注视着杨青 杉素杀的背影 我知道杨青山肯定会直接踏步越出窗口 这毕竟是二楼 我没那个伸手和他一起跳 转身 我飞奔至楼梯口 快速跑下楼梯 这层房间的楼下 就是堂屋 我下楼之后 一眼看到的 先是那两张太师椅 当我快步迈出堂屋的大门时 杨青正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 他右臂上的姜疤 至少有一半在摔落下来的时候 被蹭掉了 整条胳膊都是鲜血淋漓 他的嘴角处也有鲜血溢出 显然他这一摔 端得是受伤不清 忽然 我头顶的位置掠过一道阴影 紧跟着 碰 得一声轻响 杨青山落在了我的身侧 我们本不信杨 平静的声音 从杨青山口中传出 我们信邱 他略微停顿了一秒钟 再次说道 邱家 本是羌族的先师一脉 你爷爷想要不死 将主意打到了先道身上 那也是邱家的先祖 他背叛了家族 也背叛了羌族 意图挖坟毁尸 至于这 信 他改了三次 皆是因为这些年 他作恶太多 不想要被人追杀 最开始的邱天元 成了如今的杨夏元 他作恶太多 修宅元以子嗣孙被挡天前 你能活下来 是因为你的蠢笨 你的顽阔 这一点 你不是早已想清楚了吗 杨青山的一字一句 落地有声 条里分明 我 杨青顿时也僵住了 他紧紧地抿着唇 一言不发 你爷爷不是罗石六杀的 他想要扇尸丹 我亲手将恶尸丹 塞进了仙道的腹中 让他吞了恶尸丹 羌族的护卫道士 柳家仙人大长老柳三元 用仙道留下的五弟封葬符 封仙道之焚营 让他与仙道同葬 杨青山往前走了两步 摇了摇头 继续说道 凶手是我 他的声音还是很平静 可这平静之中 却透着无尽的空气 杨青的身体颤抖得更厉害 通红的眼眶之中 泪水滚落而下 罗石六 你到底对我爹做了什么 他目自欲裂 声音无比狠 立得质问我 我沉默 没有回答杨青 因为我心中很难受 这难受 并不是因为我刚才 险些被杨青和张儿的奸绩所伤 而是因为杨青山 他待在批发鬼的山坛旁边 估计了数十年 改出来一道师傅咒 亲手住了杨夏元 杜绝其继续作恶 如今这师傅咒 却成了朱子咒 他如此大意凛然 可他真的内心 不会有丝毫悲痛吗 人心中但凡有思想 便有爱恨 活诗煞 青诗道 都是执念促成 执念如此之重 却要做到人死灯面 到底是内心完全抛却了一切 还是说 将一切爱恨葬于心底 不再言表 我不杀杨青 是想给杨青山 留下一条血脉 可如今 杨青山却要亲自动手 断绝了这一切 我觉得这对于他来说 太过残忍 这命述对于杨青山 太过不公 上梁不正的杨夏元 下梁外泄的杨青 偏偏要杨青山 一人正气凛然 偏偏要让他一人大意灭青 命述中是灾 他的福又在何方 青山前辈 我声音沙哑地开口 想要劝说杨青山几句 我不是想放过杨青 而是想杨青山 不要那么悲惨 可就在这时 杨青山却摇了摇头 他与其依旧平静 罗石六没对我下咒 他也什么都没对我做 你说他妇人之人 可他却是宅心人后 他可以杀你的机会 有太多 不杀你 你当真不知道 是因为什么 仙儿 你的路 走错了 我理应不再管你的事情 只不过古语有言 养不叫 父之过 叫不言 师之堕 你伤天害理 我不能让你任性妄为 至于张儿教你有 如此狠毒之心 我也要问问他 为何如此对你 你很难走上正路 是因为魏父没有教过你 这件事情 是魏父的责任 若是有机会 来世再来过 若是无缘 你再密个好人家 杨青山一番话说完 他 手中的金厨 朝着腰间一扁 下一刻 他挥手 腰侧三柄黑色的桃木剑 赫然落于他手中 盖文 天原地方 绿令九章 金城珠子 万事极昌 桃木化鬼 凶满院房 尸鬼凶恶 齐聚一堂 幽冷的话语 从杨青山口中传出 他骤然挥避 三柄黑色的桃木剑 飞射而出 阳星没有躲开 他满眼的死灰 仿佛连恨意 都消失不见 他的腰背攻了起来 就像是 已经没有力气在站稳 他 在等死 可下一瞬 我就知道不是了 因为他那只鲜血淋淋的手中 此刻正握着一把匕首 那匕首的手柄上 是泛黄的人皮 匕首的刀刃反射着寒芒 罗十六 翟星人后 你杨青山 大义灭青 虎毒不食子 你要杀我 我不会让你杀的 无人要我 无人看我 无人理解我 这人 做得太累 还做什么人 杨青声音已经很微弱 他攻着背 却又抬起头 这动作就格外的诡异 他的嘴巴快速地往出一血 他咬断了舌头 下一刻 那匕首便朝着他自己的胸口 狠狠扎去 这一切 不过是转瞬之间 杨青山挥出去的黑色桃木剑 已然快到杨青的胸前 我面色变了 月光之下 血光泛动之间 我看到的是 杨青那胳膊上的符咒 温神咒 我抑制不住心头的惊疑 狮声喊出 上一次 杨青在柳家用温神咒失败 他此时不等杨青山诛杀他 却要先行一步自裁 甚至于他口中 已经没有叠这个字了 喊的是杨青山 栗子 安心上落 杨青山也发现了问题 他平静的声音 终于变成了冷冽的呵斥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 变得无比缓慢 杨青山的桃木剑 似乎 比杨青的匕首 将将快了一丝 下一瞬 就要穿破杨青的胸膛 我额头上的汗水 大颗大颗地滚落 可就在这时 一股阴冷的气息袭来 院子里的温度 仿佛瞬间降至冰点 院中原本是没有风的 现在却起了风 凌冽诡异的鬼风一刮 我浑身汗毛乍起 头皮陡然发麻 一种说不出来的压抑感 想要让我回头 后面有人 这原是阴阳窄脸 还能有什么人 同样让我面色骤变的是 这鬼风之下 杨青山挥出的桃木剑 始终有了偏邪 三把桃木剑 只有一把扎穿了杨青的尖头 另外两把扎穿了地面的青石 杨青的匕首 狠狠地扎穿了他自己的心口 他的口中一出一股一股的血 身体在剧烈地颤抖着 可他的脸上却在笑 他的胸腹颤动 起伏那匕首穿过的地方 似乎在迅速捡 假 他依旧保持着弓起的背 不过他的头抬得更高 他原本通红的眼睛 现在却透着一股死灰 光溜溜的脑袋上 似乎也泛着一股青灰色 凄冷的月光 洒在杨青的身上 他的眼神只剩下死寂和厌恶 我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之前我感觉杨青是个疯子 而现在的杨青 则是让我感到抵触和恶心 多看他一眼 都心生烦乱 他抬起手 拔出在肩头的那柄桃木剑 咔嚓一声 桃木剑竟然断了 杨青山的双手忽然按住了腰间 不过他没有立刻动手 而是侧眼看向了后方 我也迎着头皮 回过头去看向身后 本来空心号信号的太师椅上 现在却不在空心号信号 其中一个椅子上 竟坐着一具尸身 旁边有两个老人 双手交叉锤在胸前 不过那两个老人面容僵硬 眼睛却透着漆黑 我身体微微发抖 含义从脚底升起 从四肢百骸渗入 那尸身上 是一件泛黄的白衣 腹部一个血洞 披散在脑后的 是杂乱干枯的黑发 狭长的眉骨 裹字脸 颧骨高耸 硬堂的位置圆形鼓起 他双目紧闭 脸上的黑鱼紧贴皮肤 浑身透出的冷和胸 几乎让人感到 僵硬冰冷的难以挪动步伐 你想好 怎么安顿他了吗 杨青山双目冰冷地看向我 他骤然抬手 左手一柄金橱 右手一柄青铜剑 金橱正对着 太师以上的李英阳尸体 青铜剑却指着杨新 我不晓得 为什么李英阳会忽然出现 很明显 是那两个老人 将他的尸体搬了出来 可他这出现 就干扰了刚才杨青山 对杨新的诛杀 这会杨青山的话 我却听得明白 当初原话哨被灭的时候 他就让我对李英阳用杀术 我没有用 一直拖着 想着有办法能安葬李英阳 他这一生太过凄凉 我不想让他魂飞魄散 我有一个办法 我极力保持呼吸平稳 沙哑地开口说道 这里 不欢迎你 滚 忽儿 那太师以右侧的老人 冷不丁地开口呵斥 明显这话是冲着杨青山说的 这撞碎的两个老人胸归胸 但却没有露出杀机 似乎没有要和杨青山动手的意思 杨青山的金橱并没有收起 他手中的青铜剑 却朝着杨新再一次甩去 杨青拔腿 猛地朝着院门口的位置奔逃 我心中却陡然生起一个不好的念头 果然 青铜剑在接近到杨青身体的瞬间 便光当 一下掉落在地上 这当口 杨青已经快要逃到院子门口 我面色在变 李英阳是不可能被张耳控制的 可我就忽然想到了他出手的理由 杨青山是想要灭掉李英阳的 不管这是因为李英阳存留善念时 告诉杨青山的要求 还是因为杨青山本来的正气促使 现金纸 有恶念的李英阳 都不可能容得下杨青山 尤其还是在这原始阴阳宅之中 何至坐镇宅院 他停逝于宅院之内 这地方已经成了他们的地盘 他断然不可能让杨青山在这里随意行事 去追他 杨青山呼儿对着我沉声说道 我身体一僵 眼中却格外担忧 因为我怕杨青山和李英阳硬碰 一个羽化恶失 一个轻失道 这逗下来 且不知道胜负 可一旦引得何至也动手 那杨青山大概率会落败 不要动手 我哑声说道 深深地看了一眼李英阳的尸体 我的心头更是复杂万分 可还是把腿朝着院外迅速追去 虽然我担忧不假 但是我也相信杨青山 杨青山的理智 是我所不能比拟 也不能想象的 他的本事恐怕不比柳三元弱 真的要比杨青山到绝路 李英阳和何至必定会被灭一个 李英阳一心求恶 何至应该不会那么极端 也会阻拦李英阳 当然 这一切也只是我单方面的分析而已 很快我就追到了院门口 杨青已经跑了出去 快要消失在另一侧的街道尽头了 气冷的月光 洒落在寂静的街道上 此时杨青的身体 比之前要僵硬了不守 跑动都要目染很多 并且我发现 他已经没有影子 他这一刀求死 必定是引动了温神咒 这温神咒会成温神凶尸 这种尸体 也是活尸 思索之间 我脚下的速度加快 卯足了力气 拼命狂奔追去 此刻 我心头冰了 我想要给杨青山留后 可是杨青始终是不珍惜这个机会 逼得杨青山出手 现在这一切 已经没有逆转的可能了 杨青必须要被诛杀 杨家的风魔 好似隔代遗传一样 杨夏元凶狠疯狂 那是对于外人 杨青的疯狂凶狠 竟是连自己都不放过 更可怕的是 杨青已经完全被张尔洗脑 甚至可以说得上 是对张尔言听计从 现在引动 老温神咒的杨青 必定会成为张尔手中 更厉害的凶器 并且 我心头也有 很浓郁的担忧 那就是杨青最后 对杨青山的情绪 已经转变成了恨 张尔会不会有什么恶毒术法 通过杨青 却对杨青山不利 思绪如同一团乱麻 我脚下的速度却更快 不多时 我已经追到了 这条老旧街道的入口 街口 杨青驻足而立 在他身前 却停着一辆车 车门打开 杨青钻了进去 车窗也是开着的 露出来半张苍老的脸 他淡淡地看着我 嘴角勾起一丝笑 这笑容 却让我如躲冰角 车窗缓慢关闭的同时 车发动了油门 快速地往前驶去 我还是本能地急冲前追 只不过 我已经追不上了 冲到杨青刚才的位置时 车已经至少开出去了 二三十米 我死死地瞪着前方 牙关紧咬 手上的动作 却没有丝毫停顿 瞬间摸出手机 咔 得一声拍下了车尾的照片 我粗重地喘息着 迅速将这张照片 发给了邹维明 短信提示发送成功之后 我又马上拨通了 邹维明的电话 电话马上被接起来 罗先生 你这照片 邹维明疑惑的声音传来 找 马上找到他们 然后通知我 一定要谨慎 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不能再死人了 我声音粗重 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晓得了 马上去办 邹维明的语气 也瞬间正中起来 挂断电话之后 我站在原地 觉得通体冰凉 这会儿我才发现 自己的左手 在微微颤抖着 抬起手来 手指尖竖到细腻的伤口处 正传来阵阵轻微的刺痛感 这 应该是刚才捧着那股碗时 被伤到的 我的心头很压抑 呼吸粗重 那股懊恼的情绪 要将人撕裂 我强行抑制住这种情绪 转身 把腿朝着原始阴阳宅 回半去 阳星我现在追不到 可张尔最后却露脸 了 并且我还拍下来了车牌号 有杨叉叉手 他们这已经不是露出马脚 而是直接将踪影摆了出来 周围明肯定会找到 他们的藏身之处 届时就是我们动手的机会 杨青山不能和李阴阳斗起来 否则的话 我万死难辞其咎 等我跑回原始阴阳宅的时候 大门依旧敞开 只不过 宅院的门口 却处着两个老人 这两人面色苍白 身体余缕着 可他们的眼神却很阴奕 我一眼就看出来 这不就是刚才李阴阳身后的两人吗 只是他们现在的气场 不像是被李阴阳撞碎 反倒是阴柔的像是个女人 目光眺望至原始阴阳宅内 我勉强能看到院中 现在院子里空空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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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那些桌椅 并没有看到杨青山 也没有看到李阴阳 倒是走了 他也睡了 忽而 其中一个老人抬起头来 他定定地看着我 语气阴柔 我心头咯噔一下 额头上也泣出了汗水 你心很善 你心也很惶恐 这地方不欢迎很多人 却欢迎你 我讨厌那个人 如果你想杀他 可以将他隐碍 冷不丁地 那老人又说了一句 这 我脑子一时有些混乱 不过很快 我就清楚了他的意思 我极力保持呼吸平稳 心头也稍微松缓了一些 他说杨青山走了 这院内也没有打斗的迹象 况且就这几分钟 他们也不可能对杨青山做什么 杨青山安稳无恙 李阴阳也没有出什么问题 这总算是个好消息 你讨厌的人是张儿吗 祖师奶奶 呼吸和心态 总算彻底平稳下来 我试探性地询问 从这面相和阴柔的语气上来看 我断定是何至这样杀女刚 在撞碎这两个老人 那两个老人几乎同时点头 我的心呼得悬了起来 不过下一刻 我却发现他们不是点头 而是直接垂下头 去并没有抬起来 好似撞碎中止了 我也僵住了 犹豫地看了这两个老人许久 发现他们已经无意识地 斜靠在门框上 我才确定 的确撞碎结束了 杨青山离开了 我本应该走 不过 我却没有直接离开 因为 我现在想起来一件事 就是刚才那个穿着血衣的人 现在还在唐屋二楼 他腹部被我扎了一刀 我扎的时候避开了要害 可也有一段时间了 他恐怕命在旦夕 现在得赶紧救他的命 更重要的是 他身上还穿着那件血衣 思绪至此 我直接抬腿 快步朝着阴阳宅内走去 这期间 我没有受到任何阻拦 同时 我也摸出手机 给冯宝打了个电话 电话接通之后 我快速地安排他 开车到原始阴阳宅外 并让他去通知救护车 过来救人 挂断电话 我经过唐屋 快速跑上二楼 此刻那男人 已经完全昏厥了过 去 不过他腹部的位置 反倒是没留太多血 扎鬼刀扎穿的地方 形成了黑色的灼伤 这应该是压阵神咒 发挥作用时形成的 这样反倒没有造成 大量的出血 否则这个人 恐怕早已经失血过多 生还渺茫了 犹豫了一下 我没有直接脱掉血液 因为我不晓得 现在脱下来 会不会直接害死他 这事儿 还是得交给陈瞎子来做 我小心翼翼地 将他背起来 下到堂屋之后 快速走出原始阴阳宅宅 而等我从宅门口出去之后 门口那两个老人 忽然又恢复了活动能力 他们木然地将院门关闭 可我心里对何志 实际上是感激的 因为他不但让我带着人出来了 还有他刚才说的话 就是许诺 他讨厌的 必定就是张儿 只不过 我却无法确定 真的能将张儿引来吗 还是说 若是有机会的话 我来用无鬼请魂术 背何志的尸体 会怎样 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很不确定 因为阴阳先生的命术 极难被撞碎 我主动去背尸 也未必能成 此外便是何志 不一定会离开原始阴阳宅 这件事情太过渺茫 并且那样的话 就是将希望 全部寄托在何志身上 不确定因素太强了 我站在院外 一边思索 一边等待冯保 很快 一辆黑色的SUV 驶到了原始阴阳宅之前 后方跟着一辆救护车 两辆车几乎同时开了车门 冯保快步跑到我身前 救护车上的医护人员 也快速跑过来 他们小心翼翼地 将那男人抬上担架 明显几位女护士 看到那男人的时候 都流露出了紧张和惊惧的神情 毕竟那么大一把炸鬼刀 还有那男人被灼伤的情况 很难让他们不多想 大夫则是表现得很镇定 和我打了招呼 喊了一声罗先生 然后才开始指挥护士医 边做紧急处理 一边抬着担架上救护车 我略有诧异 冯保马上告诉我 他叫救护车的时候 担心出问题 所以给周维明也打了个电话 周维明已经联络了医院 医院会全权配合我们救治病人 我忽然想到 刚才一直急着让冯保安排救护车救人 还没来得及安排人去接陈瞎子 陈瞎子不在 血衣不方便脱 同时炸鬼刀也不能取 先取炸鬼刀 马上人就会被撞碎 先脱血衣 又可能要了那男人的命 我告诉冯保 我先跟着救护车去医院 让他马上去老街 把陈瞎子接到医院 跟我会合 冯保并未多问 开车直接去了老街 我则是跟着救护车 去了医院 我一直在旁侧协助大夫 医护人员按照我的要求 在急救的过程中 没有把炸鬼刀拔出来 也没有剪掉那件血衣 经过一系列的急救错 是 大夫告诉我 这男人生命体征已经平稳下来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我才略松口气 冯保并没有花费太长的时间 约莫在我们到医院 二十多分钟之后 就领着陈瞎子进了急救室 我简单和陈瞎子说明了情况 陈瞎子便让护士们 帮他去寻一样东西来 几位女护士面面相去 年纪轻的女护士直接红了脸 因为陈瞎子要的是月经布 最好是燃血新鲜的 我也略有尴尬 不过瞬间就明白过来原因 陈瞎子在教我鬼婆子的手段时 就教过我 月事部有去鬼祟的作用 刚认识陈瞎子时 他也给过我一块月事部 来对付那个缠上我的女鬼 鬼祟最怕月事部上的血 因为会伤魂 当月经布被送来之后 陈瞎子将其按在了那男人的头顶 然后就让大夫取刀 我严阵以待地站在大夫身侧 手中早已握紧 了地支笔和枯桑棒 在炸鬼刀抽出来的瞬间 陈瞎子动作麻利地扯下血衣 这一系列过程中 那男人并没有再被撞碎 甚至我连符都没用上 鬼婆子的手段果然厉害 饶食血衣上有上百鬼碎 竟是被一块月经布刻住 在这期间 周维明也来了急救时 他一直在旁边看着 没有开过口 我快速收起血衣和炸鬼刀 示意大夫可以正常抢救了 大夫马上催促我们 赶紧离开抢救室 他们要立刻进行手术 很快 我们就被推嗓着 出去了手术室 出来之后 周维明才擦了擦额头 说了句 罗先生见谅 待在手术室这么久 已经违背医院规定 为了救人 破例已经很久 我摇摇头 表示自己当然不介意 此刻周维明的神色 却变得正中了不少 他告诉我 上面已经抽掉了 能抽掉的所有人 手 在全市范围内调查 目前初步锁定了一个地址 我拍的那辆车停了进去 已经安排了足够的便衣 时刻监视着那里 那地方若是出来任何人 车辆都会被安排跟踪调查 除此之外 他还抽掉了人手 前往我给他的地址 听到这里 我心头微跳 周维明话音未停 告诉我他 只是让那些人手 围绕着原始阴阳宅一定范围之外 开始巡逻监视 并没有靠近太多 会确保一定程度的安全 目的只是不让人进宅内 我略微松了口气 并表示他安排得非常及时稳妥 周维明抢笑了一下 摇了摇头 郑重道 我们要除恶无尽 希望你能尽全力协助我们 最大化的减免伤亡 停顿了片刻 周维明又继续道 刚才那男人的照片他见过 是前几天进口村失踪人口报案的时候 家属提供的照片 我心头咯噔一下 顿时就明白过来 那人就是张儿从进口村带走的人 他必定是算过那人的八字命数 能够承受得住让血衣这样撞碎 并且这种人绝对不会多 下一刻 周维明便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人怎么会受那么严重的伤 还有我让他调查的那辆车上 到底有什么人 是那个风水先生吗 我思索片刻后 告诉周维明 那车上有个年纪比较大的人 就是张儿 那三个便衣被拔魂 基本上可以肯定是他们所为 那个受伤的男人 也是被张儿绑架后 张儿对他使用了阴邪手段 操控了他的神志 并利用他来对付我 要取我的性命 才会受伤 我让周维明他们 一定要确切锁定那辆车的动向 只要能找到张儿 我们就能动手 周维明很郑重 表示他晓得了 他已经督促过负责监察的同事 有任何消息 都会传递过来 也就在这时 旁侧的陈瞎子忽然开口说道 血衣现在在我们手中 这其中有不少魂 应该有那三个便衣的 你马上带我过去 我先尝试救人 如果他们醒了 或许能问到一些信息 周维明本来凝重的神色 顿时迸发出来一丝惊喜 我心跳的速度也加快了不少 同时又有些隐隐的担忧 陈瞎子则是对我点点头 是意让我回逢家休息休息 虽然现在有一些线索了 但一定急不得 最好和柳宇宙商议一下 停顿了一下 陈瞎子开口让我问一问 为什么刘文三他们还没来 还有柳家安排的人手 怎么也还没到 差不多交代完了之后 陈瞎子就跟着周维明离开了 我也和冯保一起离开医院 我们回到冯家的时候 天都还没亮 冯保一路上送我到后院 一眼我就看见 镇压那残破黑市的房间门口 拉着一张巨大的白布 白布上画满了密密麻麻的符文 不消多想 我就晓得 这必定是柳宇宙的手段 他和我说过要天福 天色上早 柳宇宙应该还没起床 我并没有去叫醒他 在原始阴阳宅的这一出 加上之前处理宅家的凶宅时 昏迷了一天 紧跟着又是去合彩病房 处理老夫那一档子事 我着实已经疲惫不堪 之前神经紧绷着 没有什么察觉 现在回来后院 稍微松缓那么一会儿 脑袋都一阵阵地抽痛 我让冯保也去休闲 他离开后院之后 我才回到自己的房间 胡乱的洗漱收拾了一番 我便直接躺上床 很快就陷入了睡梦之中 这一觉我就没做梦了 还算是睡得安稳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室内的阳光刺目 我翻身起床 发现 自己的精神状态 已经基本恢复过来了 精力也充沛了许多 简单洗漱了一下 彻底恢复了清醒 我从房间出去之后 一眼便看见了刘宇宙 刘宇宙此刻正在院子里练剑 见我出来 他立刻收了招式 刘道长 我深吸了一口气 打了个招呼 昨晚你回来的时候 消耗得很重 身上阴气也很重 看来遇到的事情不少 柳宇宙语气平淡 此时阳光映射之下 他眉心的横闻 又平缓了不少 整个人透着的气场 更是中正平和了 是遇到不少麻烦 我长于一口气 疑惑到 昨晚你没睡 你们进院子的时候 我就醒了 如果这个动静 我都发现不了 那守着这尸体 还有什么意义 柳宇宙淡然答道 我沉溺了片刻 先问了柳宇宙 关于刘文三 还有柳家人 现在的情况 柳宇宙则是狠 直接地告诉我 他们已经在来 那阳的路上 之所以来的速度慢了一些 就是因为 那条河里的尸体不好捞 本来他安排 留下几个人的计划行不通 那个凶村里的凶宅 也不好毁掉 以至于需要长老出手 现在问题虽然解决了 但是时间 也被耗掉了不少 停顿了一下 柳宇宙又继续道 你要修的那阳室风水 还要至少一个半月的时间 才能完工 应该不急于一时吧 还有关于那张耳 消息似乎并不是很多 他应该还没造成 多大的麻烦 我这才明白 柳宇宙现在平静 和成竹在胸的原因 同样 我也捋顺了思绪 之前我们怕的是 张耳直接上老街 暴露我们要对 徐白皮做的事情 不过现在却还没这个风险 一来是我们反应快 回来得及时 二来是张耳主要的心思 应该都放在了 原始阴阳宅 现在这情况 实际上对我们是有利的 我们无法进老街 对付徐白皮 因为风水阵还没修好 而现在老街 被我们保护起来 张耳更不可能进去 此外 他之前一直滑溜的 像是一条泥丘 一直不露面 只在暗处搞鬼 昨天却露出踪迹 再加上他动了便衣 给了我们和警方合作的机会 其实 事情要简单许多 没有那么复杂 让我措手不及的是 阴阳宅内发生的事情 可同样 那也打断了张耳的计划 并且我还晓得 何志是厌恶张耳的 张耳能将戏台子搬进去 也就是 他唱的戏曲 是李阴阳和他的生平 现在何志还和我表态了 带张耳去 他就会出手帮忙 这也是一个机会 此外 最为棘手的 反倒是阳心的变化 温神咒成形之后 会形成什么样的凶尸 虽说张耳手段不少 但我却觉得 这 反倒是最令人忌惮的一张牌 毕竟神婆手段诡异多变 万一张耳通过阳心 伤到了阳青山 这更是我不敢想的事情 将所有的思绪履顺了之后 我才逐一和柳宇咒说明 并且尽可能地调理清晰 我这一番话说完 柳宇咒见眉颈簇 凝神沉思 我也沉默良久 没有去打断他的思考 院子里格外安静 约母过了几分钟之后 柳宇咒才开口说道 不要小瞧了一个 华清的出黑道士 我姑姑即便是血沙华清 我都无法完全对付 温神咒在凶 温神师在利害 那也离不了一个温字 邪不胜正 父训子 诸恶子 子幼岂敢是父 天理不合 道理也不合 这种不合理数的事情 往来不可能成事 至于张尔那小人 既然有杨叉参与调查 找出他的藏身之处不难 菲尔朱芝 倒是省事了不少 那现在就等那些杨叉的消息 伺机诛杀张尔 至于徐白皮那条老街 长老们到了之后 让他们去镇守 刘玉舟没有停顿 继续开口说道 刘玉舟的话语果断清晰 希望周维明能传来个好消息 另外 刘家人尽量不要靠近老街 不能让你们镇守 我怕引起徐白皮反弹 现在我奶奶和施宇还在他手里头 只能封锁 不能让他晓得外面的消息 也不能让张尔有机会靠近 我郑重地看着柳玉舟 也表明了我的态度 认同他前面的分析 但最后一点 我则是完全否决 柳玉舟点点头道 可以再商量范围 这倒是不急 就在这时 后院门口匆匆走来两人 正是冯军和冯宝 打过招呼后 冯军先和我交代了一下 核杂那边的情况 一切安好 冯宝则是说 家主请我们去前院 一来试 吃点东西 这会儿已经中午了 二来就是负责 修建工程的一个工匠来了 他说遇到了一些麻烦 想要见我 让我去解决 我心头却一紧 修筑工程的时候 遇到麻烦 这若是耽误了 内阳改风水的工期 怕是会引起大量的变数 我脸色历时严肃了起来 没有多说话 急不走向前院 余光能看到柳玉舟跟上来 不过他只是走的 冯宝和冯军 倒是跟着我一起 几乎小跑起来 一行人很快到了前院 这会儿 堂屋里的桌上 已经摆好了菜食 冯志荣正在和一个 穿着施工服的男人说话 那人脸色很急促 额头上也一直在冒汗 他头上还戴了个施工帽 明显来的时候 没收拾过自己 脚上还满是灰土 冯志荣正告诉他 我马上就到 让他先坐下休息会儿 吃过饭慢慢说 这工匠的语气 则很急促 说 等不得 现在就要走 不然工期肯定延误 还要害死人的 也就在这时 他忽然抬起头来 要比冯志荣 更快地注意到我 顿时 他急促的面色上 就迸发出喜色 可我打眼一看他 便是心下意惊 因为我 看到了他的面相 他的天仓 边城 一马骨的位置 都漆黑一片 天仓在眼角和眉尾之间的位置 又叫做夫妻宫 边城则是额头边缘 一马骨则是眼睛下方 颧骨上方尾端 这三个地方漆黑 就感觉他整个人很不精神 整个上半张脸都是黑的 连带硬膛也发黑了 我瞳孔紧缩 而他则是快步走到了我跟前 他抬手抓住我的手腕 急匆匆地说道 罗先生 车就在外面 你先跟我走 我反手抓住了他的手腕 直勾勾地看着他的脸 摇了摇头道 你不能走 哪都不能去 你要死了 我语气格外凝重 目光也没有半分游离 明显这工匠被吓了一跳 他的额头上 立刻冒出大颗大颗的汗珠 顺着额脚流了下来 罗先生 你末下 工地上真得马上去 工期耽误不起 而且真的要出事害死人 工匠还是拽着我往外走 不过他手上的力道 明显要比刚才弱了一些 我没有动 并用了几分力气 抓着他手腕没松开 冯宝和冯军 本就追在我身后 现在则是直接挡住了这工匠 冯军沉声开口 罗先生说你不能走 你就哪都不能走 他只是为了你的命考虑 我能明显感受到 这工匠的害怕 若非如此他不会发抖 手劲也不会减弱 不过我的心头也凝重无比 一来是工匠害怕 二来便是他们跟冯家合作 应该很清楚 我做的事情 以及我的一些能力 可他还是要拽着我走 足以见得工地上的事情 必 定是很严峻 这会儿工匠身体 都发抖了 他面色陡然都变得凶利起来 你们莫要挡着我 罗先生现在不去 耽误了工期 死了人 你们谁都担待不起 他力气瞬间变大了不少 更为怪异的是 除了陡然增大的气力之外 我还感觉到一股子冷 直接从我胳膊钻进身体 我冷得打了个寒劲 骤然间 那工匠回过头来 他瞪大了眼睛 可瞳孔却紧缩成了一个小点 他直勾勾地看着我 声音更凶 罗先生 上路了 我心头一寒 这工匠不对劲 他刚才和现在的状态截然不同 完全不像是一个人 本来我反手抓着他 此刻他的力气却陡然大增 拽得我手腕生疼 突然 他抬腿 往前一冲 直接撞在了冯军的身上 冯军闷哼一声 整个人直接摔翻在地 冯宝去栏 被他另一只手一推 一个猎且也退后好几步 我猛地仰头 看天 本来应该刺目的阳光 这会儿虽大 但是却能指示太阳 一种怪异的冷意 从四面八方 进入我四肢百骸 下一刻 我便拔出来了腰间的枯桑棒 直接朝着这工匠的头顶 一棍砸去 碰 我一棍子稳稳当当 砸在了他头顶 施工帽发出不堪重负的声响 中间裂开一个凹坑 还有不少裂纹 我顿时收裂 没有继续砸下去 不然的话 这一棍子 必定能让他受伤不清 这工匠呆呆地站在原地 眼中的胸利 脸上的凶横 瞬间就消失了 这变故前后 不过半分钟时间 期间柳宇宙早已进了后院 冯志荣也快步到了我身边 冯军爬起来之后 揉着肩膀 冯宝则是警惕地握拳 摆出一副随时准备动手的架势 除缺了柳宇宙之外 其余人都是 惊疑不定的表情 不过他们都没先开口 打破安静 忽然间 阳光又变得赤裂起来 我身上的 冷意消散一空 那工匠颤抖了一下 他眼中略有茫然 涣散的双目 逐渐恢复神志 视线呆呆地看着 还压在他头顶的哭丧棒 罗 罗先生 你怎么 我怎么 我松了口气 将哭丧棒收回 你撞碎了 我沉声说道 撞碎 撞鬼 大白天的 咋可能鬼上身 工匠明显 这句话说得一点底气都没有 大阴之时 比晚上还阴 你身上肯定带了什么不该带的东西 才会忽然被撞碎 还有 工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先说清楚 我深吸了一口气 眯着眼睛 话音未停 我不让你走 原因也很简单 你现在的面向 是车马商巷 主道路身亡 现在天仓边城一马骨三处面向 全都漆黑一片 硬塘黑气盖脸 外出必定被车撞死 说这番话的同时 我依旧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因为刚才这工匠撞碎那一瞬间 他冲我 说的是上路了罗先生 搞不好 是有个东西 可以要来找我 想到这里 我心头微冷 力声质问道 你是怎么来找我的 有事情 提前电话不能说两句吗 工匠身体突然一颤 他似是想到了什么 猎切地后退了两步 睁大了眼睛 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 拖拖索索地说道 见鬼了 真的见鬼了 我本来是想打电话的 怎么就鬼使神拆地来了冯家 他再次抬起头来 那表情都快哭出来了 罗先生 我真是最开始想打电话 和冯家通知的 可不知道为啥 就是莫名其妙 就来了冯家找你 说着 他像是想起来什么似的 快速在兜里摸索起来 紧跟着他的身体 又是一将 随即摸出来一样东西 脸色煞白地说道 这东西 我没带身上的 怎么也跑我兜里了 我目光顿时又是一宁 定定地看着他拿出来的东西 我伸出手 是一工匠把东西给我 他的手又哆嗦了一下 抬起来 将那东西递给我 那是一块 透着惨白色的玉 正常的白玉 都是银白色的 并且充满生机暖意 即使是其他颜色的玉石 也都会带着银润 这惨白色就很怪异 甚至还透着一股强烈的阴气 让人感到窒息般的死寂 入手之后 这白玉更像是冰块一般 我的手指仿佛都被瞬间冻僵了 我翻转看了片刻 还没等我开口询问 这工匠就不安地说道 事情是这样的罗先生 基本上工程都按照你说的在进行 拆除早就完成了 各个地区都在打地基 已经有相当一部分 在修筑新的宅院了 我负责的那块位置 挖地基的时候 地下有一处坟 里头还有一具棺材 当初征地的时候 冯家和七家都给过足够的赔偿款 这地按道理来说 我们能全权安排 所以我就让人将棺材抬出来 妥善安顿好 并且打算联系一下冯家 让冯家去找到之前卖地的人 再移交给他们 只是没想到 起棺的时候 棺材破了 里头的东西掉了出来 有一具散架的尸骨 还有就是一些陪葬的东西 其中有一个土桃灌裂开了 里头好像是骨灰 我脸色顿时就一变 拆扬宅下头 挖出来一个阴宅 我不由得心下一沉 这工匠擅作主张 挖出来阴宅之后 没有马上通知我们 就直接破坏了阴宅 还弄破了阴宅里的棺材 让尸骨散架 就算是一个好端端的阴宅 其中不是凶师恶鬼 被拆了焚毁的棺材 还能好到哪儿去 这时候 冯志荣的脸色极为难看 周磊 这样重要的事情 你们怎么能直接擅作主张 冯志荣直接呵斥出声 明显没抑制住愤怒 宫妻 这名为周磊的工匠 明显很没底气 我抬手 打断了冯志荣的呵斥 皱眉看着周磊 让他继续说 他这才怯生生地 将所有的事情 全部说完 他们将棺材重新拼了一下 把东西放棺材里头弄好 就差不多天黑了 结果怪事就发生了 白天挖地基的那些工人 都和神经了一样 开始和水泥 切砖 下去修坟 临头的是他手底下的一个大工 那大工脖子上就挂着这块 玉 这玉他依稀记得 是那尸骨的脖子上挂着的 当时他就知道出大事了 他们闯了祸 工人们都撞了碎 马上他就招呼其他人 棍棒齐上 将那些撞碎的工人 全都绑了 这块玉 他也从大工脖子上弄下来 放回了棺材里 结果这事却没完 那些撞碎的工人 被绑着之后 别的那些好端端的工人 也都开始撞碎 同样去修坟 他这才想起来 要马上联系冯家 话语至此 周磊面色更苍白 他摇了摇头说道 我不知道 为啥我到冯家来的 我只是想打电话 通知冯家主 通知罗先生你 结果我莫名其妙就在这儿了 等我见到你 我就想赶紧带你过去 说到此处 周磊便闭嘴沉默了 我抬头看了一眼冯志荣 声音凝重地说道 冯家主 周磊就留在冯家了 你们照看照看 我得去看看工地 这事应该不难办 只是毁了人分银和棺材 规矩和道义上都说不过去 把那家人找来 肯定还得签坟 还有什么事情 我会及时通知你 尽量不延误时间 冯志荣点头 说他马上去办 此时周 磊再次开口 说要跟我们去 他不放心手底下的人 我沉声告诉他 他不放心也没用 我会全力保住 所有人的安全 如果他跟着出去 才会真的出事 并且 只要我不开口 他还不能离开冯家半步 否则的话 他必死无疑 雨霸 我扭过头 刚好和柳玉舟对视 柳玉舟微微点头 处理好这件事 不能延误了宫期 才是最重要的 张尔那边有阳差盯着 他应该翻不起 什么大风浪 长老们到了 就是一整个柳家的力量 计谋再多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他也只是以卵基石 我也重重点头 算是回应了柳玉舟 我正要问周磊工地的 详细地址 冯宝马上说 他们去通知我的时候 就已经安排人 查到周磊的工地在哪了 我立刻示意 冯宝和冯军 跟我一起出发 临出门前 冯志荣还是拉住 让我多少吃了些东西 补充体力 约莫半个小时之后 我们的车 便停在了内阳老城区的 一处街道 这整条街道 已经被拆除了大半 大多数工人 都在紧密锣鼓的施工 我们一路沿着街道往前走 便到了最内侧的 一处空地 黑色的棚布 绕着边缘竖起来的钢筋 将大半部分空腿围绕了起来 只留下一个进去的门 冯宝和冯军走在前面 我进去之后 顿时感到一阵阴冷的气息 扑面而来 有施工棚 以及搅拌的水泥池 还有砖石 其中一个施工棚里 呆滞地坐着 起码十几个工人 他们双目焕散尸神 施工棚下 就是挖出来的地基 此时在最下方的地基里 横七竖八地 躺着不少工人 他们像是昏死过去了 没有丝毫的反应 我注意到 在地基的边缘位置 已经铺满了砖石 隔绝了那些凌乱的泥土 这应该就是这些人 撞碎之后做的事 除此之外 在空地的南边 用砖头砌起来 一个半圆形的拱起砖坟 我顿时一惊 这撞碎 直接把坟都修好了 不过 哪有给自己修坟的鬼碎 就在这时 冯宝不自然地说了句 罗先生 我觉得怎么有点问题 这条街 看其他地方的修筑 应该是修了有一段时间了 按道理工程 都是同时进行 这里更不太像是 昨天才挖出来的样子 周雷肯定有事瞒着我们 说话之间 冯宝和冯军 都小心翼翼地贴到我身旁 冯军深吸了一口气 说道 罗先生 你等我一会儿 我找个人问问 就晓得情况 外的那么多工人 这里到底什么时候挖开的 一句话就瞒不过去 我恩了一声 同意了冯军的决定 他快步走出工区的大门 我沉宁了片刻 朝着工棚走去 同时 手上也拿出了地质笔和验台 进了工棚之后 那十几个呆滞的工人 依旧是没有丝毫的反应 罗先生 这也不是大鹰之石 他们这是什么情况 大白天还是在撞碎吗 冯宝小心翼翼地询问 除却大鹰之石 就得在鹰气足够重的地方 才能撞碎 还得有极度凶煞的尸体 目前看来 这里鹰气也没那么重 我皱眉说到 同时的支笔粘末 比肩快速地点 像其中一个工人的头顶 我速度极快地勾勒了一张正煞符 让我心头惊疑的是 它竟然没有丝毫反应 正煞符既没有冒出白气 这人也没醒过来 还是保持那种 呆呆傻傻的模样 不是撞碎 我摇了摇头 给黄皮子迷了眼睛 冯宝不 安帝继续问道 我又摇了摇头 黄皮子迷人眼 都是要杀人害命 他们早该上吊了 而且黄皮子动手 老街肯定有反应 所以肯定也不是 那这是啥情况 冯宝茫然了 我伸手掀开了 那工人头上的安全帽 却没有找到拔魂的迹象 可这些工人 又都像是没了神志的样子 深吸了一口气 我摇头道 还不确定是不是拔魂 有点类似 全部送回冯家 我要和陈叔一起看看 冯宝点头 表示听命 这会儿 冯君也回来了 他脸色铁青 身边还跟了一个工人 那个工人 也是一脸紧张 和害怕的神情 罗先生 我刚才已经找家主了 让他把周磊扣下来 不过周磊这砸碎跑了 冯君声音都带着杀鸡 他继续气愤无比地说道 我问清楚了 这地方地基 都被挖开一个星期了 周磊让人 把这里围了起来 只留了一部分工人 在里头给他帮忙 其他人都不准靠近 每天里头 只有一两个人出来 带吃的进去 别人瞅着工期被拖延了 还想和周磊沟通 结果被周磊压下来 不准上报到冯家 你和罗先生说 都晓得傻 一句都不能遗漏 说着 冯君回头瞪了一眼 他身后跟着的那个工人 那人矮矮瘦瘦 嘴上还夹着半截烟 他赶紧伸手拿下来 小心翼翼地说道 我有个表哥在里头 他前几天出来买饭带吃的了 我隐约听他们说了 挖出来坟了 棺材里头老多好东西 他们还想多挖一点 这事儿 表哥不准我多说 他说 他会偷拿点好东西 到时候结婚买房子 都指不定够了 说这话的时候 那工人眼睛 也瞄到了工棚和地基 当时他的脸色就惨白一片 眼中的慌乱更多 紧跟着 他更为紧张地 看向工棚里头 身体都晃了晃 险些没站稳 罗先生 应该是周磊他挖出了事情 最后才来通风报信 还编了一套说辞 冯君皱眉道 我摇了摇头 直接说道 没那么简单 周磊说的话半真半假 他被撞碎是真 他打算来冯家 是假的 要么有人把他弄来找我 要么那不是人 我这一提示 冯君的脸也历时变了色 此刻我已经明白过来 大概事情经过应该 没错 周磊从这里挖坟 卷了财物要跑 却出了事 被送到了我面前 这其中必定有蹊跷 罗先生 现在怎么做 冯宝小心翼翼地开口问道 我深吸了一口气 沉声道 工期不能延误 不管有什么人从中作梗 也得先让这里尽快开工 再去叫一些人过来 将下头的那些工人 还有上头这些 全部清理出去 我迅速安排之后 便直接从工棚旁边的 一条梯子下了地基 冯宝和冯君 则是按照我的安排行动 我并连踩到脚下的人 走到了那用砖石砌起来 半圆的坟堆前 微眯着眼睛 我定定地看了半场 这地方出了问题 我最开始怀疑 是张儿的手笔 不过细节一听 就否定了这个想法 张儿出手非死即伤 这里的事情 手段其实太柔和 这件事 已经被拖了一周了 不像是他的作风 而且一周之前 他应该在陈仓 在枪族才对 这里应该就是一个意外 内阳本身也不是个小地方 难道搓挖了谁家的坟 不过这也不应该 因为这些地方的房子 都是冯家和七家去沟通买下来的 那还 有谁 想对我不利 我应该没有得罪过更多的人了 我脑中在快速思索分析的同时 将手按在了这坟头上面 微微的凉意尽透身体 不过这凉 并没有凉得那么透彻心扉 和死人接触的多了 我对于尸体 还有阴气重的地方 都已经有了一种本能的反应 尤其是月凶的尸体 带来的环境变化越明显 阴气也和风水有关 坟里肯定有死人 不过这死人并没有多凶 扭头 我扫了一眼 此刻冯君和冯宝已经回来了 并且带来了不少工人 正在将这里的那些昏睡不醒的工人 和丧失了神志的工人抬走 冯君和冯宝都快速来到我身前 他们身后还跟了三四个人 手中都拿着工具 罗先生 拆开吗 冯君瞟了一眼坟头 询问道 拆出来 不过小心一些 里头应该还是有点问题 我宁重地叮嘱道 冯君招呼着那三四个工人 开始拆坟头 很快 这砖头累气的坟就被打开了 这坟中竟然没有填土 中间摆放着一口黑漆漆的棺材 棺材上还摆着一块木板 木板上密密麻麻地刻着字迹 我眉眉着眼睛 看清楚了那些字的内容 瞳孔却一阵紧缩 因为这木板上半截 是一道福气 中有厚土无青的字样 下半截则是一小段玄傲的画 周磊他们挖出来的坟 是一个风水先生的坟 那几个工人面面相去 明显不太敢继续动手 都不安得向我投来询问的目光 我沉定了片刻 直接走上前去 抬手便将那块木板拿了起来 一阵冷意自木板中传来 不过这种冷却 并没带给我阴森可步的感觉 我还不能完全肯定 棺材里的是个风水先生 不过我可以断定 这座新坟立起来的时候 肯定有一个风水先生参与 因为木板上的刻字很新 并且这人的手段 还不算太弱 这福气的作用 是给死人画地界 看福气的内容 怕是这地基范围之内 都是这死人的地盘 此外 那段话则是写着 一阳惊破之气 欲结而为央杀 以月江加石 天刚和奎林当于雾五月 丁有日 此时魂出 无气散 无神杀 其成宅兄 出之金魂 关于这段话所应对的 英术葬法 宅经之中也有所记载 葬在这里的尸体 应该是个男人 并且 这男人死因特殊 会成为央杀凶魂 这并不是李顿空 和何志的那种 央杀出日时 央杀男女刚 而是另一种鬼祟 并不如男刚女刚厉害 按道理来看 这阴宅应该存在的时间很长 并且这木板 只是之后补救的方式了 最开始应该不是这段话 而是另一种福气 那段福气所写的 应该是在何时的日子 开坟千关 以何时的人 或者有神位冲魂 让其不要化作央杀凶魂 只不过 那应该被周磊他们 开地基的时候破坏了 才会有现在这个结果 现如今 这木板上的字眼 也说明了棺材里头 这尸体形成的凶魂 名为央杀翟凶 并且它成形的时候 会形成惊魂的作用 此刻我脑海里 已经推演出了一种可能 这鹰宅是一位风水先生 用来镇压一具凶尸的 不过却被挖地基的时候破坏 其中有不少财物 引得周磊他们起了贪心 一直在挖掘 最后才开关 以至于形成了央杀翟凶 并且这些人 现在失魂落魄 呆呆傻傻的模样 应该都是因为 央杀翟凶出现的时候 筋了魂 他应该用了一些手段 让周磊来找我 并且在这期间 他重新将棺材封入坟中 让周磊来找我的原因 要么是因为他气愤 想给我医 点教训 要么就是他想将这件事情 告知给我 让我来解决 因为我现在已经 命人二次开坟 也就沾染上了因果 我就得负责解决了这宅兄 将其镇压到别处安葬 思绪至此 我差不多确定 这应该是两者皆有了 只不过 其中就还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宅子 会被直接收过来 按道理有这种阴宅 那风水师断然不可能 直接让冯家和七家 买了这块地 至少应该说明情况才对 这件事 我还得和冯家 或者七家问清楚 还有就是 央杀宅兄出现了会惊魂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些工人的魂 都是被惊出来了 有九成的可能 他们是被那风水师 带走了 我定了定神 暂且将这些疑惑 压抑了下去 接着我直接抽出来 炸鬼刀 朝着这木板一盏 咔嚓一声碎响 木板直接断成了两截 落在地上 木板断了 这福气也会直接失效 现在是白天 棺材里头的央杀宅 闹不了乱子 不过等到了晚上 肯定就会起失 冯宝 你带上几个人 将这棺材送到冯家去 让柳道长帮忙先镇住 毕竟是绝人阴宅 损人不利己的事 他将事情留给我解决 我得解决 不能直接灭了齐魂 你帮我告诉柳道长 也不能灭他的魂 这是我的因果 冯宝立刻就点了点头 招呼人开始动手 我拿出手机 直接拨通了冯志荣的电话 很快电话被接通 那边传来冯志荣 略有不自然的声音 他说 他正想要联系冯君和我说事情 没想到我电话 就打过来了 我皱眉 让冯志荣先别说 我要先问 没等他开口 我就直接询问了他 关于这一段 街道屋宅收购的事 其中有没有什么事情 是不正常的 我们不晓得的 冯志荣才苦思地开口 说他要讲的 也刚好是这件事 我们刚走不久 他们安排周磊去休息 结果再去看周磊的时候 他已经跑了 冯君刚好也联系他 并且说了周磊做的一些事 他就找了七兰星 因为这一段宅院的收购 是七兰星负责的 这属于七家 没有把情况弄清楚 结果七家那边给了答复 是下面的人急于立功 其实这一段街道 也就是周磊挖出东西这一段 收购是不正常的 这地方本来的主人姓吴 不过只有一对老人 因为神志的问题 早已经住在了养老院 他们有一个儿子 常年不会回家 他们想办法 让神志不清的老人签了字 直接把款项给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 冯志荣声音更透着几分苦意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告诉我 他其实对这家人略有一些印象 他们家中那个儿子 应该是内阳市的一个风水先生 这一段时间外出了 所以才让家中老人住养老院 这里的房子 肯定冯家和七家要收购 但是得正常收购 在这种违规的情况下 不但拆了房子 还把人音宅坟头给撅了 本身问题就很大 听冯志荣说完 我的脸色也是一遍再遍 他又告诉我 七兰星已经在冯家等着了 要和我当面请罪道歉 我沉默 长叙了一口气 然后告诉冯志荣 这件事之后再说 他有没有那个风水士的联系方式 那人肯定 现在已经回来内阳了 就是不晓得在什么地方 我得见他一面 他收走了周雷手下那些工人的魂 我得去见他 这件事情是我们做错了 要道歉之外 还得把那些魂讨回来 否则的话 这一群人就死定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内心隐隐有些悸动 就好似预照要发生什么事一样 冷不丁的一个直觉 让我认为这风水师 恐怕和我有几分关联 有联系方式 我马上发给你罗先生 另外 如果要赔偿什么的 这笔钱 冯家和七家不会皱眉头 说到此处 冯志荣马上挂断了电话 片刻之后 我便收到了他发给我的短信 内容便是那风水先生的号码 我没有立刻打出去 而是等着冯保冯君带领着人手 将棺材和所有的工人 全部倾走之后 才拨通了那个电话 约莫想了半分多钟 电话才接通 哪位 这声音略隙 没多少阳刚气 听起来年纪也不大 罗十六 央杀宅兄我娶了 这件事情 我会妥善处理 绝阴宅的事情 我想当面和你道个歉 我语气很谦和 倒不是刻意的低声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我们不占理 在风水命述之中 礼数也格外重要 电话那边安静了几秒钟 才说到 久仰罗先生名号 这一年以来 风水界发生不少大事 都离不了罗十六这三个字 比人扫踏相迎 他又补充了一句 还没等我说话 电话就直接被挂断了 下一刻 我就又收到一条短信 骑上正式个地址 我直接走出这块地基 出宫区大门的时候 身边只剩下一个冯军了 他告诉我 冯宝按照我吩咐地 带着棺材和人回冯家 我点头表示知晓 接着 我将地址给冯军看了 让他开车过去 那风水师住着的地方 是内阳市的新城区 到小区外的时候 我反倒是愣了一下 因为这小区的名字 我隐约熟悉 叫做凤凰院 当时我的眼睛就微密了起来 内心那骨子激动就更强了 我曾经来过凤凰院办事 那还是我刚出级阳算的时候 周厂长介绍了一个生意 帮他一个朋友看下 我现在还记得清楚 他朋友名为于山 被一个风水师算计 老婆出轨 他被害死 硬生生成了死不厌弃的活尸 巧合 也有个风水先生住在这凤凰院 我眼皮本能地狂跳了两下 心头升起一股很不舒服的压抑 敢 视线一直看着车窗外头 车进了小区之后 一直往前开 冯军疑惑地问了句 罗先生 你不舒服 我摇头 没有大话 约过几分钟之后 冯军将车停下 说了句道了 我推开车门下车 首先入墓地 是一幢独栋的别墅 其左侧有一个巨大的水潭 右侧是花圃和院墙 不过这别墅给人的感觉 不是富贵 而是荒凉 花圃不知道多久没人打理 枝叶杂乱得不像话 院子里也满是杂草 此外 整幢别墅都透着一股子阴冷气息 反倒是旁边另一座别墅 虽说略小一些 但是给人的感觉生机勃勃 井井有条的花圃小院 院墙也要比旁边高一截 罗先生 不是这个 这里头一眼看就没人 你给我瞧的地址 是旁边那个别墅 冯军马上做了个请的动作 示意我往那边走 我先闭了闭眼 然后又睁开 深深地看了一眼这荒凉的别墅 才转身朝着旁边走去 冯军不知小榆山的事情 我没有必要和他提 不过现在我已经晓得了 当日算计榆山的风水师 和我现在要见的人 八九不离时 是同一个人了 到了旁侧的别墅门口 冯军按了门铃 片刻之后 里头就传出来一个 温柔涓细的声音 来了 紧跟着 便是一个女人 匆匆从前方的别墅门内走出 一头淡黄色的卷发 披散在肩头 紫色的长裙 白色的披肩 精致的瓜子脸 杏眼 琼鼻 细眉 樱桃小口 端得是一个美人 我目光很平静 内心的波澜不少 却没表现在脸上 虽然已经接近一年的时间 没见过这女人 但是我依旧记得清楚 她是陈荣荣 于山的老婆 就在这时 冯军小声地说了句 真好看 别的风水师活得就很舒服 别墅美人 金屋藏郊 罗先生 你要不要只后眼 这当口 陈荣荣已经小跑到了门前 冯军马上闭口 恭恭敬敬地垂手 站在我身后 陈荣 荣挽挽了挽头发 然后拉开了铁门的小门 她开始语气有几分疑惑 你们来找吴吴吗 不过下一刻 她目光落到我脸上 身体就是一僵 眼中更是恶然无比 罗 罗先生 不只是恶然 还有几分慌乱不安 陈女士 好久不见 不过现在应该称呼吴夫人了 我平静地开口 还请带路 我的确是来找吴 吴先生的 我目光没有继续看她 而是看向别墅里头 陈荣荣明显更不自然了 她咬着下唇 双手还抓住了那裙子的裙摆 整个人都在微微发抖 接着她转过身 脚步明显有几分不稳 朝着别墅内走去 我抬腿跟上去 冯军紧跟我身后 她眼中满是疑惑 临走进别墅大厅门的时候 我抬头瞅了一眼 上方某一处屋檐墙角 刚好正对着旁边的别墅 形成了凶方有煞的风水局 进了大厅 便是一股淡淡的竹箱和茶箱 陈荣荣明显不乏 都稍微平稳了一些 老公 有位先生要见你 她语气也平稳了不少 我一眼便扫完了屋内布置 桌椅都有讲究 还有盆栽 以及一些麒麟百件 都在应该在的位置上 客厅最右侧靠窗的位置 有一张老树盘根的茶几 茶几后坐着一个男人 他正在倒茶 显然 此人就是无误 他约莫三十来岁上下 脸型狭长 皮肤很白 这并不是不健康的苍白 而是天生的白皙 并且他的面相 我正要细看 忽然无误放下手中的茶壶 他脸上多出几分笑容 眼神显得很深邃 往复我见过的先生 真的有大本事的 想要齐算命 得背上重金厚礼 没想到罗先生一见我 就先看我脸 是要给我项面吗 无误伸手 将两杯茶推到前面 不过对于风水先生来说 命还是不太想被人知道的 另外 命越算越薄 罗先生必定能算得清楚明白 我就怕我这点微薄倒横 经不起罗先生算 请用茶 无误但笑着继续说道 我眉头微皱 不过也没有继续看他面相了 他说的的确也没错 不过这么长时间以来的经历 让我随时看人面相 才能以防万一 这无误和我关系不大 又是风水先生 我不能太过犯机会 走到茶桌前头 我伸手端起茶碗 一口饮尽 同样 我也用眼神 示意冯君来喝茶 伸手不打笑脸人 况且 我也是来道歉的 即便是和这个风水师 有所渊源 我此刻也没有引出 那件事情的道理 罗先生很急躁 这可是一壶好茶 太急躁了 是品不出味道的 吴吴又给我倒了一杯茶 他满脸笑容 不过 这会儿我 却是无心喝茶了 吴先生 我习惯开门见山 这件事情 是我失了偏颇 冯家和七家做错了 还请高抬跪手 那些工人是无辜的 我语气中歉意十足 真心实意地 给吴吴道歉 吴吴却还是小臂微微倾斜 单手成长 做出请的动作 我眉头微皱 吴吴依旧但笑着说道 罗先生 茶凉了 滋味就不太好了 谈事情固然重要 不过喝上两杯茶 可以让你心更紧 咱们再谈 会更好 明显 冯君脸上有了几 分怒容 我深吸了一口气 余光示意冯君不要胡来 接着我又端起茶杯 这一次我 没有一口喝完 速度稍微放慢了一些 再次放下茶杯之后 吴吴又给我倒了一杯 罗先生的心 还是不够静 一杯茶 最开始的时候是苦涩 之后便是富裕香甜 最后则是淡雅 吴某人觉得 风水阴阳毅然是如此 打打杀杀 并不太适合风水先生 也不适合阴阳先生 居庙堂之后 运筹帽才是 你觉得呢 罗先生 吴吴口气随和地说道 人各有不同 命述有所不同 我和吴先生的选择 也有所不同 我平静回答 吴吴没有继续给我倒茶了 他呵呵笑了笑 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然后他忽然说道 那罗先生 你刚才所说工人无辜 他们真的无辜吗 其我老父母神志不清 让他们签字 我近日来游历在外 等晓得消息的时候 家宅被毁 这件事情 的确和工人无关 是你手下的妻家和冯家所为 但那些工人 掘了我家宅之下的阴宅 挖了我王帝棺木 见其一物财博起义 在坟种内搜刮呢 他们可是真的掘地三尺 没有放过任何一丝一毫 一 快振物的岁钱 可都没留下 我已经给了他们机会了 我王帝之死 算得上是凶煞 他们最后开关 央杀宅凶出魂 他们本应该全部被宅凶吞了 我收走魂魄 给了他们一面 罗先生 你还觉得他们无辜吗 吴吴本来平静的声音 逐渐变得重了一些 透着几分了 一个平静的人 语气中都透着冷意的时候 其实已经算是情绪愤怒 我身体也更是僵硬 眉头紧皱成了一个穿字 冯家七家作陪 央杀宅兄我会负责安葬 他们不无辜 不过这承介已经够了 作为普通人 丢魂一次 都有无法弥补的伤害 现在时间已经不短 伤害会更多 我沉生开口道 吴吴面色更平静 这会儿平静的没有表情 他不再站着 而是坐下来喝茶 一杯一杯的茶水 缓缓被他送至唇边 他喝得很慢 神色从毫无表情的平静 又恢复成了之前的淡笑 冯君的脸色 一直都是阴晴不定的 我这会儿没说话了 因为 从这吴吴的平静之中 我嗅到了另外一丝味道 差不多得过了半个小时 吴吴倒出来的茶 都变成了浅色之后 他才说到 冯家和妻 家的赔偿 是给我老父老母的 要三千万的真金白银 然后两个家主 都去道歉 主导这件事情的人 要下跪 那宅子是我家祖宅 我瞳孔陡然一缩 眼皮更是狂跳起来 冯君直接双目圆睁 他抬手就指着吴吴 我迅速抬手 抓住了冯君的手腕 阻拦了他的动作 央杀宅兄成了你的因果 冯家和妻家 本就是给你做事 这件事情 是你应该上后的 这不算是弥补 也不算是赔偿 吴吴但笑着继续道 至于这些工人 他们赔不起我要的损失 开关绝坟这是死仇 我留他们的命 已经宅心人厚 风水先生绝对不是烂好人 罗先生应该晓得吧 此外 罗先生改内阳风水 这大手笔 我也不想耽误你 所以 这件事情 我直接抽身 等罗先生来找我 这也是我的诚意 吴吴看我的目光 忽而变得深邃了许多 你要我给你什么补偿 还有这些工人 要怎么弥补你的损失 杀人不过头点地 无魂之人无命可说 我眉头紧皱 直接开口道 吴某人平日喜好 周游山川 喜好收藏历史气息厚重之物 尤其是亡人遗骸 前段时间出远门 就是为了我曾经 得知的一个小道消息 在一处险地之中 有一具极为少见的尸体 甚至有不少阴阳先生 风水先生因此丧命 吴吴略作停顿 一字一句道 罗先生要做的补偿 就是帮我做这件事 我要你跟我去那个地方 拿出来那具尸体 可能罗先生会说 没时间 不过我觉得 只是一个事情的先后顺序罢了 若是罗先生同意了 那皆大欢喜 只要能将那尸体带出来 我可以无条件放人 若是罗先生不同意 放人这事只能作罢 我王帝焚因被决 尸体受辱 罗先生这风水局 当然也会修得不尽人意 诺大的内阳 诺大一个风水局 或许还会有问题出现 我也没有闲着 好奇之下查探了一遍 发现了罗先生好大的图谋 吴吴说到这里的时候 他忽然从茶桌下面 抽出来了一个棋盘 棋盘之上 有不少细腻的黑白子 而这些黑白子 隐约拼凑成了一个 风水阵的模样 这模样极为模糊 不过却隐隐摆出了 川心龙的形态 这川心龙 是要杀人吧 而川心龙指着的人 却让罗先生用牌楼供奉 罗先生这是什么算计 真让人好奇不已 我面色陡然大变 目光瞬间所死无物 我完全没想到 这无物竟然图谋不小 想要我给他做事 并且 我改那阳式风水局 他竟然都去探查过了 虽然在改这风水局之前 一切都很复杂 但是真的开始改起来之后 只要精通风水局的人 都能看得出来 这是什么局 你都做了什么 我的话语之中 已经透着杀鸡 无物面色依旧平静 但笑着说道 罗先生 我只是说了一句话 难道你还要多杀我一个人吗 当日我和罗先生还颇有怨远 那时候虽然没有和罗先生照面 但是罗先生也晓得 风水先生之间最好不要硬拼 我们之间没有那么多仇怨 我要求的 不过是很简单的一件小事 对比我遭遇的 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了 说话之间 他从茶桌后面走出 朝着我身后走去 陈荣荣则是还站在我后部远处 他到了陈荣荣身旁 搂着他纤细的腰肢 又走到沙发处坐下 头也没回 但然道 罗先生大可以考虑 你是阴阳先生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风水先生 你要杀人我逃不掉 不过命数有相刻相报 会发生什么 我也说不 准 当然 那二三十个工人的魂 就和我一起上路吧 我眼中的杀鸡 几乎都要迸发出来 此刻 冯军和我重重摇头 他眼中的怒气 明显也抑制不住了 一个反手 两柄细长的匕首 赫然出现在他的双掌之中 骤然转身 三两步就冲到了沙发后 双手相挫 两柄匕首分别在无物的脖子前交叉 只要冯军往后用力一拉 无物就要雪剑当场 陈蓉蓉被吓得花蓉失色 尖叫出声 冯军狠力地说道 你当自己是什么东西了 威胁罗先生 冯家和七家 能让你死的连骨头都找不到 无物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就那么静静地坐着 也不说话 冯军的手往后缩了缩 匕首锋锐的韧口 已经快要触碰到无物的脖梗了 我也走到了沙发旁侧 却能看见无物无动于衷 表情神色依旧如常 陈蓉蓉哆嗦地说了句 你 你们都不要冲 冲动 威风的确大 不过没什么用 无物摇摇头 他掏出来一盒香烟 打开了烟盒 动手取烟之间 冯军本来没动 可无物太过不在乎 反倒是迫使冯军 稍微松缓了一下匕首 不然肯 定梦断无物脖子 这时 我也没有再管其他 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看着无物的脸 同样也在看他的面相 其脸狭长 其眉青而细 疏而秀 平而直长 这种面相主聪明 而其眼小 则是足谨慎 精明 理智 这一眼扫下来 我瞳孔更是紧缩 无物的面相说不上特殊 古相也没什么特殊的地方 甚至于这面相很常见 就是一个聪慧精明 并且谨慎理智的相格 问题就在这一点 这种相格的人 做事计算的小聪明也很多 和我为敌 绝对不是一个明智之举 可他却恰好抓住了 我所忌惮的地方 那些工人的命 也成了他的把柄 此外 我本来还想看看 无物有没有什么灾难相格 却什么都没看见 这期间 无物已经抽完了半支烟 沙发上烟雾缭绕 陈蓉蓉依旧花容失色 依旧被无物搂在怀中 将那些工人放了 关于七家和冯家的条件 我可以答应你 让我帮你办那件事 我也可以帮你 不过现在不行 我声音格外沙哑 并且我语气不在和善 而是冰冷 我完全答应了你的条件 你不能动一分一毫那样的风 水 并且这个消息 你也不能去透露 否则的话 你也承受不起这个后果 冯君松开刀 我这句话说完 冯君明显面色格外的不甘 不过他还是松手了 无物将烟蒂在桌上压灭 他笑呵呵地说道 罗先生 明知道要答应 又何必闹得这么不好看呢 落了你的面子 人 不会放的 我让你去 是你的赔罪 必须尸体带出来 那些魂才会放出去 并且你放心 我将他们安置在了一个很好的地方 不会再有更多损伤 这同样也是我的一个保障 否则的话 就算你不出而反而 你手下的人一冲动 那我也没有其他办法 你 我心头滋生的怒气 都快要压制不住了 无物轻声道 至于罗先生 你想什么时候出发 来通知我就好 冯家和七家 什么时候去道歉 你安排就行 我相信罗先生的人品 就不多过问了 当然 罗先生也豪爽 没有和我讨价还价 我可以和你说一件事 昨夜我随意在那阳室内走了走 有个地方 阴气很重 那里应该是死了不少人 我便出于好奇的目的去看了看 却发现有个年 记不晓得老脖子 再给自己缝衣服 他用的可不是简单的布 而且他一边缝 还一边吃染血的米 这人好像被人盯上了 我隐约发现有阳差出没 吴吴继续道 听他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脸色顿时又是一变 他说的是张儿 他看到张儿了 你还看见了什么 在什么地方 我立即追问道 吴吴笑呵呵地说道 我马上给罗先生写下来 因为我观察了一下 那些阳差好像找错了地方 他们在形成包围圈 但是那老脖子躲过去了 罗先生是个见不得恶事的人 这事儿就当是我给罗先生 送了一点心意 话音落下 吴吴就让陈荣荣 去给他拿了纸笔 我心头却狂跳不已 阴差阳错之下 我让这吴吴给威胁了一下 可同样也是阴差阳错之下 吴吴竟然发现了张儿的行踪 我寄托希望在周围明他们身上 不过他们毕竟是普通人 被张儿一些小手段稍微甩开 也在所难免 可现在对我来说 却反倒是成了一个机会 张儿肯定是用了什么手段 避过了一些查探 可现在他却绝对不晓得 他的行踪会落到我的手里头 本来对于这吴吴我很愤怒 他的算计又卡在我无法拒绝的点上 这感觉着实不好受 可他最后吐露出来张儿的行踪 却可以给我前所未有的机会 我硬生生将那愤怒压了下去 现在张儿的确切行踪 才是对我最重要的东西 不多时 吴吴便在陈荣荣取来的纸笔上 写下来一个地址 纸条交给我的时候 他还顺道和我握了握手 罗先生 我得你的好消息 他依旧是面带微笑 我没有硬话 低头看着那地址 手指微微捏紧 将其深深地按在掌心之中 希望你信守沉默 人命关天 这是我和吴吴说的最后一句话 转身 我脚步迅速往外走去 冯君快步跟在我身后 走出别墅之后 冯君张了张嘴 不过他也没继续再开口 只是看到我手中的纸条一眼 直接回冯家 希望柳家的人尽快道 这是一个机会 也是一个变数 实则还会再次生变 我沉生开口 说完之后 我下意识地又看了一眼 旁边的荒凉别墅 两个别墅本来就近 原本我只是出于 对于山那件事的叹息 并且如今的于山 肯定不在这里 当初我是记得清楚明白 陈茸茸和于山 搬去了别的地方 破 产的于山已经没有财产 这别墅早就不再属于它了 可这一眼 我却发现了其他怪异之处 这荒凉别墅的门口地砖上 有符 这是一种震煞诸邪的符 此外 那些杂草丛生的地方 隐约还能看到一些旗帜 一个空空如也的别墅 用符 还用旗帜不振 难道于山被弄回来了 没有花煞的活尸 会逐渐腐烂 当初的老丁便是如此 怨气只能让他撑住 那最后一口气不咽下去 但是他遭遇的 却不足以让他化煞 一般要在腐烂之后 才会发现自己死了 并且在那之后 就会疯狂报复 私存到此处 我瞳孔已经紧缩了起来 难道说 要疯狂报复的于山 被这无物镇压在此处了吗 又或者说 将于山镇压在此处 是无物对于山的折磨 夺人妻子还不够 还要让他一直看着 看一辈子 我心里极为不舒服 罗先生 有什么问题吗 你又看这点 冯军小声地询问了一句 我并没有回答冯军 转身朝着车旁走去 这件事情 现在不是我来管的时候 张尔才是当务之急 这机会千载难逢 还有无物手上 有那么多工人的魂来要挟我 我要是现在放于山出来 或者想将于 山好好安葬度化 必定也会和无物交恶 只能将这些事情做完之后 我再和无物谈一谈 事情没必要做得那么绝 以前我不管这件事情 是怕因果 是那时候我弱 我不敢沾染上是非 如今已然是和当初不同了 上车之后 冯军立刻发动油门 我们朝着冯家回去 在车上的时候 冯军问我要不要联系周围明 我表示现在不用 就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安排去做事 他们一旦有什么异动 张尔就会发现问题 冯军若有所思 回冯家还是花费了月末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不知不觉 这天色也到了傍晚时分 刚到冯家院外的时候 冯军就摸出来手机 他疑惑说 冯宝 不过这电话他直接没接 快步地就去推开院门 院子里乌泱泱的 起码得有百十号人 并且 这些人穿着的都是青泥色的淡青色道袍 或是短发 或是梳着发迹 他们有序地站成了十余牌 我当时心跳就陡然枷锁 这简直就是说 曹操 曹操道 柳家道士竟然全部都来了 我极力平稳心神 快步往前方走去 这些道士 倒是没有侧眼回头看我 态度很是平静 我很快走到了唐屋正前面 冯志荣 在唐屋里 刘宇宙也背负着双手 长身立在唐屋之中 看到我之后 刘宇宙立刻点头向我示意 在他身旁站着的 依次是柳化道 柳化明 柳化英 这三个柳宇宙的诗书博 不过我一眼却没看到审计 也没看到刘文三 其实我晓得 刘家多半不会让审计再来 他们能用的方式 有很多种 可最开始我觉得 他们应该压不住审计那性子 只不过现在没看到审计的人 我心里还是有几分叹息 可刘文三也不在 这就顿时让我心头担忧不止 刘道长 文三叔他人呢 我看向柳宇宙 直接开口询问 还没等柳宇宙开口 冯宝就小声说了句 刘先生担心何彩 他已经过去了 老福的事情他晓得了 他让你回来之后 先把老福给他弄出来 或者让他进去一下 他要找老福摆摊摆摊 听到刘文三 只是去找何彩 我总算是松了口气 我就怕他在河里头出什么意外 不过他要找老福 我当即就摇了摇头 他哪里会只是摆摊摆摊那么简单 只怕是要拿闸鬼刀跟老福的脖子摆摊 我有一些事情 要和柳道长 以及几位前辈商议 我深吸了一口气 将脑中其他的 思绪全部驱散 目光略带恭敬地看向柳化道 柳化英 柳化阳三人 他们三人在枪组柳家 辈分仅次于柳三元 当日对付圈阳殷师 他们也是出力不小 那道法其出的一幕 还是历历在目 对付张尔 已经不简单 是张尔这个活人 他的指扎术和各种邪术 还有阳心被激化了温神咒 不晓得会成什么东西 对付张尔 柳家的力量至关重要 我必须得和他们商议好 才能减少伤亡 并且还要确保 一定将张尔拿下 就在这时 柳玉咒却先取出来了一样东西 说道 商议去后院便可 沈济和大长老谈过话之后 大长老将他留下来了 他让人将这件东西带给我 并且托我交给你 还有他要我和你说一段话 我一愣 看着柳玉咒手中的包裹 那不包四四方方 我顿时瞳孔紧缩 阴阳先生没罗盘 就像是瘸子没有拐杖 杀猪将手里没有刀 红河一溢之后 他已经能够将天元像术 融会贯通 这阳宫盘是他之物 他让你用 你就可以用 事罢之后 他希望你去一趟枪族 观看他救人大典 同时将阳宫盘归还于他 柳玉咒直接将包裹 递到我的面前 我沉默了许久 才将其接过来 打开布包之后 入墓地便是阳宫盘 四四方方的铜盘 中间是略凸起的圆盘 指针微微形成了转针 久违了的嘶嘶声 格外清晰 再次将阳宫盘 拖于掌心之中 我在红河之前 那种拿不起阳宫盘的感觉 消失不见了 就和之前一模一样 甚至还有一股 如碧灰指的感觉 我深吸了一口气 心头顿时更定了几分 将阳宫盘悬挂于腰间 我沉声道 柳道长 多谢 柳玉咒目光深邃地 看了我一眼 平静说道 这多谢两个字 回头和他说吧 雨霸 柳玉咒便转身 朝着后院走去 柳化道 柳化英 柳化阳同时抬步 那些道士则是没动 依旧站在大院之中 我抬手做了一个 制止的动作 示意让冯军不用跟着我 然后也紧随着柳玉咒 前往后院 一进入后院 我便看到 院中放着一口棺材 我一眼就看出来 这是工地上 那口央杀宅兄的棺木 自棺材头 放着一面铜镜 棺材身上压着一张白布 白布上 已然写着密密麻麻的符文 此外 旁侧镇压着黑石的屋门 并没有什么变化 还是保持之前的样子 柳宇宙停下脚步 对我说道 张尔的事情 我简单说了一些 风水局和徐白皮 也何尝 老门沟通过了 现在就和之前 我们商议的一样 等杨叉那边的线索和讯息 就会准备动手 话语至此 柳宇宙又看了我一眼 说道 你看去暗处封锁那条老街 要多少人够 我深吸了一口气回答 计划要稍微变一变 柳宇宙眉头微皱 柳化道 柳化英 柳化阳三人 也是面露疑惑之色 我没有犹豫 直接就将我得到 张尔准确位置的事情 告诉了他们 关于无误 我则是没说太多细节 主要是这件事情 和柳家无关 他们也管不了 没必要说出来 扰乱思绪 略做停顿之后 我便说了自己的打算 张尔肯定用了手段 避开阳差 甚至可能留下一些 错误的线索 搞不好还有陷阱 他现在待着的地方 做的事情 肯定也是最后针对我们的 不过 我们可以借用这个变数 将计就计 以雷厉风行的手段出手 或许可以将他 打一个措手不及 不过 我们也需要万分小心 关于温神咒 这东西毕竟很未知 尽量要减少伤亡 我说完之后 三人也都是相互看了一眼 三人开始商议 他们约莫商量了十余分钟 议论之声便停了下来 开口的是柳话道 他的声音略透着 沙哑 罗十六 你看用十人去看护老街如何 我们一共带来了百人 剩下九十人 布下我柳家道法的所神道文 直接将你锁给的 这个地方完全封死 我们三个老家伙 加上宇宙 还有你 五个人来对付张尔 兵贵再经不再多 这张尔太过油滑 凭借他最近在枪足做的事情 给我们对他的了解 这人最擅长的就是逃命 在柳家维护的纸扎 是他在操控 最后他却跑了 足内其余小辈 算是有一些教训和经验 我心头抑制不住狂跳 纸扎人的确需要人操控 阴阳宅张尔交给了阳兴 在枪足的时候 面对柳家那么多人 除了他本人之外 肯定谁都不行 不过枪足都算是柳家的地盘 在别人的地界上 张尔竟然都滑溜得像是条泥丘 让柳家无可奈何 可想而知 他逃命的方式 肯定比我想象的还不简单 深吸了一口气 我点点头道 他身手不足 我们对付他 人手其实够了 那些纸扎在我们面前不足为虑 除非他弄来大量的青尸皮 不过这可能性不大 除此之外 要担心的就是温神咒 那咒法再读 也不可能读得过圈阳阴师 我们连圈阴师都对付过 罗石六你连圈阳阴师的头抖 斩过 就算那是个温神师 你难道斩不了吗 你斩不了 宇咒和我们会斩杀 柳花道声音 都变得严厉了不少 甚至还透着斥责的语气 但他说完之后 神态又恢复了平稳和善 我联系一下邹维明 看看他那边的情况 叮嘱他们不要乱了阵脚 毕竟阳差眼线多 我们动身 或许也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我再次慎重开口 柳宇咒点头示意赞同 其余人也不再说话 我和邹维明沟通之后 大概也有所了解 邹维明他们明显不晓得 他们的搜寻和封锁 已经出问题了 还告诉我 查到了线索 正在实施小范围包围 我并没有告知邹维明 我们知道的信息 而是叮嘱邹维明 保持目前的方式 不要改变 有任何情况 都要第一时间通知我 千万要注意安全问题 最后我特别郑重地 叮嘱邹维明 我们也会有所行动 不过要绝对保密 如果他们的眼线 发现了我们的行动 请他们不要异动 避免打草惊蛇 我说完之后 邹维明的语气中 立刻多了几分惊疑 他小声地问了我一句 是不是他们的行动 微跳 邹维明的思绪果然敏锐 能捕捉到任何细微的变化 我沉冥片刻 告诉他先不要多问 保持现状就可以 零挂断电话之前 我又四传了片刻 告知邹维明 我再派遣几个人给他 可以让他适当地 将行动加快一些 邹维明当时就问道 罗先生 你是要掩人耳目 放心 我已经晓得了 我全力配合 邹维明的聪明和激警 更让我放心了一些 电话挂断之后 我扭头看向柳花道 变真说道 柳长老 所神告文 应该用不到全部的九十人吧 能抽调出来几个人给我吗 张尔用声东击西的计策 调虎离山 我也打算这么做 他明显已经发现羊叉的包围 并且引导他们 去他安排好的地方 只要羊叉配合的动作 稍微急促一些 再加上柳家道士 忽然出现在羊叉之中 张尔会更笃定 自己的计谋得逞了 另外 我觉得他可能会有陷阱害人 这事不能死羊叉 我语气格外郑重地说道 柳花道私存了一下 点点头 说道 识人 如何 这识人中我挑选几个 当初在族内戒备过的人手 张尔和他们打过照面 会更熟悉 我立即点头同意 此时暮色已深 距离黑夜降临 只有一线之隔 我低难道 堂王补缠 黄雀在后 这一次 猎手要变了 柳宇宙目光如炬 他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动手 我凝重地与柳宇宙对视 陈生说道 多给我们一两天的时间 或许会准备得更充分 可池则生变 变数就是命数 就是机缘 此时这变数和机缘 既然落在了我们的头上 或许就是张尔的命数到头了 无需再等 今晚就动手 避免再生变数 我这番话说得很慎重 就是担心柳宇宙 他们会觉得 我的决定太过仓促 柳宇宙却并没有迟疑 直接就点头表示同意 柳化道 柳化阳 柳化阴的眼中 更是杀鸡凛然 我挑选出来人手 你就将他们送到杨叉那里去 让他们听从杨叉的命令做事 至于我们这些人要如何行动 就由罗十六你来安排 如何 柳化道语气正重 我点点头 柳化道立刻就朝着前院走去 我再次拨通周维明的电话 告诉他今晚就送人手给他 并叮嘱他今晚的搜索 直接激进起来 周维明答了一个好字之后 低声告诉我 他们基本上锁定了线索 便一发现了张尔的踪迹 实在 一个废旧的仓库厂房 周维明由于片刻询问 想知道我们是什么行动 并且他告诉我 如果线索没出问题的话 最早今夜就可以直接抓张尔 要是我们的行动 其实和他们的一样的话 可以一起动手 如果不一样的话 也可以衡量之下 直接全部一起去针对张尔 周维明这番话 更是让我心头狂跳 不过 我现在却可以肯定了 这是张尔露出来马脚 故意引编一过去的 因为这太快了 张尔这只老狐狸 他不会没有半点 反制措施 直接就要被找到老巢 那就肯定有问题 一来是没有疑点 就是最大的疑点 二来便是我手头上的地址 并没有牵扯什么废仓库厂房 吴乌是个精明的风水先生 他既然敲了冯家七家的竹杠 又要求我给他办事 不会再拿张尔的事情来坑我 我瞬间想清楚这些之后 告诉周维明 让他们按照他们的计划行 我给他安排的人手 足够协助他们拿下张尔 并让他马上安排人到冯家接人 周维明当即表示 他亲自过 来接 紧接着 周维明也将他们 现在封锁调查的区域地址 告诉了我 随即挂断了电话 我并没有马上和 柳宇宙他们商议 而是先打电话给冯宝 让他带一份 内阳式的地图进来 很快 冯宝和冯军两人 匆匆到了后院 他们手头抱着一卷 足足有三米多宽的地图 我当时被吓了一跳 冯宝才告诉我 之前冯志荣见我改过内阳风水之后 就安排工匠手绘了一张精准的地图 以备我随时需要使用 当他们两人将地图铺开之后 我一眼就看出来 这个地图的绘画 是基于当时冯家那个内阳式 全市的地图沙盘 在这张图纸里 稍微缩小了一下 不过街道的详细程度 都远超于普通地图 此外 改风水的地方 则是虚线勾勒出来的图案 这时候 我还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周维明他们所说 发现线索的地方 那个废弃仓库厂房的位置 竟然和之前七蓝星 存放蒋盘尸体的地方很近 大致就在那个区 而吴雾给我的地址 则是要远很多 反倒是在内阳市 城南片区的一个城中山的位置 那城中山的山脚 甚至还靠近阳江 这两者之间的距离 已经很远了 压根牵扯不上吴雾所说的 附近会有阳叉出没 我眉头紧锁成了一个穿字 内心还有所惊疑 我忽然想到一个可能 这吴雾 是不是在他家宅子出事的时候 就计划好了 要敲我和冯家七家的竹杠 他也刻意做了一些准备 比如说调查张儿 所以 他会在刚好和我提完 那么多过分要求之后 拿出来这样一个信息 将我所有的怒气全部冲淡 注意力都转移到这件事情上 我静心凝神 更为仔细地去看地图之上 那座城中山的分布方位 同时 我对比阳弓盘上的指针走向 很快就确定了这座山 是一座凶山 首先是这座山勾画出来的 是一个类似于牙刀一样的矮山 什么叫做牙刀 也就是 沙浅有龙穴 而沙尖锐 并且建于六秀之方 这六秀之方 也是风水方位的一种 如果说没有审计送来的阳弓盘 单纯从地图上 我是看不出来六秀 之方的 除此之外 若是这座山 还出现在四库方位的话 更是大雄之山 主屠夫和刽子手 这种大雄之山 若是柱之 必定死于刑徒 张儿怎么会去这么凶的山 正当我眉头紧皱 思索其中问题的时候 我的目光再次看到了地图上 这座山旁的阳江之上 接着我又发现 在这凶山之中 似乎有一个水潭 冷不丁的 我忽然想到了一句话 极星照凶山 必出恶鬼 当时的批发鬼 也是一座凶恶无比的山 而山下有阴龙 山中有山潭 正应了藏隐观山 和地上堪余之中的算法 极星照凶山 必出恶鬼 我们便见到了阳青山 见到了眷阳阴士 如今 张儿带着阳兴 阳兴激活了温神咒 那这座凶山 是否是让阳兴变得更凶 张儿要利用 那半本藏隐观山 还有它的风水术 来激活阳兴的凶性 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心头一阵寒意滋生 复卫青师 子座温神 张儿他是故意的 让阳青山和阳兴两人的命数 以这种方式贴合 想到这里 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低头看着地图 两久没有出生 一直到柳宇宙 喊我名字的时候 我才勉强压住 心头的音域 柳宇宙皱没问我 为什么出生这么久 我摇摇头 想到一些问题 正在思考 接着我就开始 继续分析地图 这牙刀凶山 已然是定数 暂时从山上 无破解之法 我便开始回忆 藏隐观山之中的内容 极星照凶山 必定还有一个极星 或许其中 有一些压制之法 很快 我就确定 在四库方之上 照射的星 应该是属于九星之中的 四律飞星 也就是文曲星 文曲星所照 得运时 苛甲成名 尽财尽产 必得欺柱 或者良夫 若是失运 则是桃花节 必招酒色之祸 一招风啸谢意 最后会应验在 自财自已之上 分析完之后 我的星更是一尘 因为这没有可压制之法 杨星的命数 当真就那么巧合 他之死 和他对顾若林的态度 行为脱不开关系 为了女人癫狂而死 应了桃花节和风之一字 自财自已 又应了温神咒 还是说 张 而通过杨星的命数 也刻意寻找了 这牙刀凶山 刚好有这么类似的 一座吉星罩凶山的山 我雅生说道 命数使然 只能硬碰硬了 这座山不但凶 而且贴杨星命数 我们要万分小心 柳宇宙的神情 也更加郑重起来 理清思绪后 我开始告诉他们 应该在什么地方开始包围 安插人手 当然 各种细节 还要由柳家自行安排 所幸的是 这座凶山更好包围一些 若是某个城区区域 我们就还需要考虑 不能殃及周围的居民 而且城区房屋小到纵横 很难形成一个包围圈 刚才在我出身思索的时候 柳花道就已经到了我们这里 我将从风水方面 适合包围切入 视角更好的地方 都详细讲述了一遍 我刚说完 柳花道便告诉我 刚才已经有人来 接走了他安排的十个人手 他也安排冯家 送了十人 去我所说的那条老街 在外延防火 现在 他要带上剩下的柳家小辈 先行出发 过去那座凶山 让我们等半小时后再出发 我疑惑地问他 为何要我们晚半小时出发 我们完全可以同步行动 布置所神告闻的时候 就准备进山 柳花道告诉我 温神咒是神婆手段 有陈瞎子参与把握会更大一些 所以他让冯家 把陈瞎子带来 跟我们一起行动 当时我面色就是一变 这件事情 我没说要带着刘文三 也没说要带陈瞎子 原因很简单 刘文三是捞尸人 适合在水中办事 陈瞎子又是天芒 面对上张儿的毒辣和阴谋 他们很容易被算计 在那凶村之中 两人鲜辈的尸骨 就曾被张儿利用过 愤怒容易乱震脚 此行必定是和张儿不死不休 我不想他们冒险 柳花道这样一做 直接将我打了个措手不及 陈瞎子晓得了 要对付张儿 肯定会立刻过来 我就拦不住他了 现在这情况 弄得就只能够等 我们要是先走了 等会儿 陈瞎子也肯定会来找我们 反倒是会打草惊蛇 引起麻烦 强压下心头的思绪 我并没再多言 平静地告诉柳花道 我晓得了 让他先行出发 我们等陈瞎子来了之后 再一起出发 柳花道自然 不会考虑伤亡 道士的心态 只会考虑 是否能够成功斩灭恶鬼 事情已经发生 这也是一个变数 我也只能平和心态来接受 柳花道离开时 我安排冯宝 去给他们开车带路 毕竟冯宝跟我的时间不短 心态稳得住 并没有慌惯和畏惧 我只是简单叮嘱了两句 他就直接跟着走了 在没有确定张尔的位置之前 我是不会放心 让柳宇宙离开冯家后院的 他也不可能离开 现在 既然已经确定了张尔的位置 暂时不用担心 他来动到这里的黑师 也就不用顾及黑师这个隐患了 我们剩下的几人 在柳花道离开几分钟后 也去了前院 前院已经空旷了下来 只剩下几个冯家的下人 给我们端来了茶水 可等了约莫快一个小时 陈瞎子都还没到 我已经心头有所不安 难道出什么事了 陈瞎子耽误了这么久 正当我准备让柳宇宙 先联系柳花道问问 是冯家哪个人去老街的时候 大院外传来了 发动机熄火的声音 铜 时还有一声闷响 下一刻 便是一个黑中透清的巨大身影 窜进了冯家大门 这身影 起码有一米多的高度 身长更是接近了两米 硕大的翱头 一双铜铃式的眼睛 泛着幽幽的淡青色 蕴藏着胸利和冰冷的杀鸡 笑 我话音未落 狼翱便驻足在院子正中 冲着我狂吠一声 那声音震耳 同时也给人一种强烈的危机感 此前狼翱跟着我们 吃下去的尸体数量绝对不少 回来之后 陈瞎子就将他送回了朝阳宅 他吃的尸体太多 需要消化 并且也在蜕变 我现在才明白 陈瞎子为什么耽误了一段时间 他是去带狼熬出来了 灰儿灰儿的咳嗽声 伴随着叮叮当当 棍子触碰地面的声响 从院外传来 院头的灯光下 身着黑色布衣 腰背微微勾搂的陈瞎子 出现在我的视线之中 我深吸了一口气 喊了句 陈叔 陈瞎子的拐杖 触碰了一下地面 他灰白色的眼珠子 瞟了我一眼 随后点燃了一根卷叶子烟 开口说道 十六 天黑了 陈瞎子的声音 终于不似之前那样疲惫 而是变得和我第一次 见到他的时候 那么平静 甚至是有些冰冷 不过我很清楚 他这冰冷 不是对我们的 陈叔 你要稍微控制一下情绪 我声音略有沙哑 往前走去 到了狼熬身边的时候 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摸狼熬的头 狼熬立刻凑过脑袋 熟络地蹭了蹭我的手 狼熬体型足足比之前大了一圈 他的胸 更是上了一个新的层级 之前他只能够和血沙豆 吞吃了小男的血肉之后 开始有血沙化青的迹象 之后便越来越强 毛发也变成黑 红 青三色混杂 其中黑红最多 青色只是淡淡的一点 随着他吞吃的凶狮越来越多 毛发中青色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灵性也越来越高 此刻他毛发之中的血色 已经完全消失不见 就连眼中的血红 也已经完全被青色取代 这是否意味着 他已经从血沙化青蜕变 相当于尸煞之中的轻尸水平 思绪只是转瞬之间 我继续快步向前 一直到了陈瞎子跟前 这期间 狼傲也贴着我的身侧 跟着我一起前行 陈瞎子又灰儿灰儿地咳嗽两声 他捶了捶自己胸口 说了 句 出发吧 十六 我心头更是担忧起来 接着我又说了句 陈叔 不要乱来 我们人手很充足 总归这一次张儿会落网 他会付出该付出的代价 你还有亲儿和远归要守着 明显 陈瞎子的身体顿了顿 不过他 还是没多说别的 院外是一辆皮卡车 冯驹正从副驾驶上下来 他毕恭毕敬地 跟我打了声招呼 此时柳玉咒 柳化明 柳化英 以及冯君几人 也跟着我一起 走到了院门口 我向冯驹点了点头 瞅了一眼那皮卡车 然后说道 冯驹 地址你已经晓得了 你开一辆车来 在前面带路 柳道长和另外两位前辈 和你一起走 我和陈叔上逢驱的车 跟在你们后面 我直接做了安排 跟陈瞎子坐同一辆车 也是我想在路上 平稳一下他的心境 因为我觉得 他这样的冰冷 恐怕是想杀了张儿 这手是断然不能让 陈瞎子来动的 虽说杀人不过头点地 但是杀人也要付出代价 这件事情 已经有扬差介入 张儿害人不少 必定要给他所害过的 所有人交代 不能被陈瞎子杀 也不可能被柳家的人杀 否则这个交代做不出来 还会引火烧身 柳家那里好说 陈瞎子这里却不太好谈 因为他基本上不愿意谈 冯君很快开了一辆SUV 柳宇宙几人上车先行 我和陈瞎子 狼凹上了 冯驱开的皮卡车 紧随其后 前往城南区域 其实并不是特别远 冯家所处的地理位置 还是比较居中的 按照时间上算 柳化道他们应该早就到了 我常识着想和陈瞎子沟通 同样我也挑明说了 他杀了张儿 后果会是什么 并且 我再三犹豫之下 还是说了他有一挂挂像 是牢狱之灾 这挂像绝不能够应验 他必须听我的 否则稍有差池 就会出事 陈瞎子一直很平静 灰白色的眼珠子 看不出情绪 他扭头看向车窗外 就算他几乎 看不清窗外的景象 却还是不回头 明显是不想和我聊 也不愿意和我讨价还价 这怪异的安静 在车上一直持续了 得有二十多分钟 我注意外面的街道变化 视线之中 已经能看到阳江流域 以及不少城中的山体 分明已经到了城南区 逢区小声说了句 应该到了 他们前头停车了 话音落下的同时 我们的车速 也缓慢地降了下来 陈瞎子忽然说了一句话 十六 若是他真的绝了 英树先生和你 爸的坟头呢 或者是伤害了你妈 他并没有回头 依旧看着车窗外 车内又一次安静了 当车停下来的时候 陈瞎子才又开了口 我姓命 我姓卦 我姓过张九卦 也相信过你 都没让我失望 既然你说我命中 一挂牢狱之灾 那必定也是 会应验的 这就是命 我眼皮一直跳 心就像是被一只手 死死掐住了一样 我摇了摇头 声音沙哑地说道 不成书 挂式可以变得 天生的只有相格 后天算挂 都会因为变数而变 那偷手的老头下过咒 还说过 张尔会死于百师掏心 那种咒 也是一种算法 张尔的命 不该你来了结 陈瞎子 却直接推开车门 下了车 我紧跟着他下了车 皮卡车后面的 狼翱也是猛的一跃而下 这个位置 刚好就停在了 崖山凶山之下 旁边则是阳江 令我心头一惊的是 这山口路边 竟然还站着柳化道 应该就是柳化道在这里 所以冯军 没有直接将车 开进山口里头 选择了停下来 柳玉咒他们几人 都是面容肃杀 扭头看着山口的位置 索神告恩布置并不繁琐 镇眼位置都留有人手 这座山阴气很重 凶气也很重 他的确在这 李 并且他也晓得我们来了 他走不掉 柳化道看着我 沉声开口说道 其实我也清楚 一旦开始动手包围 有极大可能被张二发现 不过现在这样 完全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因为包围圈已经形成了 他即便是发现 也已经被我们打了个措手不及 封锁的事情 就全凭柳家了 我们上山 我沉声答道 在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我才注意到 山口侧面的地方 竟然躺着一个人 那人明显昏死了过去 不过他身上 却套着一个人皮纸杂 那纸杂的颜色 血中泛青 让我心头咯噔一下 不过我也才明白过来 为什么柳化道说被发现了 倒不是因为猜测 而是张二在这里留了眼线 并且被柳化道除掉了 人没死 刘宇宙开口说了一句 打消了我的疑虑 我抛开心头所有杂念 抬手托起阳光盘 快步走到了众人之前 只需要再走十几米 就能进崖山凶山了 月光之下 右侧是波光灵灵的阳江 左侧便是崖山 崖山明明是枝龙山的矮山 山体却有半侧尖锐朝上 另外半侧略有凹陷 就好似行行的闸刀 尖锐朝上的是刀身 另一侧凹陷的则是闸台 以崖山作为龙脉山 那我们现在所站着的位置 就是生气口的血眼 外面的阳江 则是一个大名堂 这凶山有着极特殊的风水位 若是常人在此 必定容易暴毙 若是凶煞诗鬼 反倒是如虎添翼 尤其是抬头一眼 我就能看到 属于九星之中文屈星的星位 星光格外的多目 我低头再看阳光盘 此时的阳光盘 转针不止 不过速度并不快 只是在缓慢地转动 转针代表着恶音 凶山必定转针 而在此山 转针最强的地方 必定是阳星所在的位置 我基本上可以肯定 张尔绝对会和阳星 在同一个地方 只不过一整座山 单凭用阳光盘 徒步绕山寻找 肯定是不行的 这样耗时耗力太久 现在单凭我们这几个人手 也不可能搜山 找得到吗 柳宇宙语气平静地问道 张尔不好找 五行八卦之中 他之姓是明慧完全规避 不知道是巧合 还是他从学艺开始改过名字 从任何细节都在规避 不过阳星好找 他身上的院 就像是一盏纸路的灯 齐鸣带幕 齐挂为阵 这崖山还是在 知龙山的范畴之内 知龙山之中 藏学生气最重的地方在山顶 那个位置适合尸体带 同样旁边的陵墓 也会是最为茂盛的 以挂象相叠 以罗盘指针相叠 以阴阳相生相克的道理 阳星必定在山顶 张尔就会在他身边 或者是附近 我笃定地说道 上山 柳化道冷声喝道 我快不往前 明显他们想要走到我前面 因为我已经说了方位 他们不想要再耽误时间 不过等柳化道 要越过我身边的时候 我直接开口让他停下 明确地告诉他 我们要稳中求进 不能够冒失 现在的确让张尔 措手不计不假 可他必定会随机应变 如果出了问题 我们就损伤太大 且得不偿失 我们一起就这样上去 他反倒是拿我们 一点办法都没有 柳化道明显略有不满 不过却没多说什么 隐约之间 我甚至觉得 他对我有几分忌惮 知龙山本就是矮山 这崖山更是如此 但走到差不多 到半山腰的位置时候 我却发现 有些不对劲了 因为罗盘的指针 本来转针转动的速度很快 可现在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缓慢了下来 我猛然间顿住了脚步 眉头紧锁成了一个穿字 低头看着阳弓盘 只是停顿了片刻 忽然间 罗盘的指针 又迅速地转动起来 这一 次转动的速度极快 可让我感觉不对劲的是 转针速度虽然不慢 但是我总觉得 这转针转得不如之前吻 抬头看着山路前方 我谨慎地叮嘱周围几人 小心一些 上面有点不对劲 就在这时 狼傲忽然朝着旁边的岔路秀了秀 他猛然间狂吠一声 冲着的却是另一侧的山下 我被吸引了目光 只不过从这个角度 除了斜着的下山路 其他的基本看不见 不过那边的方位 就是形似闸台的位置 我回忆地图之中的构造 那里应该有一处潭水 山中水也是阴气的聚集地 狼傲对狮鬼反应格外敏捷 难道那个地方有所蹊跷 我心头略有几分发沉 狼傲的反应 明显也是犹豫不定 他时而冲着下方姿牙 时而又盯着山路上方 眼中透着胸利 山上山下 都有问题 对吧 这一次开口的是柳欲咒 的确有问题 不过应该是在山顶才对 否则的话 张尔就是放弃了一个 天时地利的地方 他公于心计不会那么做 至于山下到底有什么问题 现在不晓得 只能说我们要警惕 思寸再三之后 我沉声说道 我抬起手 安抚了狼傲一下 低声道 小黑 您 神 片刻之后 狼傲的反应平缓了不少 他低声乌咽了一嗓子 然后朝着前方迈步走去 我同样把腿上山 这会儿就是我和狼傲并行了 此刻我脚下的速度快了不少 其余几人紧随我身后 上方的山路开始变得陡峭 在行走的过程中 两侧逐渐能看到一些明指盆 并且明指盆中还捎着一些蜡块 金元宝 一类的物事 除此之外 在一些树干上 隐约有人影若隐若现 粗看是人影 仔细一看 却是纸扎 这些纸扎做的活灵活现 眉目勾画得栩栩如生 当真是细思极恐 就好似他们在目送着我们上山似的 我心头的景深更多 同时还有一种感觉 就是庆幸 即便是我们忽然杀了张儿一个措手不及 我都感觉他还是有所准备 若是真的 等他完全准备好了 迎我们来的时候 我觉得那危险更多 更重 终于 山路到了尽头 山顶的四周 是密密麻麻的树林 这些树的树叶 都透着一股深邃的墨绿色 整个山顶的范围并不是很大 约莫也就几十平米大小 山顶是没有房子的 地上则是有很多纹路 这些纹路 暗合二十四山项的一些走向 我 一眼就看到了 在最右侧的位置 那里是山顶边缘的地方 再往前 则是悬崖 就在最边缘 踏足一步 就会掉下去的位置 摆着一张茶桌 坐在茶桌前的 正是一身堂壮的张儿 他手中捧着一本羊皮书 茶桌之上 是一壶正在烹煮的热茶 滚滚的白烟生腾不断 在茶炉旁侧 静静地躺着一块螺盘 一眼我就认出来 那是定螺盘 在定螺盘后方 赫然放着一块燕台 正是天干燕 其上搭着一支笔 我眉眉着眼睛 强忍住心头的狂跳 张儿自然也是为了 使用天干燕 配上了一支笔 就如同我用圆化烧的燕台 与地支笔配合使用一般 我的目光 死死地锁定在张儿的身上 他抬起手 倒了一杯茶 不过他没有饮茶 反倒是伸手开始收拾东西 将定螺盘挂在腰间 将天干燕收起来 书也卷在腰头 我本来在看线 没想到 你们竟然到了台下 张儿低声难难 语速还有些匆忙 不过我从他的身上 却没看到急迫 他动作急迫 像是收拾东西要逃走的样子 可从他流露出的气场上 却并没有那种 仓皇逃跑的情绪 刘宇宙冷声呵斥道 想走 你还走得掉吗 张儿并没有立刻回答刘宇宙 他细细检查了一遍桌面之后 才点点头 接着他端起来的那杯茶 一饮而尽 这像急了在自己家里 收拾东西的人 忙完之后 喝上一杯水来解渴 柳玉咒 柳化道 柳化英 柳化阳他们 也没有立即动手 而是四人散开成牌 每人的手中 都握紧了桃木剑 明显是在戒备状态中 不会给张儿 任何逃顿的机会 张儿重重地呼出一口气 眺望着一个方向 忽然又说道 不是走不走得掉的问题 而是我想不想走的问题 我其实有个疑惑 十六 在动手之前 为张叔解惑可好 张儿扭过头来 和他对视的那一瞬间 他眼中金光闪烁 神采异异 刚才粗看张儿 我还没有那么仔细 清楚地看到他面相 现在这一眼 却让我心头骇然 粗看是没看出来 多大区别的 这细看 他的变化和之前 就太过巨大 本来张儿的眉毛眉形 都和正常人无二 而现在他的眉骨 弯长过目 眉身不中断 眉棱骨不高露 且硬堂开阔 这种聪慧 以及高寿 其实这面相 应该是配合着 眉清木秀整体的相格 还会主性格 温和 只不过 张儿偏偏少了眉清这一点 他眉毛变得浓郁了不少 并且全部树上 眉形之中 最为忌讳的就是 眉毛上树和下垂 眉毛上树者 主其个性乖利很毒 虽有智勇 但亦损伤应得 终其一生 必见大险 与人交往 则注重现实 讲功力 现在看来 张儿的行为做事 不就是这样吗 他吃寿米 寿命延长 足足的高寿 可他杀人不眨眼 更是乖利很毒 同样损伤应得 并且和我们纠缠这么久 现在才看看露面 包括他语人交友 接近 也都是为了利益 至于他其余的面相 现在则是看不太出来了 单凭相面 只能看到最凸显的相哥 张儿忽然笑了起来 他摇了摇头说道 石榴 让你给张叔解惑 也没让你相面 你这习惯 当真不是太好 我微眯着眼睛 沉声说道 如果你想问 我们为什么会找到你 我会告诉你 这是变数 多行不易必自闭 往常命数运数 站在你那边 可这一次 却站在了我们这边 哦 倒是警惕了不少 那这个变数是谁 说来听听 总归看你们的架势 是觉得不会让 我活着离开 张儿单笑着继续问道 我摇了摇头 再次开口 我们不会杀你的 一死容易泄罪难 你手上人命太多 有一半是石榴你的 张儿又倒了一杯茶水 一饮而尽 他这话 让我心头格外复杂 紧紧闭上了双眼 片刻之后 我再睁开双眼 眼中毅然透着杀鸡 是我的 的确不假 我中的 硬 我就要接受这果 张叔 今天是你的结 你眉毛树生 命中当有一大结 这结 我看你今天是过不去了 真要有那么多疑惑 真要想知道 待你伏法的时候 会有人告诉你的 鱼霸的瞬间 我顿时不再和张儿 消耗时间 而是低喝道 刘道长 动手将他拿下 不晓得杨星在哪 不要让他拖延时间 下一刻 张儿的面色顿时已冷 他手中的茶杯 啪 得一声朝着地上砸去 张儿不满 我晓得他不满的原因 他不满变数是什么我没说 他不满他说 要我给他解惑 我根本不问他 他疑惑在什么地方 可他的不满 却是我的有意而为之 张儿了解我 我又何尝不了解他 他的这些小细节 弱 是交给柳宇宙 柳宇宙或许就会说 甚至是刘文三也可能会讲 因为他们会觉得 让张儿做个死的明白的人 可这些小细节 就很可能给张儿变数 甚至也是 他拖延时间的方式 毕竟 我们没看到杨星 不晓得是张儿做了安排 还是我们来的赶巧 他在做某个布置 杨星现在露不了面 思绪只是电光火石之间 而茶杯落地的瞬间 以柳宇宙为首的四个柳家道士 同时抬手 齐齐呵斥出声 盖文 天元地方 律令九章 齐刷刷的鹤声 顿时响彻山顶 无精斩出 除去百秧 一斩去天秧 天逢道路鬼 斩雀诸魔鬼 永远离家乡 四个柳家道士 同时踏步向前 嗖嗖嗖 四柄桃木剑飞逝而出 齐刷刷的射向张儿 他们的动作 快到几乎形成了残影 并且他们根本没有停下 而是骤然一个原地 三百六十度转身 美人手中又是两把漆黑的 冒陶剑飞射而出 二斩去地央 地户将吉祥 男邪女归正 斩灭自消亡 三斩去鬼央 百怪远前藏 断除诸恶事 家眷自安康 无缝玉皇绿令射 斩桑咒的罪 后一斩 和第二斩的动作 完全连贯在了一起 冒陶剑飞射之后 紧跟着的就是青铜剑 一人六剑 四人便是二十四剑 我已经许久没有见过 柳玉咒用斩桑咒 而这一剑的 就是四个道士的斩桑咒 此刻崖山凶山之上 仿佛所有的凶利气息 都被这咒法 强行压制了下去 而这一切有多快 快到张尔砸下的杯子 刚落地 快到那杯子 只是碎裂成无数碎片 连带着里头剩余的茶水 随着碎片迸射开来 剑 已然传射而出 这时候 我甚至生起一丝惊疑 柳玉咒带着三个士书 这阵仗 会不会太大 毕竟我们对付 圈阳音师的时候 也就是他们这组合 有阳星还好 阳星不在张尔身边 这一套斩桑咒下去 直接把张尔杀了 那怎么办 而恰在此时 张尔却忽然笑着点头 同时拍起手来 好似他在喝彩 为这斩桑咒的灵力 很绝而喝彩 我瞳孔几乎紧缩成一个小点 柳玉咒也是面色凝重 也就在这时 忽而嗖的一声 一道人影毫无预兆地 出现在张尔的身前 那人影身上 也是一身道袍 可那道袍 却是破烂不堪 满是脏污 并且 那压根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人皮指扎 空洞的双眼 张大的嘴中 只有黑漆漆的一片 而他的皮肤 则是透着血清色 端得是血煞化清的人皮 那人皮指扎的双臂陡然抬起 并且自袖口之中 竟然也划出来 两柄粗长的铁剑 明显他在前冲 不过已经没那个时间 斩桑咒的那24把剑 以陶木剑为先 冒陶剑其次 青铜剑最后 速速速 全部射入了人皮指扎之内 同时响彻起来的 却是类似于金属碰撞的声音 就好像这指扎里 还有其他东西一样 我眼皮狂跳不止 这一招 竟然被张尔 用这种方式挡下来了 碰撞声停歇下来 咒法落罢 那人皮指扎 却冒出痴痴白气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化作烟尘粉末 入目的 先是一块扎满了剑的铁板 接着铁板 哐当一声落地 张尔的鼓掌声 在山顶回星号星号 柳家道士的斩桑咒 名不虚传 咒法好 剑法更好 射得很准 若非我还有点防备 这一招足够让我成筛子了 柳玉咒冷哼一声 他抬腿就要上前 而就在这时 狼傲忽然左右四看 他猛地狂吠起来 下一刻 我面色也变了 之前不知道是方位 还是光线原因 我 竟然没发现 那些树林子下头 隐晦的地方 都藏着东西 这会儿 狼傲狂吠我才看见 那些阴翼的老树下 竟然顶着很多 黑漆漆的布块 而每个布块的顶端 都是透着幽蓝的绿色鬼火 火苗灼烧至布块 布块飞速滑落下来 旗下便是蹲坐在地上的人 不 那已经不能说是人了 而是诗 我心头更是恶寒不止 这些诗 赫然是人点竹 并且 这比普通的人点竹 还要凶利恐怖得多 因为他们的身上 统统没有皮 所有的皮 恐怕都扒了下来 被张耳做成了人皮纸杂 并且 随着布块落下之后 就不再只是他们 头顶有火苗了 几乎每个人点竹的嘴巴 都是张开的 他们并没有舌头出来 而是口中有一节灯心 此刻也燃烧着悠悠火苗 从那个方位往上映射 人点竹的双眼 就好似泛着幽光 再加上身上无皮 只有星号星号在外的 已经枯搞了的血肉 端得是恐怖至极 惨绝人寰 人点竹 发作心 皮尾影 他们也可以看戏 这些人 有一部分是我偷受之后 不浪费他们的尸体 包皮做纸扎 身体人点竹 这样不但能够充分利用 并且他们皮做的纸扎会更凶 那种折磨 足够血沙划清 当然 我杀的人并不算多 这里有不少都是老师 柳家一行 我只用了一部分盗来的尸骨 剩下最凶的那一部分 我留下来了 老师说 老师的皮做纸扎很好 人点竹就勉强了一些 不过十六 我算准了你 如果要对付我 必定会带着柳家到使 就准备了这些老师的人点竹 他们可都是被枪足 被柳家镇压在那石山 乱坟岗之中 数百年数十年的凶尸 用压阵神咒镇压 都没有散魂的凶尸 他们的那份对柳家的恨 就是针对柳家最好的手段 说到这里 张儿不在鼓掌 他双目猿争 仿佛越说越兴奋 也就在这时 从他身后 忽然升起了十余个人皮纸扎 同时我还发现 这些纸扎上方 隐约可以看见 极为隐蔽的钢丝 悬崖旁边 是有几棵老树的 纸扎看似从悬崖那边升起 可仔细一分析 就发现 轨迹是来自于树后 并且那钢丝也是绑在树上 钢丝的高度不低 这种几乎肉眼看不见的能见度 再加上钢丝本身难切割的特殊性 基本上弄不断 并且我还发现诡异的一点 那就是 张儿除了鼓掌 他并没动手 这纸扎的操控 另有欺人 操控纸扎的 不可能是阳心 之前或 许慧是他 温神咒激发之后 他就只剩下胸利 做不了这事 并且也不可能是一个 普通撞碎的人 纸扎术没那么好用 我身体微微一颤 想到了一个人 他是有那个可能的 若是此刻主导他身体的魂 是在城隍庙养魂了二十多年的那个 那么这一切就说得通了 张说 你终其一生 想要拜礼阴阳为师 你晓不晓得 你犯了一个和他相同的错 我声音透着意志不住的沙哑 同时我猛地回过头 直勾勾地盯着张儿 没有等他回答 我便一字一句 森然冰冷地说道 不要让自己的妻儿老小 学和自己相同的手段 若是这样做了 往往老得不得好死 小的也求不到平安 一生受尽魔力苦难 十六 你莫要以偏概全 也莫要混淆我试听 地上堪语 才会一脉单传 这不过是指扎树 便是我在教他偷寿又如何 我将因数全给他 再让他学神婆手段又如何 他是我女儿 就不劳你太过关心 毕竟你是想要另一个人活着 想要我女儿死的 张儿的话语 陡然就变得凶利起来 这当口 山顶中央 已然乌泱泱的一片人皮纸扎 这些人皮纸扎 不只是从这一处悬崖 飘出来 还有四面八方的那些树后 各自都有飘出 一眼看过去 至少有数十个 并且最差的都是血煞化青 中间隐约有一小部分 全都是青石皮 十六 你是个优柔寡断的人 你心不够狠 做事不够绝 所以你拿不稳罗盘 拿不住天战宴 张叔会好好给你 秘一处好风水的 急让安葬的 下一刻 张儿忽然抬手一拍 那些纸扎 陡然扩散开来 这分明是张儿的信号 我现在可以肯定 他女儿已然成了 同人魂之中的主导 并且那些纸扎 飞速地朝着我们涌来 山风很大 温度很冷 那些人皮纸扎 一个个空洞洞的眼眶和嘴巴 都透着强烈的死计和杀鸡 这群纸扎 俨然要形成一个包围的形式 而且 那些人点烛燃烧的烛光 则是更为忧虑了 柳玉昼和柳花道 柳化明 柳化音四人瞬间散开 他们原本是要保护我 和陈瞎子的动作 但我们没有躲在后面 而是瞬间同时抽出了炸鬼刀 我们六人 形成了一个圈 被围在其中的 反倒是狼袄 柳道长 你们千万要小心 纸扎中可能藏着刀剑 不能让他们近身 张儿手头有石头菇 这种毒 触碰一下就会死 毒 柳玉昼神情肃然 语气中无比慎重 他思存片刻 陈生说道 那便不让他们近身 三位师伯 随时注意那奸诈小人 若是他要趁乱逃跑 虽不能杀他 但断手断脚 让他无法行动 都尚可 柳玉昼这话说的轻描淡写 听起来也并不觉得很利 可气势上 却有着十足的威慑力 张儿已然闭口不言 定定地看着我们这边 我对他依旧警惕 虽然他不可能近我们身 但是谁知道 他在暗处又有什么阴邪手段 况且阳心还没有露面 始终让我心头压着一块石头 顷刻间 那些人皮纸扎 便将我们紧紧包围 更为森然可怖的是 那些人皮纸扎 明显比之前的要凶利得多 他们莫不是口中含着一截贱人 就是手中持着匕首尖刀 月光和人点珠的烛光交杂在一起 形成了一种极其幽暗诡异的光线 先动手的 依旧是柳玉昼 和他的三位书版 因为我和陈夏子手中的武器 都是扎鬼刀 近身的时候才能够派上用场 我一边警惕着周围的危险 一边注视着四人的动作 此刻柳玉昼 柳化道 柳化明 柳化英四人 神态表情都极度地统一 四人的动 做几乎完全一致 都是迈出一步 抬手一挥 腰间一条 布袋飞射而出 月华映射之下 斑斑点点的银芒闪烁 他们再次同时甩手 不带高高飞起 下一刻 四人手中竟都多出了一柄浮尘 只见他们一手吃浮尘饼 另一手则是绷扎着了浮尘的虚伪 前缘亨李珍 珍法李游深 能济至宅室 阴阳妙有灵 秘诀似神通 至灵妄感应 奉请苗光桥 赵光浦 袁天刚 李淳峰一切先师 西谷真相并同供奉 竟有柳氏道士柳玉咒 柳化道 柳化明 柳化英 求灭人皮指扎 咒法齐出的瞬间 道士的浩然正气 威严肃杀 更是直接压下山头之上的阴翼气息 下一刻 柳玉咒 柳化道 柳化明 柳化英 几乎同时抖动袖子 树石跟燃香 直接从袖口弹出 落地的瞬间 稳稳地插在泥土里 鸟鸟轻烟缭绕而起 咒法再一次齐声喝出 天有三骑 地有六仪 精灵异怪 固气浮尸 黄泥赤土 瓦砾坟墓 放光摆布 随真见之 急急如律令 这一切发生得格外快 咒法结束的瞬间 被甩起的不带 刚好落至他们面前 嗖的一声 浮尘直接就被甩出 尾部重重地抽 打在了不带之上 嗖嗖嗖 千百道细碎的银芒 同时暴逝而出 那碎芒 分明是一根根银针 齐刷刷的啪啪啪声 银针以极快的速度 穿透了那些人皮纸炸 上一次他们几人放针 逼得圈阳殷师 以棺果来挡 最后棺果都碎了 只不过 我还没兴奋起来 心头就重重地沉了下去 柳家倒是如此猛烈的 银针攻势 对于那些人皮纸扎 仿佛并没造成什么大的伤害 并且挡在最前面的纸扎 都是血煞化青 都还不是最凶的 暗中操控纸扎之人 似乎也晓得厉害 在柳宇宙他们放针的时候 特意有十数个纸扎上前来挡 而重针之后的纸扎 我也没感觉到 他们被破坏了 好似这威力极大的银针 只是给他们抓了抓呀 柳宇宙等人的面色 却都变了变 下一刻 柳宇宙才沉声开口 真未曾留在纸扎里 对付尸碎活物 真透体入内 能破尸灭魂 看来对着纸扎无用 要近身了 罗十六 你们且小心 我心头又是一尘 微眯着眼睛四下扫视 发现那些纸扎 已经继续开始逼近了 我晓得 我和陈下子手中的扎鬼刀 天刻这些人皮纸扎 但柳家 得到是法物 就未必能轻易对付得了他们 毕竟倒是虽凶 却没在兵器上克服 顷刻间 人皮纸扎接近至我们近身处 柳宇宙他们四人 毫不犹豫地冲进其中 铿枪刀剑碰撞的声音 瞬间传来 十六 莫要担心他人 每一个人的身手 都比你厉害 陈下子冷不丁地赤和一声 他双手高举 赫然朝着迎塌而去的一个纸扎 狠狠一刀 这当口 也有一个纸扎 冲着我银面来 血中泛青的尸皮 空洞的眼眶 他手中也是两柄尖刀 我提起鸣神 一刀朝着他 当头披下 死了 一声 这人皮纸扎 直接一分为二 那两柄尖刀 更是无力地掉在地上 发出铿枪的声响 余光瞟过陈瞎子 他的速度比我更快 对付人皮纸扎 就像是在砍瓜切菜 对比之下 柳宇宙他们四人 反倒是慢了许多 即便是血煞化青的人皮纸扎 也很难瞬间破坏掉 这就会形成一个群起而公之的局面 更难对付 尤其是他们其中 还混杂了很多青尸皮 我定神 手中的炸鬼刀 再次批向另一个人皮纸扎 这些人皮纸扎都凶利无比 接二连三地扑向我 不过都是瞬间 就被我手中的炸鬼刀斩座 几段 无力地掉落在地上 当第四巨人皮纸扎 冲向我面门的时候 我脸色大变 因为他身上披着道袍 更为诡异的是 他的眼眶之下 不是黑漆漆的一片 而是一双女人的眼睛 那是一双深邃好看的桃花眼 可其中的冰冷 却让我心头发寒 原本我是要一刀劈头 立时转换的姿势 斩向那指扎的肩膀 那指扎的动作十分凌厉 他双臂张开 接着猛然一合 直接便斩出来一道十字 端蒂是打定了主意 要以伤换命 我顿时收刀 一手握紧刀柄 另一手撑住刀身 猛地往上一抬 铿枪一声 那划出十字的斩刀 狠狠地斩在扎鬼刀上 童人魂活下来不易 你这二十多年 都在城隍庙中养魂 你父亲已经走错了路 你不要走错更多 我冷声呵斥 我能察觉到他 很想帮你 可惜他不行 他也很可怜悲哀 清幽的声音 从那人皮脂扎的口中传出 下一刻 他讽刺笑道 你是想要劝我 跟你杀了我爹 然后再让你杀了我吗 十六个 尖锐的声音 几乎是嘶吼 下一瞬 那人皮脂扎的胸口 竟然也射出数道银针 直射我的面门 这一声十六个 乍听起来格外熟悉 可其中蕴含的情绪 却是全然陌生 这不过是他混淆视听 想要扰乱我心神的手段吧 炸鬼刀在横挡住 那十字一盏的同时 惯性的力量 让我控制不住身体 陡然踉践着后退竖步 银针转瞬之间 就要临至面门之上 我猛地抓起腰间的阳弓盘 用方盘的背面直接挡住头脸 冰 冰 冰 的声响接连不断 银针撞击在方盘上的力量 震得我手腕一阵发麻 我飞速后退 堪堪停下脚步的时候 已然挡住了这一击 可当我再次抬头的时候 面前的那个人皮脂扎 却消失不见了 我惊意不定地左右四看 狼翱忽然朝着右前方狂飞不止 我视线顿时投了过去 那里刚好是山顶的中央 那轻湿人皮的纸扎 正在其中悠悠起舞 手足舞动之间 进攻柳欲咒 柳化道 柳化明 柳化阴 以及陈瞎子的那些 人皮纸扎速度更快 更为迅猛 我一个机灵才反应过来 它是不可能多 和我缠斗的 它还需要操控这些纸扎 纸扎全部到了这外面 它躲在暗处 不管是距离 还是灵灵程度空 怕都会下降 所以它才会到山顶中央来 而它出来的时候 也抓住了机会 和我过了一招 我微眯着眼睛 将情绪平复下来 它是没那么厉害的 最多它控制纸扎有天赋 刚才它的身手和力道 都和披上的青狮皮纸 扎有极大的关系 剑光四射 金橱挥舞 柳家倒是四人 和这些人皮纸扎斗得如火如荼 张尔抓住了一个很精妙的点 就是那乱坟岗里头 被枪足和柳家镇压的叛徒 他们活着不弱 死了更凶 这成了张尔能和柳宇宙 他们周旋的手段 转瞬的思绪间 又有两个人皮纸扎 朝着我飞落而来 下一刻 他们陡然身体前倾 双臂挥出 一个冲得快一些 要来抱住我 另一个则是双臂持着长剑 要贯穿我的身体 这两个赫然都是穿着 破烂道袍的青狮皮纸扎 我双手握紧了 扎鬼刀的刀柄 朝着来抱我的青狮纸扎 狠狠斩去 同时我立声高喝道 中央的那个纸扎下头 有人 他在控制这些纸扎 刘道长 制住他 这一声吼出 我也难免分神半分 一刀斩下的同时 那青狮纸扎 却诡异地朝着侧面一颤 刚好紧贴着我 得刀 躲过去了这一盏 另外那个青狮纸扎的双剑 直接扎向我腰间 我面色陡然一变 朝着右边迅速闪躲 他双剑刺空 却并没有停下 接连朝着我身上扎来 柳宇宙他们 明显要往山顶中间冲去 只不过那些纸扎着实太多 将他们拦得死死的 再看陈瞎子面前那些血煞化青的纸扎 已经全部被斩掉了 也是剩下两个青狮纸扎 将它缠住 和我此刻落入下风不同 陈瞎子刚好跟他们打成平手 却也无法 一切仿佛陷入了僵局 悬崖那边的张儿 一手提着茶壶 壶嘴凑至唇间 竟是在不紧不慢的小口饮茶 他端的是 将这里的一切 当成了一出好戏 逗大的汗珠 从我的额头上滚落 躲闪着青狮纸扎的剑 已经让我侧跑了起码十几米 他就像是不知疲惫一般 对我紧追不放 另一个想抱住我的青狮纸扎也紧随其后 我稍微露出一点破绽 就必定会让他们得手 伸手一直是我的短板 与两个青狮纸扎缠斗下来 我额上的汗水更多 身体也快速地感觉到疲乏 我猛然间停顿下脚步 手中的扎鬼刀高高举起 直接 用当头一棒的手势和力道 将其朝着山顶中央狠狠一头 嗖 的破空声响起 扎鬼刀就像是离弦的利剑 直射场中起舞的青狮纸扎 骤然间 山头之上的所有纸扎都猛然停顿了一瞬 下一刻 他们攻势不减 只见两个青狮皮纸扎 忽然被从柳家道士的方向抽回 一前一后挡在了最中央那青狮纸扎身前 十六个 想杀我 却丢了刀 我看你还怎么挡得住 尖锐的声音 带着极为浓郁的怨毒 响彻整个夜空 电光火石之间 挡在他身前最外延的那个青狮皮纸扎 双臂猛然合起 双掌死死地拍向飞尸而去的炸鬼刀 啪 等一下 直接将炸鬼刀挡住 痴痴的白烟骤然滋生而起 炸鬼刀上有压阵神咒 饶视青狮纸扎 这样去直接接触 也像是以卵击石 转瞬之间 那青狮纸扎的双臂 就被压阵神咒完全腐蚀 炸鬼刀直接穿透他的胸口 可力道却弱了下来 再到第二个青狮纸扎前头的时候 被其用剑一斩 便直接落地 我心头一沉 只不过我本来就没想过 这一下能直接得手 至少能分散一下他的注意力 刚才扎鬼刀要射中他的时候 明显追我的青狮纸扎都慢了下来 和陈瞎子斗的那两个 直接落了下风 柳家道士那边更是如此 只不过这一瞬间 他们又重新变得凶狠凌厉起来 我没有再逃 而是飞速拿出了地支笔和焰台 地支笔浸染过焰台之中的末 同时我用力地咬破舌尖 含满了一口舌尖血 狠狠地朝着焰台上一喷 血雾落下的瞬间 不只是进入了焰台 也渗入了地支笔 我也没有再躲闪 抬起地支笔 朝着抱我的那个青狮纸扎头顶滑去 至于另一个用剑刺 我的青狮纸扎 我丝毫没有管顾 地支笔 瞬间落至它头顶 我猛然间勾勒出来了一道压阵神咒 这一道咒法出现的瞬间 呼吱一声 一股刺目的幽蓝色火苗陡然升起 青狮纸扎瞬间燃烧起来 幽蓝色的火苗 很快又变成正常的橘红色 刚才我画幅的时候 耳中就听到钢丝崩断的琵琶 声响 此刻我扭过头 微眯着眼睛 看着处在地上的另一个青狮纸扎 手中的地支笔 毫不犹豫地落至它的面门 也是一道压阵神咒画出 它瞬间也燃烧起来 刚才的确是我没有办法 才直接用这种搏命的方式 也只有搏命 命数的壁虎才会生效 我没有去攻击这个刺剑的 也是因为只有它 才对我有生命威胁 另一个只是抱我而已 它们要杀我 就触发不了这壁虎 两个青狮纸扎燃起的火焰 映射着上方的钢丝 分明有一截自己断了的 在那里悠悠飘星号星号 刚才它分神那一下 并没有因为回神操控 而拉回它落下的下风 陈霞子 柳家四的道士 已然前进了十数米 要逼近山顶中央了 狼熬狂吹一声 它明显也要前冲 不过却在等我下令 小黑 它不足为惧 擒贼 仙擒王 我猛然转身 地支笔直直地指向张二 我这一指 那边饮茶的张二 明显身体微微一僵 狼熬反应极其迅速 比小牛毒还大的身体 如同离弦之剑 直接冲向张二 二三十米的距离 几乎转顺制 我脚下速度也没有停 快步奔向张二 我距离还有十来米的时候 狼熬已经冲到了张二的面前 至少这一眼看下去 张二下一刻就要被狼熬扑倒 可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张二竟然双臂张开 朝着后方直接退去 要知道 他身后可是悬崖 我无比惊愕 得看向张二 他 要跳崖 狼熬的扑式明显没有停下 一跃而起 还是扑向张二的身体 我双目圆征 脚下的速度更快 但我却并没有喝止他 张二是个怕死的人 他极度惜命 怎么可能跳崖 这其中 必定有玄机 可下一瞬 张二的一只脚 赫然落空 他整个身体 朝着下方一斜 直接失去了平衡 重重地朝着悬崖坠落而下 狼熬扑了一个空 刚好扑在张二最后站立着的地方 他身体陡然停下 因为只削 再往前不足一米 他也得坠崖 这座山不过百余米高 是一座极小的山 可即便是小山 这高度也超过了三十层的高楼 任何人落下去都食死无声 几秒钟后 我冲到了悬崖边缘 目光投下去的瞬间 我心头一惊 这时候 狼熬也垂头盯着下方 呲牙狂吠 凶狠无比 张二并没有直接坠崖 他此刻竟还在半空之中 在他的腰间 拴着一根麻绳 那麻绳子后背的位置缠绕上 并且 我们这位置的悬崖下方 约莫一两米的位置 有一截凸起的老树 那树身之上 缠着一圈又一圈的绳索 明显这绳扣拴得严严实实 另一头则是绷得笔直 倾斜而下 就像是一条锁道 张二腰间 的麻绳 打了一个圈 那圈刚好就在锁道上头 此刻张二正顺着锁道 往山下滑去 他的速度并不快 双手还保留着张开的姿势 背对着悬崖下方 正面对着 我和狼熬 十六 你太嫩了 张二的声音 在悬崖之间回星号星号 形成了连绵不断的回音 我在山下等你 张书命中有一节 而今天 也是你命中的节 你的节 可不只是张书一个人 话语至最后 便是笑 这笑声尖锐刺耳 这笑声猖狂森然 夜间的山中有雾 等它滑落到山腰位置的时候 便消失在了我们的视线之中 我死死地握紧了 手中的地支笔和燕台 当我收回视线 低头刚好看到自己的双手 两只手的指关节 因用力过大而隐隐发青 狼敖还是在冲着山下狂吠 它忽而猛地掉转身体 直接朝着山下冲去 我马上回头 立声喊道 小黑 不要冲动 可这一次 狼敖没有听我的命令 它的速度太快 青黑色成了一道残影 转瞬之间 它就消失在了山口 这时候 我已经完全明白 刚才为什么我会在山腰位置停下来 那时候 阳弓盘就发现了异样 狼敖当时会在那里停下来 应该是 它也察觉到不对 因为阳星 并不在山顶 阳星在山下 另一侧凹陷的山体扎口的位置 只不过在山顶之上 青狮指扎太多 还有这么多人点竹 只是一个阳星 还无法完全压过他们的怨气和煞气 所以我们最后会分辨错误 此外的原因 就是风水之上 枝龙脉的山顶 往往是最适合尸体的地方 却没想到 张尔会在这里用手段 不过他也并没有放弃掉这里 显然他也成功了一部分 用这些纸扎 制衡了柳家倒是这么长时间 思绪想清楚的瞬间 我也朝着山口的位置狂奔去 不只是追狼敖 不让他独自面对张尔阳星 同样也是追张尔 我怕他逃 我的余光能看见柳宇宙四人 和陈瞎子 已然逼近山顶中央更多 所有的纸扎都围成一圈 在节节败退 我没有再去提示 让他们不要动手杀人 倒是都是想要除魔 对于普通人 他们跟我是一个态度 无需我过多嘱咐 请客间 我就到了山口 急步朝着山下冲去 我自己都不知道 哪里来的气力 可以跑得这么快 只晓得 此时每一分每一秒 都格外重要 而这么快的速度下 甚至我都晓得 一旦脚下打滑 必定是要从这山上 滚落下去 片刻之后 我就冲到了山 哟 这时候 我已经看不到狼熬了 我从之前 我们停顿脚步那里 直接迈入了侧面的树林 继续往前跑 这里的路就没那么平坦 杂草不少 矮树灌木横生 再等我穿过这片树林 我也不晓得 花了多长时间 总之入墓地 是一片圆形的山坛 边缘的位置 全都是打滑的鹅卵石 深邃的潭水 有黑森冷 月光星光照射之下 潭水表面反射着诡异的白光 狼熬在山坛的一侧 他四肢散开 身体下压 做出随时会飞扑的动作 他锐利的目光扫视着周围 更多的还是停留在潭水之上 我看见在一侧的鹅卵石上 似乎有血迹 还有糖庄的碎片 上方的位置是那条锁道 锁道接近地面的一头 挂着一节割断的绳索 在我下来之前 狼熬已经和张儿交手过了 也就在这时 狼熬忽然一声狂吠 紧跟着又是熬乌一声 这狼熬声端得是渗透人心的恐怖 明显狼熬并没有受伤 我把视线从狼熬身上移开 继续搜索山坛表面 在山坛的中央 有一块扶着的木板 木板上有一口棺材 棺材旁边赫然坐着一个人 此人不正是张儿吗 只不过她左腿的位置 明显有不少血迹 本来张儿就是脖子 看来是她没料到 狼熬会直接下山 又或者 她在脱离这锁道的时候 速度不足狼熬快 才惨遭熬口 此时的张儿 面色阴狠 只是这距离 我看不清她的眼神 不消去想 我就晓得 她肯定想将狼熬包皮抽骨 我眯着眼睛 直直地盯着她 不过这一次我 没有拿出枯桑棒 而是握紧了地支笔和验台 因为我晓得 张儿必定不可能和我硬碰硬 单一个狼熬 就是她吃不消的存在 那棺材里头 就是阳星 月光混杂着星光 这山坛泛着的悠悠光韵 渗透着一股特殊的灰黑色 让人心头压抑难耐 张儿的手扶在棺材上 她缓慢地站了起来 胸口来回起伏 喘息不止 接着她的注意力 便全部落在了棺材之上 她忽而也取出来了笔和天干燕 紧跟着她又拿出一个瓶子 朝着天干燕里倾倒 这距离着实太远 我看不清楚 她到处来的是什么 隔着这幽深诡异的潭水 我也不能贸然地游过去阻拦她 天知道这水里头 她不下了什么洞险 必须要等到柳宇宙几人 和陈瞎子下山之后 才是合适的动手时机 张儿的速度并不慢 她沾了墨汁 便在那棺材上勾化 现在我明白过来 为什么阳星在潭水里 而不是在山上了 这也是 因为我们来得很突然 这时的阳星 应该是在张儿用这风水局 帮她转变的过程中 肯定是要等到 她的转变完成之后 张儿才会将她带上山 现在我们刚好在这之前来了 张儿在老谋深算 在这件事情上 她也无法做到随机应变 依靠风水 让凶尸更凶 本就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 就算是算计的再精明 也需要足够的时间 我的呼吸恢复了平稳 刚刚冲下山时 心中的那股急促 也渐渐平缓下来 狼熬绕着潭水来回走动 她不停地呲牙狂吠 模样更为凶狠 我在等待的同时 在脑中迅速地分析着 崖山凶山的风水 和我之前分析的相同 我无法改这里的风水 这里山坛的位置 甚至刚好是整座山 灌注死气的地方 月光星光完全照射在潭水中 月华和星辉 都在不停地被那棺木吸收 张儿的符快要化完了 她的速度变得愈发得快 甚至她身上的唐装 都在随风凛冽 可这时间也不短了 怎么他们还没下山 难道说 最后那些纸扎又翻起来了 什么锋芒不成 也就在这时 霍尔上空传来了速速声 那声音就像 是鞭子或者绳子 以极快的速度在空中抽打 在那条锁道的终点位置 绳索正在摇晃不止 我猛然间抬头 心中惊骇不已 在我头顶悬崖上 有几个黑色的小点 正在迅速地下落 那小点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大 距离近了 我看得更是清楚无比 锁道之上 刘宇宙单手持着浮沉 另一只手中 则是一笔青铜剑 他竟然在踏绳下山 自柳宇宙身后 是柳化道 柳化阴 柳化阳三人 他们将浮沉横于锁道绳锁之上 双手分别握着浮沉两头 把这个当成了绳套锁扣 直接划了下来 盖文 天元地方 绿令百章 这一声正气凛然的高鹤 震慑人心 响彻夜空 东北安清时 东南安红时 西南安白时 西北安黑时 学中安黄时 咒约 五星八地 神灵保佑 碎星居左 太白居右 迎获在前 陈星立后 镇星手中 必除殃旧 妖艺灾变 五星涉案 王者安宁 生者福寿 急急如律令 这高亢的咒法 更是镇得周围的树叶之条 也速速作响 甚至于潭水表面 都起了波纹 刘宇宙双手回复于胸前 下一刻他狠狠甩出 浮沉依旧在手中 剑也没变化 从他的袖口位置 却 分别射出五个石块 其中四枚青红白黑石子 分别落于那棺材四角 一枚黄石 竟刚好射中棺材中央 力道和精准度 都达到一个 令人骇然的程度 这赫然是安五金镇符 刘家另一种 强横镇尸的手段 张尔明显画符 刚好到最后关头 这几个石块落下的时候 他好似正要最后停笔 石块落下的瞬间 他猛然抬头 面色争名到了极点 刘宇宙 你找死 张尔斯雅兄弟的吼声 在湖面回星号星号 找死 柳宇宙距离地面 还有二十余米 他没有继续踏绳而下 而是忽然借着那绳索 狠狠一跃 他这一跃 让锁到绳索 都发出不堪重负的噼啪声 仿佛下一瞬就要断裂 甚至柳化道 他们三人都在绳索上摇晃不止 险些脱手坠落 这反冲的力道 让柳宇宙前冲而去 这一冲 就冲到了山坛上方的中央 在他跃起的瞬间 更是杀鸡凌然地呵斥道 找死的不是我 而是你 他跃至中心的时候 身体陡然一个旋转 碎裂的是他上半身的道袍 柳宇宙瞬间上身 星号星号 鲜血 自他胸口剑射 不只是落下至湖面之上 更是浸满他整个上身 孔圣赐我玲瓏信 我闭环是于天庭 以血度剑灭斜碎 以心破磨死无余 不只是剑射的鲜血 还有一条 别满了柳叶青铜剑的不带 随着他一同旋转 骤法未停 那不带之上 更是铜光闪烁 盖文 天元地方 律令九章 无精斩除 除去百秧 九剑去天秧 九剑去地秧 九剑去鬼秧 斩雀诸魔鬼 亡两自消亡 斩雀诸恶事 俗世自安康 无缝玉黄律令射 一共二十七把柳叶青铜剑 自半空中 传射山潭中心 张尔面色大变 你疯了 你要同归于尽 道士 都是疯子 张尔嘶吼的声音到了最后 已然从胸利变成惶恐 他整个人竟朝着旁边的水中 猛然冲去 下一瞬 至少有超过二十柄剑 直接射在了棺材之上 鱼下的七把 则是射向张尔 张尔逃顿的速度不慢 但是那些剑更快 我清楚地看到 剑分别射穿了他的胳膊和左腿 只是没伤到要害而已 张尔还是冲进了水潭 鲜血瞬间染红了水潭表面 与此同时 碰 的一声巨响 那棺材炸裂开来 柳宇宙用完这一招竖法之后 也在半空中后继无力 重重地朝着山潭之中坠落下 二十余米高 即便是落水 也有极大的冲击力 对于柳宇宙的身体素质来说 我倒是不担心 他落水出什么问题 他不过是后继无力地掉入水中 令人担心的是 这水里头 张尔有没有高鬼 同归于尽 这恶毒小人 太高看他自己了 也就是 他从这地方 掉下来能摔死 旁侧传来了柳化道的冷鹤声 我余光中 看见他们几人稳住了身形 逐一走到了我身侧 我哑然 不过柳化道说的还真没错 张尔这身板 可能的确挨不住 柳宇宙落水的地方 水花见舍 转瞬之间 他的身体已然浮出水面 可他却并没有上岸 而是朝着山潭中央而去 至少现在 我是没发现 水里有什么问题 宇宙 不要在水里头对付他 上来 忽然 柳化道又是一声高鹤 柳宇宙已经快要接近山潭中央 他稍作停顿后 便转身快速地向岸边游来 我依旧没有降低警惕 我的视线在水面上 搜寻着张尔的行踪和下落 水中的波纹逐渐平静下来 大片的鲜血漂浮在水面 映衬着潭水之上 诡异的灰黑色光韵 透着令人窒息的阴森和恐怖 当我的视线 再度停在山潭中央 等木板上时 我心头猛的一沉 因为刚才炸裂的 仅仅是棺果而已 如今在木板上的 赫然是一口锈迹斑驳的铁棺 棺身之上是十数把柳叶青铜剑 甚至有不少凹陷 可铁棺却并没破裂 下一刻 棺材忽然发出枝鸦的声响 就像是年久失修的铁门 要被开启 忽然 那木板竟猛地沉入了水中 没有丝毫预兆 木板沉下的时候 连带铁棺也沉了下去 转瞬之间 水面便已空无一物 刘宇宙游到了岸边 他撑起双臂爬出山坛的时候 我能清晰看见他胸前的两道伤痕 这会儿已经没有继续渗血 他的脸上略有几分湿血后的苍白 不过他的双眼 依旧锐利地盯着水面之上 同时他手中的动作并没有停下 快速地摸出一个小瓷瓶 倒出药粉之后 直接涂抹在了胸前伤口上 一眼扫过他的胸膛 除去了刚刚的心伤 我还看到了树道已经愈合的疤痕 那奸贼在水中藏不了多久 大家分散 包围住整个山坛 别让他逃走 柳化道当即下令 他和柳化英柳化阳三人快速散开 朝着另外三个方向跑去 柳欲咒则是原地不动 除却失血的脸色苍白 给人的感觉反倒是欲战欲勇 他还有什么手段 柳欲咒沉声问道 纸渣 人点竹 我们都看过了 他身上必定随时带着兽土或者兽米 不会那么容易死 那件血衣已经被我们收走了 我的确不晓得 他还有什么手段 我如实回答 停顿了片刻之后 我凝重地说道 温神咒应该是最需要我们警惕的 章儿已经很凶了 他硬抗了你们这么多道数 这话语中 我其实还有几分抑制不住的叹歇 作为一个风水先生 他能做到这一步 已经是相当可怕 不过 这也是因为他步步为营的原因 他一直是一条藏在暗处的毒蛇 时不时地探出蛇性子 来咬人一口 若非是他到了那乱葬岗之中的尸骨 他也不可能有能耐和柳家周旋 刚才拦住了柳宇宙和他的三位 师叔伯那么久 你的意思是 除了那叛徒阳星 这章儿已经是穷途末路 强弩之末了 柳宇宙再次开口 我微眯着眼睛摇头说道 不 章儿这样狡诈的人 永远都不会走到穷途末路 也不会是强弩之末的 只要他不死 他就肯定还有手段 柳道长你知道吗 舌头即便是断了 都能跃起 来咬人一口 我们必须要警惕万分 嗯 柳宇宙淡淡应了一声 接着说道 那些纸渣 差不多都被破了 二世伯下手太快 用的是压阵神咒 那女人应该是伤了魂 而且伤势不清 陈霞子最后制住了他 我们先行下山 他随后会下来 所以 你不用担心 人是没死的 我心头一领 不过也略微松了口气 柳宇宙的眉头 逐渐皱了起来 他忽然又说道 罗十六 你不觉得 安静得有一些酒了吗 那老皮肤没上来 憋气的时间 我看快要比刘温三长了 我心里忽然咯噔一下 紧跟着 一种强烈的心机感 骤然升起 我本能的反应 猛地低头看去 就在我前端的水面 陡然探出来一只手 那只手臂 满是黑红的血肉 伤疤已然完全剥落 血肉之上 更是细密的扶转纹路 这赫然是杨欣那条胳膊 若非是冥冥中 我心头的感应 让我低头 我们压根发现不了这手 前一刻 连柳宇宙都没发现他 此时柳宇宙 依旧是抬头远眺着水面 可比他的身体反应 更快的是他手中的剑 杨欣的手 瞬间往后一缩 避开了柳宇宙这一剑 我的 心蹭的一下 悬到了喉咙口 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 杨欣不好对付 温神咒要自杀才成事 而那口气又咽不下去 完全是活尸 神婆成温神 和神婆成煞 再用无鬼被关束 我下意识就觉得 温神咒会更凶 倒是在岸上厉害 杨欣应该不可能出水面 再加上张尔下水的时间 已经太长 我也怕他 有什么法子跑了 思绪在电闪之间 我的手猛地探了出去 一把就抓住了杨欣的手腕 刹那之间 那骨子冰冷 让我浑身一颤 我的耳边 似乎听到一声淒厉的哀嚎 那声音无比尖锐 震得我脑中嗡嗡作响 罗十六 你干什么 刘欣咒 惊一不定的呵斥声 在耳边响起 我已经来不及多想 只能死死抓紧了杨欣 一股距离 直接拉扯着我坠入水中 哗啦地声响 眼前的视线 顿时变得模糊 我死死地 拽着杨欣的胳膊 他并没有停下来攻击我 而是飞速地朝着水下去 阴阳先生的直觉 往往都是一闪而逝 我觉得 若是不下水 就对付不了杨欣 会被他偷袭 或者让张儿伺机逃掉 所以才毫不犹豫地下水 我不可能 也绝不能再给张儿机会了 否则 恐怕就再无机会抓住他 几秒钟之后 我的视线逐渐清晰起来 因为杨欣的速度太快 以至于两侧的水流 都像是在飞速地后退 我微眯着眼睛 直勾勾地盯着他 他现在后背对着我 一只手被我拽着 同时身体飞速地下游 此刻他身上穿着的 赫然也是一件糖装 只不过 其上有许多符文 这些符文一看 就让人心惊肉跳 我认识一小部分 都是用来羊鬼巨鹰的符文 还有几个是阴阳先生的符 也是在凶山所用的凶符 我没有回头 余光勉强能看见 后方似乎有阴影追了下来 不用想 就是柳欣晝 阳星现在不停下来 要么是忌惮后面的柳欣晝 要么就是这水下 当真有什么蹊跷 我思绪更快 并且此时 我已经完全进入 壁气潜水的状态 跟刘文三下水的次数多了 至少在我们这一行人之中 可能谁憋气都不如我 我的一只手 快速地抽出腰间的枯桑棒 狠狠朝着下方一棍砸去 同时 我抓着阳星胳膊的那只手 也陡然用力 拉着我的身体往下一坠 接近它更多 两个动作配合之下 我和阳星的距离 刚好拉近到枯桑棒的攻击范围内 这一棒 我丝毫没有留守 直接就劈在了阳星的头上 水下没有声音传来 但是枯桑棒却震战了一下 就好似身体感受到了声音似的 阳星的脑袋往前一倾 明显被我打了个措手不及 但它却并没有被一击毙命 骤然间 它速度反而变得更快 下方已然是一片阴影 眼瞅着 就要被阳星带到山坛底部 这山坛底部 黄眼一看都是乱石灵循 但仔细一看 乱石之中有九个石队 分别摆成了九星连珠的形状 关于文曲星的那一个石队最大 并且这石队竟然还反光 隐约之间 山坛之中似乎有一道光柱 从上下 刚好照射在那文曲星位置的石队上 阳星 就是在靠近那石队 它的速度 又一次爆发一般的加快 转瞬之间 它就落于石队之上 紧跟着 它的胳膊用力往下一转 一个转身 它右手成长 直接抓向我的面门 我顿时松开它的胳膊 同时双腿往前一蹬 直接避开了它的右掌之外 我更是蹬住了它的胸前 整个人借力朝着后方 游去不远的距离 它就像是一块石头一样僵硬 冰冷 蹬得我双腿 都是隐藤 它 得一张脸上布满了诡异的黑色纹路 像是符纹 又不是符纹 它的双目怪异凶残 透着阴冷的杀鸡 我极力稳住身形 一手依旧紧握着枯桑棒 另一手则是快速地掏出了地支笔 伺机要攻击阳星 之前在半途的时候 我就晓得柳宇宙折返了 倒是不怎么下水 是撑不住的 这会儿我极力让自己保持平静 镇定 尽量减少消耗 能多撑住一会儿 试一会儿 我得和杨星再交手几次 如果没办法对付她 还得上岸才行 在这之前 得让杨星上头 她心智是远不如我的 只要上头了 加上现在这状况 肯定会追着我出水 也就在这时 霍儿身后传来一股子压迫感 似乎有阴影在接近 我脸色骤变 猛地回头 哭桑棒毫不犹豫地劈了下去 这一回头 我看见的不是别人 赫然就是张儿 张儿此刻面目猙獰 她双目猿猙 好似要一出鲜血一般 下半张脸倒是看不见 因为那儿戴着个氧气面罩 她身上竟然还有氧气瓶 我心头更冷 张儿果然准备齐全 下水的东西 怕是都在刚才那木板下头 并且张儿的手中 还有一把铜箭 直 不过这铜箭的箭尖 断过一截 剩下的半截经过打磨 即便是断口处 也格外丰锐 她一箭朝着我刺下来 我这会儿才晓得她 为啥能不上岸 有氧气瓶 她当然能一直耗着 不过现在 我也清楚 为啥她能冒险来 直接贴我身 就我一个人下水 他们两个人对付我一个 她当然忍不住 我想让杨星出水面 张儿也不想 我再上岸 我动了动嘴唇 以唇语做了张叔两个字 并且 我没有躲她的铜箭 而是一棍朝着她肩头劈去 这动作期间 我更是格外警惕下方的杨星 张儿距离我的身体 很近 一棍子刚好能打中 下一瞬 她眼神忽然变得怪异起来 似是嘲讽 也似是感叹 我面容不改 可我晓得 她那眼神的原因 不就是因为 我没劈她的头 她手中的铜箭 速度更快 我这一棍 狠狠地劈中了她的肩头 她的肩膀 迅速地往下一踏 我动作未停 随即在她肩头一跳 我挑中的 刚好是那氧气瓶的背带 张儿的剑短 速度没有快 眼瞅着要刺中我的胸口 我下半身调换动作 右腿狠狠朝着张儿胸前一蹬 再 水里头的动作和伸手 张儿完全比不上我 甚至在我看来 她根本就是迟缓无力 这一脚下去 张儿被我踹出去好几米 同样我的枯桑棒 也将她的氧气瓶 连带着面罩 一起挑了下来 张儿的面色阴沉 胸利到了极点 她眯着眼睛 却迅速地朝着水面上方游去 我刚才没下死手的原因 也就是打定了蜘蛛叶 要是下死手 张儿未必没有后招 不然她不会那么贸然接近我 我便招之下 这一下就占了绝对的上风 我快速地戴上面罩 将氧气瓶背到背上 这期间 阳星已然朝着我冲来 我迅速回头 反手一抽 一棍子刚好砸中她的面门 她双臂直接朝着我扣来 我大力吸了一口氧气 整个人仿佛都灵活了不少 猛地在水中一个后仰 阳星扣向我胸口的双臂 直接落空 反倒是被我砸了一棍子 她的整个身体 都被砸得下沉了些许 并且这交手两次 我已然看出来了 阳星在水下也会被压制 没有强横到那种难以对付的程度 我飞速地将地支笔和枯桑棒 同时收了起来 下一刻我已然是一手吃阳弓盘 一手持装着鸡鞋和伟龄的瓶子 我打算先用阳弓盘震尸 再尝试使用杀术 在水下 我现在觉得或许有这个机会 可我的余光却发现 张尔不是要上水面吗 他怎么游动地变了方向 我迅速地瞟了一眼阳弓盘 立刻就断定了张尔的方位 他游过去的是八卦之中的坎位 在八卦对应的地理方位之中 坎在五星属于水 代表的是大江大河 湖泊沼泽 张尔游动的倾斜度 明显不会上水面 当时我就明白过来 他想要逃 坎那个方向是在下南方 刚好对着的是外面的阳江 这崖山凶山 本就是屹立在阳江之外 这水潭也不是死水 必定是和阳江有相连之处的 张尔现在恐怕就是 要从那相连之处逃窜 我瞬间分析清楚了这一切 顿时打消了 要和阳星缠斗的念头 我本想着张尔上水面 自然有柳宇宙他们对付 可现在 我要是不去追 恐怕他得逃了 我马上调转身体 快速地朝着张尔游去 阳星在短暂的下沉之后 再一次朝着我追来 他的速度丝毫不慢 转瞬间就要追上我 我心底顿时升起一股强烈的警惕 好似这一瞬间 察觉到了生命的威胁 阳星 的双手在身侧不停地律动 丝丝缕缕黑色的星号星号 从他食指流淌出来 好似形成了一条条断了的线 陡然间 阳星的速度爆发了好几倍 他瞬间就窜到了我的身后 下一刻就几乎要和我脸贴着脸 胸利的双目 猙獰的面旁 脸上的那些类似于符纹的痕迹 显得分外恐怖 并且 他双手直接朝着我头顶抓来 拔魂 我一击灵 脑袋里就冒出来这两个字 我抬手就想 要用手肘击退阳星 只不过这一次 我刚抬起手来 就感觉身体陡然迟钝了 不知道多少 甚至还有一丝撕裂的疼痛感 这种撕裂感 就像是有什么东西 要从我身体中被抽离 我顿时就觉得 应该是把魂起了作用 可明明阳星的手 还没碰到我脑袋啊 也就在这时 阳星忽然张开了口 从他的口中 顿时喷出了一股漆黑的血 那血几乎是一道血剑一般 朝着我面门之上射来 我心头一惊 危机感更为强烈 明显是温神咒 强横地加强了神婆本身的实力 就像是那把魂 不碰到身体都在起效 同样 阳星还没有彻底 被计划到最强的时候 就被我们打断 这时 后距离更近 我分明看得见 阳星的皮肤上 还有灼烧的痕迹 应该是柳宇宙刚才的道法 还是给阳星造成了不少伤害 如果不是这几重原因的话 阳星应该会更加凶利 思绪在电闪之间 我再次一咬舌尖 口中瞬间就含满了星恬的血 我的一只手猛地抬起 直接打掉了面罩 破 得一口鲜血喷出 刚好和阳星那道血剑 碰撞在了一起 即便是在水中 我似乎都听到了痴痴声 那口黑血 正在迅速地如冰雪 一般消融 可我脑中却更加恍惚 眼瞅着他的双手 已经要扣住我的头了 我用最后的一丝清明 努力要将阳光盘置于头顶 可明显阳星的动作更快 千军一发之际 我的尖头 猛然被人往后一转 我的整个身体被这股大力拉扯着 朝后方猛射而去 那一刹那 我看见一个高大的身影 出现在我刚才的位置 那赫然就是杨青山 杨青山单手伸出 一把握住了杨星的一只手掌 杨星的另一只手 也因为惯性 刚好抓住了杨青山宽厚的手背 背对着杨青山 我无法看见他的神态表情 对比起杨青 杨青山本就更加高大 现在看上 去 杨青以这个动作抓着他的手 就好像质子在求父亲要某件物品 我不晓得为啥 自己恍惚之间会有这个想法 杨青山动了 他的另一只手朝着下方压去 刚好一把压住了杨青的后脖梗 却将他朝着自己身上一按 这动作便又成了杨青山 紧紧地将杨青抱在他怀中 我紧紧地抿着唇 我其实很不想走 因为我不想杨青山来动手 可现在这情况 我却不得不走 虽说杨青山这会儿抱着杨青 我却感觉到他更为孤独了 他推开我的那股力道 逐渐在减弱 我重重地闭紧了双眼 不再多看他 顺着这最后的力道 我转过身朝着前方快速游去 同时 我将当时打下去的面罩戴回脸上 呼吸顺畅之后 我游得更快了 这期间已然耽误了不少的时间 此刻我已经游到了水底东壁的边缘 这里明显有一股水流感 是有水在灌入其中 并且也有几分阻力 再往远处便是一个洞 水是从那里灌入进来 从那个地方就能进入阳江 张儿已经钻了进去 身影逐渐消失在我的视线中 我快速地追上 那洞口水流也就是 一瞬间的阻力 我钻出去之后便是另一股推力 直接将我推出去老远 我的视线迅速地捕捉目光之中 能看到的一切 斜上方的位置 我再一次看到了张儿的身体 他已经要钻出水面了 我更为急切地继续往上游去 这里距离岸边明显很近 我探出水面的时候 他都已经到了岸边 一缺一拐地朝着岸上走去 并且在岸边不远处 还停了一辆车 我快速往前 可等我也上岸的时候 张儿已经到了车旁边 拉开了车门 他驻足停了下来 回头瞅着我 此时的张儿 俨然狼狈到了极点 头上和身上都在不停地滴水 而我的情形也好不到哪儿去 身体都在微微颤抖 连番地拼斗 我消耗更大 他们都在山里头 你喊破喉咙 他们都出不来 十六 张叔再给你一个机会 你自杀 怎么样 张儿伸手 从腰间的兜里 掏出来一个布囊 他打开之后 摸出来了一把新红色的米 直接塞进了口中 迅速地咀嚼 他疲惫的神态迅速消失 整个人的精气神 都饱满了起来 自杀 你死得够体面 等下张叔动手 你可就要死得很难看了 我粗重地喘息着 眼睛盯着张儿的手 他那布囊 明显和我放书的一样 都是防水的 那些新红色的兽米 依旧是血迹斑驳 还格外粘稠 并且 他的精气神越发地饱满 除去了衣着上的狼狈 整个人已经恢复了七七八八 二五精气就是兽源 二五精气充沛 羊兽充足 二五精气缺少 不但短兽 人也会很疲惫 血是人之晶圆 此刻我发现 我竟然看穿了一丝偷兽的原理 只不过各种还有细节 比如兽晚上那些符文 商将曾研究过那些符 并没有得到什么结果 思绪之间 我的手中重新抽出了枯桑棒 张说 这里是杨江 你还记得 我们第一次打照面 是怎么认识的吗 我声音激进沙哑 张二微眯着眼睛 他的神态 忽而变得冰冷了不少 冯家主介绍你我认识 我给你地之笔 天干燕 你教我要信风水命数 我一字一句道 没有你盯住我 教导我那一番 请散破杨江的局 我破不掉 内阳时会死很多人 你就过人的 阴阳术对你来说 就那么痴迷 痴迷到可以杀人不眨眼了吗 哗 与之此 我的双目赤痛灼热 难掩心底的情绪波动 你要对我说教了 是像当年李阴阳那样说教 还是像袁华绍那样 李阴阳会说 我天性不合适 袁华绍可能会骗我去死 张二摇摇头 声音更是透着嘲讽 他收起了装着寿米的布囊 一只手持着天干燕 另一只手则是拿着一只看似普通的笔 不过我很清楚 张二所用的笔一定不简单 两者都不是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你要赎罪 殷先生在寄娘村赎罪 你要为你所做的事情赎罪 那些无辜的人命 你都要给出一个交代 我稳住心神 力声呵斥的 交代 赎罪 看来你是想将我交给阳叉了 你晓得我在看什么戏吗 张二冰冷地说道 我晓得那些阳叉是你派遣来的 看来你为了让我放松警惕 明知道有问题 还是让阳叉依旧行事 走我安排好的路 可你晓不晓得 他们活不过今晚 我准备了足够数量的人点竹 足够让他们撞碎 自相残杀而亡 张二这番话 让我心头更是意涵 人点竹来撞碎 阳叉手里头又有枪 这真出事了 那才是大乱子 不过我脸色却没多大变化 只是 摇头 张二神色也是一变 他眉头紧皱 阴冷地说道 十六 你还在故作什么镇定 死那么多阳叉 你心不慌 哦 还是说 你也准备了什么后手 张二忽然反问道 我并没有再回答他 而是猛地踏步往前 一声力和 手中的枯桑棒 狠狠朝着张二挥去 挡头一棒 我这一嗓子几乎破音 张二面色阴沉 他竟然没有躲闪 而是陡然抬起手中的笔 朝着我滑来 他这动作 看似是要画符 只不过 他和我 以及和当初李阴阳画符的位置 都不一样 若是我和李阴阳的话 必定会朝着对方攻势 最凶猛的那一点落笔 以阴阳先生的命数庇护 再以特殊的符来阻挡 可张二并不是阴阳先生 他最多是风水先生 被阴阳先生撞碎过而已 他哪儿懂什么阴阳术 怎么能用笔直接落符 疑惑只是转瞬之间 只见张二的身体猛然一侧 刚好逼过了我这一棍子 他手中的笔 迅速地落向我的手背 我并没有停顿 本来也没管他 落空的当头一棒 则是朝着侧面再次一抽 这一抽直奔张二的胸口 他绝对会中创 眼瞅着 那比较同时落下 骤然间 我感到一阵强烈的心惊肉跳 下一刻 张二的身体呼得一歪 整个人像是失去平衡一样 朝着后方倾倒 这一倒 哭丧棒刚好打中他的肩头 咔嚓一声闷响 张二闷哼一声 整个人直接重重地扬岛摔在地上 他手头的那只笔 却陡然朝着另一个位置抛飞而去 啪 得一声落在地上 这一幕第一瞬间 让我也猛了 但我马上就反应过来 心头恶寒不已 我死死地盯着那只笔 哑声说道 他能杀我 话音未落 我已然再次挥出哭丧棒 这一棒 我朝着张二的腿上劈去 张二这老狐狸 会忽然摔倒 唯独的解释 就是那只笔碰我一下 就能要我命 所以我 才会觉得心惊肉跳 所以在命数的庇护下 他会莫名其妙地摔倒 张二的脸色 阴沉至极 他双腿陡然后缩 双臂撑住地面 朝着侧面一滚 又躲过了我这一棒 我再次抬手 狠狠地朝着他一劈 他竟再一次躲过 并迅速从地上爬了起来 反手之间 他手中抽出了之前 那把断了的铜剑 朝着我手上斩来 这铜剑之上 有尸头孤的剧毒 我立刻想到 刚才那笔上 应该也有尸头孤的毒 我停顿下冲势 猛然后退 躲开了张二的攻击 亮墙后退竖步 稳住身形之后 我沉声说道 张叔 因杨先生手中的笔 可以断人祸福 风水先生却没这个能耐 即便是你往那笔上 染了尸头孤的毒 想要戒毒杀人 那也不过是你的意想罢了 你错过了很多东西 如果你不这样乱来 天元橡树 我也不会给审计 我语气笃定地认真说道 而这话语中 我与戴双关 同样也有目的 张二的脸色顿时在变 除了有被我拆穿的难堪 他的身体 更是猛地颤抖了一下 话语间 我同样调整了呼吸 再次踏步往前 又是一记当头一棒挥处 同时我喝到 或许张叔 你不晓得天元橡树 可你应该知道讲盘 它是我师祖李阴阳 和祖师奶奶合制的好友 你要的 其实不全是地上堪鱼 而是因为你找不到阴阳树 原是阴阳树你想要 这天元橡树 也必定是你可求的东西 我话语极快 声落之时 又逼近了张二身前 张二的双目 瞬间变得通红 他忽然抬手 天干燕竟然朝着我 挥出的枯桑棒砸来 我心下意惊 本以为他 现在只剩下了逃窜的本事 却万没想到 他居然用天干燕来挡 天干燕只是一块燕台 要是破了 我就毁掉了地上堪鱼的传承之物 我迅速泄力 这一棍子朝着旁侧挥去 一棍劈空 张二手中的铜剑 猛然刺向我的胸口 这一次我并未闪避 而是快速伸出另一只手 抓向张二的手腕 显然张二没料到 我会不躲闪 他恍神的瞬间 我已经抓住了 他握着铜剑的手腕 张二反应极快 下一刻他另一只手中的天干燕 竟重重地朝着我头顶拍下 我面色一变 朝着旁边一侧头 燕台这一下 擦着我的鹅脚落下 刺痛 火辣辣地刺痛 鹅脚被拉开了一道口子 接着尖头就是重重的一击 我痛得眼前一黑 闷哼了一声 但我的手没有松开 用力朝着反方向狠狠一摆 咔嚓 的骨节错位声 伴随着张二淒厉的惨叫声 同时响起 紧跟着便是光当 一声轻响 铜剑落地 张二这手即便是没断 也脱臼了 我迅速回过神来 此时张二面容争鸣 疯狂地再次举起咽态 又朝着我面门砸来 那力道分明是要直接砸破我的脑袋 我一只眼睛看到的 已然是一片血红 那是鹅脚的血流进了眼睛里 我右手将哭丧棒的一头提起来 猛的一条手腕 棒子的另一头 直接砸在了张二的右脸上 那一瞬间 张二的右脸几乎变了形 扑哧 他嘴巴里吐出来好几颗牙齿 带血的牙齿 从我面前飞逝而过 张二整个人忽然朝着我扑了下来 直接将身体压向我 这动作就刚好抑制住了我的手肘 没办法继续动手 他猙獰到变形的脸 猛然朝着我的肩头压下 他那满是鲜血的嘴巴赫然张大 直朝着我的脖子上咬来 我掰着 他手腕的那只手猛的 在用大力 朝着他小臂的反方向掰去 他明显痛的面目更为猙獰 可却还是保持着 要咬我脖子的动作 此刻张二明显是发了狂 要喝我薄面 我又何尝不是 他这一口 我更晓得 他怕 是想喝我的血 搞不好还有类似偷受的作用 张叔 你赢不了 我嘶哑着喉咙 立刻出声的同时 索性也不闪躲 而是猛地抬起头 朝着张二脑门上 重重撞去 碰 这一声闷响 我似乎感受到了 咔嚓的碎裂感 眼前一片漆黑 同样还有温热 我不晓得 是我的头破了 还是张二的头破了 总之那一下 我们两人的额头 死死地撞击在一起 剧痛 昏厥 眩晕的感觉一起袭来 我朝着后方仰倒 视线中 张二也跟我一样 重重地仰面倒了下去 那骨子昏厥 也让我无法再抓住他的手腕 砰的一声 身体落地之后 后脑更是一阵剧痛 我极力咬了咬舌尖 想要自己清醒过来 可昏厥感太厉害 而且 之前舌尖被咬破两次 这一次几乎都麻木了 口腔里头都是血 那股心甜的味道 更令人上头 悠悠的冷风吹拂而下 我勉强清醒了一丝 极力撑起来自己的身体 却发现前头的张二 竟撑着身体 重新朝着刚才那辆车爬去 他一边爬 还一边要站起来的模样 风 变得更大了 我手撑着枯桑棒 站起来之后 更是觉得眼睛色痛 额头也是一阵阵的刺痛 往前走了一步 脚下去一阵盘跚 险些没有摔倒下去 我粗重地喘息着 胸口不停上下起伏 张二爬起来了一下 他又裂切着摔下去 比我好不了多少 我勉力撑着往前走 一步一裂前 端得是格外艰难 张二没有继续往前爬 而是扭过头来 他双目瞪得滚圆 直勾勾地盯着我 此刻他的面向猙獰 可怕到了极点 印堂的位置 一片紫红色 高高肿起 膝上的伤痕 震不住地往外溢血 分明是我刚才撞出来的伤势 并且 他的印堂之处 还生有乱纹 这乱纹又叫饿死纹 骨相有言 饿死纹生硬糖 主凶恶惨死 此外他的脸 竟然变得削瘦起来 双眼此刻也变得狭长阴亡 相由心生 张二此刻内心全是杀念 想要我命的杀念 所以才会变成这副凶恶相 可偏偏 这副凶恶相 又应对着一个相格 叫做马面蛇精 虚遭横死 这已然是两个死相 第三个凶相 便是他人中黑气入口 这主己身和子女 有不测之灾 看到这第三个凶相的时候 我身体一颤 子女不测之灾 他女儿已经束手就擒 不过却被柳化到伤了魂 柳化到伤魂 应该不至于要命 难道说在后头的陈瞎子 下了狠手 那伤的 只是同人魂之中的一个 还是生死魂散 三维多 当凶相到了三个的时候 往往就不再局限于三个 就好比接音婆 捞尸人 甚至神婆的三种忌讳 实际上说的也不是仅限于三个忌讳 那只是一个多数的衡量词 张尔面上的凶相 一时间变换不已 每一个都主他要报病 我误杀他之心 只想要将他送去法办 难道还会出什么变数 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声音沙哑地嘀吼了一声 张尔 束手就擒吧 你惜命 再反抗 你就要丧命了 我已经接近张尔不少 但却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越来越难以控制 眩晕的感觉也越来越强烈 张尔还是没起身 不过他手中拿着那布囊 机械地将寿米一口一口地填入口中 生硬地咀嚼 一边咀嚼 嘴角还一边在流血 这不是寿米之中的血 是刚才我用枯桑棒 打掉了他的牙齿 怕是他嘴巴里头 现在都还在流血 只不过 随着这寿米的吞咽 张尔脸上的气色 也在迅速地恢复着 他开始笑 可这笑容却阴冷森然 令人不寒而栗 我脚下的动作僵住了 眼皮狂跳 额头上冷汗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 撑着身体的枯桑棒 死死地处着 几乎要陷入地面 十六 你直呼了我明慧 已然对张叔没有敬畏心 也没有敬重心了 看来你是真的想要杀我了 张尔撑起身体 直接站了起来 此刻他的面容冰冷至极 死 已经有很多人的命在我身上 他们早就替我死了 我不会死的 倒是你 失去了机会 现在你求饶 也已经来不及了 张尔的声音 明显因被打落的牙齿 而变得咬字不清 但他并没有朝着我走过来 甚至也没有去捡起地上的铜箭 而是朝着车旁继续走去 我说过 你会死得很难看 我会碾死你 然后再从你身上拿下来那些东西 经过阴阳先生写的传承之物 会有更大的功效 你死无全失 也算是张叔给你的教训 我双腿微微站立 并不是因为害怕 只是因为太皮力 难以站稳 我心头丝毫没有惧怕 而是睁大了眼睛 看着张尔的面相 此时 张尔的嘴唇也泛上了红光 那暗红色的光 也是主凶杀 我不打算逃 逃 我也只能下水 我要赌 赌的就是命术庇护 现在我已经放弃 要留下张尔 这条命的打算了 这种程度的面相我留不住 他真的要杀我 我也只能拼死一搏 一只手横着举起枯丧棒 我的另一只手拿出来的是金算盘 我将金算盘举起 至于我身前 眼瞅着张尔 已经走到了车旁 也就在这时 忽而远处 传来一阵近风 月光之下 那是一道青黑色残影 那残影的速度快如闪电 根本就无法看清 到底是什么 可那熟悉的感觉 那身形的大小 顿时就让我想到了狼翱 它是什么时候跑来 得啊 风吹得更大 我瞳孔紧缩 突然发现 这风是从外网里 我们这里是山外 更算是外沿的山脚 风刚好从风口 吹入了山内 这会儿 我和张尔已经打斗了很久 我们的拼斗 没有倒是那么绚丽 却也是血肉之间的肉搏 我忽然明白 狼翱为什么会发现了 转瞬之间 狼翱已经冲到了张尔的身前 也就在这时 张尔猛地转过身 他手中忽然抽出来了定罗盘 他速度没有狼翱快 可动作却很精准 啪的一下 定罗盘刚好就拍在了狼翱头顶 紧跟着他身体朝着 旁侧一闪 狼翱重重地撞击在车身上 整辆车都轰隆一声 朝着后方被撞了两三米 车门上更是一个大坑 别说上车 连开门都不可能 只不过 狼翱却被定罗盘定住了身体 撞击了车门之后 直接软倒在地上 根本就爬不起来 定罗盘之上 记载了不知道多少阴阳界的符文 其中32层风水盘 更是组合起来一张强大的符 狼翱虽说是活物 但是他吃尸体为生 此刻形若轻尸煞 身上的怨气煞气更凶 定罗盘就刚好成了 他的克制之物 张儿冷哼了一声 他略微皱眉 看了一眼 凹陷的车门 转头要朝着另一侧走去 明显是打算从旁边上车 放心石榴 该死的绝对逃不掉 张叔说了要碾死你 就绝对要碾死你 不会让你有其他死法 张儿伸手拉开了车门 直接上了车 我更为粗重地喘息着 死死地盯着车头 刺目的车灯亮起 直射着我的眼睛 在灯光的作用下 我那只正常的眼睛 被晃得无法事物 那只被血染地模糊了的眼睛 反而还能看得更清楚些 本来握紧的枯桑棒 我干脆直接一把丢在了地上 再取出来的支笔 我索性没有再用厌谈 而是将地支笔放入口中 就借着嘴里的舌尖血 将地支笔整个笔尖都浸透 我眼睛都没眨一下 心中的那股狠劲 也愈发强 刺耳的引擎声响起 正当我要迎着车头 薄命画幅的瞬间 后方的山脚下 忽然传来一个清脆的声音 这声音悦耳 格外的熟悉 让我内心一颤 不过 他喊的 却是霸 我余光撇去 一眼就看见 山脚旁边站着个女人 她身上还是套着 青湿纸扎的皮 不过头上的纸扎已经破损 能看到 她略有苍白的焦好容颜 微微卷曲的头发 四散开来 她的 手中似乎握着一把东西 随着她的走动 旁边还有十数个纸扎 被拉着一起走 那些纸扎 虽然有所破损 但赫然都是轻尸纸扎 这人 是顾若林 可他不是被制服了吗 很快 我就发现 他腰间拴着一根白绫 那白绫另一头 则是拴着一个老人的脖子 那老人赫然便是陈瞎子 只不过此时的陈瞎子 看似木讷呆滞 好似失去了神志 月光映射之下 那白绫上 似乎还有钢丝缠绕 本来张儿已经踩了油门 车都往前滑动了 机理在加速 一下子又停了下来 顾若林往前走 速度并不快 同时 他声音更为清脆 把他的命 给我 让我来杀 这瞎子我已经拴住了 他的命 你来受 他声音几乎成了回音 在周围回信号 信号不止 我死死地盯着他 牙子欲裂 难道 这又是变数 一个张儿 我可以和他拼命数 现在冒出来 顾若林 还有那么多纸扎 陈下子竟然都落入 他的手中 我还怎么拼 只是 让我更为 惊疑不定的 还有顾若林的声音 这怎么和刚才 山上那个 又有区别 虽然这区别极为细微 我能察觉出来 只是因 为我曾对顾若林的 那一丝心念 车 忽然停了下来 车门拉开 张儿下了车 他大笑出声 这声音极度猖狂兴奋 他先看了我一眼 接着再看向顾若林 他的笑声 更是几乎扭曲了起来 好 好 好啊 让十六死在你手里头 他更痛苦 这瞎子 我的确想杀 若不是他说那么多话 若不是他做那么多事 十六岂会这么脱离 我的掌控 一个瞎子 就应该蜷缩在 他那死人宅子里头 不要出来招人厌烦 好女儿 我们解决了他们两个人 爸带你潜藏一段时间 刚才十六说了 审计那里 还有一份阴阳术 爸给你取来 说话之间 张儿仿佛直接无视了我 朝着顾若林走去 顾若林停了下来 似乎是在等待张儿靠近 他脸上也在笑 并且 这笑中溢满了冰冷的气息 看似正冷 针对的是我 可他的面相 却不是这样的 本来他高挺的鼻梁 似乎低了一些 准头也发白 鼻梁低 是破祖离宗 准头白 是主大破败 一般是丧夫丧母 穿戴校服 按照现在的情形来分析 这是师父像个 我心头更是一颤 忽然想到了 偷兽老头所说的那句话 那偷兽老头 在身中尸头孤剧毒的时候 曾说了 我管太多闲事 会死于人点竹 而张儿会被百师掏心 此刻的顾若林 身体中还是同人魂吗 是陈瞎子将其拔魂了 还是说 他加速了张儿女儿 魂魄的消亡 这 怕是一场戏 因为我也了解陈瞎子 真要出事的话 他也不可能被俘 我脑中思索的瞬间 张儿已经靠近了顾若林 他一蹶一拐地跛着脚 但走路的速度 却丝毫不慢 到了顾若林身前的时候 他的笑声停止下来 又手中呼地摸出一把匕首 这匕首看似普通 就是不晓得 其上有没有脆毒 好女儿 瞎子给我 螺石榴交给你了 张儿的语气 变得异常兴奋 他手中的匕首 飞速地朝着 陈瞎子的脖子上抹去 他的速度极快 根本没有像是对我那样 说要去折磨陈瞎子 再要他的命 而是直接动手 可想而知 张儿对陈瞎子的忌惮 顾若林忽然抬起手来 他的动作很轻柔 就像是要抚摸张儿的脸 张儿的动作明显顿了顿 不过却没躲开顾若林 恰在此时 陈瞎子动了 他本是低着头 仿若呆滞 失魂落魄的样子 此刻却猛然抬起左臂 一把便抓住了张儿 握着匕首的手腕 同时 他的右手 飞速抽出腰间的扎鬼刀 只听 蹭 得一声轻响 下一刻张儿的左胳膊 便高高抛飞而起 惨叫之中 鲜血见射 陈瞎子更是猛地 从原地跃起 碰 得一声 直接坐在了张儿的肩头 双腿骤然盘起 小腿狠狠地夹住了张儿的脖子 这一幕发生得太快 张儿都还没反应过来 就已经惨叫着 重重地朝着地上跪了下来 与此同时 陈瞎子腾空跃起 手中依旧死死拽着张儿的右手腕 落地的瞬间 大力往后一拽 咔嚓一声骨节断裂的脆响 分明是张儿仅存的这条胳膊 也彻底断了 那一瞬间 空气仿佛都凝制 成兵 杀意 恨意 仿佛侵蚀了周围的一切 斩你一条手臂 是为了我爹娘遗骨 他们活着的时候 就遭逢大便 死不瞑目 无法投胎 还要被你挖坟掘墓 我心之痛 恨不得将你抽筋包骨 这断臂之痛 是我收的利息 陈瞎子嘶哑的声音中 透着狠力和抑制不住的怒火 撇断你的胳膊 是给刘文三和何彩收的利息 刘文三是我兄弟 别看我们现在吵吵闹闹闹 年轻的时候 他晚上下水捞湿 白天跟我去跑神婆的行当 当的是我的眼睛 他笑与不笑 还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 话音未落 陈瞎子已然竖起双臂 高举着炸鬼刀 端得是要从头顶贯穿张尔的头颅 我心头大惊 陈瞎子竟然要杀张尔 不 不对 面向上来看 不是这样的 面向向哥来看 是师傅向哥 还有陈瞎子绝不能动手 否则这牢狱之灾 必定要显现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 张尔明显已经猛了 没有丝毫的反应 或者说 他已经来不及有反应 更没有反抗的机会 陈叔 这事傲 我来不及再思索 嘶吼出声 同时快速朝着他跑去 也就在这时 顾若林身后的那些轻尸指扎 忽然有一个洞了 那指扎 瞬间站到了陈瞎子身前 刚好面对着张尔 将两人分开 与此同时 那轻尸指扎猛地抬起双臂 碰 得一声闷响 陈瞎子的身体 被抛飞而出 就连炸鬼刀 也高高飞起 最后落下 直挺挺地插进了 那辆车的车顶 张尔光荡一下跪在了地上 他残破的身体 不知道是因为疼痛还是恐惧 在不停地抖动着 他止住了凄厉的惨叫 很勉强才抬起头 从我这个角度 看不见他此刻的表情 可我却听到了 他站立地喊道 慢 骂 这声音中满是质疑和难以置信 张尔的女儿叫骂 下一刻 张尔的声音变成了兄弟的嘶吼 你不是他 你们做了什么 罗十六 陈瞎子 柳玉咒 柳家 我张尔就算是死 也要化作穷凶极恶之鬼 要你们全部陪葬 这吼声响彻夜空 他仰起头来 好似在直视着天空 此时我已经冲到了他们进前 顾若林的手臂微微动了一下 却有一个青尸纸扎飘落到我身前 挡住了我的路 十六哥 这件事你不要管 也不能管啊 清脆的声音带着微微的颤抖 顾若林并没有看我 他还是看着张尔 他通红的眼眶中 溢满了泪水 慢慢地伸出手 抚摸在张尔的脸上 爸 顾若林轻声喊道 张尔双目已然涣散 他口中正在溢血 我面色骤变 张尔在咬蛇 他要自杀 还是在这个凶山脚下自杀 如此凶利的地方 必定不会变成简单的恶鬼 张尔的身体 忽然又颤抖了一下 他涣散的双目 多了一丝清明 我心头的思绪 却变得格外复杂 饶视张尔这样的铁石心肠 却也总有破防的时候 即便是他看出来了 他女儿的魂已经没了 顾若林这一生 也依旧让他分神 那一丝的清明 让张尔正正地看着顾若林 眼中灼泪流淌而下 顾若林跪了下去 他轻轻将头 靠在了张尔的肩上 脸紧紧地贴在了 张尔苍老的脸颊上 下一刻 他双手前倾 好似是要拥抱张尔的动作 可他身后的轻尸指扎 却都同时动了起来 他们倾斜着往前 扑斥一声轻响 第一个轻尸指扎的手 扎进了张尔的心口 张尔的身体颤抖了一下 口中溢出的鲜血更多 他眼中流淌下来的泪也更多 紧跟着便是第二个 第三个 剩下的十几个轻尸指扎 不只是从身前 身侧 更是从身后包围了张尔 即便是挡住我的那一个 也被拉了过去 此刻 已经看不见张尔和顾若林了 能看见的 就是一团指扎人 围成了一个圈 血腥的味道 在空气中弥漫 我心头一直悬着的巨石 好似瞬间被移除干净 忽然一下 那种压抑的感觉 就消失不见了 我很清楚 这是因为张尔死了 没有了他这条毒蛇 藏在暗处盯着我 算计我 那种压力才会顿然消失 猎气后退了几步 我已经无力地 想要瘫坐在地上 我强撑着身体 扭头看向车旁 还被定罗盘压制着的狼翱 努力朝着他走过去 到了狼翱身前 我一把将他头顶的定罗盘 取了下来 狼翱的身体颤动了一下 他猛然间爬起来 胸力无比地 又要朝着张尔跑去 小黑 我声音嘶哑地 喝止住了他 我的余光注意到 另一侧的陈瞎子 他刚才被青尸指扎鸡飞 不过明显没受什么伤势 正用扎鬼刀荡成拐杖 处在地上站着 他面含如冰 灰白色的眼珠子 依旧警惕地盯着张尔的方向 也就在这时 另一侧山口的位置 忽然闪过数道身影 随着他们飞速地靠近 可以清晰地辨认出来 这几道身影 正是柳玉昼 和他的三位师伯 他们四个接近了我们之后 也停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 死了 柳玉昼眉心的横纹依旧凸起 他眉头舒展 勒一下 接着又快速地紧皱起来 死了 一旁的柳花道 声音郑重地说道 算是回答了柳玉昼 你想要的交代 他给不了了 柳玉昼扭头看向我 他面色倒是平淡下来不少 命数 我低声回答 他杀了那么多人 做了那么多指扎 最后被指扎锁灭 也算是咎由自取 柳玉昼摇了摇头 继续说道 轻微的脚步声 从张耳那边传来 从指扎中退出来的人 是顾若玲 他身上的人皮指扎 浸透满了心红的鲜血 此刻他将指扎 飞速地脱了下来 身上上算正常的衣服 倒是没有染血 在这期间 他同样迅速地取掉了 在他手上缠绕着的钢丝 钢丝缠绕得太多 落地的时候 还是发出了轻微的声响 做完这些之后 他抬头看向我 这一眼 却让我心头太过复杂 我努力定住心神 快速地说道 陈叔 柳道长 几位前辈 这里还需要上后 你们联系一下 派遣过去给杨叉帮忙的族人 让他们过来处理 张耳并非死于人手 而是他所做的人皮指扎反噬 这件事情 劳烦告知他们 山坛之中 发生了很多事情 杨兴 很难对付 青山前辈拦住了他 我要去看看 他们怎么样了 说完之后 我便直接转过身 朝着山口的方向 急步走去 我能感受到 身后有一道目光 一直在看着我 我甚至能感受到 其情绪的复杂 可我没有转身 我也不能够再转身回头 我凭着意识 强撑着已经疲惫的 几乎麻木的身体 脚下的步伐却很稳 同样也很坚决 只不过 我没有撑住太久 也就走出去了十几米 脑袋就是一阵眩晕 脚下一个不稳 便朝着前方倒去 十六个 惊慌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此时 一道青黑色的身影 骤然出现在我身前 刚好脱出了 我正在倒下的身体 厚实的毛发 外面的肛毛还很扎人 我甚至稍微清醒了一点 不过我还是没力气站起来 也没机会站起来 因为狼傲已然脱着我的身体 在飞速地朝着前方奔跑 一直到过了山口之后 后方的视线终于完全消失 此刻即便是他们想看我 也没法看到了 我拼命搂住狼傲的脖子 让自己不会掉下去 小黑 还是你活得敞快 饿了吃鸡 吃尸体 困了睡觉 没那么多烦心事 我心头实在编闷地不行 鬼使神差地说了句 小黑的速度稍微慢了一点 呜呜了一声 似是在回应我 很快 我们变上了山腰 又从山腰的位置 绕后往下 几分钟之后 便回到了山潭的所在 此刻山潭水面平静无波 除去了边缘位置 有一些张耳被狼傲咬过的血迹 和糖妆的碎片之外 竟没有了任何之前 打斗过的痕迹 一眼 我便看到了杨青山 他坐在山潭南侧的岸边 宽阔的尖头 鼻挺的腰背 散开的头发披萨在脑后 灰色的道袍 已经被风吹干了水渍 在杨青山的身边 躺着一具尸体 我身体微微一颤 感觉自己已经恢复了不少 翻身从狼傲的背上下来 往前走去 距离逐渐近了 当我看清那具尸体的时候 发现这尸体 已然残破不全 头颅自脖子的位置 被整齐地斩断 虽然头颅依旧拼凑在脖子上的位置 青山前辈 我的声音 有种说不出的沙哑和干涩 尤其是此刻在杨青山的脸上 依旧只有平静和淡漠 这到底是哀莫大于心思 还是真的说人死灯灭 已然毫无感 绝 我觉得两者都是 又两者都不是 你不用自责 这是命数 杨青山的声音很平稳 也很平静 可 我还要说话 该死的一定死 留不住的 一定留不住 你想替我留一条血脉 不过自我父亲杀人 不眨眼开始 命数的报应不爽 就迟早会落下 他还不起 便是子子孙孙来还 这逆子不走正路 即便是你心性宽厚 也保不住他 跟着张尔那等小人 现在只是个断手 已然算是好的结果了 话语间 杨青山站了起来 他回过头 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随后他走到我的身侧 拍了拍我的肩膀 说道 就像是你想要留住张尔那条命 让杨叉来管 你留得住吗 人该死的时候 那就是该死了 不过你要处理好善后 他身上的东西 他的尸体 没有一样是简单的 包括心儿 你也需要密一处风水地 将其震尸 东西全部拿回来 休养一段时间 好好消化你的所得 你还有不少琐事 要办 我等你一段时间 杨青山的声音逐渐远去 肩膀上那只宽厚的手掌 也早已消失 我的身后 已然空无一人 我又疲惫起来 坐在了地上 不过 我也坐不住太久 索性便直接躺了下来 扬起头 直视着夜空 忽而一个阴影 到了我身边 硕大的凹头 凑到我进前 凹口张开 在我脸上舔了一口 接着狼凹 也趴在了我身边 脑袋都快压我脸上了 我伸手推扫了一把 他也没躲开 反倒是凑近的更多 我略有无奈 却也没力气挪开 看天看了一会儿 疲惫就成了困顿 眼皮在上下打架 我的确已经到了极限 撑不住了 小黑 不要让任何人靠近我 我低声喃喃 叮嘱狼凹 呜呜的一声回应 他好像又在我脸上舔了一口 我困意和疲惫 实在是太深 闭上眼睛 沉沉地睡了过去 这一觉我睡得很死 很沉 同样我也觉得自己 应该睡了很久 在等我醒来的时候 我本来以为会阳光刺目 却没想到 天空竟然还是挂着一轮圆圆 狼凹趴在我身边 这不可能是 还没有天亮 只有可能是 至少过了一整天 你总算睁眼了 这头熬呼你到 连沉瞎子都叫不走 刘文三差点要和他拼一场 不过我看你气息平稳 顶多是太累了 身上最重的伤势 也只是鹅脚那一处破了皮 死不了 和他们说清楚了 他们才散了 身后传来了柳宇宙的声音 我回过头 约莫五六米外 稍微高一点的一块大石上 柳宇宙盘膝而坐 他身上已经换上了一件 干净没有破损的道袍 我撑着身体从地上坐起来 余光却发现 之前在河边杨兴的尸身 竟然不见了 心惊之余 我立即问道 柳道长 杨兴的尸体 那叛徒的尸身 是叔伯收走了 会带回柳家 有什么处置方式 大长老会定夺 那尸体虽斩破 但却也急凶 不能流落在外 我眉头紧皱 要密一处风水地震尸 还没等我开口 刘宇宙又继续道 你不用太过介怀 尸身被柳家收走 杨青山不会有意见 震尸方面 枪足有先尸了 若是你不放心 届时参加大典 你要插手 我相信大长老不会拒绝 我吐了口啄气 点了点头 现在这情况 我直接找柳化道要尸体 他大概率也不会同意 此刻我心头思绪 却远不只是这一件事情 昨天实在太累太疲惫 很多后续的事情 我都不知道 是怎么解决处理的 并且 这会儿 额头上也隐隐刺 痛 血干合成了血架 从我脸上剥落了一些 柳道长 那些阳叉 应该没有损伤吧 陈叔呢 我迅速开口问道 同时也走向柳宇宙身边 柳宇宙声音依旧平静 不是说了吗 陈下子想叫走狼翱都不行 他自然没事 阳叉 有二十拨安叉的人手 自然也没出事 还有一些事情 你可以问你 手下那两个冯家人 他们了解得更清楚一些 我只是在这里守着你 避免出事 说话间 柳宇宙也转身 朝着山外走去 我腹中发出 咕噜咕噜的声音 鸡肠鹿鹿的感觉 阵阵袭来 狼翱不用我叫 自然而然地跟在我身旁 其实我临睡前下那个命令 原因也很简单 我怕再有变数 毕竟我身上的东西 太过重要了 原是阴阳术 地上堪于 两套完整的阴阳术 在我身上 还有圆化绍搜集的那些邪术 这些东西一旦流落出去 被有心之人得到 就会引发一场浩劫 我脚下的速度更快 并且我也准备打电话 让冯宝或者冯军过来接我们 这山里头风水太凶 不可能有信号 我就打算走出去山口再打 没想到 到了山口出口的时候 却一眼就看见了 在路口上等着的一辆皮卡车 冯宝和冯军两人 正在等着我呢 他们看见我之后 也是神色兴奋 几乎是跳跃起来 冲着我招手示意 等到了车辆进前 狼敖直接跳上了 皮卡车后排的货箱里头 冯军帮我拉开了 副驾驶的车门 冯宝则是上了驾驶室 去开车 当然 刘宇宙去了后排 冯军也是如此 罗先生 家主 刘先生 陈先生 和小姐 七家主 还有长青道观的 毛手一道长 毛山小兄弟 好多人都在等你回去 冯宝说这话的时候 明显都是松了口气的长叹 停顿了一下 他继续说道 还有公安那边的周围明 他也想见你 还带来了一些东西 务必要亲自交到你手里头 其他任何人 代收都不行 我眼睛微眯了起来 大概已经猜测到了 周围明想要给我什么了 点了点头 我说了句行字 不过我 还是没在等见周围明 就直接问冯骏 让他将他们晓得的事情 昨天一切事物的后续 全都告诉我一下 之所以没问冯宝 原因也简单 他在开车 免得让他分神 冯骏认认真真的 开始说了起来 一番话讲完之后 我也大致晓得了个大概 昨天在我回了山里之后 没多久 周围明就带着手下的人来了 他们将张尔的尸身带走 包括那些青狮纸渣 也没落下 当然 之前柳家跟着他们的 那十来个倒是在陪同 顾若林同样被周围明带走 缘由也简单 很多失踪案和张尔脱不开关系 被陈瞎子救醒过来的便衣 还直接指证了张尔 看见了他在进口村的 城隍庙下面 害人性命 包人皮 虽然现在张尔死了 但是这件事情不会那么结束 顾若林跟着张尔那么长时间 也是要被调查的 至于其余的 便基本上没什么大事了 我内心略有复杂 不过却没多说别的 公事公办 公司不能夹杂 这件事情 我无法插手 林快到冯家的时候 明显冯军也打过电话之会 车刚停在冯家门口 我就看见了不少人在外头站着 不过最先入目的 还是邹为明 他拿着一个公文包 并且很慎重地抱在胸前 好似里头的东西 无比重要一般 我心头咚咚直跳 手也不自然地 抓在了一脚的位置 没有看到 我就猜到了 公文包里头是什么 定罗盘已经在我手里头 剩下的就是天丹燕 全部齐全之后 地向堪于的行头 就算是齐了 昨夜最后 一来是我的确体力不支 二来是张尔被那些青狮纸扎围着 我又担心杨青山的情况 怕张尔在杨青身上 留什么针对杨青山的后手 同样也有回避顾若林的意思 所以 只是在让狼凹脱困的时候 拿下来了定罗盘 反倒是张尔身上的天干燕没去收 思绪间 刘玉宙 冯军 冯宝 都分别下车了 我最后一个下来 先走近的便是邹为明 他先伸出手 和我用力握着 明显 他眼中有难掩的激动 同样也透着感激 罗先生 辛苦了 邹为明 很是诚恳地说道 是所有人通力合作 我长嘘了一口气 我眼中没多高兴 反倒是觉得怅然 还有种说不出口的复杂 邹为明点点头 他又说道 上头安排我来的 有些死者的遗物 上头让我交给罗先生 此外 上头打算见你 不知道罗先生 一边说着 邹为明就将手中的公文包地点了我 我双手接过来之后 顿时就觉得沉甸甸 我暂时还有不少事情缠身 麻烦邹警官替我解释解释 等我处理完这些事物 必定会亲自来跪局 另外 再过粤鱼 还是需要邹警官注意避之力 我郑重地回答并解释道 邹为明若有所思 他眼中明显略有遗憾 然后说道 我会替罗先生带话的 若是罗先生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找我 停顿了下 邹为明就说不再打扰我 接着就上了路边一辆警车 关于顾若林的事情 邹为明只字不提 我也察觉到一丝 他是在帮我避嫌 警车离开的同时 其余的所有人 也都朝我围过来 冯家大门更是开了 走出来不少人 刘文三和何彩尔在 陈瞎子也在 包括毛手衣 毛衫 冯志荣 还有七兰星 全都围了过来 几乎每个人脸上 都带着兴奋和喜悦的笑容 张尔的扶珠 不只是让我松了口气 更是松开了锁 有人脖子上的那根绳子 要知道 之前张尔的算计 让冯家和七家 都遭受了不少变故 我忽然想到 冯家和七家 在不经意的情况下 得罪了无误 是不是因为家族风水 被凶宅影响的原因 毕竟命数之中 明明都有定数 冯家和七家要遭灾祸 有我庇护了 就不那么容易 必须得在风水上出问题 招惹是非 思绪至此 我又想到无误这个变数 若非是他 我们没办法半途截杀张尔 天知道之后 张尔会算计出来多少东西 还有昨晚上那些阳叉 必定全部死于人点珠 十六 太高兴了 想啥呢 都走神了 刘文三笑呵呵地 拍了拍我肩膀 我回过神来 笑着摇头 没 文三叔 稍微松了口气 人缓和了不少 不过 还有一些事情要办 语霸 我就看向冯志荣和七兰心 说到 冯家主 七家主 进屋谈 冯志荣连连点头 接着说到 进屋 进屋 准备了庆功宴 今天罗先生 怎么也得小酌两杯 我此刻情绪 已经完全平稳下来 没有接这句话 明显 七兰心有些惶惶然 他一直低着头 我看不到 他神态表情 等进屋了之后 我才发现 冯家院子里头 得摆了有十几桌席面 堂屋之中的席面上 柳化道 柳化阳 柳化英三人正经危坐 下方大半的桌席上头 柳家的其余道士 都稳稳坐着 一直到了堂屋里 冯志荣请我上座 我刚坐下 其余人也落座之后 七兰心就小碎步地 走到我面前 他稍微抬头看了我一眼 接着又名嘴 深深拘了一躬 罗先生 所有人都在帮忙 七家这一次拖了后腿 不能说是七家管教 无方来推卸责任 这是我处理不当 请罗先生责罚 任何责罚 蓝星都愿意接受 堂屋里头安静了不少 也没人开口说话了 冯志荣明显将了将 正要走向七兰心身旁 明显 我看得出来 冯志荣的脸色 也透着自责 不过七兰心 却马上伸手拦住了冯志荣 他还要说话 我其实大概猜得到 他想说啥了 肯定是他不愿意 因为这个牵连冯志荣 其实冯家帮我不少 我也反馈了冯家许多 冯志荣一直是 礼让闲事的态度 将自己的身份放得很低 可我也的确不能让冯志荣 在我面前说请罪一位的话 我抬手 示意七兰心不要继续说 同时也平和地说 让冯家主先坐下 最后我才说到 命数冥冰之中 将一切都做了安排 冯家和七家这一次 的确疏忽了 七家疏忽得更多 还有十几个工人的命 在他人手中 这是一个极大的教训 出现问题 追究责任用处是不大的 解决问题才是最关键的 七家主 冯家主 你们看 我说的应该不错吧 七兰心面色微红 他明显有些局促不安 罗先生 您不用给我留面子 冯志荣若有所思 倒是没多开口了 毕竟他和我打交道的时间长了 接触的风水也更多 我摇摇头 说 这不是给七家主你面子 而是事出有因 有因有果 七家造成了大麻烦不假 并且事后七家和冯家 都要付出代价 去解决这个麻烦 甚至 我也要因此做一些事 可只要麻烦能解决 就没有那么严重 并且也因此 七家和冯家 造成了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 昨天帮了我很大的忙 所以 我不会责怪七家和冯家 只不过这麻烦的后续 有一部分得两位去解决 罗先生但说无妨 冯志荣直接开口说道 七兰心也没多讲话了 小心翼翼地看着我 等我安排 我将无妨的要求 三千万的赔偿 以及主持者跪下去 给他父母道歉 然后七兰心和冯志荣 也得口头上去 道歉的要求说了 七兰心看了冯志荣一眼 冯志荣倒是直接 说道 无妨的要求没那么过分 也没让我和七家主下跪 主持者去道歉正常 这赔偿 我们给 罗先生放心即可 等这餐饭罢了 我就安排人准备 明天去见无妨父母 七兰心也点点头 表示附和冯志荣的话 停顿了一下 冯志荣却略有 不自然地询问道 罗先生 这无妨 没有和你说什么 过分的要求吧 这过是我们的 不能因为我们来牵连你 还有就是 那些工人的魂 无妨是不是不放 冯志荣不愧是 杨江的土皇帝 一句话就猜到了重点上 柳玉舟也立刻抬起头来 说到关于人命的时候 明显不只是他 包括柳家那几位师叔伯 也都投来了注视的目光 柳化道沉声开口 罗十六 还有什么麻烦 但说无妨 你是个看风水算命的先生 除恶物镜这种事情 不是你擅长的 柳家全足在这里 还有人罔顾人命 禁锢魂 破 简直是找死 话语之间 柳化道的手指头 敲击着桌面 又说道 老四 这一席饭 你就先不吃了 让罗十六说明白了以后 你带上几个弟子 再让冯家的人带路 看看谁居魂 按照阴阳界的规矩版 风水先生眼中的是 风水界的规矩 倒是是活人和死人之间 自然是阴阳 柳化音立即站起身 他死板的面色 郁结的眉心 明显也透着怒气 冯君脸上 明显露出了兴奋的喜色 他正要开口 我眉头紧皱 余光瞥了他一眼 顿时 冯君就不开口讲话了 柳前辈 这件事情 柳家不好插手 张儿的信息是他给的 我们的确有错在先 交易已经达成了 因果之间 我已经不能再让柳家 成其他的变数 你们也且放心 人命关天 我会妥善解决 若是我解决不了 或是后续无误 还有什么手段 我会如实和柳家说 我沉生解释 条理也说得很清晰 柳化道也是皱眉许久 他才摆摆手 柳化音坐了下来 我又简单地说了几句 道理都说通了之后 然后才让大家动筷子 不过这一餐饭吃下来 倒是没有之前 大家那么多的喜悦了 我也没有喝酒 虽说这种时候 事情看似少了些 但我也得更随时保持警惕 吃罢了庆宫宴 我和柳玉咒 两人一起 回了后院 当然 陈瞎子和刘文三 都没有再过来找我 我们搭伙的时间长 他们也看得出来 我有事情要做 到了后院里头 我静止就要进房间 柳玉咒忽然说道 那个吴吴要你做的事情 我跟你一起去 我身体微微一僵 看柳玉咒的目光 略有恶然 柳玉咒倒是表现得平静 说道 我算是了解 你一些了 罗十六 很多话你是不愿意说出来的 能自己解决 就不会麻烦其 他人 不过很多事情 有更擅长的人来协作 结果会更好 效率会更高 死的人也更少 你看 如何 柳玉咒顿了顿 继续道 我深深地看向柳玉咒 两人的视线 足足对视了几秒钟之后 我才说道 好 柳道长 这一行 还真的需要你帮忙 吴吴要找那骑师 必定不简单 他还说死了很多风水先生 甚至还死了阴阳先生 之前我没下细想太多 现在却忽然想到 世上真有那么巧合的事情吗 还是说 这其实极有可能是讲盘找的那个 思续只是拨动了一瞬间 我就强压了下来 我并没有马上和柳玉咒说太多 而是表示自己要先查看一下东西 等明天了再详细聊别的 柳玉咒倒也没再多问 景物坐下 我将公文包放在书桌上 定了定神之后 才将其打开 首先入目的便是漆黑的燕身 我极力平稳下来呼吸 小心翼翼地将天干燕取出 定定地看了许久 接着我才摸出来的纸笔 眼神之上 有一个略有凹陷的凹槽 我微眯着眼睛 将地支笔放了进去 那凹槽就是专门为地支笔设计的 严密无缝 不过 我手只要稍微触碰到笔翼端 它就自然而然地落出 到了我指尖 这时候 我才觉得有种如碧灰指的感觉 有天干燕在 地支笔才会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接着我又取出来金算盘 定罗盘 地向勘于的家伙事齐全 更是给了我一股莫大的信心 我无法具体形容 这信心到底是什么样子 话而言之 现在若是让徐白皮 再来推丧我一下 我觉得他肯定没办法 直接将我嗓出院子 摔成那副狼狈模样 甚至 我还觉得 和他直接斗上一斗 也未必不行 极力将呼吸和心态平稳下来 我将袁华哨的那个燕台 从身上取出来 放置在了书桌一角 并 且也将阳弓盘放在旁侧 把定罗盘重新挂在腰间 金算盘放进糖庄里头 天干燕和地支笔 则是放置在右手侧的口袋里 我整个人 已经彻底恢复了瓶颈 接着我才取出来 公文包里头的其他东西 其中包括一本脏兮兮 破破拉拉的旧书 以及一些零散的小物件 其中有一个格外严密 约莫巴掌大小的木盒子 让我浑身都觉得一凉 我瞳孔索 没有先去碰书 而是去取出来了灰仙手套 戴上之后 小心翼翼地将那木盒子打开 其中是一块发白的湿肉 这块肉上 竟是几朵生长的 分外茁壮的湿头菇 我眼皮狂跳 额头上都冒了冷汗 重新将盒子盖上 我再翻开那本旧书 其中的内容 顿时更让我心惊肉跳 当初张尔和我说 这上面是纸扎树 可现在我看到的 远不只是如此 偷售写得详尽无比 人点竹 纸扎树 除此之外 竟然还有杆诗术 这杆诗术还有副片 其中就有关于 逃死狗咒人的咒法 并且 还远不只是如此 虽说这上面没有记载 全户原画绍搜集来的 所有邪术 只是小伴而已 可其中竟然还有 原始阴阳术之中 没记录的旁门左道 只是粗看了一遍 我就明白过来 剩下的那部分 应该是原画绍取来 但是没要的术法 他瞧不上 被手下的人给记载了 这本说 还好邹维明交给了我 否则的话 就算是放在他们那里 我也是不放心的 我低头凝视着这本书 看了许久 接着我又扫了一眼 装着尸头菇的盒子 最后 我将身上带着的 原始阴阳术 邪术的那几页 只拿了出来 之前为了对付张儿 我还熟记了 其中不少邪术 现在却一样都没用上 张儿已死 原始阴阳术除了我 就没有外流过了 这些东西 不能 也没有存尸的必要 目光扫过隐屋内 我却没找到想找的碳 火盆 起身 我将那些书纸 都放在了一起 装进了公文包 只不过尸头菇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毁掉 就没带着 走出门 我去敲了敲 刘宇宙的房门 很快刘宇宙推开门 他略有疑惑 怎么了 罗十六 柳道长 你这里有没有火盆 我开口问道 柳宇宙明显更为不解 他摇了摇头说没有 我微眯着眼睛 又问道 你的剑很快 我不太想再麻烦出去 找个盆来点火 我怕自己多走两步 就下不定那个决心了 柳宇宙皱眉 罗十六 你出什么事了 有什么问题 你好好说 我深吸了一口气 将公文包举至柳宇宙面前 人点竹 偷售 纸扎术 赶尸术 皱法 还有不少邪术 踏本和原本都在这里 我想你挥几件 刘导长 可否帮忙 柳宇宙本来皱着的眉头 忽然就变了模样 瞬间 印堂的横文凸起 同时目光如炬 他手的速度很快 快到我几乎没反应过来 公文包就到了他的手中 下一刻 他更是纵身一跃 就到了院子中央 隔着我 至少有十几步开外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 手摊开了一下 接着在握紧 反复活动了两次 微微凡乱的思绪 稍微平稳了一些 微微嘘了一口气 我还是和柳宇宙对视 柳宇宙一言不发 他抬手 一柄青铜剑便入手 下一刻 手起剑舞 那公文包顿时化作碎片 碎片之中满是纸片 再下一瞬 几乎便是枣粉 地面铺满了一层 细细的黄白色粉末 柳宇宙目光深邃地看了我一眼 忽然道 人都有欲望 这欲望或许正确 或许错误 原画绍走偏了 杨夏元走偏了 张儿也走偏了 罗十六 你不要走偏了 不然的话 我会将祸害扼杀在摇篮之中 会有很多人难以接受 我也会很难受 柳宇宙这话说得很慎重 同样也很郑重 吐了口啄气 我轻声道 柳道长放心 嗯 柳宇宙点点头 便静止走回房间 我也往外走了几步 没有挡住他的门 他到房门口时 又忽然回头看了看我 说道 刚才你让我来处理 我放心 也不放心 其实你可以自己烧了的 罗十六 你要控制住本心 雨霸 柳宇宙回屋 房门紧闭 我再一次回到房间 略微洗漱之后 便躺上床 仰头看着房梁 我抬手 看着自己的手掌 我还是虚抓了几下 最后我摇了摇头 闭上了眼睛 沉沉睡了过去 这一觉 我睡得时间不短 在等我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阳光刺目 我起身去洗漱 走出房门时 柳宇宙正在院子里练剑 他扭头看我一眼 就好似昨晚什么事都没发生 快正午了 之前冯君来过一次 说冯志荣和七兰兴 把事情办完了 想找你说 你自己去见他们吧 我已经吃过 不和你出去了 说完 刘玉周又继续开始练剑 我顺着走向前院 心头也在计算 张尔试了 一件大事落定 余下来 我除了解决徐白皮的麻烦 就是李阴阳 我思想到一个可能 我要用来震李阴阳的风水地 绝不能简单 也极难寻找 杨青山所要去的地方 他要停留在那里 我是否能够带上李阴阳 这样一来的话 至少风水本身是不会出问题的 并且联系到我的梦境预兆 还有张九卦的那一卦龙脉之争 我基本上可以肯定 杨青山要去的所在 必定也是天下龙脉汇聚之处 强横的风水 同样也代表着极度的危险 正式不会出问题 却要排除其他的危险性 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件事 我得和杨青山商议 看他会不会同意 不过若是能这样做的话 也会减少很多麻烦 有我和杨青山 李阴阳的尸身 不会出其他任何问题 私存之间 我已经来到了前院 这会儿已然临近中午了 前院里头倒是不少人 刘文三 陈瞎子 何彩都在 昨天回来的时候 我都没来得及多 和他们说几句话 此刻看何彩的气色 已经彻底恢复 刘文三满面红光 明显是喝了不少 陈瞎子也恢复了 以前那副冷静沉着的模样 文三叔 陈叔 彩仪 我定了定神 笑着喊了他们一声 陈瞎子点点头 刘文三恩了一声 何彩 则是回应了我一个柔和的笑容 此时 我才将目光落在堂屋里的冯志荣 和欺兰心身上 罗先生 已经妥了 开口的是冯志荣 接着他也郑重地告诉我 那一篇落下来工程的工地 他也安排了人手 加急去赶工修建 不会耽误工期 不出意外的话 整体的工期能提前几天 约莫再有一个月 室内的整个风水局改建 就可以完成 一旁的欺兰心 则是小心翼翼 没有多言语 文言 我的瞳孔紧缩了一下 之前的工期盘算下来 正常应该 还得一个月多十天左右 现在竟然能在一个月内完成 可想而知 冯家和七家付出的努力 绝对不小 深吸了一口气 我沉声道 麻烦冯家主费心了 冯志荣苦笑 说他们 给我添了不少麻烦才是 接着简单交谈的几句 我大概也询问了 如今冯家和七家的情况 有没有继续出什么事 得到没有的答案之后 我也放心不少 张儿所设立的凶宅 被毁掉之后 应该彻底失效了 这一来二去 时间耽误的也不少 已然到了 正 五十 再之后 冯志荣也招呼了下人 去让厨房上菜 吃饭的时候 柳玉舟 柳花道等人 也来了谈污 饭后 陈霞子问我有什么打算 是休整一段时间 还是说 有什么其他事要办 刘文三也连连点头 让我说一说 可以商议一下怎么做 我迟疑了片刻 也没瞒着他们 说了 我不打算休整 也没时间让我去休整 把五五的事情办了之后 我就会是时间 处理徐白皮这个隐患 这时候 我也没有瞒着 刘文三和陈瞎子了 将五五和我提的要求 告诉了他们 当时刘文三便表现得很不满 不过 他也没多说别的什么 陈瞎子灰白色的眼珠扫过我 忽然说道 十六 你的打算 应该没那么简单吧 若是这件事情完全被动 完全被人遗旨气势 你也不会这么平稳 我点点头 如实告诉陈瞎子 这其实 或许是蒋盘要寻的那个 停顿了一下 我才继续 说了另一个原因 当年蒋盘处理女儿的事情 未果 离开了红河 按道理来说 他应该是去找李英阳和何志的 他们之间必定有关联 李英阳应该就是 他未分清楚善恶的 朋友 我当时推断了一次 蒋盘之所以要去找那骑师 应该也是和李英阳有关 否则的话 那时候的蒋盘 应该别无所求才对 现在看来 他应该是要找了骑师之后 才会有契机去见李英阳 或许这件事情 本身就是李英阳和何志要办的 他去做了 是向朋友赔罪 停顿片刻 我长嘘了一口气 继续说道 蒋盘女儿的事情 我们都没能处理好 这骑师若是能得见 也算是了却了蒋盘的心愿 或许我还能知道 一些关于李英阳和何志之间的事情 这恐怕也是命述使然 本来我对于这些信息 都是一无所知 无物忽然出现 看似他要求颇多 可实际上 他也带来了我需要的线索 最后 我看向了柳玉咒 让陈瞎子和刘文三他们不要担心 这一行 我会和柳玉咒去 安全一定确保 并且不可能让那无物有为祸之心 刘文三欲言又止 陈瞎子倒是平静得多 他点点头 不再多说话 我并没有在冯家久留 而是叫上了冯军开车 直接前往凤凰院别墅区 我并没有带上柳玉咒 因为这会儿就带着他 搞不好会吓到无物 约莫下午两点多的时候 我和冯军到了凤凰院 在无物家里见到他的时候 他还是坐在那块树根 做成的茶桌后头品茶 无物的态度 明显比之前有所改变 随和了不少 他笑容满面地 给我满上了茶水 让我坐下休息休息 我也没拿茶杯 直接开门见山地和无物说了 我一部分事情已经办完了 现在我有小段的空闲时间 今晚的时候 我就会去解决了 凶宅央杀的棺材 将其安葬 我希望无物收拾收拾 准备一下 明天我就打算出发 去寻他所说的那句歧视 无物的眼中顿时迸射出金光 他连连点头道 罗先生 你是我见过 吉少将事情安排得 这么条理有序的人 你的办事效率也快得惊人 若非亲眼所见 亲生和罗先生打交道 我也很难相信 罗先生如此年轻 就有这等厉害的手段 停顿了一下 无物又笑着说了句 罗先生带我诚恳 我自然也不能太不识去 今天早上 冯家和七家的人 就去见过我老夫老母 完全按照我的要求做了 甚至还多给了一笔钱 我老夫老母很高兴 我便让冯家 将罗先生放过去的棺材 送到我这里来了 无物这一番话 顿 时让我眉头一皱 因为这件事 冯志荣没有告诉我 七兰兴也没说 无物脸上笑容不减 又说了句 罗先生尚且不知晓 这也是我恳求的冯家主 冯家主毕竟是一家之主 能看得出来 我不会撒谎 话语至此 无物才说 凶宅央杀的事情 他会解决处理 我办的都是大事 他就不给我添麻烦 我听得出来 无物尤其在大事 这三个字上加重了语气 还有他态度的变化 顿时让我心头有了几分猜测 我微眯着眼睛 端起茶杯 品了一口茶 看来无先生晚上不喜欢睡觉 前天夜里去杨江看了江景吗 本人平日饮茶不少 自然睡得晚 随意走了走 随意看了看 无物没承认 也没否认 这让我心头对他 不由得又多了几分正色 我没有再多问无物去了哪 而是直接让无物和我说说 关于他对那歧师所在之地的了解 我也需要有一些认知 无物思考了片刻 摇了摇头道 我知晓得其实不多 还是因为我师父失踪了之后 我才想去那地方 师父 听到这里的时候 我面色更是一凝 不过看无物这年纪 我打消了联想 蒋盘的念头 按照时间上来看 蒋盘早在一甲子之前 就死在那里了 无物笑了笑说道 收藏这个习惯 我从师父那里继承来的 多年前他便去了那里 这么多年多了无音训 必定早已经命丧黄泉 这些年 那地方不知道死了多少风水先生 阴阳先生想必也不在少数 罗先生 我有所隐瞒 不过现在也说清楚了 我点点头 并没有关于这件事多追究 而是示意无物继续说 无物只说了四个字 精神七杀 我面色骤变 无物不再开口 我坐在了茶桌前的椅子上 同样一言不发 精神七杀 是一种格外特殊的葬法 又叫做精神七杀 是罕见的一种胸葬 宅经之中有所记录 精神者 太白之精 百寿之神 主兵戈桑乱 水汗瘟疫 所葬之地 忌毁修筑城池 宫室 阁楼 园林 新宫上梁 出君征伐 以洗嫁取 远行复任 若犯干神者 当车裂暴毙亡命 无马分尸之苦 也就是说 只要用了精神七杀葬法的地方 就有大量的事情是忌讳 一旦做了 就必定会引起风水的反噬 在那些忌讳之中 尚致王公贵族的脱俗生活 下到平头百姓的普通出嫁 全部都囊括在内 这只是风水外在的影响 坟墓内在 还会有极为复杂的机关 就如同当初在南山群岭 地下阴龙会随时游走 甚至带着圈阳阴师的 汉白玉棺果一样 精神七杀的葬坟 也会移动 甲蚁 蚁羹 丙心 不同的年份 棺果必定会在不同的位置 并且 凶坟葬凶狮 这还不是镇师 就是养凶狮之所 怪不得这些年会死那么多人 精神七杀的葬法太凶 能做出来 也要花费不知道多少人力物力 我还以为 只会在宅经的记录之中有 没想到 现实还真的存在 我忽然又想到 一件事情 蒋盘区那里 大概率是因为李阴阳 而李阴阳呢 他肯定没有收集尸体的癖好 那坟婴之中 有什么能吸引李阴阳的东西 思绪至此 我驱逐了其他杂乱的念头 起身之后 慎重地说道 吴先生 我的确要做不少准备 这凶坟葬凶尸的地方 但凡不谨慎 就会丧命 大致的地方 便等吴先生明日来冯家再知会我吧 我们暂定明日出发 如何 吴武也冲我抱拳 点头说道 罗先生快人快语 我明天准时到冯家 从吴武家离开后 我没多看于山的那个边 恕 一切的事情 得等我回来之后再妥善处理 回冯家的路上 我便在口述 让冯君等会儿 要去给我准备的东西 这些东西之中 不光包括了鸡血 狗血 朱砂这些普通物件 还有化武帝封葬符能用得上的材料 差不多交代清楚的时候 也回到了冯家 冯君匆匆开车离开 我进院之后 静止又去后院 后院之中 不只是柳玉咒一人 还有他的三位师叔伯 刘道长 可否借一步说话 我停留在院门口 和柳玉咒打了个招呼 柳玉咒倒是干脆 直接跟我出了后院 在一旁的小镜竹林旁 我和柳玉咒说了 关于无误和我讲的那些情况 以及精神气杀这胸脏的存在 迟一之后 我才问柳玉咒 他是否需要再考虑一下 要不要和我去 柳玉咒却皱眉 他颇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 说道 罗十六 你有个不好的习惯 你想保护所有人 可所有人 是你能够保护了的吗 况且来说 安全问题 不需要你来和我担忧提醒 凶坟葬凶尸 我倒是想看看多凶的事 那坟存在多维祸一方 必定是要根除的 凶尸 斩了便是 怕他作甚 语霸 柳玉咒猛然挥秀 道袍凌冽作响 柳玉咒这反问 也让我略有尴尬 因为他把我的话 完全抵了回来 我偏偏还没什么好说的 不过柳玉咒所说的没错 那精神气杀的坟地存在 都只会给周遭带来祸患 凭借道是胸中那一腔正气 必定是要将其破除 我和柳玉咒之间的气氛 略有凝滞 柳玉咒忽而才又说了一句 不过 我可以建议你一件事情 带上那头狼袄 他不是简单的凶了 能帮我们减少很多麻烦 或许还能给我们 带来意想不到的帮助 他这句话打破了尴尬 我同样也点头表示 赞成他的提议 那此行便是你 我和五五三人 再加上小黑了 柳道长 我还要做一些准备 你如果有什么需要的 可以直接吩咐冯家去做 我陈生再次说道 柳玉咒恩了一声 便不再多说其他 转身去后院 我先去了 陈瞎子平时在冯家住的房间 没看见他人 只是看到刘文三和何彩 得知了陈瞎子 回了朝阳宅 至于狼袄 陈瞎子并没有带走 而是留在了冯家 只是陈瞎子他们住的地方 没见狼袄 我便格外疑惑 最后只能把冯宝叫来 让他在院子里头找 我其实还担心狼袄会不会贪嘴 又跑去什么地方 最后找到他的时候 我还觉得有点啼笑皆非 因为他不在别处 竟然在老白的那大院里头 他就趴在院子中央 老白则是昂首挺胸 在他面前来回走着 院中的小池塘里 亭台中都有成群的母鹅 或是在嬉戏 或是将脖子扭在后方 打理毛发 我们进院的时候 老白还冲着狼袄 严厉地叫了几嗓子 就像是在训道 狼袄翻了翻嘴皮 还打了个响鼻 冯宝则是略有尴尬 他不自然地地说了句 罗先生 要是有必要 再整一个院子 给小黑也没问题 不过这母狼可弄不来 只能我白白手 打断了冯宝的话 这时候 狼袄也站起身 如若牛犊一般的身子 抖了抖 朝着我走近 脑袋还往我手上蹭了蹭 我倒是不觉得 狼袄想要和老白一样的 三宫六院 反倒是觉得 或许这后院 只有老白是有灵性的动物 他来找老白 免得那么孤解 我忽而动念 若是再培育一个狼袄 或许小黑会好一些 只不过 要培育狼袄 付出的代价不小 时间也不短 现在是没那个精力了 带着狼袄回了后院 我让他跟我一起进了屋 等冯君送来了 我要的狗血之后 我用天丹燕和地质笔 画了好几张符 分别有和奎斩师符 压阵神咒 阵煞符 那些符藏我贴身放好之后 又开始画五帝封藏符 五帝封藏符 之所以格外难画 不只是其需要的材料特殊 还需要对符转的理解足够深刻 还有就是五帝封藏符 实际上是五道符重敌而成 并且跌幅之后 还需要用血墨基幅 时至深夜 我终于画出来了一道 五帝封藏符 所需要的五道分符 画完了之后 我已经觉得 身体有种透支的疲惫感了 并且 我对秋初到的风水术 有了一种新的认知 我画一道这么小的五帝封藏符 最多封进一个棺材 都如此精神疲惫 秋初到留给羌族柳家的五帝封藏符 大的却能封得下一座山 也怪不得秋初到 能钻研出来 藏隐观山这样的风水术 若是给他机会 让他出黑 学到阴阳术 他会是一个怎样的阴阳先生 不过 我也想到一个可能 秋初到这样风水术 登峰造极的人物 他真的没有学阴阳术的机会 还是说 他为了风水 不触碰阳算 独一样的钻研一门阴术 绝对要比全部包揽 更为精通得多 最后 我没有将这道五帝封藏符 自己收起来 而是推门而出 将其交 给了柳宇宙 此时差不多快到子时 柳家三个师叔伯还没走 当他们看到五帝封藏符的时候 眼珠子都直了 恨不得将其拿在自己的手中 细细端详 给柳宇宙五帝封藏符的原因 也很简单 凭我的本事 没那么快能积符 若是平稳地用分符重叠 正观之后积符 我有那个时间和速度 可若是在紧要时刻 我根本做不到 柳宇宙是最好的人选 柳宇宙看向我时 眼中也是蕴含金光 能不能多画一道符 让诗书白送返枪足 若是大掌老剑了 应该会很高兴 柳宇宙的言辞之中 都有了一丝恳切 其实我停笔 就是觉得身体透支 可柳宇宙 几乎没和我提过要求 这话我就难以拒绝 再回到房间 又画了一遍五帝封葬符 这一次画符结束 几乎都快天亮 不过柳宇宙和柳花道 柳化阳 柳化英四人 也是一夜未眠 都待在我房间外等着 当我将这第二道分符 拿出来的时候 柳宇宙没接 反倒是让柳花道来拿 柳花道将其 接入手中的时候 如获珍宝 兴奋不已 甚至双手都在微微颤抖 五帝封葬符 不只是符 更是枪足柳家的一种信念 这符 可封天下凶师邪碎 罗十六 就凭这一首符文 柳家将是你永远的朋友 柳化道正中说道 同时他表示 会亲自将符送回去 我迟疑了一下 也没阻拦柳化道 而是让他帮我将两样东西 送给审计 其中一样 便是阳宫盘 现在我拿着定罗盘了 没有必要等到大典的时候 再归还审计阳宫盘 另一样 就是从张尔那里 得来的湿头姑 当初在秋初到的观星宅 我拿走了那一盆湿头姑 这东西 其实也是枪足的物品 审计帮我 我也交还给他 算是赶接 一因事情 安排完了之后 我已经觉得 头要裂开式的影痛 不再多说别的 回了房间 倒在星号星号 沉沉睡了过去 第二日醒来的时候 已然是正午时分了 喜书出了屋外 刘宇宙和冯军在等我 狼傲则是一直贴着我身边走 基本上我到哪 他都不离身 冯军领周我们去了前院 前院之中 桌上摆着吃食 冯志荣正在和一个男人交谈 那人穿着一身糖装 不正是无物吗 无物面带微笑 不过他看见狼傲和柳玉咒的时候 明显脸色都僵硬了 而且 柳玉咒还说了句话 听说你捏着二三十个工人的魂 是吗 柳玉咒背负着双手 面色平静 他这句话也说得极度平静 平静之余 他还看着无物 只不过他眉心地横纹突起 那种无形的压迫力 顿时让我想起来 我第一次见柳玉咒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看我的 看似古井无波 可实际上 那眼神能看透你心底 给你一种极为强烈的压抑感 无物的表情僵硬至极 眼皮跳动很快 额上更是冒出了痘大的汗水 并且 他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苍白 甚至猎切后退了两步 嗯 无物后退 柳玉咒便上前 光荡 一声 无物撞到了后面一个椅子 整个人都跌坐了上去 有些手足无措地抓着椅子扶手 怎么不说话 柳玉咒又淡淡地问道 无物的脸色更苍白 他死死地扣着椅子扶手 声音都明显虚弱不少 不 不是捏着 我放在养魂之地 不 不会有 是 无物和我谈话的时候 总是摆出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 可现在到了柳玉咒面前 竟是全无底气 紧跟着 他又小心谨慎地补充了一句 我不会害人 柳玉咒也板正笔直地坐在了 无物对面的一张椅子上 然后说道 那就放人 再好的养魂风水地 都比不上人本来的身体 你不会害人 为什么要留着他们 若是你出现问题 便是二三十条人命被你害死 我不会骗人 你将人放了 罗石六答应你的 他会做到 柳玉咒话语依旧平静 并且他抬手便是一柄青铜剑 放置在了桌上 这 无物瞳孔紧缩 柳玉咒淡淡道 如果不放 也很简单 罗石六答应你的 是他答应你的 可我觉得 你手中握着的人命太多 一旦你动了邪念 那些人就会死 所以 我会留下你 让你开口说魂在哪里 我面色也变了变 因为我没料到 柳玉咒会这样做 他没有和我商议过 更是一点端倪 都没表现出来 我心头微跳 手中也冒了汗 就在这时 柳玉咒忽然看向了冯志荣 说道 冯家主帮我办件事 冯志荣明显也有些恍然 他与其透着恭敬 柳道长请讲 把陈瞎子请来 就说 我请他用一下 神婆拔魂的术法 你再去请一下 长青道观的道士 我记得没错的话 他们有宁神养魂的香 让他们带上 冯志荣明显瞅了我一眼 柳玉咒眉头一皱 顿时冯志荣就不再多开口 只说了个好字 无物额头上的汗水更多了 他静一不定地看着柳玉咒 柳玉咒却闭上了眼睛 就好似在等待一样 冯志荣已经走出堂屋 我听到了他在招呼冯宝 去办这件事 无物硬着头皮说了句 罗先生 你们认真的吗 没等我说话 柳玉咒闭 卓眼说了句 你和罗十六说没用 他认不认真不重要 我说得很认真 神婆拔魂让你开口 长青道观替你修养魂魄 完事之后 我陪罗十六跟你上路 无物 柳家道士 名不虚传 我放人 无物基本上 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这几个字 此时他满脸都是汗水 我让一位师叔陪着你去 柳玉咒又扭头看向冯志荣 说道 冯家主 刚才的人不用再请 麻烦你去后院请一下 我四师叔柳华英 让他和吴先生去一趟 我们就在这里等 等那些工人醒了 再和吴先生离开 冯志荣明显有些愣神地 看了看柳玉咒 又看了一眼无物 而后重重点头 又说了个好字 无物则是苦着一张脸 约莫几分钟之后 柳华英就被冯志荣请了出来 冯志荣应该已经把事情原委 都告知了柳华英 当柳华英看见无物之后 他只是 淡淡地说了一个走字 无物起身 他脚步略有蹒跚 直到进了院子 整个人才稍微恢复了一些 他回头瞅了柳玉咒一眼 欲言又止 柳玉咒则是开口说道 柳家言而有幸 罗十六也未曾骗人 无物这才咬牙 静止往院外走去 临到院门口的时候 无物又回头说了句 罗先生 柳道长 我们要去的地方 在笼原河西 你们可以稍作准备 若是带着这只狼翱 就需要一段时间赶路了 我点了点头 心头却松了一大口气 带无物走了之后 明显冯志荣都高兴了起来 他做了个请的动作 说道 柳道长吃点东西 罗先生 你也快来用饭 我去请柳华阳道长 对了 柳华道道长今天离开了 他要回一趟枪足 我晓得柳华道 是去送五弟封葬服 到桌旁落座之后 我郑重地对柳华阳说了句 柳道长 多谢 柳华阳额间的横文 稍微舒展了一些 吃筷子夹菜 平淡达到 用不上说谢 我们方式不同而已 没多久 柳文三和和彩也被请来 吃饭的过程中 冯志荣心情明显很不错 还给柳华阳敬酒 他略有感叹地说道 罗先生人后 柳道长铁面 乌乌就是卡准了 罗先生人后这一点 可他的算计到了柳道长这 完全没作用 柳华阳开始没喝酒 刘文三文言 来了兴致 催着让冯志荣说说 发生了什么事 冯志荣讲了之后 刘文三表情就格外精彩了 他猛拍了一下桌子 兴奋地说了个操字 接着就去给柳华阳敬酒 本来之前冯志荣也敬酒 柳华阳没接 刘文三的敬酒 他开始也没接 可刘文三和冯志荣 又完全不一样 他一直劝酒 而且能说个不停 一会儿说柳华不喝 就是瞧不上他了 一会儿又是扯上了道 试试上三流 看不上吃死人饭的下酒流 总归他这话说的 刘宇宙都直皱眉头 最后明显不得已 刘宇宙小酌了两杯 刘文三心情就更好 直接开怀大笑 一餐饭吃罢了 冯志荣就说不打扰我们 冯君其实之前 就在院子里头候着 这会儿他也上前 告诉我 一切准备都已经就绪 随时可以出发 我点点头 没再多说什么 坐在糖物饮茶等候 这期间 我拿出来精算盘 将其放在腿上 我的手一直扶着算珠 不知道为什么 心头就有这样一股子直觉和本能 当地上堪余的所有物件齐备之后 我反倒是觉得 这精算盘 好似是用处最大的 可实际上 精算盘的存在 作用很少 除非是给人算命 可它又是阳算之中 唯一一件物品 本不应该这么积累 阳算单屏下面 都能看穿祸福及胸 相对而论 因数部分有天 干燕的支笔 有定罗盘 阳算部分 只有一个精算盘 这一件东西能对比上阴数的三样 应该更为强横才对 此外 我拿到地上堪余以来 使用最多的是阴数 堪风水 以及阳算之中下面的部分 这精算盘 用得少之又少 当年张九卦凭借一副精算 可以一句话 让整个内阳石风水界内的风水师 替他办事 这种地位 要比我爷爷这阴数先生 强了太多 他的本事 绝对不限于给人项面摸骨 肯定也不会那么轻易地受限于 必须要生成八字才能给人算命 我此时对于阴数 已经算是研究透彻 可对于这阳算 还远远没有了解深刻 闭目沉思 我在脑中回忆着阳算之中的内容 宇宙 那些工人都醒了 全部安然无恙 当我听到柳化音的声音时 感觉时间只过去了一小会儿 从出神之中清醒过来 我睁眼就看见柳化音 一 即走在一旁的无物 此时的无物 明显是一副灰溜溜的状态 柳化音的样子 要比柳宇宙死板得多 而且这天色 竟然都有些昏暗了 瞥了一眼屋内挂着的钟 时间竟然已经接近了下午五点 我这一出神思索 至少过了得有三四个小时 不过听柳化音这番话 我顿时也放心了不少 嗯 出发 柳宇宙看了我一眼 他对无物 倒是没什么神态变化 行 路上要的时间应该不短 不耽误 连夜出发 我和柳宇宙这番话 让无物的脸色 也放松了一些 只不过 他还是冲着我苦笑了一下 我平和地冲他点点头 也没再多说什么 出门上车 冯志荣和刘文三 还有盒彩来送了我们 狼翱跳上了后排 抖了抖毛发 引得车猛晃了好几下 院门内忽然传来几声严厉的鹅叫声 这声音来得突兀 我愕然 接 折边看见老白 竟然昂首挺胸地走到了院门口 他脖子上下晃了晃 好似在对狼翱示意 我扭头瞅了一眼狼翱 他则是打了个响鼻 乌咽了一声 好似回答 发动机响起 冯君踩了油门 副驾驶的冯宝 则是说了句 从这里赶往笼原河西 得有两千公里 不眠不休 也要一天一夜兼程赶路 他问我的意思 是尽快赶到 还是说正常赶路 我迟疑了一下 正在私存 刘宇宙却忽然说了句 正常赶路 不用太急 要保持充沛的精气神 避免出意外和纰漏 这话语落定的同时 柳宇宙颇有深意地 看了我一眼 好似已有所指 我心头咯噔一下 这明显是柳宇宙 看穿了我之前 在思索什么 他在给我时间 这时候 吴悟也附和了一句 说正常赶路就行 吴悟自然不知道 柳宇宙话中所指 下午我 宁神深思的时候 他并不在场 在逢家的时候 周围的人都可以信任 我没什么大的顾忌 可这车上有了吴悟 我就没有再 直接把精算盘拿出来 而是保持宁神的状态 去回忆阳算之中的内容 地上堪与我 早已经熟记于心 赶路途中 我也能做到宁神静气 车离开内阳市范围 上高速后又开了半夜 直到过了紫时 才在一个休息区停下来 冯宝和冯君 去安排了休息区的酒店 让我们入住休息 其实进了酒店之后 我精神状态都高度集中 因为对于骨相的回忆 让我发现了不少 我忽略掉的东西 或者说是我之前 没有重视的部分 单独在房间里头 直接拿出来了骨相 并将其和金算盘 摆在了一起 除了在脑中不断回忆 我还翻动书页 到了面相部分的最后一篇 我直勾勾地 看着书页上的内容 额上近视 汗水层层 而鼓里 都是自己咚咚咚的心跳声 那一页当头的记载 很是复杂 也是之前被我忽略掉的存在 横着的标题 写着八卦九宫骨相位 而其中的内容 则是天心为中宫 五行为土 南方梨卦 五行为火 北方砍卦 五行为水 东方正卦 五行为木 西方对卦 五行为金 西南方昆卦 五行为土 东南方驯卦 五行为木 西北方前卦 五行为金 东北方更卦 最后五行为土 则是形成一个循环 在这八卦九宫之下 又有记载 八卦九宫 落于面部相格 以鼻头位居于面部中央 为土星 准头代表中宫 额顶为火星 以离卦代之 下额为水星 砍卦站位 右拳骨上为正卦 左拳骨上为对卦 左眼尾下为坤卦 右眼尾上为迅卦 左笑页下为前卦 右笑页下为更卦 我的手重重地 浮在金算盘的算珠之上 此刻我才明白 自己自认为掌握了阳算 可实际上 却到底忽略了什么 此前我一直认为 项面是项面 算卦是算卦 两者没有任何关联 可当这八卦九宫 以面向定数 已然将项面和算卦 联系在了一起 本来通过生辰八字 就是定位 命数八卦的顺序 再用金算盘计算 现如今 我却可以直接通过 面向上八卦九宫的 声声相克 来确定 现今命数八卦的准确性 也就是说 其实我之前看到 冯君的面向改变 知道他会有血光之灾 那时候我不晓得 那件事情到底是什么 可当时如果我就想清楚的话 我就能直接用这 九宫八卦之法来计算 知道 他会遭遇的详细祸患 而不是凭借猜测 只能够将他带在身边 来防备危险 并且 这后方记载的 远不只是八卦九宫 八 卦之中 其实还蕴含有地支 而人的身体五部分 还可以以五行来断定 头 面 身 手 脚 五部的外形 以及肤色 甚至都能断定五行形象 这也是要生辰八字的原因 现如今 我只要按照这些记载 和教授的方法 仔细参悟 我就不再需要用生辰八字 去算人一生命数灾变 而是通过八卦九宫 地支五行 甚至是气色 来定位卦象 以精算盘算制 这算法 算得虽然不是一生 但也能算出来 当时的命数相格 这就是一眼断霍佛 一卦算极凶 并且还不是粗略的推断 而是准确无误的卦 我沉默了 扭头看着窗外 此颗夜色寂寥 惨白的圆月 更像是一颗巨大的眼球 在直勾勾地盯着我 两久之后 我才低头看向精算盘 难难道 铁口精算 怪不得是铁口精算 一眼断霍佛 一挂算极凶 怪不得一句话 惊动整个内阳的风水界 恐怕 还不只是简单的一个内阳吧 李阴阳有做到如此细致的算法吗 还是说 师尊 只有你钻研到了这一步 那因数 我爷爷也做到极致了吗 我觉得 宅经之中有复杂累赘的部分 就如同我将古相这一部分 当成了累赘 实际上它才是精髓 我重重地闭上了眼 思绪更为复杂 突然间我觉得 袁花哨为什么算计了那么多 都没能够拿到地上堪余 并不只是他要从李阴阳身上 获得命数庇护 而是说 我爷爷的因数 也是一种程度的登峰造极 可以勉强和他抗衡 甚至说 我爷爷对于风水方面的计算 形成了一种 我当时没看见的威胁 所以让袁花哨无法出手 此外 张九卦的算卦 则是让他可以以无数种方式 直接躲开袁花哨 这只是一瞬间升起的猜测 不过我却觉得 我推断到了很关键的一点 甚至我觉得 为什么秋初到没有出黑 这或许都是原因之一 我爷爷和张九卦是没办法 被迫到了那一步 却走出了阴阳先生的 禁锢和瓶颈 像是秋初到 他应该是知道 禁锢在什么地方 所以不去选择 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脑袋已然有了一些隐隐作痛 看了一眼时间 我惊恶地发现 这回竟然都已经 快到凌晨五点了 外头的月亮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消失没了踪影 我强行压抑一下 自己继续思索下去的念头 去洗了一把脸 驱逐掉那些思绪之后 强迫自己入睡 我觉得 这样想下去 我会磨着 要么我想通一切 醍醐灌顶 要么我崩溃掉 失去神志 从此疯疯癫癫 浑浑噩噩 这一觉我睡得很死 很沉 甚至前所未有的平定 什么都没想 什么都没梦 当我醒来 争 开眼的时候 床头窗边的椅子上 柳宇宙正惊微作 外头不是出阳 不是艳阳 反倒是漆冷月华 我捂着自己额头 重重地吐了口浊气 撑起身子 靠着床头坐下 半晌之后 我才回过神来 扭头看向柳宇宙 而下意识的 我想要看的 就远不止是面相那么简单 不过 我也瞬间遏制住了自己的想法 重重闭上眼睛 在睁开的时候 我撇开了别的念头 并没有去分析柳宇宙的命数 命越算越薄 除非万不得已 我不能去窥探 否则的话 必定会有所报应 或者反噬 柳宇宙目光深邃地看着我 我沙哑着声音说道 看来我睡了很久 比他们想象的久 我觉得还好 柳宇宙开口道 我愣了一下 柳宇宙才说道 你昨晚上应该入定了 我其实没想到 阴阳先生竟然也可以入定 我此前一直以为 只有在参悟道数道法 体会世间百态 生 死的时候才会入定 便是我 都很难到那个状态 按大长老的说法 我还没看透 一旦当我看透 我的道数会达到另一个层次 那时候就可以超越它 罗十六 你知道 你刚才是一种什么眼神吗 柳宇宙的语气 愈发凝重 我深吸了一口气 道 什么眼神 我感觉那一瞬间 你要将我看穿了 柳宇宙微眯着眼睛 一字一句地说道 不过你忽然闭眼 在看我的时候 就没那种感觉 你这是克制了自己吗 柳宇宙的话语中 明显是在询问 我心下一惊 却没想到 我的眼神会那么直接 沉默片刻 我点了点头 道 是在克制 不要用这样的眼神去看人 或者说 不要这么随意去看 那太专注 你看的是我还好 若是你看的是大长老 或者二师叔他们 或许他们会直接下杀手 去看穿一个人 全部的底细秘密 会让人觉得是很危 显得一件事情 一旦感受到危险 本能就是要反抗 那就是搏命了 柳宇宙语气深沉地说道 他站起身 拍了拍我肩膀 朝着屋外走去 临到门口的时候 他停顿了一下 楼下有个饭店 冯宝和冯君 随时都让厨房准备了热菜 就在等你醒 吴是个小人 你注意一些 我在下面等你 雨霸 柳宇宙这才推门而出 我又在星号星号坐了一会儿 等彻底醒神过来 略微理解了柳宇宙 那番话的含义之后 我才再去洗漱 昨夜我让自己驱逐念头 用的是刺激的冰水 而这一次 我就没有那么极端 而是用正常的温水了 心态平稳下来之后 整个人也沉静了很多 这种沉静 是我之前完全不具备的沉静 就连我对着镜子 看自己的时候 都觉得自己有所变化 厨房间前 我将所有的东西 全部带在身上之后 才朝着楼下走去 这期间 我下意识地背 扶起双手 之前我几乎没这样做过 因为我觉得 莫不是上了年纪 那就是 这人装作老成 可现在 这却成了本能的反应 片刻后 我来到了楼下的饭店 走进大门 一眼就看到了 正中央坐着的冯宝和冯军 柳宇宙和吴雾 则是面对面坐着 这会儿 也有服务员在上菜 冯宝先抬头看见了我 他马上高兴地招招手 喊我快去吃东西 我腹中的确空了 可却没了之前 那种会风风火火 匆匆去吃饭的急促感 脚下速度平缓 我来到桌旁坐下 明显 冯军和冯宝眼中 都透着一丝茫然和疑惑 不过他们 并没问什么 冯宝笑着让我赶紧吃 这一觉睡太久了 肯定饿得不行了 吴雾也在看我 他本来是要开口的 这会儿却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他的眼中 并不是茫然和疑惑 而是隐隐的不安 甚至他的眼神中 透露着明显的不确定和恍然 他 这是在怕我 这一餐饭下来 吴雾打量了我很多次 我只随和地看过吴雾一眼 就没有再多注意他 临吃吧 吴雾也没再多说别的 虽然天黑 但是冯宝和冯军 也没说再休息 而是直接驱车上路 这一次的赶路 就正常了许多 差不多开上十来个小时 就找服务区休息 约末两天之后 周围的山变了模样 以前我们去过的梁州 前西南 还有九区玄河 都是山清水秀 这一次的大不相同 宽阔的高速路两旁 是一座座实质的山脉 以往看山 基本上都是陵木繁茂 偶尔有一块 新号新号的山体 那都可能是风水方面有问题 现在入木地山 几乎全部都是黄色的沿土 偶然有一些低矮稀疏的灌木植被 不过这种山并不高 基本上都是植龙山 山有植龙之分 风水的常识之中 植龙山为矮山 龙龙山为高山 其实在山中也有细节 比如开场平坦为阳 陡峭背腻为阴 如今所看到的山 大部分都是开场平坦的 整个山形几乎没什么波动 这在风水之中 就是质阳过盛 阳气太重 以至于草木不生 往往生长一小部分稀疏植被的 山体那个位置都是略微陡峭 除于被阳面 那便是阴沙所属 所以 那里才能够生长草木 罗先生 笼园这个地方 整体来说 在风水上阳气太重 沙多为阳 以至于阳盛阴衰 即便是有水环绕 也难以改变阳沙的本质 而精神七沙的所在之处 我约莫了解 是在阳沙之中 阴 沙重叠的位置 也是十分极端的风水地势 前拍座的无误 说了这两天以来的第一句话 明显除了我之外 冯军 冯宝 柳玉咒都听不明白 阴沙重叠 有水吗 我开口问道 必定有水 只不过 我只是粗浅了解 具体不晓得 停顿了片刻 吴武才继续道 阳极必定声音 所以 正午才有大音之时 咱们此行必定要小心为上 我点点头 面色平和 又聊了几句之后 便不再多问了 因为吴武没说出来 任何有用的信息 甚至他都不晓得 精神七沙藏地的具体所在位置 只有那阳沙圈阴沙的信息 只能够等我们到了地方之后 再凭借风水树去寻找 又经过了半天的赶路 我们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笼园河西 笼园是省 河西是区域 我们到的地方 则是河西尽头的一个小城 名为沙城 此刻是清晨时分 按照此前的时段 我们应该再找服务区休息 不过一路上走得不急不缓 这会儿大家精气神都还不错 冯军驱车入城 冯宝则是一直看手机 直路 最后找到一家酒店办理了入住 进酒店的时候 其实还因为狼傲 发生了一点小麻烦 原由就是狼傲太大了 酒店不敢让他进 最后冯宝的解决方式也很直接 干脆将我们住的那一层酒店房间 都包了下来 前台的经理这才一改态度 笑容满面地接待我们 手续办好之后 冯军带我们上楼 冯宝又出去买了早餐吃食 送到房间里 我私存了一下 便让冯宝去告诉柳宇宙和吴宫 先好生休息 等下午都休息好了 再商议怎么找地方 冯宝领命往外走去 我停顿片刻 抬手喊住了冯宝 让他再等等 冯宝面露疑惑 问我是不是还有什么安排 我微微虚了口气 说我临时想到一个关键的节点 就是得辛苦他一下 先不能休息 把事情交代完了以后 出去一趟 了解一下这沙城周围的村镇 看看有什么地方 历年来评出怪事 甚至是有什么特殊诡异的习俗 并且我也告诉冯宝 等我们行动的时候 不会带着他和冯军 届时 他们再好好休养 冯宝正重点头 不再多言 离开了酒店房间 我稍微洗漱了一下 然后才上床睡觉 差不多休息到下午两点钟的时候 我醒过来 联系了一下冯宝 我本意是问一下他情况 有没有什么发现 还有他现在回来没 电话接通之后 冯宝就告诉我 他已经差不多打探完了 就在他和冯军的房间里等我呢 我告诉他 让他去通知一下柳宇宙和无误 就直接挂断 起身离开房间 我出门的时候 狼傲则是紧贴在我身后 其实还有一个细节变化 就是此前狼傲跟着我 我都会觉得 他体型和如今的气场 有一股压迫感 现在那种感觉 已经消失不见 几分钟之后 我便到了冯宝的房间 这会儿 屋里头却只有冯军一人 冯军满脸通红地喘着粗气 浑身上下都是尘土 好似他刚从黄沙之中 滚了一圈回来一样 我一看便晓得 应该是冯宝和冯军 一起去打探消息的 两人回来的时间不长 应该是我刚醒 他们也刚到不久 很快 屋外又传来脚步声 罗先生 冯宝略带喘息的声音传来 我回过头 便看见了冯宝 以及他身旁的柳宇宙和无误 吴先生 刘道长 我此前让冯宝去打探了一下信息 毕竟那精神七沙藏地虽然隐蔽 但是风水方面会为祸一方 必定会有一些怪事频出的地方 若是信息足够 我们找起来会容易得多 我沉生开口 吴雾慎重点头 柳宇宙则是依旧面色平静 喝口水 仔细说一说 查探到什么结果 我视线又落至冯宝身上 冯宝在床头拿了一瓶矿泉水 咕嘟咕嘟灌了一半下去 这才说到 我在城里找了一些人问 又去了城边 找了不少当地人问了情况 才得到一个消息 早年间的时候 沙城外面有一个小镇 那地方以前是交通要道 还有一条河 本来那地方很是繁华 甚至沙城都比不上 商人义务 或者是商队途径 甚至是入沙漠探险的队伍 都会通过那里 繁华程度称得上小沙城 当地的土著 因为这小镇的西京 所以要新土木 扩大镇子的范围 风风火火地招了不少工人苦力 就是那时候开始出了怪事 冯宝停顿了片刻 喘了口气 才说到正旁的那条河干涸了 此刻 吴吴的脸色也变了变 他正要开口 我抬起手 示意他 现在不要打断冯宝 微眯着 眼睛 我让冯宝继续说 冯宝看了吴吴一眼 才继续道 本来这沙城就是河溪的尽头 城外都是沙漠 水本身就是很珍惜的资源 那小镇的繁华 有一大部分的原因和谁有关 而且所处的地理位置 已经深入了沙漠一段距离 比沙城更适合中转休息 河流干了之后 地理上的价值就基本上没了 此外 还不只是这一件事 冯宝神色更为慎重 继续道 运河干枯之后 镇上就发生了一场瘟疫 至少超过一半的人都病死了 这件事之后 那小镇就彻底荒废下来 和之前的繁华 完全形成了两个极端 现如今也不晓得 还有没有人住在里头 与爸 他又看向冯军 说道 冯军和我分头两路去打探消息 和我得到的信息差不多 除此之外 还真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 我点点头 用眼神对他们两人 表示满意和赞赏 冯宝和冯军的脸上 顿时都露出振奋高兴的表情 罗先生 这消息 有用 冯军没按纳住 开口问道 我恩了一声 冯宝则是马上按住了冯军肩头 明显也是抑制着情绪 让冯军不要打断我考虑事情 我抬眼看向无误 无误也点点头 说道 应该没有纰漏 精神者 太白之精 百兽之神 主兵歌桑乱 水汗瘟疫 那小镇的位置处于水旁 应该刚好是汽口附近 吹到了坟淫之中的生气 所以如此繁茂 可他们竟然在旁边想要扩阵 这就犯了忌讳 引动了七沙风水 停 顿了一下 无误继续说道 到那镇上 只要找准方位 从汽口 或许就能直接进入 精神七沙的藏地 说到这里 乌龙忽然皱了皱眉 接着说道 得需要一个向导 冯宝的面色 却略有不自然 他苦笑着说道 罗先生 这件事情比较麻烦 我打听消息还好 愿意说的人不少 之前你说过 让我和冯军不要跟着 我也琢磨着 得帮你们找个向导 只是我找了一圈 没有任何一个人答应 甚至是机会陌生 这 没有向导的话 在这种地方 我们想过去 麻烦不小 吴吴如实告诉我 他之前游历的时候 也走过沙漠地带 这种地方和山川河流不同 单凭地图 很难走到地方 也就在这时 冯宝忽然摸出手机 他小声说去接个电话 便朝着阳台方向走去 屋内陷入了沉寂 我没开口 无误没说话 刘欲咒也保持沉默 冯军 一边来回踱步 一边小声地说了句 让我给他 和冯宝一些时间 这向导的问题 他们肯定能够解决 阳台那边 却传来了冯宝 略微兴奋的说话声 我一息听到了 带路这些个字眼 很快 冯宝从阳台回来 他一脸振奋地说道 车到山前必有路 刚才打探消息的时候 我给了和我说 杀阵事情的那个人不少钱 并且也让他帮我想办法 找个愿意去 并且靠谱地向导 他开始和我说了 基本上不可能找到 现在他告诉我 有人了 罗先生 刘道长 吴先生 你们等我一会儿 我这会儿就去把人接过来 刘欲咒面色明显 也缓和了一些 他对我点了下头 我顿时明白了 刘欲咒的意思 不用去接那人了 我们直接过去 我开口说道 从酒店离开 上车之后 冯宝开车 冯君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沙城并不大 约莫十几分钟 我们就来到了城边的位置 这里是郊区 不过并没有什么高楼建筑 基本上都是那种 没有屋檐的黄土砖房 大多都是平房 车停在了路旁 跟前还有一个开着门的院子 我们刚下车 院内便走出来个 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 他长得五大三粗 倒是和冯宝身材有些相似 自他身边 则是跟着个干瘦干瘦的老头 那老头脑袋上 缠着一圈布帽子 眼睛略有浑浊 苍老的皮肤 额头上的皱纹 几乎能夹死苍蝇 他处着一根歪歪扭扭的木管 上头也缠满了布条 这布条的时间明显不短了 不少地方已 经破损泛黄 那中年男人和冯宝打了招呼 接着瞅了我一眼 用一口别角的普通话说道 你老板 冯宝立刻解释了句 这位是罗先生 那中年男人和我握了握手 他用余光瞥了一眼车上的狼翱 眼中明显透着几分金句 接着 他又瞅了一眼那老头 才说道 罗先生 这就是能带你们进沙镇的向导 我们这儿都叫他老龙头 他听不见人说话 也开不了口 不过认得字 老龙头以前是沙镇的人 他很熟悉那边的路 现在运河干了 黄沙盖过了河床 没有他 根本就走不进去 我点点头 目光对那中年男人是以感激 这一眼 我粗略地扫过他的五官面向 没有去看八卦九宫 不过这粗浅的相格 也能看出来 他是没有什么算计的 毕竟我们要去的地方太过危险 容不得我大意 那中年男人收 回手 笑呵呵地告诉我们 他叫做葛西 他会给我们准备好行程上要用的东西 我恩了一声 说了句多谢 就麻烦他上心了 接着葛西回过头 又和老龙头打了几个手势 还拍了拍自己胸口 老龙头眼皮动了两下 左手也放在胸口的位置 点点头 之后 葛西便带着冯宝一起离开 去给我们准备进沙漠的东西 院子里又有女人走出来 领着我们先进屋休息 这院子不小 里头还拴着几头骆驼 被领着进了客厅 那女人又来倒了茶水 无物慢慢品茶 四下打量 柳宇宙则是古井无波 一直没开口说话 也没有左右四看 我将目光停留在老龙头身上 多看了看她的面相 她是假字脸 这种脸型就是额头大 地格小 粗看这种脸型并不好看 不过在面相上来说 主思考问题仔细精密 办事按部就班 并 且有计划有步骤 绝对不会去做冒险事 单凭面相 我略微放心了一些 至少被这老龙头带着进沙阵 应该是不会出现什么麻烦的 若是有危险 她肯定不会带我们去 不过 我同时也有警惕 那就是这人 深信不得 因为如果真的遇到危险 她必定会跑 老龙头似乎发现了我在看她 抬起头来 浑浊的眼睛也看向我 我随和地点点头 是一个友好的笑容 老龙头也笑了笑 虽然也随和友善 但是配合上这脸型 笑容实在是不敢恭位 额头大下巴小的夹子脸 笑容透奸邪 正脸相对 我就多看了一眼 就和看葛西的时候一样 顺便扫过了她的五官面相 第一眼 我看的是她耳旁命门 其上平整 虽然略有皱纹 却并没有直纹 我震了一下 不过却不动声色 心中原本的一丝警惕 此颗粒 石提高了起来 这老龙头 在骗人 虽然她还没有和我们说话 但是这沙城认识她的人 都叫她老龙头 可她 并不是一个笼子 面相之中 听觉有障碍的人 要么后天受伤断耳 残疾 要么就是先天 一眼看去 老龙头耳上无伤患 并且她命门之上 也没有直纹 听觉有障碍的人 先天后天不同 命门上的直纹也不相同 命门无直纹 就代表她没有耳聋 同样 口耳有相关 不能闻言 也就难以开口 可既然她耳能闻言 那就不会是纯粹的哑巴 她装聋哑 又有什么秘密 当然 我虽然看出来了这些 并没有说出来 反倒是在那笑容之后 磨开了目光 端起茶杯 缓慢饮茶 直觉告诉我 这老龙头不简单 这杀阵 恐怕也没有 冯宝打听的那么简单 这一行 怕是有麻烦了 我们几人大约 喝了一个多小时的茶 冯宝和葛西回来了 在入院子的时候 圈里的骆驼 都被放了出来 一共四头 地上堆了不少东西 鼓鼓囊囊的背包 堆有十几个 还有帐篷 防潮垫 以及守帐篷 并且 院门口还有人 正在陆陆续续 往里搬东西 他们在葛西的指挥下 将背包 帐篷 相应的物事 全部绑在骆驼背上 冯宝则是在旁边 和我低声解释 背包里的东西都有什么 并告诉我那些东西 都是出行沙漠之中 必备的物品 冯宝解释完之后 又耗费了半小时的时间 四头骆驼上 已经满是货物了 最后 冯宝才小声和我商议 说他和冯军也打算随行 不过他们清楚 不能拖后腿 只是到沙阵之后 就会停下来 停顿了一下 冯宝声音更小 说他怕出什么 别的意外和纰漏 他们一起才放心 One 一向导出什么问题 那在沙漠里头 麻烦就大了 有他们在 至少在求救这些方面 能多一个保障 老龙头站在 离我不远的地方 冯宝说这话的时候 只是余光瞟过他 我已经看出来 老龙头的秘密 和他的平性 冯宝这提议 就让我深思 并没有立即回答 片刻之后 葛西到了我跟前 他笑呵呵地说道 罗先生 妥了 老龙头那里 还有一些骆驼 我这几个驼着货 他的骆驼驼你们 这会儿出发 还有一些时间 应该能走不少路程 我听冯宝说 你们比较急 嗯 可以出发 我和葛西点了点头 接着又瞥了一眼冯宝 道 如果有我认定 比较危险的东西 我会让你们返程 不过能到杀阵的话 你们也只能在那里 不能再进藏地 冯宝明显更兴奋 连连点头 一旁的冯君 也透着振奋的神色 葛西马上 就和老龙头去打了个手势 接着又摸出来一个本子 在上头刷刷写了几个字 递给老龙头看 冯宝则去拿来了 地上的最后一个背包 打开之后 里头还有不少东西 主要是鞋袜 还有头巾帽子一类的物饰 他和我简单解释了几句 防沙防晒 本来应该再给我们 换衣服裤子的 不过我们本身就是糖妆 刘道长也是道袍 换得必要性不大 明显 刘玉皱皱了皱眉 不过他 还是换掉了脚上的道士不邪 这一切做完之后 我们才在葛西地试一下 跟着老龙头 往院外走去 其实他这院子 本来就在郊区城边 往里走势沙城 再往外 已经能看得见沙漠 我们差不多走了七八分钟 便来到了另一条街道 老龙头家要破旧不少 院子的墙体 都脱落得坑坑洼洼 他进院子 不多会儿就出来 跟在他后头的 竟然有十来头骆驼 他张大嘴巴 冲着我妈 呀招呼了几句 同样打了手势 接着他自行 爬上了最前头的骆驼背上 我们每人也都骑上了一头骆驼 剩下几头没驼人的骆驼 也都跟在后面 这些骆驼的性子 明显要比别的动物 更为平稳得多 我一心还记得 当初在寄娘村的时候 牦牛见了狼翱 都要受惊吓 这些骆驼就很平静 只有我这一头 稍微躲闪了一下 因为狼翱要跟着我 他躲闪 狼翱就靠近一些 最后躲了几步 他反倒是不躲了 像是习惯了似的 前头的老龙头 驱使着骆驼动身 我们后头这些 则是跟着他 慢吞吞地往前 驼队离开沙城 静止入了沙漠 开始的时候 其实人烟不少 进城的地方 还有不少旅游团 他们同样带着骆驼 我们 的骆驼队伍 明显大了不少 还引起了很多游客的注意 纷纷拍照 黄沙之中 还能看见不少地方 生着一簇一簇 低矮的灌木 其中也混杂着仙人掌 以及一些沙枣树 等到临近傍晚的时候 周围已经看不到人烟了 势力所及的范围内 都是无边无际的黄沙 在沙海的映衬之下 红色的斜阳 分外妖娆 镶金的云彩 绚烂夺目 又走了快一个小时 暮色渐身 后方传来无误的喊声 问我们要不要扎营休息 天黑了 他觉得不应该再走 那样就会很冒险了 没等我开口 我后面的冯宝 就扯着脖子回应了一句 说可惜和他讲过 一切看老龙头的 他要走 我们跟着就行 如果他停下 我们才能停 呜呜的声音 没有继续响起 又走了一段时间 夕阳余晖将近的时候 前面的老龙头 终于停了下来 他下骆驼之后 冲着我们挥手示意 其余的骆驼 也都平稳下来 我们全部下来 冯宝快步跑过去 和老龙头交流 虽然天色已经很暗 但还算能事物 这一片地方 不全是黄沙 而是有岩石土粒 一旁有一座小山包 那山包旁侧 是一块凹陷 给我的感觉 这里曾经也有水源 我左右四看 审视着周围环境 无物摸出来一块螺盘 低头打量 其实早在之前 临从内阳出发的时候 我就知道有一件事情 不过这件事情 我并没有和齐兰星去沟通 齐家虽然有钱 但是他们还没那么大本事 跑到精神七沙的藏地去开矿 那其实就有两个可能 其一 无物带我来这里寻的尸体 和蒋盘的不是同一个 其二 蒋盘的尸体被人冻过 有人从精神七沙的风水递出来了 并且带着蒋盘尸身离 开 最后那人又将蒋盘尸身 放在了别处 也就是齐家发现的位置 这件事情 我跟齐兰星多问 也是无疑 因为即便问出的结果是 第一个可能 我也不会再临时改变计划 和无物走这一趟 也是因果 在我思绪之间 冯宝和冯军已经开始帮着老龙头 一起搭帐篷 做录音之前的准备 无物忽然兴冲冲地走到我身旁 他脸上明显还有抑制不住的兴奋 说道 罗先生 我们走的路没错 这老龙头的确本是不小 沙漠之中是没有路标的 而且风沙大 地貌也随时在变化 甚至方向感都很难分辨 相对于我们来说都是 这个感受 普通人更难 老龙头肯定有其特殊办法 罗先生你看 这地方虽然干涸了 但是明显能看得出来 这是娇剑阁的风水山市 沙漠中水源西手 这一处曾有的水源 必定就是那条干涸了的运河其中一段 顺着这地方 只要能摸清楚沿下的路 必定就能到达目的地 无物稍微停顿了一下 他忽然瞥了一眼另一侧的老龙头 又凑近到我耳边 小声地耳语了几句 沙漠之中风大 吹得我和无物头上的帽子 呼呼之响 无物这几声轻微的话语 大意就是他觉得防人之心不可无 老龙头简直就和一块 能分辨方位的罗盘似的 我们全程都得跟着他转 倒不如凭借这地方 可以做一个路标 通过这里的风水位 去分析一下正路在哪 这样一来 即便是出现问题了 我们也能够平安到达沙镇 无物这反应 出乎预料之外 其实又在情理当中 他虽然不会面向 但是毕竟 也是个聪明圆滑的风水先生 对于一些隐含的危险 必定有所察觉和感应 这就是人 的第六感 风水先生比常人要放大一些 阴阳先生则是对于危险 会有预兆 无物和我站着的位置在下风口 再加上老龙头的位置 离我们本身就不近 我能肯定他不可能听见 无先生 谨言慎行 我压低声音说道 无物明显愣了一下 我不再开口 手中拿出定罗盘 朝着旁侧的山丘走去 这山丘很小 就只是一个矮山包 两三分钟 我就直接上了顶端 无物则是一直跟在我身后 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 我低头看着定罗盘 确定了脚下的方位 再往前看 其下方干涸的痕迹 隐约能看出 是一个类似于四岔口的河道 只不过并不是笔直的交错 而是中间有一段延长的河流 就类似于两条河流 自上方而来 汇聚之后 形成一条主流 只是极为短暂的一小段之后 又从下方分叉流去 脚下这座山丘 就是那分叉水的中间 只不过 现在已经彻底干涸 只能够隐约看到痕迹了 若是再过一些年 或许黄沙会将这里彻底掩埋 的确是交剑阁 分叉水 二水相交 少年夭折 四见水流鸣割拙 此地如刀斩 两边撞射人名堂 枉死少年狼 我难难道 同时也微微摇头 因为这地方 我们没有方向感 而来区共有四条水流分叉 那就意味着 其中一条是我们的来路 会通往沙城 离开着沙漠 另外一条 则是通往沙镇 其余的两条 不晓得会去什么地方 或许当年就会在流经不远处 彻底消失 找不到吗 罗先生 吴吴小声问了一句 这会儿 他的神态 已经恢复了正常 找不到 若还是当年有水 或许能分辨 哪条水中容器更多 生气更旺 现在毫无办法 雨霸 我收起来了定罗盘 这会儿 下方冯宝和冯君 也在招呼我了 好 我们下去吃点东西 喝口热汤 走下山丘 沙历地上 已经搭出来了六顶帐篷 帐篷刚好立在沙丘被封面 这里极大程度地减少了风吹 骆驼则是围成了一圈 就待在帐篷旁边的不远处 淡淡的蔬菜清香 传入鼻翼中 冯宝正在拿着勺子盛汤 显然是刚才我跟吴吴 查看此地的风水 相互交谈的时候 冯宝和冯君 还加一些肝囊和肉腐之类的吃食 沙漠之中酷热 我们带不了新鲜的食物 就连蔬菜都是脱水的 狼翱明显有些心情不太好 趴在我身边 在他面前的是一大块肉干 旁边还有一盆水 肉干上有两个洞穿了的牙印 应该是他已经咬过了 却没兴趣吃 一餐饭吃罢 老龙头起身 他冲 折我们双手合十 又放置在耳旁 微微侧头 示意我们去休息 接着他便去骆驼群里 给骆驼喂食 小黑 凑合对付对付 精神七杀葬地里头 应该有不少凶师 你现在不饮不食 没什么精神 到地方了 没办法帮忙 我摸了摸狼翱的头 狼翱微微抬头看了我一眼 默不作声 不过头往前挪了挪 一口将那肉干咬掉了小半 接着他便站起身 慢吞吞地吃着 表道长 你也休息吧 冯军冯保 你们两个夜里头 也注意安全 这风水地势的兄弟 不要离开帐篷太远 我提醒道 晓得了 罗先生 冯军和冯保 几乎是一口同声地回答 各自回了帐篷 我躺在房巢殿上 困意不多 思绪依旧清明 帐篷里点了灯 视线很清晰 斜躺着 我拿出来古像 仔仔细细地看着 八卦九宫我 大部分了解 不过却还不过彻底 清晰 每多研读一段话 我对其的理解 就更深几分 夜月深了 帐篷帘子忽然开了开 狼翱硕大的脑袋钻了进来 接着 他整个身体挤进来 就在我旁边趴着 泛着青色的眼珠子 看了看我 打了个响笛 好似在 告诉我他吃完了 接着又闭上眼休息 我看了看时间 差不多已经到了十点多钟 收起书没再继续看 我也睡了下去 这路途有多远 可惜没和我们讲 明显他并不知道 老龙头也没知会过 必须随时保持精力充沛 才能应对 可能发生的一切事情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或 帐篷里传来 稀稀索索的响动 我瞬间清醒过来 狼凹已经醒了 脑袋正在拱我的手臂 我和他泛青的眼珠子 对视了一眼 他转头朝着帐篷外走去 我心头一灵 外头有什么问题 我跟着出了帐篷 风沙滚滚 不少沙 紫吹到头脸上 我赶紧摸出来 兜里头的帽子 戴在头上 狼凹则是朝着 斜前方小跑而去 我不明所以 可狼凹跑出去 必定是有问题的 便快不跟在他后面 晚上的视线其实并不好 虽然圆月高悬 但是这吹动的风沙 比雾气还让视野模糊 前方我们已经跑进了 干涸的河床里 这其中还有不少巨大的石块 明显是当年水中流下 现如今也没被风沙掩盖掉 狼凹的动作 忽然变慢了许多 一直等我到他身侧 他更是缓慢地往前走 我大概晓得 这是狼凹不愿意打草惊蛇 我脚下的速度 也放缓了许多 轻微的嘶嘶声传来 伸手摸出腰间的定罗盘 旗上的指针 正在转动不已 我眼皮顿时狂跳 定罗盘如今形成的 赫然是代表恶音介入的转针 这地方有诗鬼 我更为警惕 盯着定罗盘仔细看了几秒钟 右 左右晃动罗盘 更为仔细地观察指针的变化 很快我就确定了右侧的方向 转针更为明显 而刚好在那个位置 有一个不小的石块 大小足够让人掩藏在其后 我做了个虚声的动作 挪到了那石块后方 狼凹到了我身边后 也不再走动 侧头往外看去 我更是警惕无比 约莫十几米外 有一处篝火 那篝火旁边 蹲坐着一个老头 虽然风沙吹得事业模糊 但是那老头 不正是老龙头吗 他大半夜不睡觉 在这里烧一堆火做什么 不 不对 老龙头在这里处着 定罗盘出现的 却是转针 转针是恶音介入 不但有死人 而且死人还很凶 化煞带怨气 才可能会形成转针 我警惕无比地 瞅着老龙头那边 忽然发现 他身旁好似有一个东西 是拱起来的 那弧度 像是一个人在躺着 身侧的狼凹 虽然没发出什么声响 却已然滋起了牙 胸向毕露 我单手按住了狼凹的头 微微摇头 不让他冲出去 我也没有立刻出去 现在不晓得 老龙头什么情况 大半夜在这里烧篝火 旁边还有一具凶尸 可我们还得让他 带路进沙阵 要是现在出来 弄巧成桌 后面的路程 恐怕就会出问题 我和狼凹 就这样静静地 等了得有一个多小时 老龙头才悠悠起身 他忽然拖拽起来了 那个拱起来的人 朝着旁侧走去 他大约走了两三米时 风沙忽然大了起来 一下子就看不清他的踪影了 我保持镇定 还是没有异动 又过了三四分钟 老龙头走了回来 他在原地瞅了约末半分钟 便顺着干涸的河床往回走 狼凹带我下来的时候 走的是河床里头 老龙头则是沿着河床边缘 这巨石角度 得问题 老龙头并没有发现 我和狼凹 其实 如果是安安静静的环境 藏身就没那么容易 可能发现 老龙头出来的 都不是狼凹 而是柳玉咒 只不过这风沙太大了 噪声太乱 饶氏柳玉咒也没发现 老龙头起了叶 约末又等了六七分钟 远处老龙头 已经消失在了视线中 我这才从巨石后面绕出来 走 到老龙头之前坐着的位置 那篝火烧的 竟然是一些明纸 以及纸扎之类的死人物是 沙土之中 还有燃静的蜡块 香之尾巴 狼凹往前跑了两三米 在原地转圈 我扭头 发现那地方 竟然有一个类似于 井口的东西 只不过 上面被压着一块厚重的钢板 我走到近前 眉头微皱 清冷的月华照射之下 这钢板泛着冷光 最前端的位置 有一个把手 狼凹一只爪子 已经搭在了钢板上 我深吸了一口气 双手拽住了那把手 狠狠往上一提 厚重的钢板被提起来 下方黑洞洞的井口 顿时窜出来一股冷气 嗖嗖地刮在皮肤上 刀割一般的刺痛 极不舒服 我将钢板挪开了大半 悬在井口上 发现井口边缘位置 有一根很粗的铁链子 这铁链锤了下去 崩得笔直 我警惕地看着下方 井内太过幽暗 什么都看不见 即便是用手机 打了电筒往下照 也看不清晰 停顿了片刻 我取出来灰仙手套 戴上之后 抓住了那铁链 用力往上抽把 死沉死沉的感觉 也让人心里头 有种不适感 透着压抑 很快 铁链就被完全拉了出来 同样被我拉出井口的 还有一具尸体 那尸体身上 裹着已经发黄的白布 只有脑袋是 信号信号在外头的 铁链刚好拴在 他的脖子上 头顶 干枯的短发 完全风干了的皮 紧贴着脸上的骨头 他睁着双眼 眼球早已经因为 脱水凹陷了下去 铁青色的皮肤 透着浓郁的死气 狼翱半个身子都撑起来 几乎站在了井口边缘 他这站起身之后 多快比我高一个头了 他伸出舌头 就要朝着尸体脑袋上舔去 小黑 我低声喝止 狼翱乌叶一声 明显透着委屈 却没有舔下来 只是直勾勾地盯着 这尸体表面 没有画纱的绒毛 我也不清楚 是什么纱 可他必定是画纱师 因为 我已经注意到 在他身上的白布上 有不少密密麻麻的符纹 尤其在注意他的头脸 这分明也是一个假字脸 上大下小 和老龙头 简直是相差无几 只不过 他明显 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 看起来也就十来岁的模样 老龙头那苍老的样子 看上 去至少得有七八十岁了 当时我升起的第一个直觉 就是老龙头和他关系匪浅 紧跟着 我盯着那些符纹继续看着 并把这尸体 放在井口边缘 转动着他 仔细看了个清楚 在其后背 泛黄的白布上 还写着一段话 四见水流鸣鸽着 此地如刀斩 两边撞射人名堂 枉死少年狼 我心头微惊 呼吸也急促了几分 这笔记略有苍净感 却透着一股说不出来的熟悉 这段话 是属于焦剑阁的风水真言 此地风水很凶 水流像是刀斩十字 外衣的水 又像是剑射而出 竹死孩童少年 也就是说 在这里没干涸的时候 只要有年少的孩童 几乎都会在这里出意外 而这一个和老龙头有关的孩子 在此地出了意外 还被震尸了 我直勾勾地盯着那段话 努力分辨这熟悉感来自何处 看了多半上 我才确定 这字迹应该是出自蒋盘 为什么一眼认不出来 这也有原因 当时看蒋盘遗书的时候 他的字迹功功整整 因为写的是血书 而且是在他命运之前留下的遗笔 失去了现在这风水真言上的仓境 如今这真言 应该是在蒋盘 精气神十足的时候写下 这尸体是他震的 这是老龙头的儿子吗 还是什么人 蒋盘是一甲子之前来的这地方 这老龙头的年纪 着实不小了 而且 他竟然和蒋盘还有所接触 我心头思索更多 接着我将尸体放了回去 重新将那钢板盖上 狼熬呜咽了一声 明显不甘心地抓了抓钢板 回去 我摸了摸他的头 朝着返回的方向走去 我并没有走老龙头那条路 而是朝着远路返回 走到河床里头 并且在这过程中 我也一直在私存 要不要先将老龙头的事情 告诉柳宇宙 走了半程之后 我选择了放弃 柳宇宙太刚正不阿 他很容易情绪上难以掩饰 甚至我怕柳宇宙 直接过来斩了这尸 并且 我还想到一个可能 这些年 这里死了的风水先生 和阴阳先生 会不会都是老龙头戴 德陆 他 害人 当然 这也只是一个假设 并且 如果老龙头害人的话 当年蒋盘 不应该帮他证施才对 不多时 我回到了宿营店 老龙头的帐篷好端端的 外头没见着人 我便直接和狼傲 回了自己的帐篷 这风沙吹得那么大 除非老龙头 拉开帐篷帘子 瞅着我们 否则都不应该发现 我们刚刚也外出了 至少现在 我没发现他这样做 在房朝殿上躺下 我将这些事情压抑下来 很快进入了睡梦中 当我被冯军叫醒 从帐篷出来的时候 天色才蒙蒙亮 冯宝正在弄早上的吃食 还是照旧的蔬菜汤 并且其他帐篷都已经收起来了 柳宇宙和无物都在帮忙 冯军和我解释 说老龙头把他们叫醒的 还给写了字 意思是 早上凉快 我们赶路一段时间 等到中午的时候 能到达下一个营地 中午太热 不能够赶路 一直休息到三四点 日头下去了 我们再走 我点头 表示晓得了 便没再多说其他 吃吧早餐 一行人变上了骆驼 继续赶路 差不多到了十点 太阳已经刺目无比 热得不行了 即便是一直在喝水 嘴唇都被晒 得干裂 一直赶路到临近十一点半 老龙头又停了下来 这地方有不少岩木 仙人掌 也能看见一些干涸河床的痕迹 并且地势较低 在地势最低的地方 我甚至看到 那里有一潭约莫三四平米大小的水源 泛黄的泥水旁边 趴着一些野生动物在喝水 有山羊 沙蜀 和几只刺猬 我不由得又多看了老龙头几眼 它的确本事不小 这一路上 我其实都在努力分辨方位 还拿出来定罗盘 看了好几次 都无法确定方向 因为老龙头 不止一次改变了赶路的朝向 并不是一个方向走到黑 在没有地标和方向感的沙漠上 这种朝向的改变 不是一两句话能解释清楚的 它必定有特殊的认路方法 这会儿 我们没有直接扎营 老龙头将骆驼指挥 排成了一排趴坐下来 形成了一道骆驼墙 勉强能遮挡一些风沙 我们就在这里休息 吃东西 无物不知道从哪摸出来一包茶 让冯宝烧水泡了 分给大家喝 冯军小声嘀咕了几句 大概是说 无物挺讲究 明显 冯军对无物是没什么好感的 无物倒是笑呵呵的 没说别的什么 老龙头靠在最前头的落 驼盘身上打盹 或许是因为我们来了的缘故 那水潭旁边的动物 很快就散了 我稍微休息了一会儿 就拿着定罗盘 走到了水潭旁边 看了水潭片刻 又低头看了看定罗盘 我基本可以确定 沙镇外头的运河 说是干河了 可实际上它并不是干河 那运河 看似是地面的小只龙水 但实际上 它并不是洋水 之前的交建革风水局 还有一个称呼 就是甲穴 交建之处 生气为虚 甲穴无根 所以空有沙无水 其实是来自于地下的阴龙 护着七沙风水葬地的水 是阴龙水 只是外溢到了地表 才形成了运河 当沙镇的人 触动了这风水的忌讳之后 才促使表面的运河消失 实际上是所有的水 都回了地下 当然 万物之中生死相依 这个地方出现的水潭 也是地下水的外溢 能养活这一处的生灵 并且 现在我也明白了 我之所以无法判断地表的河床 就是因为 那不是真正的之龙 河床本身是不存在的 只有阴龙水外溢的地方 形成了干涸点 这其实就是路标 我想要分辨方位 不能通过地面 而要通过地下阴龙 这找准了办法 就能 够找准方位 也就在这时 耳边忽然传来呀 把阿八的声音 我立刻回过头 却发现 老龙头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 走到我的身后 他还在冲着我打手势 双手在嘴边扇动两下 同时微微低头张嘴 接着他又指了指远处的位置 我抬头 才看见不远处 又有一些山羊在张望 我眉头微皱 却觉得 这老龙头是故意打断我的 不过看他的样子 他应该不懂风水术才对 下一刻 老龙头却伸出手 拽着我的手腕 不由分说地拉着我往上走去 他这手上的力道可不小 拽得我生疼 我们走出去 大概七八米之后 那些山羊就凑过来喝水了 到了休息的营地 老龙头又给我打了好几个手势 最后 他摸出来笔和皱巴巴的一张纸 写了几个字 不要打扰他们 不然我们会被打扰 我活动了一下 被老龙头抓过的手腕 淡淡点头 又瞥了一眼那水潭方向 我也没再过去了 只不过 我已经记住这里的方位 单凭这个地点 我还不足以定位地下阴龙所在 等到下一个位置 如果还能看见类似的水潭 我就差不多可以确定方位 那会儿 如果老龙头还有什么问题 我都可以不通过它 直接走到阴龙水的源头 那里就算不是沙阵 也是精神七杀的所在地 之后在休息的时候 老龙头明显脸冲着我这个方向 好似在警惕我一样 我表现得很平淡 反倒是没有管顾老龙头 自顾自地休息 还睡了一会儿 养足了精神 差不多三点多钟的时候 日头稍微小了一点 我们才出发上路 大家又走了一个多小时 太阳忽然消失不见了 整个天色变得阴沉沉的 风都没了热气 看着天象 就是快要下雨的征兆 甚至是骆驼 都变得急躁了一些 前头的老龙头 则是冲着 我们后面打了一个手势 它那手势和动作 就好似在让我们趴在骆驼上一样 下一刻 它前头的骆驼速度 忽然变快了许多 开始了狂奔 平时骆驼走得慢悠悠的 这狂奔起来 速度当真不慢 差不多奔跑一段距离 老龙头会稍微慢一点 接着它又回头 好似在打量后方 我们有没有掉队 接着又继续狂奔 反反复复经过好几次 我们已经赶路了不少距离了 天开始下雨 巴达巴达的雨点 落下来 骆驼更显得略有躁动 经过最后一次狂奔赶路之后 前方的老龙头终于停了下来 它快速地指挥 我们开始搭帐篷速营 这会儿 天上乌云遮顶 天色暗沉的 好似叫入黑夜了 我注意了一下时间 这会儿七点多钟 其实我们昨天赶路 差不多到八点才停下 看时间上 我们赶路的时间好似不够 不过跑了这么几茬 距离应该跟昨天差不多了 而且可惜说过 老龙头很有规矩 必定会达到应该的位置才休息 冯宝和冯军 都跟着老龙头 快速地搭着帐篷 吴雾和柳宇宙也在帮忙 我本来要去帮忙 只不过这地方 却让我觉得有些不自在 那是从本能之中的反应 让我感觉这里有问题 我摸出定罗盘 开始左右扫视周围 很快我就发现了问题所在 这地方的地势 很高 至少要比我们之前 停歇过的两个地方都要高 并且 一眼看去 周围是没有干涸的河床的 这我就觉得问题不小了 除此之外 我还发现 那些老龙头带着的骆驼 都显得很不安 我目光最后落在了老龙头身上 老龙头 就像是没看见我视线似的 匆匆忙忙地搭着帐篷 这期间 雨水已经变大了 青盆下的雨水 就像是断线的珠帘 等所有帐篷完全搭好之后 老龙头示意我们进去躲雨 这一场雨下的时间可不短 差不多到了夜里十一点钟的时候 雨才停下来 雨停歇之后 我从帐篷里头出来 冯保和冯军去检查物资 柳玉皱到了我身侧 他语气平静地说道 你看到那老龙头很多次了 他有什么问题 按道理 你应该不用表露出来的才对 暂时不要节外生枝 让他带我们到地方再说别的 此刻乌乌也到了一旁 他面色也透着疑惑 接着他也说道 罗先生 刚才我看你用罗盘了 不过这地方应该是没问题的 高地可以避雨 我摇了摇头 说道 吴先生 没什么大碍 我只是习惯性地看看方位 吴吴点点头 说道 我去给冯保帮帮忙 这沙漠下雨 还当真冷 要么烧点茶水去个寒 要么得弄点汤来喝 这结果眼 可不敢生个病 吴吴走了之后 柳玉皱还是眉头微皱地看着我 我只是在尝试自己找路 看样子 老龙头是发觉了 他并不想让我找到 其他没什么大问题 我呼吸平稳下来 告诉柳玉皱 柳玉皱若有所思 他也不再多说别的 朝着冯君 他们走去 我还在原地看了几分钟 不过 我没有再看周围 而是抬头看天 大雨过后 夜空成澈 此时圆月高悬 繁星点点 看了月末半分钟 我也朝着他们走去 这会儿 冯保已经在熬蔬菜汤 老龙头却走到了一旁 一边自己吃囊 一边给骆驼喂吃的 不多时 菜汤好了 冯君跑过去叫老龙头 老龙头却只是摆摆手 没有靠近过来 最后 他竟自顾自地钻进了帐篷里 一餐饭吃罢 冯君和冯保 开始食多东西 柳玉皱和无物 则是各自进了自己的帐篷 我开始也是静止 回了自己的帐篷 不过我并没有睡觉 意识保持了足够的清醒 老龙头问题不小 目前看来 我们还只能跟着他走 这其实很被动 即便是到了杀阵也被动 因为我们总要离开 现在他察觉到了我的意图 开始规避 那就代表 或许他在谋划什么 估摸着时间 我差不多等到了紫时末 也就是一点钟尽头的时 后 这才从帐篷内出来 狼熬跟在我身侧 雨后的沙漠 显得格外静谧 风都要稍微小一些 吹在脸上 还真有一股子冷意 我低头看了看定罗盘 又抬头看了看天 很快就选择了北面的方向 朝着前方走去 大约七八分钟后 已经走了不短的距离了 我才继续抬头看天上的星象 并分辨定罗盘的方位 我觉得老龙头是故意偏离了一些位置 才带我们走到这个地方 他不想让我看到河床 不想我找到方位 可我更可以断定 即便是他 也不敢偏离太远 一旦远到一定的位置 他恐怕也走不回来了 那正确的河床 应该就在这附近 此前我是没办法寻找 可现在却不一样 我确定 这地下有一条阴龙 那就可以通过藏影观山之中的九星天象 配合地象堪余的沙水走势来定位 九星之中 一白贪狼五行为水 二十四山向为人子鬼 八卦为坎 方位正为北方 只要我沿着北方的方向走 并且观察夜空中的贪狼星方位 等我再走到一处地势凸起 并且旁边还有凹陷的地段的时候 就找到了干涸河床 同样也找到了阴龙位置 两点定位之下 我再画一次草图 推演一次 就能够推演整条阴龙的方位脉络 这样一来 即便是没有老龙头 我们也不会受制于路线问题了 脚下的速度愈发得快 我基本上是在小跑 狼凹则是紧随着我 没有落下半步 这期间我一直通过定罗盘 确定我的方位没有走错 约莫又过了十来分钟 视线之中 隐约看到了一个矮山丘 并且山丘前方 明显有一道凹陷的地势 并且这地势还不小 再走近一些 我便看见了一个小小的水潭 月华星辉之下 潭水平静无波 圆月倒影其中 我心头微跳 这地方的水 应该是刚才下雨汇聚起来的 此前绝没有那么多 因为在水中 可以看到一些岩木 和仙人掌之类的植物 那些都应该生长在 干涸的河床里 如果常年有水 根本不可能生长这些植物 我停了下来 仔细看着这里的风水位 脑海中记录下来方位 并摸出一张细码超纸 又拿出地质笔 在其上迅速勾画了两个位置 其中一个 是之前交剑阁的方位 另一个 则是如今这贪狼星 所照射的位置 这 整体的推演方式 会将整个阴龙脉络 看成一条龙脉 整条龙脉有一个方位走向 以其中两个定点的话 以这种方位距离 就可以判断 阴龙的流经方向 必定是阴气最为汇聚的方位 那位置又是精神七杀的所在处 虽然地凶焚英凶 但是风水之中又有一句话 藏者之城生气也 那地方不可能是死地 只能是牲畜 通过这两点定位 我只要走生机所向的方位 就一定能到我们想去的目的地 这两点定位 已经足够了 我完全可以通过它们 画出一个八卦图 也就在这时 身旁的狼翱忽然身体一抖 猛地朝着后方转头 我立刻收起地支笔 以及那张细码超纸 迅速地转过身 在我们后方不远处 有一个鱼铝的人影 它手头处着一根拐 正站在水潭的一侧 直勾勾地看着我们 月光映射之下 它那张假字脸 显得分外的阴森 它那皱巴巴的皮肤纹路 以及额头上深邃的皱纹 都更为明显 我面色不变盯着它看了许久 老龙头招招手 又发出了阿巴阿巴的声音 似是在喊我过去 我要和你谈谈 你不是龙子 也不是哑巴 我直接开口说道 骤然间 老龙头的身体 僵硬了那么一瞬 不过下一刻 它又像是没反应一样 冲着我阿巴阿巴的招手 其实之前我没拆穿 是因为有鸡蛋 现在我却不用了 而这老龙头还跟我出来 这让我对它的警惕更多 若是不能谈出个 让我放心的结果来 恐怕我就得选择将老龙头制服 然后我们自行去杀阵 并且随时让冯宝和冯军盯着它 避免出现意外 看我没反应 老龙头的动作 仿佛都急促了很多 我面色平静 与其透着几分冷意 不愿意谈吗 老龙头忽然停了下来 它又恢复了 那直勾勾的眼神 下一刻 它直接转过头 就要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 而且它这速度 皎洁的堪比一个年轻人 走了几步助跑 就是在月光下飞奔 我心头一脸 老龙头这方向 竟不是刚才来的位置 它想撤 狼凹呲哑 胸厉地狂吠了一声 拔腿就要追 我抬手 直接拦住了狼凹 同时沉声喝道 你要是跑了 我就会找回去之前那个地方 那口径里头的尸体 是你的什么人 我这喝声 在夜空中 回星号星号 不止 已经跑出去 一段距离的老龙头 骤然间停下来了 它处在原地 回过头看我 脚下一动不动 我也没有往它那边走过去 背负着双手 还是站在水潭旁边 安静 约莫僵持了得有三四分钟 老龙头终于朝着我走过来 它一直走到了 我近前两三米的位置才停下 一双眼睛中 透着金锯 恶然 怒意 还有杀鸡 并且 它握着那根拐杖的手 指关节都是发白的 狼敖明显感觉到它的胸 背上的毛 也都炸了起来 我并不怕老龙头 甚至都没去扶药间的哭丧棒 单凭狼敖 就是老龙头对付不了的存在 你 怎么知道的 扮上 老龙头薄薄的嘴唇里头 挤出来了沙哑的声音 它这声音有多沙哑 就好像嗓子被人拉过一刀似的 甚至还有些破 看出来的 我淡淡回答 老龙头抿着嘴 它眼中的警惕 也更多了 我猜你带过很多人进沙阵 你带着的人 都是风水师 或者是阴阳先生 我继续开口说道 那些人最后都死在了里面 他们为什么死 和你有关吗 我直接质问道 我停顿片刻 又继续道 当然 如果你不想直接回答的话 你还可以告诉我 你带他们进去 现在又带我们进去 有什么目的 话语至此的时候 我的声音已然变得冰冷至极 眼神更是深邃 我在仔仔细细地端向着老龙头的面向 观察他的神态变化 注意他的一举一动 最后 我又补充了一句 让他不要在我面前撒谎 因为他撒谎 我绝对看得出来 如果他不愿意和我好好谈 我就不会和他谈 会将他束缚起来 不让他干扰到我们的行动 并且还会灭了内井里头的事 老龙头的身体抖了抖 明显 他略有几分闪躲 眼神就和当时在饭店里的无物那样 透着不安和恍然 这会儿狼凹凶利地狂吠了一声 老龙头又一个机灵 好似整个人清醒了不少 他抿着嘴 和我对视都没多大底气了 整个身体更于吕了一些 你们不能动嘎青 老龙头声音更低 更沙哑 停顿了一下 他抬起头来 正正地看着我 我没有恶意 也没害过人 我在帮你们 我眉头微皱 并没有直接相信老龙头的话 而是示意他继续说 老龙头沉默了许久 才低雅地说道 本来是我和嘎青两个一起 逃出来的 他的话语中 明显透着一股子苍凉和悲怆 整个身形也变得更加于吕 逃 我若有所思 不过还是没有打断老龙头 并且定定地看着他面向上的变化 以及他眼中的神态 但凡有计算 或者是脚侠 都绝对逃不过我的注意 老龙头逐渐变得悲伤起来 他颓然地盘腿坐下 正正地看着水潭 又停顿了一会儿 他才继续说道 那时候 嘎青才八岁 我跑到那里的时候 实在是跑不动了 他口渴 想要去水边喝水 我累得靠在山脚休息 他一直没回来 等我跑过去的时候 他已经淹死在 仅剩一点的河水里头 沙阵受到了诅咒 瘟疫横行 蕴河干涸 即将被沙漠吞并 所有人都出不去 我能分辨得出来 老龙头没撒谎 他是真的悲怆 他所说的诅咒 实际上并不是什么诅咒 只是他们不晓得风水的作用 以及精神欺杀的凶力而已 听完老龙头的一番陈述 我才晓得当年事情的始末 大约在一甲子之前 沙阵繁荣兴旺 热闹非凡 这不 光是因为镇上走动的伤谷多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传闻中 这里有一个墓葬 不少探险的队伍 都会慕名而来 只不过那地方很诡异 进去了的人 没有一个能出来的 可还是有人络绎不绝地要去 因为伤谷和这些探险的人 不断涌入 沙阵的商贸越来越发达 这里的人赚了 越来越多的钱 于是就有了改建的准备 怪事就是在改建的时候发生的 最初并不是因为运河干涸 而是因为工人在悬址的地方 挖出来了一些东西 之后他们开始患病 这病症很怪异 开始会让人失去意识 接着就会丧失行动力 然后在睡梦中丧命 刚动工的时候 这问题虽然不小 但是没拦住沙阵的人 他们又选择招来了不少工人 可之后死人更多 并且运河也开始干枯了 他们才晓得出大事了 是他们动工 触怒了沙漠 招来了惩罚 只是收手明显已经来不及 运河在很快的时间内 就彻底干枯 镇上的人都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 祭祀 供奉都没有作用 本来最开始只有工人染病 可之后 那病却通过照顾了工人的大夫 蔓延到镇上 当时那些伤骨下 北纷纷远离 再也不来杀镇 杀镇中的人 最开始坚守在镇上 之后也待不下去了 开始逐渐往外逃散 可这诅咒 就像是复古之祖一般 根本甩不掉 那段时间频繁地出现沙暴 但凡是人敢走出去 都会被掩埋在黄沙内 恐惧和绝望 也蔓延了整个沙镇 老龙头那时候 还年纪轻轻 他虽然参加了一部分工地挖掘 但侥幸没有染病 之后看着镇上一天不如一天 就带着金银细软 老婆孩子 也选择了逃命 在参加工地挖掘之前 他还做过两三年的向导 很熟悉沙镇和沙城之间的路 只不过离开沙镇并不安稳 他选的时间虽然没问题 路线也很正确 可还是发生了意外 他老婆在刚离开镇子不远的地方 他就发现其染病了 他没有选择 在半夜的时候 给了老婆一闷棍 将她甩在了沙漠里头 等他孩子嘎清醒了 只带着孩子逃命 等到了交界阁那位置的时候 他晓得距离沙城 只有不到半天的路程 而且没什么大的风沙 才打了个盹 却没想到 嘎清会淹死在 已经快干涸的河道里 他本来想 带着嘎清的尸体一起离开 却发现那尸 体身上生了黑毛 还直接沉入了水底 当时他别无选择 只能继续逃命 等他逃出沙漠 进了沙城 整个人都像是个鬼一样 此时沙城所发生的事情 已经被之前的伤骨 传得凶险无比 压根没有人敢靠近他 瞅见他了 都是躲得远远的 他觉得老婆没了 孩子也没了 万念俱灰 恨不得寻死 可每天晚上他都会做噩梦 梦到老婆在他身边哭 说他自己出不去 死了也就死了 嘎清死的冤枉 总不能一直在水里头 他身上没病 得入了土才安宁 老龙头这才有了 一点点活下去的欲望 他不再消极度日 而是用带出来的钱养骆驼 等着看沙镇 还有没有人逃出来 时刻准备着回去那地方 把嘎清的尸体带出来 其实 当老龙头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略有疑惑 就是关于 他对焦剑阁的称呼 按道理来说 老龙头不应该晓得那个词汇 不过 我还是没打断老龙头 仔细分析着这些事情 等老龙头继续说 老龙头稍微停顿了一下 才接着讲述 当他千辛万苦 养出来一堆骆驼之后 就伺机进沙漠 这会儿 沙城刚好 来了一个人找到了他 想要他带路进沙镇 老龙头说这话的时候 忽然指了指我腰间的定罗盘 补充说 那人也有和我一样的东西 他的名字叫做蒋盘 听到蒋盘这两个字 我目光便是骤然一鸣 老龙头没有停下 继续说道 他当时不想带路 因为他晓得 进入沙镇的人都肯定会死 他也不是想回沙镇 只是想要将儿子的尸体带出来 并且他没有瞒着蒋盘 将这件事情如实告诉了他 蒋盘说他儿子化煞了 而且还死在水里头 必须捞尸人才能弄出来 否则的话 他去了也做不了什么 当时老龙头听完 更加绝望 但蒋盘说 他可以试试帮一下老龙头 作为交换 老龙头得带他进沙镇 老龙头才不得不同意 等到了他儿子淹死的地方 那运河已经彻底干涸了 他儿子尸体半截埋在泥沙里头 之前生的黑毛 竟然都变成了红色绒毛 蒋盘不让他动尸体 而是说他儿子成了解煞 还是因龙水运成的血煞 这会儿 他们不能带上路 只能够先震尸 并且也是蒋盘告诉他 这地方的风水局 就叫做交建阁 专门克死 孩童少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